本片剧情纯属虚构,不要认真,请勿模仿,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感谢支持,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第一章,序章。浩瀚的宇宙中有一颗最美丽的星球,它叫地球。那里碧海蓝天,巍峨高山,奔腾江海,锦绣田园,郁郁出无数的生命。 数千年来,人们生活在这颗星球之上,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生活与快乐。 可是从那一天起,一切都随之改变。世界充满了腐臭的味道,已经死去的人们成为行尸走肉。 残存的人们匆忙登上方舟,离开了地球母亲,离开了我们美丽的家园。 数千年来,身居蓝星的人类从未忘记自己的母亲。 而就在今天,百万人类将重回地球,重建家园。 灵物伸手关闭了面前虚拟显示界面,心中吐槽,一款游戏,一款丧尸游戏而已,有必要占那么高吹牛皮吗? 对于一位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灵物来说,他生平玩游戏无数,但从未在游戏中升华过道德,提高过素养。 换了以前,灵物必然拿起键盘,先喷为敬。 但这部游戏不行,倒不是因为开发商曙光有多牛掰。 而是因为自己不玩都不行。 一周前,人类第二居住地蓝星的家园计划第二部分启动,蓝星管家智能AAI曙光随机抽取100万名18至40岁的蓝星人类重返地球,接管家园计划第一部分,一座由机器人建造的城市。 灵物就是倒霉百万人中的一员。 灵物之前所看的视频是曙光以2144年8月地球丧尸病毒爆发为蓝本,模拟制作的一款名为家园的游戏宣传片。 一个目的是让百万人在两年的冬眠旅途中多一些乐趣。 灵物关注家园的原因是因为家园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为移民分配资源。 百万人移民地球重建家园,在此过程中即使职业不分贵贱,房子也还分大小,一碗水怎么端都会有人不满意。 家园就是曙光开发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简而言之,在家园游戏中每个人最终获得的积分代表了每个人到达地球后的资源分配权。 至于积分是怎么计算,曙光对此并没有进行详细解释。 只举例说明了在游戏中几个加分和扣分的项目,希望玩家们在游戏中积极探索,积极游戏。 在游戏中每次生存的时间越久,分值就越高。 在游戏中获得成就词条可加分。 战胜强大的敌人可加分。 死亡则是曙光说明中的唯一的扣分项目。 游览蓝星壮丽山河与一众好友们永别聚会,最终凌雾在亲吻蓝星土地后登上了方舟号。 可以不去吗? 当然不行,人家曙光会不高兴的,就连凌雾自己也会不高兴。 移民地球对普通人而言是一次难得的人生逆袭机会。 无论你在蓝星是罗马还是在罗马,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对于百万移民中的灵雾来说,他的心愿是打穿游戏,雄霸家园,赚取积分,从而赢取大别墅,走上人生巅峰。 可惜,他的心愿是所有人的心愿,没有人想在移民地球后从地狱难渡开始新的人生。 按照系统广播指令,乘客们在挥手告别母星之后,各自进入了自己的冬眠舱。 在百万移民全部进入冬眠状态,家园游戏也就正式开始。 第二章,突围。 出现在灵雾面前的界面非常整洁。 第一步是新手教程说明,由于游戏采用暗子骚扰,暗物质名词,可简单理解为量子纠缠威力加强版。 拟真技术,因此大部分教程没有意义,和日常遇见丧失的情况一致。 接着系统说明了家园公约。 第一条,由于本游戏采取真实痛疼模拟,因此对其他玩家角色施加刻意残害,包括但不限于绑架,强奸等行为,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并且不排除在现实世界接受法律审判。 总结,杀人可以,但不能虐待。 接下来是角色创建,名字使用真实姓名。 灵雾不姓灵,她和95%的蓝星出生人口一样,在出生后就被父母转让给了孤儿院。 这一切源于基因科技的突破,在每个人出生之后,他们的父母就能拿到一份婴儿基因鉴定。 鉴定报告说明了孩子的体质特征。 因此,这95%的人口也被称为普通人。 普通人不会遗传穷病,也不会遭到歧视,更不会因为自己出生孤儿院而自卑。 唯一让普通人诟病的是,曙光的取名能力太缺乏想象力。 除了名字使用真实姓名外,身高、体重、外貌都是真人妇客,甚至连发型都没有选择权。 能选择是属性。 分别是力量、敏捷、智力、体质和意志。 每位玩家可以选择其中一项作为自己主属性,一项作为自己副属性。 需要考虑吗? 灵雾毫不犹豫选择敏捷为主属性。 活得越久,分值就越高,跑不过丧尸,最少得跑得过人类吧。 2044年是热兵器时代。 扣个扳机需要多少力量。 智力更不用说了,如果游戏提升智力能增强智商,那岂不是人均爱因斯坦? 意志越高,你就能承受更大的痛苦。 不知道别人喜不喜欢,反正灵雾不喜欢。 体质就是耐力。 敏捷加体质不仅跑得快,而且跑得久,副属性当然选体质。 创建属性之后,灵雾获得两张系统词条,安逸型人格,马拉松运动员。 作为蓝星管家,AI曙光对每个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信息登记结束后,灵雾被传送到一个环形圆盘百人座位中。 可以看出这是一艘星际客运飞船,东南西北各有一道门。 伴随着一道道白光闪烁,一位为玩家进入自己的位置。 中间屏幕显示10分钟倒计时。 倒计时5分钟时,系统开始分发新手装备。 第一类是近战装备,灵雾选了牛排刀,无它,就是点错了。 第二类装备是背包,各种颜色的背包。 无一例外,所有背包有一个特殊袋,专门用于存放基础材料包。 背包外人性化地设置了挂钩,可以将自己的武器挂在背包的边缘,方便取用。 第三类装备分别为弹药,食物,建材,医疗,汽油,五种基础材料包。 材料包是幸存者基地不可或缺的物资,拆开材料包可以获得一定的物品。 系统继续分发零食,花生瓜子可乐啤酒任意选一,有些可以降低疲劳度,有些可以快速恢复耐力。 倒计时一分钟,系统还在分发装备,绷带,抗生素,消炎药,酒精中任选一。 这时候所有玩家已经明白过来,用最快的速度拿东西才是王道。 拿得快才能拿得多。 于是,每个人都在疯狂操作,伴随着这股疯狂,大家的背包迅速被塞满。 灵雾在一边冷眼旁观,这些人怕是不知道曙光的无耻吧。 飞船红灯灭绿灯亮,四道门开始缓缓向外落下。 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一座无比辉煌的夜间城市美景,但灯火通明都市之下却没有看见半个人影。 十座超级城市在今晚同时迎来百万来宾,灵雾所乘坐编号74的飞船将他们放在了城市一处十字路口中。 东边是一排步行街,里面商品琳琅满目。 西面是一条沿河而建的酒吧街,霓虹灯带着魔幻的色彩,闪动不停。 南边是一座公园,隐约可以看见湖水。 北面是住宅区,独栋别墅搭配着高楼公寓树立在道路两边。 这就是地球的夜晚。 好美! 大家都被美丽的夜景惊呆。 蓝星也有夜晚,但蓝星有六个类月亮卫星,他们静止将恒星的光芒反射在蓝星上。 因此,蓝星只有相对的夜晚,没有绝对的夜晚。 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打断了大家的思绪。 顺身看去,只见一只长相普通的丧尸撞破商店橱窗玻璃,一摇一摆,慢慢向大家走来。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丧尸游戏,见到丧尸并不慌张。 两名小伙子抽出棒球棍,等待着丧尸走过来。 有人在一边分析评测道,每两秒移动0.7米。 双手缺失,唯一有威胁的牙齿也已经掉光。 他想怎么样? 一个大叔笑问,他想吓死我们,还是笑死我们? 大家闻言不禁哄堂大笑。 灵雾预感不妙,一仗敏捷属性攀爬上路灯朝四面看去。 东、西、南三面都是一眼望不见边的灯火。 唯独是北面只有七百多米的灯光区,而后灯光开始稀稀拉拉,直到没入黑暗。 灵雾下了路灯,也不管其他人,自个朝北面撒腿跑路。 城市资源多,可丧尸也多。 以灵雾对曙光的了解,千万不要拿摆在面前的好处。 兄弟姐妹们,祝你们好运。 那只可怜的丧尸在最近玩家十几米外停步,一搭拉头低放在胸前, 因其身体质脆弱,让一众玩家甚至担心他突如其来的低头会把自己的脖子折断。 丧尸举起了头,仰头面向星空,一股鲜血从其口中喷尸而出, 伴随着发出一声极其刺耳尖锐的长音响彻天际。 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马来开袭。 城市的四处各地呼应发出了尖锐长音,各路丧尸粉末登场。 这些丧尸如凭空出现一般,在第一位丧尸周边百米内出现, 并且如潮水一般涌向玩家。 好消息是,他们凶猛程度远不如电影《僵尸世界大战》中的丧尸, 坏消息是,他们比行尸走弱的丧尸要强上百倍有余。 驻族人群分作鸟散,四面八方的丧尸向他们合围而来, 尖叫丧尸此起批负地发出音浪,召唤出一波又一波的丧尸。 首先倒霉的是,背包最重耐力消耗殆尽的一批玩家, 被扑倒之后的惊叫声,惨叫声不绝于耳。 剩余的玩家也没好到哪去,即使丢了背包,耐力也所剩无几。 整个现场印了那句古诗《万进人踪灭》,全遍盘中餐。 青庄,名体双点,外加马拉松运动员词条加成的灵雾已经逃之夭夭。 他脱离大灯光区,成功甩掉了所有丧尸和玩家。 放眼看去,除了路边自顾自由荡的几只丧尸之外, 就看不见其他能动的物件。 见此情景,灵雾转跑为走,消耗了20%的耐力条也随之开始恢复。 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实则此话并不尽然。 大一时,灵雾作为一条舔狗,为求女神青睐而苦训一年, 最终成功夺得大区举办的大学生马拉松比赛的亚军, 由此才能在家园游戏中获得马拉松运动员词条。 可惜女神更关心跑不到一公里,就足不受伤的学长, 顺便给拿着奖杯向自己表白的灵雾发了一张好人卡。 第三章,汽车。 孤身走在昏暗的路灯中,灵雾面对越来越黑的未知世界衍生出一丝恐惧。 一阵引擎声从身后传来。 灵雾回头看去,一辆红色小汽车从后而来, 汽车的保险杠不知道丢哪去了, 引擎盖坑坑洼洼,汽车玻璃只有一面是完好的, 车身上还残留着没有被刷新的丧失血液。 灵雾让到一边,汽车如同吃饱打嗝一般, 咣当咣当吐着黑烟停在灵雾面前, 驾驶员是一位37-8的中年男子, 搭车吗? 他的发际线很高,头发少,脑袋大,额头秃,肚子圆。 帅哥,我男的哦。 灵雾提醒一句,顺手拉开副驾驶车门钻进去。 我喜欢你的坦诚。 中年男开动启动。 难道? 灵雾疑问。 不。 中年男也没解释,单手开车,伸右手,石头。 灵雾伸手,不。 中年男哈哈大笑,解释道,我名字叫石头。 灵雾奶然一笑,和石头握手,灵雾。 灵雾? 这名字好无聊,知道我老婆叫什么名字吗? 石头自顾自说,她叫破石, 第一次听到这名字,差点把我笑趴下。 然后我们就此认识,并且恋爱结婚。 灵雾一问,据我所知,已婚人士不参与抽派。 石头叹息道,刚离婚两天。 灵雾好奇问,为什么离婚? 结婚不好吗? 结婚不好,为什么那么多人结婚? 有些人还结了好几次。 石头看了眼灵雾, 你这问题好有趣。 为什么离婚? 当然是因为结婚,所以才可以离婚。 打了下响指,石头脑门出现标签, 老司机,离翼。 玩家可以勾选显示标签, 但不能伪造标签。 所有的标签都与玩家的经历有关。 灵雾为表示礼貌,也放出自己的标签。 他内心更好奇,离翼标签有什么特质。 石头心中对灵雾性格已有八成数。 道,我包里有一张北市地图。 灵雾伸手,但是摸了个寂寞。 哥,拿不了你的包。 足起。 石头开组,加灵雾入组。 队伍级别,好友。 好友级别队伍,可以拿取他人包裹任何物品。 可以设置拒绝他人拿取自己背包物品。 我们在。 灵雾看着地图。 我们现在在蔚来城的北面,这是117号公路。 沿路行驶30公里后,可以到达北市下属左线的北上镇。 突然一个人出现在汽车前展开双臂。 石头不愧老司机,在这几乎不可能不撞上情况下。 依靠系统力量,加成硬生生杀停汽车。 由于车辆没有安全带,副驾驶的灵雾穿出挡风玻璃,在引擎盖上滑过,撞击对方身体,双双摔倒在道路上。 草! 泥马! 草泥马! 第一句是下意识说出来的,说话者灵雾。 他是在自己脑袋撞破挡风玻璃时发出的语气词。 第二句是震惊之下说出来的,说话者石头,他拿着断裂的刹车踏板,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 作为一位老司机,一脚踩断刹车踏板到底是反正自己能力,还是嘲讽自己实力呢? 第三句拦车的短发妹子,他抓了灵雾的衣领,怒气冲冲的质问。 好在他很快就明白了怎么回事,顺手帮灵雾拉好衣服,握拳朝灵雾胸口捶了一下。 对不住啊。 石头下车,把刹车踏板一扔,刹车踏板断裂。 并没有责怪兰车短发妹子的意思,只是在语气中带了一些无奈。 短发妹子并不在意这细节,毕竟车是拿来开的,又不是拿来杀的。 他看向石头道,大叔,我朋友被感染,你们能帮助我吗? 借助车前灯的光亮,石头和灵雾看见路边躺着的一位长发女子。 她的细长雪白大腿上扎了一条布条。 石头和灵雾走过去,蹲在腿前看了一会。 灵雾寻找小腿上的伤口,他没见过丧尸制造的伤口,心中充满好奇。 石头则在观察布条捆扎的大腿,他经常见没有布条捆扎的大腿,百看不厌。 灵雾转头看向石头,没看见伤口。 石头道,应该是腿断了。 看了这么久,总得给个结论。 长发女子解释道,腿没断,我小腿被挠了一下,伤口已经愈合。 现在感染度是4%。 灵雾不解,那扎布条是什么意思? 短发妹子过来,蹲伸伸手把布条拉紧。 长发妹子安忧一声,妈呀。 短发妹子解释,被毒虫咬后,捆扎方式可以降低血液流动速度。 灵雾道,这我明白,但有效吗? 这位小姐姐的脑回路很新奇。 短发妹子不知道,帮我把她抬上车。 石头立刻道,我附属性力量,我来。 你小心点。 短发妹子说着,快步过去拉开后座车门, 钻入后座准备协助石头搬运长发妹子。 灵雾站在原地疑问,为什么她不能自己走上车呢? 石头用公主抱姿势,抱着长发妹子,听灵雾发问。 回头看灵雾,问题多是好事,问题太多,就不是好事。 权杆游戏,100%的痛绝,就代表100%的触绝。 哦?灵雾又提出问题。 现在没有刹车踏板,这车还能开吗? 石头本打算送妹子上车,被灵雾这疑问。 他抱着妹子倒退几步,看着汽车沉思良久,如同在考虑人生哲学。 许久许久之后,石头道,能开,但未必杀得住。 灵雾,他这个老司机是那个正经的老司机吗? 还没等灵雾提问,道路两边黑暗区域传来了如咽喉卡弹的声音。 呃,大家静下来倾听,发现声音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很多个。 灵雾看石头张嘴做口形,丧尸。 石头立刻将长发妹子朝汽车后座塞了进去。 关门,车门被长发妹子脑袋卡住。 石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脚踹上去将车门关好。 在生命面前,调剂生活用的鲜花显得无比多余。 灵雾凭借灵活的身体,侧滑引擎盖,从破损挡风玻璃处钻到副驾驶位置。 石头送上大拇指,帅。 放手杀送牛,汽车咣咣咣咣慢慢加速。 十几只丧尸从黑暗区域冲进入灯区,奔跑并努力地扑向汽车。 好在先是一步,石头驾车逃之夭夭,留下失群左顾右盼,继续漫无目的的游荡。 第四章,长坡。 我的名字叫石头。 为避免妹子初步,石头觉得自己还是说清楚点比较好。 我叫灵雾。 副驾驶灵雾回头对后座两人礼貌点头。 短发妹子举双指在眉间一点,道,小刀。 喂,你叫什么? 长发妹子手舞天灵盖,忍痛回答道,待遇。 灵雾今天问题很多,问,他不是你朋友吗? 为什么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小刀回答道,你和石头现在也是我朋友。 如果你不说,我也不会知道你名字。 灵雾接受这个答案,问,你的标签人格应该是保护者人格。 小刀经问,你怎么知道? 你什么时候偷看我的标签? 保护者人格,地盘意识强,勇于面对一切,富有保护欲,容易相信别人。 灵雾还没有回答,待遇开口道,感染度上升到5%。 语气平淡,似又藏有期待,期待大家的关心。 石头钻研过游戏手册,连开车编道,被丧失病毒感染后,必须进医务室疗养。 疗养期间不仅可以遏制感染度的提升,并且可以降低感染度,直到最后痊愈。 小于50%感染度,每三分钟升1%感染度。 大于50%感染度,每一分钟升1%感染度。 小刀很乐观道,三个小时,那就没有问题。 石头道,小妹妹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大问题。 最大问题在医务室。 小刀显然没点智力属性。 问,医务室? 石头边拉手杀减素。 边道,医院和诊所都不安全。 以我们的破烂装备,是不可能长时间保护待遇不受攻击。 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建立幸存者基地,建造医务室。 好奇宝宝灵悟问,石头,你为什么懂这么多? 游戏手册。 石头解释道,我选智力属性,主智力属性可增加阅读速度。 我花费了一分钟看完了游戏手册。 灵悟经问,主属性智力? 头脑和身体不一样,加敏捷可提高身体灵活性,加智力并不会提高智商。 石头反问, 你不认为在末世中,头脑比身体更重要吗? 小刀不同意,我认为力量和意志最为重要。 强大的身体,加上强大的精神,才是末日生存的不二法宝。 两人一起看向灵悟,都希望灵悟能支持自己看法。 灵悟弱弱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小刀问,假设你朋友被丧尸打倒,你会独自逃跑吗? 灵悟道,假如小刀你被打倒,你知道我没点力量属性,无法背负你离开诗群。 你会怎么办? 小刀立刻回答,我会让你自己逃命去。 灵悟点头,我会听你的话。 哪里不对呢? 小刀抓抓短发,一时间没想明白。 黛玉道,6%。 语气中有些交集,也有提醒大家关注自己病毒感染的意思。 石头从内后视镜看了黛玉一眼,道,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时间。 二十分钟,我们能到达北山镇,尽快建立聚集地,建造医务室。 现在不清楚建设聚集地需要什么条件,建造医务室又需要什么材料。 你们带了什么技术包? 灵悟道,医疗包。 黛玉回答,食物包。 小刀回答,弹药包。 弹药包。 灵悟和石头同声访问,非常好奇小刀的思路。 小刀指前方,小心。 前边道路左右两边是峭壁,道路上停放了很多车辆, 有卡车、货车、小汽车、摩托车。 从现场来看,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导致了多辆汽车损毁与燃烧, 人们只能抛弃交通工具,步行离开。 老司机石头口念卧槽护身,方向盘打到左边。 汽车左边前轮开上山崖, 以30度角的倾斜连续驾驶了15米, 顺利地将汽车开出拥堵地。 大家一起鼓掌,石头神情冷静, 等掌声停止到,兄弟姐妹们, 现在有几个好消息和几个坏消息。 第一个坏消息,油箱破损, 我们开不到北上镇。 司机能看见汽车具体损坏情况与参数。 小刀问,好消息呢? 石头回答,两公里后是八公里的连续下坡。 路边标牌提醒,两公里后是长下坡路段。 林悟问,坏消息呢? 石头回答,我们没有刹车踏板, 意味我们不能刹车。 没有汽油意味着我们不能依靠发动机制动。 林悟张口还想问, 小刀从后面一把捂住林悟的嘴。 好消息呢? 只要我们只问好消息, 那就会一直有好消息, 而不会有坏消息。 石头道,如果能在八公里连续下坡中活下来, 再有四公里,我们就能到达北上镇。 小刀凭借力量死死捂住林悟的嘴, 问,好消息呢? 石头道,我想到一个刹车办法, 但不一定管用。 什么办法? 石头道,脚杀。 在耗尽汽油前, 车辆终于到达坡顶, 四位玩家勇敢地打开车门, 将一只脚踩塌在地面上, 双手死死抓住车内的扶手。 石头问,准备好了吗? 嗯…… 石头放开了手刹, 汽车开始慢慢滑动。 石头双手紧握方向盘紧张道, 坏消息, 一会我们将失去照明。 林悟精, 你不早说, 早说还可以汽车。 石头, 你们一直要好消息, 我没机会说坏消息。 小刀大喊, 杀住了。 汽车速度越来越快, 四人单脚摩擦地面, 一阵阵尖叫和惊呼声响彻山谷。 石头已经拉死手刹, 他双手紧握方向盘, 眼睛注视前方, 一只脚在地面上摩擦, 连续甩过几个大弯, 口中还不停给大家鼓劲。 兄弟姐妹们, 我们已经行驶了700米, 胜利就在眼前。 林悟大声喊问, 车灯还能坚持多久? 伴随林悟的问题, 汽车大灯瞬间熄灭, 小刀掐死林悟的心都有。 汽车很快驶离道路, 拱上路边的土包后侧翻, 车顶在下, 四个咕噜在上, 一路火花带闪电。 奇迹也由此出现, 车速慢了下来。 就当车速即将低于40公里时, 被摔了七昏八速的林悟问, 坏消息是不是我们马上要停车了? 小刀疾到, 你闭嘴, 只许说好消息。 大家几乎一声挖, 车身撞击在路边护栏, 汽车再次侧翻, 四个咕噜重新着地, 车头和车尾掉了个方向后, 停在了原地。 四人惊魂未定, 老司机石头放手杀, 汽车重新开始滑行, 石头借助弯道和速度, 一个甩尾将车头改正到前方。 第五章, 汽车继续下陡坡, 面对越来越快的车速, 小刀喊, 好消息, 我要好消息。 石头, 有, 有, 有。 林悟惊讶道, 现在还有好。 话说一半, 被后座的小刀捂住了嘴。 石头道, 开启阴眼模式, 只见石头操控方向盘, 驾车从一只马路中间睡觉的丧尸边掠过。 林悟更惊, 卧槽, 你克金了吧? 石头沉着冷静掌控方向盘, 问, 你为什么认为我克金? 林悟回答, 因为你避开了丧尸。 石头问, 既然你能看见丧尸, 为什么我不能避开丧尸? 有道理。 林悟明白了, 在长时间黑暗之后, 人的眼睛适应了黑暗, 因此可以借助微弱的月光, 看见近距离的物体。 小刀不管这些, 好消息, 我要好消息。 石头, 我们都还活着。 林悟下意识问, 坏消息呢? 石头, 车速即将破百。 小刀恨啊, 一巴掌在把林悟嘴捂上, 让你问, 让你问。 车速越来越快, 很快达到120公里每小时。 小刀喊, 好消息, 我要好消息。 紧急车道。 石头打方向盘, 汽车离开公路, 开上紧急车道。 汽车驶入油沙子铺设的路面后, 速度立刻慢了下来, 很快停在沙地中。 石头推开车门下车, 肾上限速退去, 让他双腿颤抖不止。 一手扶在汽车上, 心有余计道, 有钱应该买一辆, 太耐造了。 小刀捂着林悟嘴下车, 好消息。 石头道, 只要我们合力把汽车推回去, 就可以继续下坡。 小刀对林悟道, 不许说话, 更不许问坏消息, 明白。 林悟连连点头, 小刀这才放开林悟。 不需要林悟和黛玉的帮助, 小刀与石头合力, 就把汽车给抬了起来。 虽然走上几步就耗光了耐力, 但是在坚持不懈地休息和抬车之后, 两人还是将汽车弄回到道路上。 在此期间, 林悟也没闲着, 他负责警戒四周时, 发现了几只被声音吸引而来的丧尸。 林悟绕着弧线, 转到一只丧尸的身后, 慢慢追上丧尸, 举起牛排刀, 刺穿丧尸头颅, 丧尸当即死亡。 系统继续引导林悟的动作, 林悟一手握着牛排刀慢慢放下, 将丧尸放在地上, 再拔出牛排刀。 整个过程只有刺杀时, 发出轻微的扑呲声音。 丧尸在听见异常声音后, 会走到异常声音发出的位置, 走的过程并不快。 如果丧尸看见了人类, 会立刻开始嚎叫。 根据丧尸品种的不同, 而行动不同。 丧尸口中的嚎叫, 会引来附近的丧尸。 如果不能快速结束战斗或者撤离, 尖叫丧尸将很快到达现场。 你在干什么? 小刀见到灵悟, 双手在死去的丧尸身体上来回摸索。 心惊胆战问了一句,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灵悟。 灵悟压低声音回答, 找东西。 有东西? 小刀来了精神, 凑过来期待问道, 有吗? 灵悟拿出一个打火机? 有。 见有战利品, 小刀也来了兴趣, 盯上了十多米外的一只丧尸, 抽出自己的拔钉锤。 可刚走几步, 小刀就开始后退, 低声道, 有尖叫。 石头在汽车边挥手, 走了。 四人捏手捏脚地上了车, 此时尖叫距离他们已经不足十米。 夜晚的黑暗显然也影响了本就势力不好的丧尸们。 石头放下手杀, 汽车开始滑行, 激进散架的汽车开动后, 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尖叫毫不客气地吹响了进攻号角, 十几丧尸瓶空刷了出来。 距离车辆最近的是一位妇女丧尸, 她虽骨瘦如财, 但动作非常敏捷, 一把抓在驾驶员车门的门把上。 手抓门把, 双脚狂蹬, 还没等石头他们反应过来, 驾驶员车门被整个拉走, 车门带着丧尸在路上翻滚不停。 石头心有余悸, 厂棚车我开过, 厂门车我还是第一次开。 再没有安全带, 没有车门, 没有车窗, 没有挡风玻璃, 并且全速下坡情况下, 一个方向盘打出去, 说不定自己就飞出公路。 运气好杂, 在石壁上变成一张海报。 运气不好, 掉落悬崖, 摔成烂泥。 好在运气并不坏, 最后四公里是缓坡, 依靠手刹和脚刹的配合, 车辆的时速始终被控制在五十公里左右。 在汽车彻底停下并且报废后, 四人距离北上镇仅有四公里。 看时间才过去二十分钟, 四人还有一百六十分钟时间来建立一个医务室。 在步行前往北上镇途中, 好奇宝宝林雾问了很多问题。 哪来的车? 小刀在背负妹子情况下, 是如何逃离城市。 在解答之后, 林雾才知道关键在于时间。 大家离开飞船到尖叫, 发出第一声嘶吼期间, 有三分钟的空白时间。 石头利用这三分钟的空白时间找到车辆。 小刀他们利用这三分钟, 避开尸海, 走小巷, 消灭落单的丧尸, 最终也成功离开城市。 听完林雾觉得自己最傻, 自己完全是依靠双腿跑出来的。 林雾知十万个为什么? 石头, 你为什么相信我? 让我上车呢? 石头耐心回答, 我没有可骗可抢的资源, 也就只有一辆车。 你抢了车, 还是要开向北上镇? 你不抢我的车, 我们也是去北上镇。 石头说话声音太大, 招惹来路边两只丧尸, 小刀拿出把钉锤, 和石头一人一个将丧尸打倒, 再打破丧尸的脑袋。 做完事后, 石头因自己让队伍陷入没有必要的麻烦中, 向大家道歉。 继续前进百米左右, 林雾看见了十几米外在路中间睡觉的丧尸, 举手让大家暂停前进, 自己快步无声走过去, 对着丧尸脑袋手起刀落将其解决。 石头对小刀道, 利刃好像比顿器好用。 小刀不同意, 利刃没有击退和击倒能力, 在正面对敌中, 他手持短刃非常吃亏, 手部容易被抓破感染。 林雾看自己的界面, 等大家过来一起上路, 问道, 我的敏捷加了一颗心, 但为什么感觉不到身体上的加成? 石头是读过书的人, 解释道, 那不是加成, 而是熟练度。 系统会根据你增加熟练度的行为, 在达到一定心急后解锁某些动作。 举例来说, 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无法完成二段梯, 如果你能解锁二段梯的动作, 你在游戏中就可以实现二段梯。 黛玉一路没怎么说话, 突然开口指向左边道, 有路灯。 石头看向路灯, 北上阵道了。 第六章, 基地。 家园一共有十个超级城市, 位于西北方向的蔚来城, 有四座卫星城, 分别为东南西北市。 每个市有两个县城, 分别为左右县。 每个县城又有两个镇, 分别为上下镇。 镇子规模大小不一, 布局不一。 和野外不同, 小镇的丧尸随处可见, 车辆也随处可见。 从布局和细节来说, 和一个现实世界普通的小镇没有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游戏小镇内没有普通居民。 抬头兵灵雾, 翘无声息杀掉挡路的一只丧尸, 挥手招呼。 后面三人边警惕观察周边动静, 边猫腰走路, 到灵雾身边蹲下。 这是一片住宅区, 公路左右两边是独栋住房, 有前院, 有后院, 有草地。 有些房子的门是打开的, 有些房子的前院还晾晒着衣物, 也有被烧了半大的房子。 道路上停放着发生交通事故的各种车辆。 石头轻声道, 进入一栋建筑物, 清理干净建筑物的丧尸, 满足占领条件, 就可以建造幸存者基地。 基地安全区内不会刷新丧尸。 此外, 安全区拥有最强大的一个特点, 无限弹药和武器无限耐久。 带预指马路对面一栋房子, 这栋不错, 没看见丧尸。 林屋看向房子, 哪里好了? 没有半点地理优势。 小刀也不同意, 道, 很一般。 石头道, 林屋, 你顺着路摸一遍再回来, 其他人原地休息。 好的。 石头道, 小心视角盲区, 千万小心长相特别的丧尸。 目前已知的变异丧尸是尖叫, 虽然他本身不具备攻击能力, 但没有人想听见他的嚎叫声。 林屋把背包放下后, 轻装上阵, 走没多远, 发现尸群。 十几只丧尸排着队, 在一名胖子丧尸带领下在道路中间慢悠悠地行走。 林屋只能离开道路, 进入路边的房子, 翻过栅栏, 进入另外一套房子的前院。 当翻过第三道栅栏时, 林屋踩踏到不明物体, 他随机应变, 顺势摔倒滚到一边, 看向栅栏底部, 赫然是一只正在睡觉的尖叫。 被打扰了睡眠的尖叫, 颤巍巍地想站起来, 林屋毫不犹豫, 拔刀扑倒他, 手起刀落, 收割掉尖叫的小命。 做完这一切后林屋一动不动, 听着周边的声音, 在确定没有惊动其他丧尸后, 从尖叫身上摸出一盒火柴, 继续前进。 这次林屋学聪明了, 每一次翻栅栏前, 都要先确定栅栏后有什么。 不怕丧尸, 就怕突然出现了丧尸。 身体扛得住咬, 心脏扛不住喝。 十分钟后, 林屋转回来找到队伍, 但眼前的一幕却让林屋目瞪口呆。 只见石头等三人, 将一只胖子丧尸死死摁住。 石头和黛玉一人压住一条腿, 小刀坐在丧尸脑袋前, 双脚全住丧尸脖子, 双手堵着丧尸的嘴。 禽兽, 放开那只丧尸, 冲我来。 小刀拼命对林屋几枚弄眼识眼色, 凑近之后, 林屋才发现, 十分钟前, 自己遇见的那对尸群就在附近, 双方隔着栅栏, 距离不足三米。 原来在林屋回来前, 丧尸队伍中, 胖子队长翻过栅栏, 摔倒在地面上。 由于三人只有顿气不敢动手, 只能一起上去将胖子丧尸置住。 当然是小刀先动的手, 石头和黛玉才有学有样。 林屋解决了胖子丧尸后, 失去了队长的士群队伍有些迷惘, 他们前后左右的来回看了好一会, 然后按照他们的路线继续前进, 而他们的路线是翻过栅栏。 第一只丧尸翻过栅栏, 摔倒在地, 林屋快速扑过去, 在丧尸起身之前将其处决。 然后是第二个, 这时候有两只丧尸已经在栅栏上, 看见了林屋, 不过他们没有逃脱物理学定律, 纷纷翻身摔下。 栅栏后等待翻越的丧尸, 完全不知道栅栏前发生了什么事。 林屋手起刀落, 手起刀落, 每一下只发出轻微的扑磁声。 不到半分钟, 十二只丧尸组成的士群全部命丧于此。 小刀与石头负责摸尸体, 林屋每杀一个, 他们就摸一个, 翻出了不少零碎。 有广告单, 有钱包, 有硬币, 有丝巾, 还有包装完好的牛肉干等等小物件。 黛玉对在丧尸尸体上摸东西的行为是抗拒的, 在大家摸尸时, 黛玉忍不住多次提醒道, 我们走吧, 时间不多了。 石头放弃了最后几具尸体, 凑过来问, 怎么样? 林屋拿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 附近最好的基地是住宅尽头的一套房子, 后院和右边是50度的坡道, 长度大约20米。 我想, 正常丧尸应该不喜欢登山。 房子位置在T字路口中间, T的左边那条路通向镇子中心商业区, 右边丧尸太密集, 我没过去, 只看见有一个很高的信号塔。 石头道, 以这里为基地, 我们就可以搜刮住宅区和商业区的物资。 林屋补充道, 房子的前院和道路齐平, 门口有两个停车位。 后院在地下一层, 面积不小。 房子主体结构两层, 中间楼梯, 两边各有一个房间。 石头道, 我们进去后是二层。 林屋纠正, 一楼半, 下去半层直接到后院, 左右各有一个房间。 上去半层是二楼, 左右各有一个房间。 我观察了一会, 没有发现丧尸活动迹象。 石头略微思考, 道, 我们先不上楼, 楼上两个房间即使有丧尸数量也不多。 黛玉, 你守住楼梯, 我和小刀配合林屋, 先清除一楼的丧尸。 黛玉道, 我感染度很高, 万一再被抓到会突破百分之五十。 石头似乎觉得黛玉说的很有道理。 我守楼梯, 小刀配合林屋。 这才第一天, 又不是非常好的基地, 应该不会很难。 准基地有一道一米五左右的混凝土围墙, 中间是一个铁门, 铁门的右边有两个停车位, 不过停车位上并没有车辆。 四人小心翼翼地翻过围墙, 林屋推开正门, 这里是上下楼梯。 林屋进入楼梯, 静静等待自己眼睛适应黑暗。 后面的待遇不知情况, 提醒道, 没时间了。 嗯。 林屋手摸扶手慢慢下楼, 他当时只摸到这里。 下了楼梯后, 面前是一片大空地, 林屋指右边房间, 指自己眼睛, 是一小刀防御右边房间。 小刀点头, 拿了把钉锤摸到右方门口靠墙站立。 林屋单独进入左边房间。 房间非常黑, 完全没有光线, 本应该等到白天再发动攻击, 但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30分, 距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 单独摸进一个完全看不见, 并且不知道构造的房间, 林屋心中也很害怕。 鬼知道, 下一秒, 自己会不会和某只丧尸来个亲密接触。 第七章, 林屋跪在地上用膝盖爬行, 左手在前摸索, 右手紧握牛排刀。 首先摸到了桌子, 顺着桌子摸, 林屋判断这是一张放置在房间中间的大桌子, 由此大致猜出房间布局。 林屋顺着桌子边缘前进, 手指在地上慢慢朝前摸索, 进展非常缓慢。 百分之三十五。 嘘! 石头让他净声。 石头走到一层左房间门口, 道, 不能急。 他的声音比黛玉的小, 既然黛玉声音没有惊动丧尸, 那他声音就不会惊动丧尸。 石头回到楼梯上, 黛玉在石头耳边道, 可能就没有丧尸。 石头心不在焉回答, 有可能。 他在思考一个问题, 漂亮能当饭吃吗? 这时候, 左房间的林屋手指处碰到了布料, 他慢慢移动手指, 可以判定是一只丧尸, 但是灵雾无法肯定自己摸到布料是丧尸的手还是腿, 也无法确定丧尸头颅的位置。 灵雾没有受到黛玉影响, 他按照自己节奏走, 顺着布料边缘, 手指一寸寸地移动摸索, 最后摸了个空, 由此灵雾确定这是一条腿, 并且在脑海中已经呈现出丧尸躺在地上的整体姿势。 灵雾摸索找到丧尸手臂布料, 成功定位丧尸头颅。 除非丧尸是歪头睡觉, 否则灵雾有把握, 一击致命。 就当灵雾准备动手时, 黛玉轻声从门口传来。 好了吗? 丧尸闻声坐了起来, 脑袋和灵雾头部撞在一起, 灵雾无法确定丧尸脑袋位置, 只能一把将丧尸抱住, 左手小手臂被丧尸狠狠咬了一口。 痛。 灵雾闷哼一声, 左手摁住丧尸, 右手一刀刺穿丧尸的脑袋。 感染度10%,该死。 左房间动静引起外面人极大担心, 黛玉还要发问, 被小刀捂嘴拉走。 这技能小刀在今晚练得炉火纯青, 一捂一个准。 灵雾搜寻一圈后, 确认左房间安全。 灵雾出左房间, 小刀在灵雾耳边道, 偶尔有低沉微弱的声音, 在。 小刀在灵雾胸口, 画了一个房间图, 在其中一个位置一点。 灵雾点头, 进入右房间蹲身跪下, 慢慢地爬向发出声音的位置。 这次灵雾先摸到了头发, 顺着头发朝上摸。 灵雾内心非常害怕, 刚刚结束的与丧尸近距离接触, 还让他心有余悸。 但害怕并没有阻止灵雾的动作, 确定女丧尸投入位置, 她非常坚决一刀下去, 传来完美的扑呲声音。 系统通知, 灵雾获得新词条, 勇气。 一份付出, 一份收获, 不经历丧尸, 怎么住别墅? 地下室的厕所有了, 爽。 二楼房间采光效果不错, 即使在夜间也提供了一定的能见度, 这让灵雾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通过近距离牧师, 他收割两只丧尸小命后, 完成了基地占领的第一步工作。 组队的队长石头召集大家到二楼, 条件只有一个, 一人或者一人以上。 我们满足了条件。 第一个问题, 基地名称。 小刀脱口而出, 刀子基地。 石头点头道, 可以。 小刀对自己提议嗤之以鼻, 道, 我开玩笑。 灵雾? 灵雾道, 我从出生开始就对名字没有任何想法。 石头? 因恼火待遇行为导致自己备有, 灵雾故意掠过待遇。 石头回应, 基地名称主要是给外人看的, 甚至通过名字就可以震慑外人。 暗影基地怎么样? 阴险小人才是末日最大的威胁, 没有人会想招惹他们。 同意。 可以。 我没意见, 麻烦快点。 很快的。 石头道, 基地分成三种管理制度, 必须选择其中一种类型。 分别是统领制、 集体制与个人制。 因建立之后不可更改, 事关重大, 我们需要先弄明白其中的关系。 统领制, 除统领之外, 进入基地安全区后只能保留一件近战武器, 其他物品会被强制入库。 取用任何物品必须得到统领同意。 统领可以任命副统领, 分管指定类型物资。 统领可决定驱逐和收容基地成员。 集体制, 由集体决定哪些物资必须强行入库。 被任命为外勤职务的成员, 可以携带武器。 被任命为后勤的成员, 可以操作食物与医疗物资。 用少数服从多数制来决定成员的去留, 决定是否接纳新成员。 个人制, 物资方面没有任何约束, 可以保留自己搜刮到的武器装备, 也可以保留自己获取的材料包。 基地不可强行驱离成员。 成员可介绍外人直接加入基地。 简单来说, 统领制中统领拥有最大的系统权力。 集体制中, 系统权力由多数人掌握。 个人制中, 没有任何系统权力约束个人。 石头道, 你们有什么看法? 领悟道, 都有利弊, 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 小刀, 大叔, 你看法应该比较成熟, 说一说你的见解。 石头道, 如果我们基地有很多人, 统领制是最好的管理方法, 做事效率最高, 可以保证统领制力发展基地。 劣势在于, 统领必须严格执行公平的讲成制, 才能让大家服从管理。 石头, 如果我们基地人不多不少, 十人左右的话, 集体制要胜过统领制。 各司其职, 各取所需, 少数服从多数。 劣势在于缺乏动力, 容易出现派系。 大家在履行自己投票职能时, 会偏向个人有利的一面, 并非正确的一面, 从而让基地做出错误的决定。 石头道, 个人制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双刃剑, 适合互相信任的小团体, 需要每个人有一定自我约束能力。 成员间一旦缺失信任或者发生矛盾冲突, 可能对基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从目前来说, 我们团队最适合个人制, 这个基地是大家一起建立的, 如果不满意, 最好由大家来毁灭。 灵物提议道, 我们可以实施规则个人制, 冲突集体制, 指挥统领制。 由石头你来调配资源和管理事物, 发生矛盾后, 由集体投票解决。 小刀拳头在灵物胸口一锤, 赞道, 有鉴定。 灵物举大拇指回应, 不愧是主力量的角色, 小拳拳完全不输丧失的牙齿, 个人制没意见了吧? 石头提醒道, 个人制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很高, 确定吗? 灵物点头, 我确定。 小刀, 确定。 待遇, 确定。 第八章, 搜刮。 暗影幸存者基地正式成立, 为了庆祝基地成立, 系统在每个房间赠送了两只永不灭的挂墙蜡烛, 在后院赠送一个篝火铁桶, 以满足玩家们的基本照明。 此外, 在二楼的楼梯口位置, 新增了一台无线电台。 石头引导大家进入基地的建筑模式。 本基地属于微小型基地, 提供四个建筑单位, 而可建造的内容多达百个, 内容更是五花八门。 石头道, 首先要有睡觉的地方, 每个人必须要有一张床, 否则疲劳度会持续增加。 牺牲一个建筑单位建床, 可以获得两张床, 每张床可以升级一次, 成为上下铺床, 增加一个床位。 目前, 我们有四个人需要九个单位建筑材料。 每个建材包入库之后, 可以产生三至六个建筑材料。 因此, 我们最少需要两个建材包。 石头道, 其次是医护室, 除了可以治疗感染之外, 还可以制作绷带、 抗生素等材料, 不过需要基本医疗知识。 大家先把基础包放到仓库里。 灵物医疗包入库后, 生成四个单位医疗物资。 小刀携带的弹药包, 产生四个单位的弹药。 待遇的食物包, 产生四个单位食物。 石头的建材, 包生成四个单位建材。 基地基本资源一共有五种, 分别是医疗、 食物、 弹药、 汽油和建材。 主要来源为基础资源包。 现在暗影基地的资源 分别是医疗4、 食物4、 弹药4、 汽油0、 建材4。 石头道, 建设医护室需要五个建材, 三个医疗物资, 每天养护需消耗一个医疗物资。 因此, 我们现在缺少三个建材包。 待遇到, 大家现在精神都很好, 暂时不需要休息, 可以暂缓建设床位。 我看灵雾也已经被感染, 我们应该先建设医护室。 石头点头, 那就缺一个建材包, 不对。 为什么我们四个人 每天消耗五个食物? 小刀举手, 大卫王选手, 加30%力量值, 每天消耗食材 为正常值的200%。 和灵雾马拉松选手一样, 小刀曾经参加大区举办的 大卫王选手大赛决赛, 并且获得第七名的成绩。 石头呲牙, 显然对此事有些头疼。 道, 明天八点之前, 我们还要弄到一个食物包。 灵雾, 你重点注意, 我们目前所需要的基础包, 建材包和食物包。 小刀, 你和灵雾一起, 你的任务是画地图, 把镇中心的店铺和房子 全部位置记下来, 还要留意镇中心汽车的位置。 石头道, 黛玉感染度很高, 暂时不要出门, 留在家里调试电台。 设立我们基地频道, 收听和记录其他频道, 未来我们需要和其他人打交道的。 黛玉问, 那你呢? 我要彻底研究一下基地的运作。 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来建立衣物室。 时间充裕。 石头叫住要出门的灵雾。 灵雾, 食物是明天上午八点结算, 最重要还是建材包。 明白。 实际上, 灵雾只明白一半, 总感觉石头在食物问题上另有打算。 石头提醒道, 枪, 很多枪, 多多益善, 我们缺少防卫武力。 石头相信自己, 应该是最早达到北上镇的一批人。 此时北上镇物资最为丰富。 作为一个领导者, 他不能只想着一天, 两天的生活, 他必须考虑未来。 电台传来声音, 流浪者呼叫, 流浪者呼叫。 石头接过无线电, 回应, 流浪者, 这里是暗影。 有活人。 对方非常惊喜, 继续道, 嗨, 兄弟, 我们在北市右线的北下镇。 石头回应, 兄弟你好, 我们在左线的北上镇, 请记录一下我们的频道。 希望北上镇不要这么快出现邻居。 北上镇商业区的丧尸 比住宅区丧尸数量要多出很多。 好在商业区面积大, 丧尸们分散在四面八方。 只要仔细观察丧尸们的行为, 别招惹他们, 就可以在其中穿梭自如。 北上镇商业区也是T字路口, 除了店铺之外, 也有一些住宅和仓库。 第一家店铺是诊所, 如果从暗影基地后门陡坡直线走下来, 距离也就50米左右。 灵雾抬头看向暗影基地, 可以看见基地的分界线是绿色的, 绿色之内为基地安全区。 记下了。 小刀收起纸笔, 诊所边有一辆卡车, 卡车过去是一个加油站。 小刀问, 加油站有建材吗? 应该没有。 灵雾蹲在路中间, 指向诊所对面, 距离他们20米的一个房子, 好像是个仓库。 两人余逛而行, 很快到达了仓库铁皮门前, 小刀拉了一下门, 发现门被上锁。 踹开。 别。 灵雾拿背包, 在背包里一阵翻着后, 拿出一个开锁器。 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开锁器, 在系统指引下, 灵雾左手拿钩, 右手拿针, 插入锁孔之中。 由于灵雾竹敏捷属性, 因此开锁难度降低, 不到五秒咔嚓一声, 灵雾就把锁给打开。 铁门边是一张工具桌, 光线很差, 灵雾慢慢地拉开抽屉, 在里面摸锁, 拿出了螺丝刀, 老虎钳等一套小型工具, 最后拿出一个手电筒。 这不是普通手电筒, 是一个附带充电器可充电, 可以别在衣服上的手电筒。 物品介绍还特别提示, 手电筒的光线不会吸引任何丧尸。 打开手电筒, 世界瞬间亮起。 好吧, 不是那么亮, 但已经足够了, 足够灵雾, 看见两只躺在地上装死的丧尸。 灵雾指左侧的一排板条箱, 自己拔出牛排刀朝两只丧尸摸去。 小刀聪明与否不知道, 但是很听话, 毛腰到了板条箱附近摸索,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在灵雾解决仓库内的丧尸后, 再用拔钉锤撬开板条箱。 仓库内四只丧尸在睡梦中, 全部做了灵雾的刀下轨。 灵雾手电筒照射小刀, 示意安全。 小刀挥手让灵雾出门警戒, 既然仓库内没有威胁, 那威胁只可能来源于仓库外。 拔下第一颗钉子, 发出了很大声响, 小刀咬着牙闭眼等待片刻没听见动静, 于是把第二颗、第三颗, 很快拆掉了一个板条箱, 让小刀失望的是, 里面是一捆绳子, 重量五公斤, 可在基地兑换成0.5个单位的建材。 仓库有三个金属门, 小刀在南门撬第二个板条箱, 刚撬开还没来得及看战利品, 南门金属门外传来拍打的声音。 声音挺大, 小刀下意识认为是灵雾, 站起来按下门把锁朝前一推, 咦? 没看见人? 伸出脑袋看了一会, 仍旧没看见人。 难道是幻觉? 小刀关上门, 准备拿开板条箱的盖子, 拍门声再次传来。 小刀再次开门, 仍旧没看见人, 能看见的最近丧尸是20米外在公路上游荡的一位大神。 难道是阿飘? 丧飘? 小刀关门, 手放在门把上静静等待, 拍门声刚响起, 小刀立刻推开门。 这一开门, 让小刀毛骨悚然, 仍旧什么都没有。 灵雾! 你在哪儿? 小刀颤抖轻声呼唤, 没有回应, 只能再次关上门。 第九章, 当第四次敲门声响起, 小刀勇敢地再次推门, 原本已经做好面对空无一切的他, 这次却看见面前有个人, 当即吓得他跳起来。 跳的过程中, 看清楚此人是灵雾, 于是将左手塞进口中, 制止自己叫出声。 你为什么敲门吓我? 小刀质问, 灵雾一脸无辜, 我没敲门, 我是听见敲门声后绕过来, 什么都没看见。 小刀顿时松口气, 你也听见了? 那就好, 那就好。 然后小刀看见一只丧尸出现在灵雾的身边, 灵雾此时正准备走进来, 而丧尸即将抓住灵雾肩膀朝下咬去。 小刀本能地奋起一脚揣在灵雾的腹部, 灵雾后退一步撞倒了残破的丧尸。 这时候, 灵雾才回过神来, 蹲伸一刀要了丧尸的命。 小刀也搞清楚情况, 丧尸听见拆板调香的声音, 按照他们逻辑, 他们要到发出声音的地方查看。 这只有点智力的丧尸知道拍墙没用, 于是开始拍门。 小刀一开门就将他推倒到门后门去, 手扶着门把的小刀因为视线背门遮挡, 没看见他。 一来一去, 一来一去, 最后就是听见动静的灵雾过来查看情况, 他也没看见门后地上的丧尸。 豪腿法? 灵雾举大拇指, 心中也是后怕, 他已经很认真, 很仔细很警惕, 没想到, 还是险些中招。 主因是, 人类聚集地的障碍物很多, 有矮墙, 有灌木丛, 有绿化树, 丢弃的货车等等, 到处可藏尸。 小刀打开板调香盖子, 找到了第一个剑材包, 有了。 说完, 把剑材包放到自己的背包中。 灵雾继续戒备, 小刀继续拆盲盒。 修车工具, 好东西, 拿上。 小刀越拆越来劲, 慢慢地, 没有原来的谨慎, 不仅不担心把钉子发出很大声音, 甚至连脚都用上了。 灵雾在外听着仓库内惊天动地的声音很不安, 回到仓库内走到小刀身边, 你小声点。 剑材包。 小刀兴奋道, 一人只能携带一个背包, 每个背包只能携带一个材料包。 灵雾把剑材包放到自己的背包中, 道, 我们先把货送回去。 嗯。 话音刚落, 五米外的玻璃传来碎裂的声音, 一只丧尸撞破玻璃爬了进来。 灵雾心中暗叫不好, 果不其然, 玻璃碎裂声音立刻引来了拍门声, 然后是更多玻璃碎裂声, 一只只丧尸从外翻进仓库内。 跑。 两人跑向正门, 两只丧尸已经进门朝他们走来。 小刀一马当先, 一脚踹倒扑向自己的丧尸, 拿起拔钉锤砸在第二只丧尸的脑袋上, 将其打倒在地。 冲出门后, 小刀抱住突然出现的第三只丧尸的腰部, 人朝后翻, 将丧尸头朝下, 硬生生砸断丧尸的颈椎。 左右两边丧尸包围而来, 小刀也不用拔钉锤, 一脚踢在一只丧尸的膝盖上将其放倒, 一个胳膊肘打在抓住自己肩膀的丧尸脑壳上。 一粒将实惠, 有力量就是这么任性。 小刀顾不得静默原则, 喊道, 你在哪儿? 你先走, 我断后。 灵雾已经从破碎的玻璃窗翻出去, 一个弯腰避过扑击, 听见小刀声音, 急喊道, 你先走, 不要断后。 小刀, 你快走啊, 我断后。 怎么也上过邪剧了? 灵雾跳过矮墙引诱丧尸翻墙, 又跳回来顺利甩开两只丧尸, 大喊, 我有技能, 你走了我才能活下来。 小刀犹豫着小跑, 回头问, 什么技能? 喂, 什么技能啊? 灵雾没空回答小刀, 回到道路上的小刀看见灵雾朝商业区深处跑去, 他的背后跟随了不下三十只的丧尸, 就当小刀犹豫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看自己能不能帮忙时, 赫然在丧尸群中发现了一只尖叫, 只能相信灵雾, 小刀立刻转身朝基地而去, 见到石头后, 小刀急到, 灵雾招惹了一大群丧尸, 石头安抚小刀情绪道, 他是从城市湿海中跑出来的, 没关系的。 一边的黛玉急切问, 有没有带剑财包回来? 灵雾基本回不来了, 小刀是他唯一的希望。 有, 有一个。 小刀将剑财包入库, 戴玉立刻点击建造了医务室。 三分钟后, 医务室建设完毕, 戴玉第一时间到达一楼左方医务室, 在唯一一张病床上躺下来, 原本红色的感染数值变成绿色, 说明治疗有效, 正在减少感染值。 石头道, 小刀, 既然灵雾引走了丧尸, 那一片就是比较安全的区域, 你抓紧时间再去搜一搜。 小刀点头, 那我去了。 石头送小刀出门, 叮嘱了几句后, 回到房内, 抽出了自己的棒球棍, 走向医务室。 此时的灵雾已经甩开了丧尸, 躲在十字路口附近一家海军纪念品商店中, 他在窗口看着集结在商店外的丧尸群慢慢散去, 这才开始打量商店的情况。 在手电的帮助下, 灵雾先解决掉商店内的两只睡觉丧尸, 由于外面丧尸群只是散去而不是消失, 无法离开商店的灵雾只能在店铺内摸索起来。 灵雾在收银机下方的柜子内发现一个弹药包, 可惜带不走。 还有一块芯片, 不知道有没有用, 先扔到背包中。 最后, 灵雾从模特身上拖了一套水手符, 再回头看商店空空如也。 灵雾不死心, 仔细搜寻了每个柜台, 真就在一张破报纸下发现四颗12.7毫米子弹。 有了这个经验, 灵雾又翻到了一些9毫米手枪子弹。 在转了一圈准备放弃时, 灵雾敏锐察觉自己面前的展示柜有问题。 这个展示柜的中部木板特别厚, 灵雾用手电观察发现只是普通的木板, 伸手在木板下摸去, 摸出两个盒子。 打开盒子是两把PR-20手枪, 并且弹侠是满的。 这个发现大大提振了灵雾的士气, 他本着铁杵磨成针的精神, 将商店每一寸土地都摸了过去。 遗憾的是, 除了满手灰尘之外, 连子弹壳都没有。 见外面丧尸已经全部散去, 灵雾也离开了海军纪念品商店, 凭借灵活的走位, 一路避开丧尸安全地回到暗影基地。 第十章, 游戏手册。 灵雾推开门看见小刀, 小刀上来就是一个紧紧的拥抱。 这让灵雾多少有些不自在, 我不是回来了吗? 感染度才20%。 灵雾认为小刀是一位硬派女生, 怎么会如此激动? 又怎么会轻易暴露自己穷凶极恶的一面呢? 小刀摇头, 放开灵雾, 有些悲伤道, 黛玉死了。 啊? 灵雾惊讶问, 怎么死的? 咦? 今天的食物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灵雾对黛玉之死不难过? 实则此前不发飙, 已经说明灵雾很有含压。 100%的疼痛感, 被咬一口是真的疼。 因此, 对于黛玉的死, 灵雾有些遗憾, 但并不难过。 二楼的石头, 在楼梯口招呼两人上楼, 道, 是我的错。 小刀离开后, 黛玉很担心灵雾你的安全, 追问我, 是不是你一定会没事? 我告诉他, 我只是安慰小刀。 他想出门找小刀去救你。 没想到刚出安全区就被攻击, 他感染, 肚本就很高, 又被咬了一口抓了几下。 我感到时, 他已经死亡, 化成白光消失。 哦? 灵雾不认为黛玉会关心自己的死活, 不过相处时间不长, 灵雾无法对黛玉性格下结论。 灵雾看暗影基地状态, 黛玉名字被移动到了墓地。 灵雾问, 石头, 死亡惩罚是什么? 他不太希望黛玉回来。 石头道, 你现在去医务室躺着, 拿游戏手册自己看。 小刀, 我没事。 石头道, 没事就要工作, 你沿着我们基地安全区搜一遍。 我们安全区覆盖了三个房子的部分区域, 我想可以找到一些好东西。 等等。 灵雾道, 给你们看一件好东西。 石头眼睛冒金光, 枪。 没错, 是枪。 不仅是枪, 灵雾双手举起, 还是两把枪。 耶。 小刀和石头一起欢呼击掌, 再和灵雾对拳, 干得漂亮。 基地安全区内无限子弹, 无限耐久, 两把枪代表着暗影基地具备了一定的防御能力。 石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目前不能带枪外出, 在外面开一枪, 半个阵的丧尸都会赶来吃席。 小刀问, 留守人员可以随便练枪吗? 石头无语, 都不看游戏手册的吗? 基地内产生的任何噪音都会被记录, 噪音的总值与丧尸围攻基地的强度是直接关系。 灵雾经问, 就我们三个人, 丧尸还要攻城? 石头点头, 不定气攻城, 提前十分钟预警, 持续时间三分钟以上。 攻城期间, 安全区外的丧尸会被声响吸引, 加入攻城队伍中。 此外, 乱开抢会打坏我们自己的东西, 需要花费材料修补。 灵雾脑筋一转, 丧尸攻城期间, 我们可以从后门陡坡逃离基地, 三分钟后再回来。 石头道, 你太小看曙光, 我们人在, 丧尸目标就是我们人。 没人在, 丧尸会把整个基地给拆了。 另外, 攻城时间三分钟的意思是, 三分钟攻城丧尸会刷新在安全区外, 对我们发动进攻。 并不是说三分钟后丧尸全部消失不见。 去去去, 灵雾尼, 马上去医务室躺着。 好好看一下游戏手册, 再睡一个觉, 明早你还得干活。 人物一共有四个状态条, 分别是生命, 耐力, 疲劳和感染度, 正常人满之为100。 疲劳度高于20%, 增加20%耐力损耗。 疲劳高于40%, 除耐力损耗外, 可能出现意外受伤, 比如走路崴脚。 疲劳度高于60%, 较高几率出现意外受伤。 疲劳度高于80%, 除了耐力损耗, 意外受伤外, 还会降低负重承受能力和行走, 奔跑的速度。 疲劳达到100%, 立刻死亡。 影响疲劳度有两个因素, 基地食物是否充足, 玩家睡眠是否充足。 基地只有一个数值, 那就是士气。 50%的士气相当正常水准, 提高或者降低士气 会影响基地成员的各方面能力。 提高士气办法很多, 除了保障食物和睡眠外, 增加更多娱乐设施, 减少成员之间的矛盾等。 还存在暂时降低士气的事件, 诸如因为待遇的死亡, 暗影基地12个小时内, 士气下降20%。 此外就是因为个人原因加减士气, 比如, 有人词条是躺在床上, 如果有一张自己的床, 他的士气就有单独加成, 反之则下降。 林悟番看到受伤部分。 受伤与生病的内容五花八门, 扭伤, 骨折, 感冒, 流血, 中毒等等都有, 最稳妥办法就是躺在医务室床上慢慢恢复。 针对各种情况, 也有各种对症药物, 有绷带, 抗生素, 消炎药, 解毒药等等。 制作药品需要出及医生类资格, 医生类资格需要技能书, 正常人只能学习一类技能。 除此之外, 诸如制作绷带, 还需要布条, 酒精等这些小东西。 游戏手册最后部分是关于死亡的介绍, 人物死亡之后, 格式化, 技能, 物品全部清零。 24小时后, 随机重生在县城以上城市的成交。 复活后24小时内, 不需要饮食和睡眠。 看完游戏手册, 因为自身没有负面词条, 灵物很快就进入睡眠。 在醒来时, 已经是早上七点, 睁眼就看见小刀坐在椅子上, 双手撑着下巴指勾勾地看自己。 灵物下意识地拉毛毯遮胸闪到一边,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敏捷快, 闪得快。 小刀睁着一双纯针大眼问, 好了吗? 灵物看感染度已经清零, 点头, 好了就下来。 哦, 灵物下床, 小刀躺了上去, 见灵物看自己, 小刀展示自己的状态栏, 一切静在不言中。 生命剩余27点, 感染度40%, 四处出血, 三处骨折, 轻度脑震荡。 灵物惊, 你, 面对盟女, 无此以对。 小刀在凌晨搜刮中, 惊动了一只丧尸, 杀死这只丧尸后, 声音引来了第二只丧尸, 如此循环循环, 一阵尖叫丧尸出现。 小刀只能爬上路边的广告牌, 虽然丧尸不会爬直梯, 但是在几只尖叫丧尸持续呼啸, 总有几只丧尸刷在广告牌中。 这个广告牌大约5米高, 前后是广告幕布, 中间有一条通道, 用于更换和维修广告幕布。 在这条宽30厘米, 长5米的通道中, 小刀占据一端, 与布什刷新出现的丧尸进行搏斗。 因为地势狭窄, 他每次只需要面对一只丧尸, 伴随着长时间的战斗, 他的拔钉锤损坏, 搜刮到的水管也随之报废, 最后只能动用拳脚, 将一只只丧尸朝下扔。 到了凌晨5点, 石头见小刀一直没回来, 就出门寻找, 一出门就看见200米外的热闹景象。 石头喊话, 让这个脑子有回路, 但又不太会转弯的小刀爬上广告牌的顶部。 小刀听从石头建议, 跳起后, 双手抓了广告牌的高处, 用引体向上的办法到达广告牌顶部。 顶部只有10公分宽, 小刀如同竖篮一样, 四肢抱紧广告牌一动不动。 由于长时间没有声响, 丧尸们慢慢散去, 只留下几只在广告牌通道等待小刀下来的丧尸。 最后小刀看准时机, 从广告牌上跳下来, 在石头的帮助下回到基地, 处理掉跟随而来的丧尸。 目前基地物资匮乏, 无法提供药物治疗, 最好也是唯一办法就是上医疗床。 无所事事的小刀就坐在医疗床前等着灵雾醒来。 第十一章 橄榄庄园 石头通过夜晚零碎的休息, 已经补充了睡眠。 见到灵雾上来, 招呼灵雾到电台处落座, 探讨一下。 灵雾坐下, 石头从一边拿来一个铁壶, 给灵雾泡了一杯茶。 茶叶是廉价的红茶包, 铁壶是捡到的垃圾, 基地内有水井, 石头不通过系统, 用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个火炉。 虽然这杯茶对人体没有任何加成, 但是却能让人开心和舒服。 灵雾接过茶杯, 道, 我以为你是石干主义者, 没想到还会泡茶。 心情好做什么都开心, 心情不好做什么都不开心。 愉悦的心情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不二法宝。 石头坐下来, 道, 小基地有四个单位, 一个建造了衣物室, 一个建造了宿舍, 剩余两个单位, 我考虑建设工作台和仓库。 工作台能维修和制造武器, 还能制作各种手工物品, 包括发电机。 灵雾问, 为什么要建仓库呢? 石头道, 你知道基地有五种资源, 因为我们是小型基地, 因此存储上限是15个单位。 建造了仓库之后, 存储上限可以达到25个。 这里只是临时基地, 我们肯定不会逗留太久, 需要先储备好一定的资源。 灵雾点头, 我没意见。 石头道, 嗯, 接下去, 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件事, 我们需要一辆车, 什么车都可以, 不着急。 第二件事, 我们需要一个新基地, 一个适合发展的基地。 第三件事, 我们需要很多基础包。 第四件事, 我们需要技能书, 农业, 医学, 机械等等各方面的技能书。 石头道, 一个小时前, 在北上振兴成立了两处基地, 分别是三人和四人。 我们目前人手严重不足, 需要增加人员。 开发优秀的基地, 应该也有人书上的要求。 因此, 你今天第一件事, 是考察新基地。 我拿到新基地资料后, 再找这两个基地的人进行协商, 看是否可以共同组建一个长期生活的中小型基地。 石头拿出一份地图, 这是小刀凌晨从丧尸身上摸到的北上振详细地图。 我看了一会, 发现有两个中小型基地比较合适。 第一个准基地是一所山顶教堂, 距离五公里, 距离北市左线十公里。 在这里, 安家我们不仅可能稳固北上振, 还可以徐徐图谋左线。 缺点是, 这片区域建筑密集, 有住宅, 有工厂, 有公寓, 丧失密度应该非常高。 第二处准基地, 距离七公里, 是一个路边修车场。 优点是, 周边几乎没有其他建筑, 丧失密度很低。 我想修车场也能提供汽车方面的帮助。 缺点是偏僻, 距离左线二十公里, 距离北上振商业中心也有八公里。 石头道, 教堂基地适合资源收集, 扩大规模, 危险度较高。 修车场较为安全, 但距离资源点较远。 看起来修车场没有优势, 但我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可以在低风险区炼级呢? 你敏捷两颗星, 小刀的力量现在也是两颗星。 是不是发展一下战斗技能? 同时, 我又担心另外两个基地先行联盟, 占据山顶教堂。 石头道, 现在要听听你的看法。 灵悟道, 必然是山顶教堂。 丧尸多, 炼极快。 39乘以93等于多少? 灵悟瞬间回答, 等于21212。 对不对不知道, 但是算得快。 灵悟决断力满值, 不是说说而已。 石头犹豫道, 可是风险也很高。 你已经知道死亡惩罚, 一旦死亡, 基本可以肯定在短期之内, 我们就没有再相遇的可能。 灵悟道, 两年的时间才开始第一天, 如果要死的话, 我更愿意现在死, 而不是一个月后, 半年后, 或者是一年后再死。 石头觉得灵悟说法很有道理, 从自己包裹内拿出一个小包递给灵悟, 这是发放新手物资时拿到的医疗箱, 除了感染外, 什么病伤都能治。 小刀要疗养, 我要手机递, 只能是你一个人去。 灵悟接过医疗箱放进自己背包, 没问题, 等我的消息。 也别忘了随时查看目的, 说不定我就搬迁过去。 哈哈。 石头将一根水管交给灵悟, 让他作为副武器使用, 再将灵悟送到门口交代, 不要瘫刀, 不要瘫物, 随机应变, 什么都可以丢, 小命最重要。 嗯。 灵悟和石头卧掌, 北上镇是高山雾镇, 四面高山环绕, 去左线只有一条119号公路, 如果不顺着公路走, 就需要翻山越岭。 家园游戏没有空气强, 但要在没有指南针的帮助下, 穿越两座山, 并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 石头所说的山顶教堂属于北上镇, 严格来说算是左线的郊区。 汽车要从北上镇到达山顶教堂, 必须通过119号公路一段死亡地带。 不到一公里的路段堆积了大量报废的汽车, 入口和出口都树立着一块上斜死亡地带的标牌。 灵悟站立在高处查看许久, 以他认识, 汽车是可以开过系统留下的蛇行通道, 但是速度绝对起不来。 公路被事故汽车隔出迷宫, 左边看似宽敞, 开过去后才发现是条死路, 活路则在勉强能过一辆车的右边。 盘跤挫杂, 不仅需要慢速前进, 还不时需要倒车更换路线。 要命在死亡地带有很多丧失, 如果不组织玩家清理死亡地带, 北上镇和北下镇都无法开车到达左线。 不开车可以绕路, 死亡地带的左边是悬崖, 右边是十多米高的峭壁, 峭壁之上是一片地势比较平坦的被杂草覆盖的地带。 汽车上不来, 缺少汽车这样的运输工具, 想要搬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这片平坦地势是个小缓坡, 形状如同橄榄球, 死亡地带环绕橄榄球的一边建造, 从地图和路边标识看, 这地方被称为橄榄庄园。 抬头看向缓坡顶部, 隐约可以看见有建筑物。 橄榄庄园杂草丛生, 危机四伏, 该死的丧尸就喜欢在隐蔽区睡觉, 在空旷区游荡。 灵雾走不到二十米, 就遇见两只丧尸, 每次见面都在两米距离内。 如果不是灵雾小心谨慎, 灵活闪躲, 已经被咬上几口。 到时候别说侦查, 只能回基地排队等病床。 被灵雾除掉的一只丧尸藏身在水沟之中, 水沟两边的芦苇已经长得和人其高, 而灵雾自我行动意识很强, 他依着水沟边缘朝前走, 反正哪都可能藏有丧尸。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他用二十分钟就可以穿过橄榄庄园, 到达死亡地带的另一端。 水沟内突然响动, 一只丧尸钻出水沟, 这情况已经在灵雾预料之中, 灵雾顺势一脚踩向丧尸的面门, 将其踩了回去, 丧尸摔回去后发出入水的声音。 踩完之后, 灵雾觉得不对劲, 自己踩得好像不是破破烂烂的丧尸。 第十二章 灵雾手操牛排刀, 单膝跪地等待片刻, 一个妹子从水沟内站起来。 没错, 是妹子, 很漂亮的黑发美女, 她身穿一套翠绿色的套装, 全身衣服已经全部湿透, 双手握了一把匕首, 指着灵雾喝道, 不要过来, 走开。 还装模作样哗啦两下。 灵雾绝对不是因为妹子穿着低胸衣服, 就一直站立在高处看妹子。 灵雾是发现, 这妹子好像不是玩家。 灵雾也不太肯定, 从游戏开始到现在, 灵雾游荡了半个北上阵, 就没见过一只NPC。 你还好吗? 灵雾问, 你是人嘞? 活人? 妹子惊喜问, 灵雾点头, 是的。 没错, 是NPC。 太好了。 虚弱的妹子终于见到活人, 兴奋之后当即晕倒在地。 这是什么情况? 灵雾拿出游戏手册翻找, 找了很久也没发现晕倒的处理方法。 园地等了五分钟, 妹子一直躺在水沟中, 一动不动, 有心跳, 有脉搏, 但就是不行。 灵雾左右看看, 翻背包从里面拿出一块刚才从丧尸身上掏出来的破布, 将破布用水打湿后盖在妹子的口鼻上。 妹子窒息数秒后, 哗啦地坐了起来, 一把拿掉了破布, 她并没有感觉什么不对, 见到灵雾保持欣喜态度,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见到人了。 妹子伸手, 灵雾保持警惕, 将她拉出水沟, 妹子就地坐下说了起来, 原来她是橄榄庄园主人的唯一女儿, 她的名字叫阿曼达。 一个月前, 丧尸病毒爆发后, 她的父亲将她安置在庄园的地下密道中。 她父亲计划和其他人先到达北市隔离区, 然后想办法找到北市的副市长朋友, 驾驶朋友的直升机到橄榄庄园接女儿。 阿曼达在密道中居住了数天后, 喝完了干净的水, 只能出来寻找水源, 没想到遭遇丧尸。 面对丧尸的威胁, 她只能锁死密道口。 她一直走到密道的尽头, 将铁栅栏拆下来, 发现铁栅栏前就是水沟。 妹子每天拆卸安装铁栅栏取水, 在密道中等待父亲。 天不如人愿, 昨天晚上密道发生崩塌, 她拼尽全力才爬出密道。 如今她的身上没有食物, 也没有水。 我也没有。 难道可以把NPC带回基地吃口粮? 按照林悟的理解, NPC的出现是剧情需要, 或者是任务需要。 讲道理, 正常情况下, 这条路三五天内不会出现玩家, 自己出现完全是偶然。 所以, 这个任务也是偶然。 由此可以判定, 这应该是一个奖励非常不错的任务。 同时也说明, 这个任务的难度不低。 阿曼达告诉林悟, 密道只有中尾不坍塌, 密道前半段内有充足的食物, 密道口可以到庄园后由外打开。 因此, 阿曼达想请林悟护送她回橄榄庄园。 林悟接到了任务提示, 护送阿曼达回到橄榄庄园, 帮助阿曼达接引水源到密道。 任务奖励是一个问号, 林悟伸手接下任务, 不就三百米的缓坡吗? 可是走了十来米后, 林悟怂了, 因为杂草内不仅有丧尸, 还有地雷和捕兽家。 拨开芦苇, 一面标牌赫然写着, 有地雷和捕兽家, 飞禽污入。 想来是父亲心疼女儿, 连夜把整片橄榄山庄的缓坡, 全部埋上了地雷, 并且布置了捕兽家。 林悟回头看阿曼达, 阿曼达, 我不熟悉庄园, 你在前面带路好吗? 我会保护你的。 阿曼达当即表示不干, 我也不熟悉道路。 勇士, 回到庄园后, 一定会给你筹线。 既然谈不拢那就算了, 你回你的水沟, 我去我的教堂。 林悟删除任务, 妹子悲伤跪地哭泣道, 我应该怎么办? 也是, 这么一个弱女子, 手上只有一把匕首, 怎么可能活得下来? 嗯? 嗯? 阿曼达? 嗯? 勇士, 你改变主意了吗? 阿曼达惊喜问, 林悟没理会任务提示, 在阿曼达身边坐下来, 问道, 你知道有一个成语吗? 成语? 什么成语? AI曙光创建的NPC, 除了不能聊的内容, 什么都能聊, 匹夫无罪, 怀彼有罪。 说完, 林悟人像一扑, 左手辅助阿曼达的后背, 右手一刀捅穿阿曼达的胸膛。 林悟经常玩游戏, 对NPC从来没有仁慈之心。 NPC是游戏的工具, 这是游戏的基本逻辑。 阿曼达在林悟看来, 和丧尸本身没有区别, 都是NPC。 区别在于, 丧尸口袋里没有匕首。 而阿曼达手上有一把匕首。 阿曼达难以置信看林悟, 你, 你, 林悟拔出牛排刀, 再捕一刀, 等阿曼达死透后, 伸手拿走阿曼达手中的匕首。 金刚匕首, 百炼成钢, 千年成金, 千百次才能炼成金刚。 武器没有攻击力数值, 只有耐久数和附加属性。 金刚匕首附加属性为锋利。 游戏手册利的解释是, 不受阻力妨碍, 刺穿丧尸的头颅, 和刺穿一张只所需要的力量一样。 把匕首挂在背包上, 林悟毫无邪念地摸索阿曼达全身。 在林悟眼中, 阿曼达就是一盒灵的存在。 橄榄圆蜜到钥匙一把, 耳环一副, 手帕两条, 然后没了。 其他东西拿不下来, 有邪念也干不了别的。 搜完身, 林悟转头走人。 在死亡一分钟后, 阿曼达的尸体化成白光消失。 或许阿曼达在临死前能领悟到一个真理。 在末日, 人类永远是比丧尸更加恐怖的生物。 山顶教堂三面悬崖一条路, 是一手南宫的优良基地。 在山顶教堂左边, 有四栋七层住宅公寓, 和配套的小型商业街。 右边有两家大工厂, 用脚趾头, 想也知道工厂内存放着无数的建材包。 山顶教堂后院很大, 可以种植蔬菜, 山顶教堂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基地。 但林雾直观认为, 要拿下山顶教堂并不容易。 他在高处静坐了十分钟远距离观察发现, 在山顶教堂中, 有若隐若现的红色东西飘动。 林雾小心避开丧尸, 实在避不开就超尾暗杀, 慢慢地移动到了工厂附近, 攀爬上高百米的通讯塔。 虽然角度不错, 但是距离偏远, 林雾只能看见教堂内有红色, 或者是血色生物, 具体是什么? 林雾无法下结论。 第十三章, 亮人。 就在林雾准备撤离时, 从左线方向来了一队车队, 自行车队, 四辆车五个人, 带头的是一位捆扎了头巾的妹子。 五人骑车到了山顶教堂的山脚, 各自抽出武器, 将追击自行车而来的几只丧尸解决掉。 头领妹子指手画脚, 在一边掠阵, 一顿气一利刃为一组, 四人分成两组。 顿气在前回五击打丧尸头部, 丧尸被顿气敲击后, 有一定几率倒地。 丧尸一倒地, 利刃就扑上去, 一手摁住丧尸胸膛, 一手处决丧尸。 在两组人分工合作之下, 追击自行车车队来的六只丧尸, 不过眨眼功夫就被他们全部杀光。 让林雾心疼的是, 这伙人只杀丧尸不摸尸体。 一只尖叫丧尸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摇摇摆摆地朝玩家而来。 他们并没有逃跑, 一名拿金属水管的玩家对着尖叫冲了上去, 速度非常快。 尖叫与玩家到达一定距离后才会发出尖叫。 当尖叫低头, 准备仰头时, 水管玩家已经将水管敲在他的身体上。 尖叫施法被打断, 重新低头, 又吃了一水管。 就这样, 水管玩家一个人轻松地消灭了, 让无数玩家避之不及的尖叫丧尸。 哇, 高手啊! 林雾不认为同一个区域会聚集到五名高手, 他推测女首领才是高手, 通过简短的培训教会了玩家们如何高效杀伤丧尸。 五名玩家猫妖墩在距离教堂正门二十米的一块石碑处低声商议, 带头大姐更是拿出一个单筒望远镜查看。 林雾相信在他们那位置一定可以看清楚教堂, 想来他们已经知道教堂内有什么。 商议一会后, 一名玩家猫妖靠近教堂门口, 朝里面扔了一块小石子, 等待一会立刻后撤。 不一会, 一只丧尸追了出来。 这只丧尸除了一个特点外, 和普通丧尸并没有两样。 这个特点非常明显, 丧尸的身体似乎被一层血色雾气所笼罩。 更贴切来说, 丧尸身体涂抹了一层血色, 因为血色雾气并没有随风飘荡。 四名玩家继续按兵不动, 影迪玩家利用教堂前开阔地将丧尸拉到一边。 影迪玩家并没有用水管攻击丧尸, 而是伸手左臂让丧尸抓了一下。 连连后退后, 再伸出手臂让丧尸咬上一口, 接着转身就跑。 大姐头拿出弩箭, 一箭将丧尸抱头, 和大家一起上前与受伤玩家会合。 五人原地商议一会后, 骑上自行车离开山顶教堂。 林悟一路目送他们骑车过了桥, 朝左下去。 大约一公里后, 车队朝右拐离开公路, 再看就看不到了, 十有八九他们的基地 就在距离山顶教堂一公里左右的地方。 从对方的指挥水平和协调作战能力来看, 想和他们竞争山顶教堂难度非常高。 林悟是一个有决断力的人, 姑且不论决断对错, 他总能很快做出决断, 试回基地向石头汇报情况, 还是直接和对方见面。 林悟选择了和对方见面。 理由是, 林悟认为山顶教堂面积很大, 说不定双方有合作的空间, 即使不能合作, 也能认识一下高手, 互相留下电台频道, 有问题还可以咨询对方。 至于对方会不会杀了自己, 林悟没有深想, 因为他自觉没有这个价值。 除了金刚匕首和医疗包之外, 带了两只用于近战的新手武器。 通往左线的公路很通畅, 路上没有任何障碍。 在过桥之后, 发现连丧尸都很少。 放眼看去是一片平原, 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处农场。 林悟站立在公路边驻足查看, 发现每个农场只分到几只丧尸, 同时也确认玩家基地 在两百米外的一处小农庄。 和暗影基地不同, 这处基地设立有一个港哨, 高约五米, 可俯瞰周围的情况, 不过并没有人在上面值班。 林悟顺着道路朝玩家基地走去, 不时左右查看, 在靠近玩家基地时, 林悟驻足对左边一处农庄 进行仔细观察, 他希望能多了解农庄基地的特点。 农庄分成数类, 一类是庄稼农庄, 一类是畜牧农庄, 一类是加工农庄。 林悟相信, 不同的农庄藏有不同的资源包。 再看每个农庄都配备有农机, 可以推测农庄内有汽油储备。 这片平原看似地广人稀, 实则蕴含有大量资源。 在走进玩家基地时, 一名男子上前招呼, 嗨,兄弟, 不好意思, 基地已经满园。 又拐走一公里, 还有一处基地。 林悟回答, 不是, 我来见你们首领。 对走出建筑屋的女首领, 摇手致意。 女首领上前, 打量了林悟后, 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是首领? 啊, 林悟问, 我说我猜的, 你信吗? 女首领长得不错, 非常精神, 二十六七的模样, 听了林悟这样回答, 他摇头, 不信。 说话间, 又有一名男子从建筑屋内出来, 走到了侧面, 形成了合围之事, 表露出比较明显的敌意。 时时悟者为俊杰, 林悟知道不能再打哈哈, 说明道, 我是暗影基地的成员, 希望能和你们沟通一下山顶教堂的事。 山顶教堂? 女首领并不关注暗影基地, 而是关心山顶教堂, 问, 怎么沟通呢? 林悟回答, 我不是主事人, 如果可以的话, 让暗影主事人和你沟通。 女首领稍加思考后示意道, 请进, 农场基地很简陋, 只有一层建筑, 地板是你土地, 一条狭窄过道, 过道一边是隔开的触棚, 建筑单位就在触棚内。 没有桌子椅子, 电台放置在过道的中间, 让本就不宽敞的过道显得更加拥挤。 虽然条件艰苦, 但是相比暗影基地, 农场基地附赠一个岗哨, 可降低威胁度, 威胁度关系到丧失工程的强度。 不过, 每天要额外花费一个弹药的资源, 作为岗哨的维护费用。 灵物调频电台, 呼叫暗影, 这里是亮人, 这里是亮人, 收到请回答。 女首领一脸猛圈, 什么叫亮人? 灵物解释道, 代号, 暗的反义词是亮。 女首领问, 影的反义词是人吗? 灵物微笑摇头回应, 她不明白女首领为什么要这么认真, 似乎听不出自己开玩笑的意思, 灵物也不好解释, 继续呼叫, 呼叫暗影, 石头, 开饭了。 第十四章, 封刺, 在暗影基地, 石头早就收到呼叫, 她在脑海里回忆思考亮人是个什么东西, 是人, 是基地, 还是代号? 似乎是灵物的声音, 不过灵物不是去侦察山顶教堂吗? 为什么会有电台呢? 作为基地的主示者, 石头不着急回应, 而是给了自己整理思路的时间。 当灵物说石头后, 女首领在一旁万分惊讶问, 石头, 名字就叫石头。 灵物点头, 不会这妖巧吧? 先是蓝星士林十五亿人, 抽一百万, 接着抽到同一个城市。 两个熟人避开游戏当天, 百分之九是死亡率, 还逃亡到同一镇上, 女首领接过对讲器, 石头, 我是玛雅。 石头立刻用惊讶的语气回复, 玛雅。 灵物不满, 料人你不接, 人家料女生你顺接, 什么意思? 咦? 玛雅? 玛雅这名字好不好? 相比灵物, 石头, 小刀来说, 当然是好的太多。 以曙光的取名尿性, 要么是虾猫遇见死老鼠, 恰巧给它组成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要么这位玛雅美女, 不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普通人, 而是百分之五的精英。 实则曙光取名, 也有可取之处, 因为石头只有一个石头, 整个蓝星中, 只有一个活人的名字会, 是石头。 因此, 玛雅一听石头这名字, 完全不需要考虑重名的可能。 石头道, 玛雅, 剪个面吧。 玛雅拿了对讲器沉思片刻, 问, 你那边有空床吗? 石头道, 有一张。 玛雅, 好, 我过去找你。 这对话听的灵物一愣一愣的, 这两人似乎不是熟人这么简单, 又似乎比熟人还简单。 玛雅透露出一个信息, 农场基地缺少床位, 五个人, 四个床位, 确实少了一个。 让灵物不理解的是, 玛雅意思是, 自己要临时加入暗影基地。 玛雅不是首脑吗? 这么随意吗? 还是玛雅完全看不起这个农场基地呢? 石头和玛雅, 有什么见面的必要吗? 好奇宝宝, 灵物一肚子的问号。 玛雅招呼人到医务室, 和自己的人聊了一回。 走出医务室, 玛雅对在外等待的灵物道, 我们走吧。 似乎与石头见面比发展基地还要重要。 好的。 不熟, 不好问。 从玛雅的态度来看, 她并没有向自己解释说明的打算。 传言不虚, 95%和5%很难相处得很愉快。 两人语言沟通没有障碍, 但似乎沟通方式存在障碍。 玛雅对于灵物的话题表示出比较敷衍的态度。 灵物, 你们人真多。 玛雅, 是啊。 灵物, 为什么选择农装? 玛雅, 需要落脚点。 灵物, 你们怎么逃离未来城? 玛雅, 随机应变。 灵物, 哪来的自行车? 玛雅, 找到的。 虽然不是射牛, 但灵物具备不错的交际能力, 灵物的每个问题都是一个话题, 但是玛雅的每次回答不仅把回答了问题, 还锁死了话题。 玛雅的问题不是话题, 就是问题。 你们什么时候到北上镇? 灵物, 昨晚。 玛雅, 资源丰富吗? 灵物, 不如未来城。 玛雅, 有没有发现变异丧尸? 灵物, 没有。 玛雅, 你同班叫什么名字? 噓, 灵物, 开始静默。 大家还是不要说话, 比较好。 怎么形容这种气氛呢? 灵物是一名刚进入大学的大学生, 见什么都有热情, 见什么都好奇, 非常乐意与人交流, 即使只是废话, 也很满足。 玛雅则是一名忧国忧名忧学校的大学生。 灵物惊叹, 饭菜真香。 玛雅, 学生排队时间过长。 灵物惊叹, 学姐好漂亮。 玛雅, 穿着过于暴露, 影响专注力。 灵物惊叹, 大学好大。 玛雅, 大学基础, 配套设施不足。 灵物惊叹, 我身边有个傻X。 玛雅, 你身边才有个傻X。 话不投机半句多, 灵物在前, 玛雅在后, 相隔三米朝暗影基地出发。 灵物举手, 玛雅停步, 灵物杀丧尸, 继续出发。 期间两人没有交谈, 没有交流。 这种气氛让灵物非常难受, 这才想起实习学长说过的一句话, 工作后最操旦的是, 是, 你不想和这人一起做事, 但你还必须和这人一起做事。 反观玛雅无比淡然, 似乎日常习惯了这样, 与人相处的方式。 不过灵物还是吸引了玛雅的注意, 不是因为灵物干净利索的动作, 而是因为, 灵物在过橄榄庄园时, 一路沿着水沟走盯着水沟的行为。 灵物也不解释, 她盯着水沟, 不时打草惊蛇的动作目的,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遇见阿曼达二号。 虽然没找到阿曼达二号, 但结果并非一无所获。 面对突然从鲁尾中抱起的丧尸, 灵物的心态变得极其稳定。 丧尸突然出现, 必然是扑咬。 丧尸一出现, 灵物就朝侧面窜, 丧尸扑咬必然落空, 并且有不短时间的僵直。 灵物迅速回头反扑处决。 最重要在动作进化, 此前丧尸扑咬, 灵物选择左右闪避, 如今丧尸扑咬, 灵物选择与丧尸擦肩而过。 走过橄榄庄园最后一段路时, 灵物的动作在系统若有若无的引导下, 进一步得到升华。 在与丧尸擦肩而过之时, 灵物反手将匕首刺入丧尸的后脑。 抓住傲义的灵物并没有离开橄榄庄园, 而是转身沿着水沟走向山顶教堂方向。 玛雅提问, 为什么要往回走? 灵物解释道, 这是橄榄迷宫, 由橄榄庄园女儿阿曼达布置, 四处是捕兽加雨地雷。 只有往返两次, 才能顺利通过地雷阵到达死亡地带的另一端。 灵物学习的新动作是毛腰前冲, 反手45度角朝后上方斜刺, 刚开始不是很顺利, 刺中丧尸后脑的几率只有50%, 在走到镜头再返回后, 命中率直线上升。 在完全通过橄榄庄园前, 灵物敏捷身为四颗星, 解锁了第一个特殊动作, 旋风被刺。 旋风被刺消耗20%的耐力, 向前左右方向冲刺不超过3米, 同时被刺目标。 在实际操作中, 这是一个滑步, 类似很多游戏中的无敌翻滚。 旋风被刺速度极快, 在启动滑步过程中范围内存在目标, 会直接被刺目标。 这个动作没有系统加成, 一些人也能做到, 但是在系统加成之后, 不仅移动速度更快, 而且攻击速度、威力、准度等大幅度的提升。 最厉害是旋风被刺可以升级, 伴随着熟练度增加, 最少可以刺出两刀。 是不是有第三刀, 只有解锁两刀之后才能知道。 最大的遗憾是, 这个系统动作要消耗20%的耐力。 虽然灵物加点体质, 但也需要10秒进展时间, 才能恢复20%的耐力, 无法做到无缝衔接的连续进行旋风被刺。 玛雅完全看不懂灵物带的路线, 灵物的路线不是直线前进, 而后迂回迂回又迂回。 真正原因是, 灵物找丧尸练手, 不过给玛雅的解释是, 这片区域连环布阵, 步步惊心。 我消灭这只丧尸并不是真正目的, 而是为了在消灭下一只丧尸时不被连动。 举例来说, 一、二、三三只丧尸, 我必须先消灭二号丧尸, 切断三只丧尸之间的联系, 才能在消灭一号丧尸时不被二、三号丧尸发现, 从而更加顺利地打通道路, 继续前进。 玛雅点头, 原来如此。 切! 百分之五也不过如此。 玛雅道, 接下去我们要慢点, 因为即将进入丧尸密度较高的城镇区域, 尿急, 你等我一会。 玛雅看见几十米外有一家披萨店, 也不等玛雅同意。 扔下玛雅自顾自去了披萨店, 不一会捞了一包食物基础包回来, 并且装着没事一般对玛雅道, 我们走吧。 提提裤子, 表示自己为了不让玛雅着急, 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好。 你敷衍我, 我敷衍你。 玛雅涵养不错, 并没有生气, 甚至不受影响, 一路默默跟随着玛雅到了暗影基地, 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三十分。 第十五章, 合作。 石头上前与玛雅握手, 双方见面很正式, 互相寒暄几句, 石头将玛雅天加为基地成员。 玛雅的农场基地扫床, 她一直没有休息, 于是就到基地的床上躺下, 只要躺下就能恢复疲劳, 当然和睡眠效果无法相比较。 玛雅把食材包入库后去见石头, 石头让玛雅先喝杯茶, 玛雅问清楚小刀的位置后, 先行去找小刀。 玛雅内心存有疑虑, 石头并没有打算介绍玛雅, 也没有打算让自己加入她与玛雅的谈话中。 不过出了基地, 玛雅就释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和自己的性格, 何必为此烦恼与困惑呢? 合作? 玛雅躺在床上道, 我来了, 就是合作的诚意。 你有什么? 石头回答, 对游戏的解读与理解, 还有我的统筹能力。 石头继续道, 游戏手册中还有感冒状态。 玛雅问, 你想表达什么? 石头问, 你认为这个游戏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玛雅笑, 建立基地, 收纳成员, 发展壮大, 组建军团, 控制阵, 县, 市, 乃至未来城。 说实话, 两年的时间有些短, 我确实需要帮手。 石头道, 是合作, 不是帮手。 玛雅, 合作? 石头道, 我相信很多人和你一样, 搞错了这个游戏的核心内容。 诚然如你所言, 发展壮大确实很重要。 我相信也能获得一些积分, 但并非游戏的核心内容。 玛雅问, 那是什么? 石头道, 生存。 你看时间, 现在是初秋九月, 再过两三个月冬季即将来临。 如今的风和日历不代表永远的风和日历。 还没明白吗? 会感冒, 就代表这个游戏的你真诚度非常高。 寒冷, 饥饿等才是玩家面临的最大挑战。 还有一个细节, 我拆除任何一个建筑, 都会100%返还所消耗材料。 石头道, 这个设定非常特别, 大部分游戏在拆除建筑时都会打折返还一定材料。 我有此判定, 基础包是不可再生资源。 搜刮完了, 就没了。 玛雅不相信, 那如何补充五大资源呢? 石头道, 这今天拜访了隔壁基地, 他们拥有一本技能书, 名为钓鱼。 学会这个技能后, 他每天会固定给基地提供一个单位食物。 他还可以在河流进行钓鱼, 每条鱼都可以折算成为单位食物。 我相信还会有猎人等相关职业。 此外, 我尝试在后院开肯种植, 但系统提示需要农学技能。 末日农民要比科学家更重要。 石头道, 医疗物资应该需要草药学, 没有草药学的玩家看不见草药。 采集草药后可以入库生成医疗单位。 可以通过伐木渠道获取建材、 侨夫、伐木工是相对硬职业。 而非生存必需品的弹药和汽油, 我还没想明白。 石头道, 基地必须要有发展前途, 每位成员需要精挑细选。 人不能太多, 太多了消耗就多, 不能太少, 少了资源就补不上。 每个成员都必须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生存下来同时, 累积进攻性的汽油和弹药, 制造更多的武器, 从而可以清理高危建筑, 搜刮更多的材料。 徐序图谋, 这样才能步步为营。 玛雅道吸口冷气, 需要很多东西, 需要做很多事。 石头点头, 在乡镇县城设立后勤基地, 保障军团补给后才能以战养战。 因此,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冬天。 要成功过冬, 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基地。 趁现在基础包还很富裕时, 就要开始着手准备。 玛雅问, 既然你知道这么多, 为什么需要和我合作呢? 石头回答, 我刚才说过, 我是一位高瞻园主的总裁, 你是一位优秀的业务部经理。 玛雅伸手, 很高兴和你合作。 石头和玛雅握手, 我也是。 暗影基地在T字路口, 左边通往镇中心, 右边因为丧尸密集, 灵雾没去过, 只看见一座高耸的信号塔。 在石头说明下, 灵雾在右边区域找到了小刀。 小刀蹲在一块石头后, 看着道路对面的修车店里的一辆全新的白色皮卡。 灵雾捏手捏脚从后而来, 蹲在小刀身边, 看什么? 撤。 小刀回了一句后, 再被吓着。 你, 你, 嘘。 周边的丧尸比较密集, 一发动全身。 灵雾道, 你好像不是一个只看不动的人。 小刀道, 我搞不懂那东西是什么? 那东西叫车, 四个咕噜, 有方向盘。 蓝星汽车使用的是暗子能量, 地球汽车使用汽油、石油和新能源作为能量。 蓝星人都会开车吗? 有些人有驾照, 有些人没有。 要问为什么, 这就说来话长。 蓝星车和地球车一样吗? 差不多, 为什么呢? 这也说来话长。 要解释这两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只要了解暗子骚扰的原理, 就能马上明白。 由于暗子骚扰是思维科学, 为避免被野心家所利用, 在此虾米就不做科普。 小刀朝灵雾呲牙, 才不是说他, 我说的是丧尸。 你等会, 丧尸现在在修车店内。 修车店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洗车店, 停了那辆白色皮卡, 另外一部分面积颇大, 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东西。 一只丧尸从大岩石后走到两人侧面, 转头看见了两米外的两个人。 灵雾启动旋风刺杀, 人如虚影一般滑到丧尸身后, 反手45度一刀刺穿丧尸的头颅, 而后将手慢慢放下, 将丧尸放平后才收回匕首, 顺手摸尸体。 好帅。 小刀做口型, 眼中没有崇拜之色, 只有羡慕之情。 灵雾微笑回应, 搜出两块糖果, 给了小刀一颗, 两人背靠着石头吃着糖, 静静等待不明生物的出现。 第十六章, 狂猛之战。 不一会, 一条动作如狗的丧尸跳到了皮卡的车顶, 灵雾可以肯定这就是让小刀也忌讳的生物。 目前所见丧尸都是直立行走, 这只丧尸则是四肢行走。 此外, 这只丧尸和其他丧尸还有很多不同之处。 他眼睛自带黄光, 而不是普通丧尸白灼的眼球。 普通丧尸翻一米护栏都会摔倒, 而他在车上跳来跳去, 轻松自如。 普通丧尸的手就是手, 而他的手带有利爪, 隐约闪烁血色。 此外, 他发出的声音也不是噩, 而是闷吼, 声音似乎不大, 但是能传得很远。 从动作来看, 这只变异丧尸更像是狂犬并发作的人类。 除了这只变异丧尸之外, 还有二十多只丧尸在附近游荡。 想拿这辆车的难度非常高。 灵雾道, 你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 给他取个名字。 小刀谦虚道, 那可不一定哦。 灵雾道, 叫大刀。 小刀认真想了一会。 敏捷? 灵雾哭笑不得, 不错, 很有创意。 小刀自己也笑了。 啊, 他走动时, 直接撞到同类也不道歉。 同类还得避开他, 很嚣张, 也很狂妄。 灵雾问, 狂张? 张狂? 在两人给变异丧尸取名时, 石头和玛雅摸了过来, 这里距离基地也就两百米的距离。 灵雾上前接应, 将两人接到了大石头后, 玛雅也看见了变异丧尸。 玛雅从背包中拿出单筒望远镜观察, 狂猛尸。 小刀惊奇, 不惊奇玛雅是谁? 惊奇望远镜。 能借我看看吗? 玛雅把望远镜交给小刀, 小刀看了一眼, 再递给灵雾。 这不是望远镜, 物品名称显示镜, 能看见丧尸的名称。 普通丧尸分别为, 男丧尸, 女丧尸, 胖丧尸, 兽丧尸。 这只变异丧尸的名字, 就叫狂猛尸。 玛雅道, 我们需要了解每一只变异丧尸的基本数据, 石头反对, 很危险。 玛雅道, 再有准备情况, 下面对它, 远比突然遇见它更安全。 只有了解了它的特点, 未来在面对它的时候, 才能从容面对。 灵雾看玛雅, 我虽然不喜欢你, 但是你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 玛雅不动声色反问, 为什么讨厌我? 不喜欢而已, 不至于讨厌。 玛雅解释道, 你和我遇见的5%一样, 你们自认为思考纬度高于95%。 我们沉浸篮球赛快乐时, 你们却在分析两队的得失, 如何能拿到更多的分数? 玛雅回答, 竞争和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玛雅道, 即使是和5%亲吻, 你也能感觉到, 它并没有沉浸在幸福中, 而是在思考。 思考什么? 思考自己吻得好不好? 思考我的感受, 思考如何优雅地拒绝更进一步。 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 这是一种很伤人的情绪, 越接近就越受伤。 玛雅道, 请你原谅。 我们从小就受到专业培训, 除了睡眠时间, 我们的头脑不会停止思考。 这是一种习惯, 也是5%必须被开发的潜能。 先生, 提醒你不要忘记一个事实, 5%的人并没有掌握蓝星的权利, 但5%的人创造了80%的社会价值, 在科学、教育、医疗等等行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石头打圆场道, 不要在这里争辩已经争论了数百年而没有结论的话题。 小刀看灵雾, 你怎么知道他是5%? 灵雾回答, 他叫玛雅。 小刀明白了, 看了眼灵雾, 偏见。 灵雾抓狂, 嘿, 你是我一国的。 幼稚。 三人同时在脑海中闪过一个词。 石头转移话题, 玛雅, 有什么看法? 玛雅远远看着狂猛狮道, 她的速度一定比其他丧尸快。 灵雾, 我需要你把她带到基地安全区。 灵雾点头, 没问题。 石头道, 我们有两把枪。 灵雾提醒道, 但只有一张病床。 玛雅没直接回答灵雾的话, 回头看到, 白昼丧尸目视距离是8米, 听力弱于常人, 我们要开一条20米的通道, 以保证灵雾能顺利完成工作。 小刀问, 直接打吗? 不怕尖叫吗? 玛雅拿出弩, 我负责处理尖叫。 好讨厌这娘们有板有眼的说话, 不仅说得好有道理, 而且考虑得非常周全。 这让灵雾不禁想起自己的前女友。 她也是这样, 把一切安排妥妥当当。 刚开始, 灵雾很喜欢女友性格, 很快开始厌烦。 她厌烦自己在恋爱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没有人理解灵雾为什么要和一位深爱着她, 并且很优秀女友分手。 女友不理解, 她想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 灵雾一开始也想不明白, 直到分手后灵雾才想通, 她拿回了自我。 以大学课程为例, 女友给她安排了最优解的时间表。 这样安排让灵雾压力很小, 收益很大。 但灵雾就是不喜欢, 偏偏又说不出理由。 即使每次顺利通过考试, 她也没有任何成就感。 在分手之后, 虽然灵雾很艰难, 很勉强通过一门课程的考试, 但她内心却收获了巨大的喜悦, 因为她真切感受到, 这次胜利是属于自己的。 四人组开始清理丧尸, 当玛雅控制住尖叫丧尸之后, 处理这些普通丧尸的难度并不高。 在此过程中, 小刀杀丧尸方式让玛雅为之动容。 小刀放弃了盾气, 徒手抓住丧尸的肩膀就是一个下摔, 将丧尸脑袋插入地板。 要完成这招, 首先得有力量, 能把丧尸抓住翻转过来, 其次要有技巧, 翻过来的同时扔倒下, 让丧尸的头部承受最大的力量。 当面对丧尸数量增加, 小刀就抓起丧尸弹武器投掷出去, 一扔倒一片。 可惜这招没有杀伤力, 即使是灵雾也不敢在这期间上前给倒地的丧尸补刀。 反面典型是石头, 棒球棍挥舞打击, 打击, 打击, 有机会就多做某丧尸几棍, 祈祷能打死。 面对丧尸数量, 约放风筝, 实则是比自己耐力先消耗光, 还是丧尸先被敲死。 玛雅手中的弩是个小神器, 无声无息不说, 弩剑在使用后, 还有一定几率可以回收。 不仅适合定点清除目标, 而且放风筝战术有奇效。 缺点也比较明显, 这种单发弩每次上弹需要近两秒时间, 其次, 弩剑飞行较慢, 遇见一速较快的丧尸难以锁头。 第十七章 灵雾慢慢下斜坡靠近狂猛, 它们之间相隔着一条公路。 当灵雾移动到公路边缘, 狂猛似乎还未发现它, 自顾自地在皮卡上跳跃, 没事就仰头好一嗓子。 就当灵雾踏入公路两步时, 狂猛立刻转头, 从车顶一跃而下, 毫不犹豫奔向灵雾, 灵雾转身就跑。 狂猛的速度出乎灵雾的意料, 它在两秒时间提速到40码, 灵雾立刻加速到40公里, 耐力条以每秒5%的速度倾斜而下, 因为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人类极限短跑速度, 处罚系统惩罚。 灵雾见此不妙, 调整速度为35码, 略低于百米飞人的速度。 耐力条随之转变为每秒1.5%的掉落速度。 在自然界有条规律, 绝大多数两只脚的哺乳动物都跑不过四只脚的哺乳动物。 狂猛四只着地迅速奔跑, 双方存在5码的速度差, 很快就追上灵雾。 狂猛一个跳跃失如剑出, 一爪在前直刺灵雾的后背。 灵雾启动风刺, 旋风被刺。 强行移位到侧面, 由于改变了方向。 随之而来的惯性让灵雾不停朝前翻滚。 狂猛也没好到哪去, 一扑不中后, 也随之朝前滑了七八米, 硬生生用爪子勾住地面稳住身体, 转身向灵雾再次冲击而来。 灵雾扔一颗口香糖入口恢复耐力, 翻过栅栏, 期望能重现栅栏战术。 却见狂猛纵身跳上栅栏, 扑向栅栏下方的灵雾。 灵雾启动风刺, 避开致命一击。 不到二十秒时间, 灵雾的耐力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五十。 这还是在口香糖缓慢恢复耐力的情况下。 灵雾再翻过一道栅栏, 抽出水管, 不管三七二十一, 转身立劈华山。 狂猛将将跳到栅栏上, 灵雾这一水管接接实实打在狂猛的脑门上。 咣当一声, 灵雾如同砸在钢铁之上, 险些震飞水管。 狂猛被这一水管打得有些猛圈, 毫无意外向后摔去, 在地上滚了几圈后, 重新跳上栅栏, 见卑雾的人类正在狂奔, 毫不犹豫地继续追击而去。 灵雾划过废弃车辆车顶, 狂猛扑击随之而来, 两只爪子刺破汽车的顶棚, 距离灵雾的身体不到十公分而已。 灵雾趁其身形短暂停滞, 由于狂猛速度太快, 没有一枪打在狂猛头部, 或许是被水管伤害了自尊, 狂猛也不理会开枪的三人, 死死地咬住了灵雾。 见狂猛如此凶狠, 灵雾心中亥然, 冲破木门进入基地主建筑, 狂猛随之而入。 灵雾奔跑上二楼, 毫不犹豫飞身撞开面前窗户, 从二楼跳了下去。 狂猛照葫芦画瓢一跃而下, 穷追不舍。 伏击三人组没想到狂猛如此凶狠和敏捷, 当即乱成一团, 各自为战。 玛雅和石头上二楼, 小刀下楼, 恰巧和逃命的灵雾撞个满怀, 灵雾抱住小刀一起摔倒, 追击而来的狂猛对着灵雾的后背就来了一爪, 这一爪抓掉三十点生命值, 附带25%的感染度。 爪子抓住灵雾后背后, 狂猛不依不饶地一口咬下。 千军一发之际, 在灵雾身下的小刀左手抱住灵雾后背, 右手拿着手枪, 对着距离只有十公分狂猛脑门扣下扳机。 一枪抱头, 狂猛后跃十多米外四处乱窜, 在发出两声痛苦的嚎叫后, 狂猛毫不停歇在向灵雾他们扑来。 灵雾惊, 抱头都不死了。 小刀没空说话, 他左手控制灵雾, 右手瞄准奔来的狂猛, 连续扣动扳机。 狂猛智商不弱, 在小刀开枪前, 二楼跳到一楼, 双手举枪连续射击, 终于有一枪蒙在狂猛的脑袋上, 狂猛跳出围墙, 在围墙外照里痛苦哀嚎两声。 狂猛哀嚎声刚结束, 小刀就翻墙与其来了个面对面。 双方距离很近, 狂猛毫不犹豫地一找抓住小刀的左肩膀咬下去。 小刀毫不畏惧, 左手死死捂住狂猛的后颈, 右手手枪顶在狂猛的脑门上扣下扳机。 狂猛随之抽搐一下, 终于不再动弹。 在有准备的情况下, 四人在安全区围剿一只狂猛, 不仅惊险连连, 更是付出两人重伤与感染的代价, 才将狂猛斩杀。 玛雅将过程尽收眼底, 她很清楚自己的农场基地绝对承受不住一只狂猛的冲击。 她的基地没有灵雾这样能随机应变, 具备高绝断力的成员。 在电视火光瞬间, 灵雾能抽出水管给狂猛一击闷棍。 逃到二楼灵雾说跳就跳,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哪怕灵雾犹豫伤半秒, 狂猛的力爪已经刺入灵雾的后背。 玛雅的基地更没有小刀这样的凶人。 石头心有余悸, 挥手, 小刀, 先去医务室, 躺着。 小刀把狂猛尸体扔给灵雾。 二楼玛雅问, 感染度和伤势是多少? 目的并不是为了杀死一只狂猛, 而是需要狂猛的数据。 小刀身体被抓, 出现流血状态, 失去30点生命, 感染度25%, 与灵雾被抓数据吻合。 小刀被咬后, 左肩膀骨折, 再失去30点生命, 并且生命上限随之减少30点, 总感染度为50。 玛雅把数据全部记录下来, 对身边的石头道, 小手枪威力有限, 最大激发, 间隔太长, 对付狂猛比较乏力。 石头点头, 你记下就好。 怎么样? 我的两个朋友, 还是提高的余地吗? 玛雅回答, 他们个性很强, 战斗方式极具个人特色。 我更擅长训练机器, 而不是开发潜能。 这样的人成为机器, 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 不过, 能在前24个小时生存下来的玩家, 或多或少都具备一定的实力。 黛玉是谁? 怎么死的? 玛雅加入暗影基地后, 看见暗影基地墓地, 有一个叫黛玉玩家的坟墓。 石头回答, 自己找死。 玛雅, 需要召集你的农场基地成员一起开会吗? 玛雅摇头, 不用。 农场基地的四个人, 是我从城里带出来的。 他们信任我。 有一说一, 作为一位领导, 我不太喜欢个性太强的员工。 石头知道, 玛雅说的是小刀和凌雾, 因为他们会对抗权威。 玛雅道, 举个例子。 因为小刀的失误, 导致两名基地成员死亡, 按照规定, 必须将小刀驱逐出基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 凌雾会不会反对呢? 他会怎么反对呢? 凌雾知道, 小刀行为要受到惩罚, 但是他不接受。 因为小刀是他朋友, 而两名基地成员对他来说是陌生人。 即使他不反对, 在小刀离开基地后, 他大概率不会让自己好友一个人离开基地独自生存。 石头点头, 不过小刀和凌雾特点非常鲜明, 具备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此, 我非常同意。 玛雅道, 人事方面的事, 自然是由你这位总裁负责。 你招人, 我用人。 石头回应, 取偿不短本就是我们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十八章, 合并。 暗影基地在医务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就联合农场基地一事进行讨论。 目前农场基地已经掌握了山顶教堂的丧失情况, 友谊与暗影基地联合拿下山顶基地。 这个联合将在成功拿下山顶基地之后变成合并。 合并之后, 基地一共有八名成员, 石头打算实行统领制, 由石头当大统领, 玛雅当副统领。 石头主管内勤, 包括基地建设, 物料管理, 统筹资源, 人事工作等。 玛雅负责外勤, 武器分配, 外出组队, 搜刮目标等。 林悟是相信石头的, 石头当统领他并没有什么不满。 他不满的是统领制的规则, 每当进入基地, 除了一件近战武器之外, 所有物品都会自动入库。 这个规则对基地发展来说是好事, 自己回家休息, 别人出门可以使用自己的手电和牛排刀, 代表着基地成员没有私人财产一说。 八个人肯定不能实施个人质, 但凡有个人心情不好, 把库存一卷跑路怎么办? 或者发生矛盾时候动用武力怎么办? 再或者把什么阿猫阿狗都拉进基地怎么办? 石头分析了自己对游戏的看法, 大家认为石头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想要活得久和活得好就必须多人抱团。 暗影基地只有四个单位, 不可能维持三人良性生存。 今天也见识过狂猛的实力, 如果攻城时来这么一支狂猛, 三个人恐怕应付不来。 集体制如何呢? 石头担忧有人拉帮结伙,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石头说坦白点, 农场基地是有五个人, 暗影基地只有三个人。 在山顶教堂稳固之后, 如果他们联合在一起要驱逐暗影基地成员, 暗影基地成员无法反抗。 玛雅对石头举的例子并不认同, 他说一个情况, 基地内出现两个好吃懒做的人怎么办? 驱逐他们吗? 可是他们的两个朋友并不愿意投驱逐票, 一个可能是因为他们友情, 一个可能是两个朋友需要好吃懒做之人的票, 以保障自己在基地内的地位和利益。 石头耐心道, 林悟, 这个世界需要你, 但你无法要求世界以你为核心, 偶尔你也需要牺牲配合一下世界。 林悟同意, 我没意见, 说一下山顶教堂需要我们做什么? 山顶教堂的右边是两家大工厂, 左边有五栋七层高的公寓楼, 公寓楼对面是配套的五家店铺。 玛雅道, 在这片区域中, 除了普通丧尸外, 还有一种血色丧尸, 基本上和普通丧尸没有区别, 唯一的区别在于感染度是普通丧尸的两倍。 教堂内外丧尸数量很多, 其中包含了一种变异丧尸, 爆炸丧尸。 玛雅说明爆炸丧尸的特点, 这是一个肚子很大的丧尸, 它会奔跑, 会追击, 当它摔倒时会发生爆炸, 产生半径五米的毒气。 身处毒气范围, 生命快速掉落, 吸入毒气后不仅会中毒, 也会被感染, 停留得越久, 中毒程度和感染度就越高。 每一个毒气生成后能存在十秒左右。 这是爆丧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爆丧在爆炸后会产生很大声响, 会吸引附近的丧尸。 玛雅认为, 要拿下山顶教堂, 一场正面的战斗必不可少。 玛雅画图, 需要四个人守住唯一通道, 避免被爆炸声吸引的丧尸涌入教堂。 另外四人, 要尽快地清理干净教堂内的所有丧尸。 玛雾道, 血丧尸感染度这么高, 这一站下来说不定会死上几个人。 玛雅道, 不排除这个可能。 如果我们准备得足够充分的话, 我认为计划有很大的可行性, 因为我们会使用一种特殊武器。 玛雅问, 是什么? 燃烧瓶? 玛雅从背包中拿出一个自制燃烧瓶, 使用制作台制作, 材料为三分之一桶汽油, 布条和瓶子。 燃烧瓶覆盖三米直径范围, 着火的丧尸触碰到其他丧尸后, 其他丧尸有不低的几率着火。 从目前来看, 普通丧尸一旦着火, 必死无疑。 特别注意, 爆丧如果触碰到火焰, 会产生剧烈的爆炸, 可以清空一个范围内的丧尸, 也会对玩家造成极大伤害。 领悟道, 爆炸声音越多, 丧尸越会源源不断而来。 玛雅道, 燃烧瓶的作用是缓解守军的压力, 而给教堂内的人创造更多的时间, 并非消灭丧尸。 一旦拿下教堂, 就立刻建立基地创建安全区, 再在安全区内合力消灭残余丧尸。 石头道, 两个汽油单位能制作一桶汽油, 一桶汽油能制作三个燃烧瓶。 我们需要大量的汽油包, 越多越好。 此外, 也需要大量的瓶子和布条。 玛雅道, 第一批复活玩家即将重回游戏, 有了上一次死亡的经验, 我相信他们今晚会有很多人活下来, 人多变数就多。 因此, 我决定明天上午八点对山顶教堂发动攻击, 明早在农场基地进行人员安排。 玛雅道, 明早六点我们就要出发前往山顶教堂, 每个人还需要休息时间, 根据你们的伤情和感染度, 还有每个人的战斗特点。 我做了一个时间行动表, 尽可能把每一分钟都用到极致。 好熟悉的感觉, 玛雅让玛雅再次想起前女友, 她甚至会提前查好每一趟空铁的时间, 计算稳别的时间力求做到无缝衔接, 不浪费一分一秒, 将资源调配到极限。 一切谈妥, 没有问题。 农场基地周围几乎每个农场都有汽油储备, 时刻准备给农具加油。 因此, 由农场基地负责汽油包, 暗影基地负责搜刮住宅区, 收集能制作燃烧瓶的瓶子、布条和近战武器。 下午4点开始, 小刀与石头一组搜索道路左侧房屋, 玛雅休息, 灵雾治疗。 晚上11点, 小刀和石头回来休息与治疗, 玛雅和灵雾一组搜索右侧房屋。 凌晨4点结束搜索, 受伤的治疗, 没有受伤的休息。 凌晨6点, 拆除暗影基地建筑, 留4个单位食物, 其他打包成基础包, 每人携带一个基础包。 由于暗影基地残存4个单位食物, 刚刚足够小刀、 灵雾和石头消费, 因此, 凌晨6点玛雅会退出暗影基地。 清晨7点20分左右, 大家到达山顶教堂, 玛雅携带物资, 乘坐接他的自行车回农场基地, 加入农场基地制作燃烧瓶, 并且准备吃掉上午8点分配的食物。 7点50分左右, 所有人在山顶教堂外集合, 8点开站。 以上是玛雅安排的计划, 虽然今天灵雾带着玛雅左右迂回, 到处绕路, 但玛雅还是精确计算出了路程, 粗略地估算出路上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第十九章, 小PK 晚上11点, 小刀和石头回家, 带回一堆垃圾和一身伤。 玛雅和灵雾按照计划出发搜索右侧住宅区, 玛雅的武器是一把砍刀, 一看就知不是新手武器。 和盾气不同, 利润正面对敌也能打出僵直, 盾气打击能改变丧尸的动作, 机晕乃至打倒。 利润优势除了声音小, 挥砍耗费的耐力只有盾气的一半, 是非常吃操作的一款武器。 玛雅的刀用得非常好, 左砍右劈, 步伐稳坚慢退与丧尸保持距离。 或者先砍掉丧尸双手, 或者直接砍脖梗, 窃下头颅。 一耍起来, 寒光四射, 行云流水, 非常好看。 玛雅忍不住问, 玛雅, 你的主副属性是什么? 不是很熟, 不想打听隐私, 但好奇心占了上风。 玛雅将最后一只丧尸斩杀, 回答, 主力附体。 玛雅继续好奇, 你没加智力吗? 玛雅回答, 我不需要加智力。 臭屁娘嘛。 玛雅翻墙入室, 玛雅房外寻异, 第一次合作, 两人就如鱼得水。 清理干净屋内丧尸, 玛雅开门, 玛雅进屋关上房门, 两人静悄悄开始搜刮。 住宅内的家具, 窗帘等可以拆成各种垃圾碎片。 不过丽人拆卸的效率很低, 并且拆卸声音较大, 因此两人只摸索, 不拆家。 住宅内的东西, 五花八门, 土豆, 种子, 报纸, 老鼠家等等物日常生活可见, 但在游戏中可以算是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个住宅面积比较大, 还配置有一个车库。 车库有两道门, 一道是卷帘门, 一道是小铁门。 卷帘门已经被完全锁死。 此前两人已经摸过一个车库, 车库内多是工具, 不同种类的工具对制作台有速度和品质的加成, 因此车库相比住宅来说价值更高。 玛雅靠在门边, 灵雾围绕车库转了一圈回来, 确认附近没有丧尸。 玛雅点头, 灵雾按下铁门上的门把, 咔嚓一声门锁打开。 灵雾和玛雅互相看了一眼, 车库没有上锁, 有些出乎他们意料。 这代表车库已经被入侵, 那可能藏有丧尸。 灵雾慢慢推开门, 玛雅突然把手放在灵雾推门的手腕上, 示意灵雾不要动。 玛雅从灵雾胸口拿走手电, 对着门缝照射, 一根线出现在两人面前。 灵雾心惊, 丧尸都会布置陷阱, 人类还有活路吗? 玛雅躺下, 身体如洞上半身钻进门缝, 伸手在线的两边折腾一会, 才站起来。 这是人类布置的陷阱, 布置陷阱的人类坐靠在车库的角落已经死去, 他的怀里揣着一把短管猎枪。 灵雾拿走猎枪, 摸索拿走武装袋, 武装袋上有12颗猎枪子弹。 灵雾把猎枪递给玛雅, 玛雅没接, 道, 你收着。 玛雅战术意识非常强, 从猎枪的特性第一时间判断, 灵雾应该是这把猎枪最好的主人。 在农场和暗影基地八人中, 灵雾是唯一一个手持猎枪, 有可能单杀狂猛的人。 玛雅没解释, 灵雾没领会到她话语中的意思。 不过灵雾对玛雅的看法略有好转, 最少玛雅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对自己信任。 面对目前出现的最好枪械, 玛雅毫不动心。 车库搜索拿到一些工具, 灵雾做个虚的手势, 两人到了铁门边, 轻轻推开门, 只听见车库所属的住宅传来人类交谈和拆家具的声音。 一男一女, 男的想用金属片和拖把棍做一把手工长矛。 两人蹲身离开车库回到街道, 街道上有两名玩家正在与一只丧尸战斗。 玛雅贴着灵雾耳边道, 复活玩家。 朝前方一指, 事宜不要理会他们。 一路上, 他们又发现了几名复活玩家正在交通事故现场寻找能用的东西, 一路走下去, 还发现了复活玩家建立的基地。 灵雾在玛雅耳边道, 道路两排有30套房子。 如果30套房子都建立基地, 安全区互相覆盖之下, 这一片区域岂不是变成安全社区。 玛雅回应, 30个基地, 大概100人左右, 100人面对的资源只有镇中心几家店铺, 迟早会打起来。 小镇的资源也不可能容纳这么多人生存。 不过你的想法很有见解, 我们可以派遣单人建设副基地, 增加安全区面积。 敏捷似乎能增加听力, 灵雾做个虚的手势, 两人蹲在墙角侧耳倾听, 只听见远处传来狂猛咆哮声, 无法判断这只狂猛的具体位置, 也无法得知与狂猛之间的距离。 玛雅当机立断, 回家, 放弃剩余八个目标。 妹妹, 一个基地门口的男子, 向路过的林雾和玛雅招呼, 走出基地安全区道, 我们基地缺人, 有兴趣加入吗? 玛雅回答, 我有基地了。 装备不错。 男子扫视两人的背包, 两人背包边挂的砍刀, 匕首, 猎枪, 弓弩都是高端货。 看第一眼男子就想抢, 看第二眼自觉自己惹不起, 和善道, 那就不打扰了。 说吧走回自己基地。 林雾没有那么多心眼, 和玛雅继续走了白米左右。 玛雅低声道, 别回头, 有三个人在跟踪我们, 我猜测是看上我们的装备。 林雾, 他们打不过我们。 玛雅回答, 他们可以蹲守落单者。 林雾道, 先下守围墙。 玛雅解释, 我只是猜测。 林雾回答, 跟踪就是死罪。 这就是林雾的决断能力, 不管对不对, 他能立刻做出决断, 而不会等待事态发展后再做决定。 无论是游戏还是现实, 有人跟踪你, 实有八九存有恶意。 在现实, 你不能在对方表露出恶意前动手, 在游戏中则不然。 别说我猜测你有恶意, 就算你多看我一眼, 我都可以弄死你。 就算你不看我, 我也可以弄死你。 在游戏中, PK完全不需要理由。 林雾和玛雅翻过路边住宅的墙, 准备搜刮住宅。 三名男子见有击可乘, 立刻快速汇集到了墙边, 甲男先翻过墙, 等待他的是, 林雾的匕首直刺心脏。 甲还没有反应过来, 刚转身面对左侧的林雾, 林雾风刺到其身后, 反手匕首刺入其后脑, 甲当场死亡。 已在翻墙中, 看见了林雾杀死甲, 落地后, 抽出自己的棒球棍, 一支弩箭射在他的头部。 系统保护机制, 玩家满血状态情况下, 不会被另外一位玩家秒杀。 不过已的生命瞬间掉到一点, 林雾趁他被命中头部0.5秒将直, 直接要了他的命, 并自然也跑不掉。 林雾两次封刺, 让他还没看清楚情况, 就一命呜呼。 第二十章, 一夜。 玛雅站在一边戒备, 林雾从死去玩家身体翻出不少垃圾, 招呼, 喂, 有个奇葩的东西, 丢向玛雅。 玛雅一手抄注, 物品名为尸味掩盖剂。 服用之后, 身体散发出丧尸味道, 在此期间不会遭到丧尸攻击, 持续时间一分钟。 副作用, 中度中毒, 每秒掉一点生命, 持续一分钟。 难怪有恃无恐,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药剂引诱大批丧尸, 冲击我们的基地。 玛雅心中想的是, 一名复活玩家可以获得这种药物, 说明这种药物并不稀罕。 由此可见, 基地除了要面对丧尸不定期的工程之外, 还要面对其他玩家恶意的破坏。 这就代表, 基地每时每刻都需要一定数量的防守人员。 说话肩甲的尸体消失, 灵雾大吉, 还没摸干净呢, 转而立刻对丧下手。 但是, 三人死亡时间太接近, 灵雾只来得及在丙背包中翻出一本书。 管道学? 灵雾又洗又疑, 洗的是, 这是一本技能书, 疑的是他不清楚什么是管道学。 书本只说明是一本技能书, 并没有说明什么是管道学。 对此, 玛雾也不明白, 枪管吗? 自制枪管, 制作水管, 可以通水。 灵雾道, 那应该叫枪管学和水管学。 玛雾问, 你学吗? 灵雾摇头, 男趴入错行, 你学吧。 正常情况下, 每个人只能学习一个生活技能。 玛雾由于片刻道, 先留着, 先学先用, 越早学越能利用技能创造价值。 可惜无法从字面上理解管道学的意思, 不排除是一个鸡肋技能。 女也怕入错行好不好? 玛雾第一次没有意义地回嘴。 灵雾好奇问, 你的职业是什么? 玛雾达菲索问, 我们回去吧。 屠夫吗? 刀用得那么好, 还不好意思说出自己职业, 有理由怀疑玛雾是一名屠夫。 不是。 两人走了一会, 灵雾问, 替身? 玛雾看灵雾, 我不会告诉你的。 运动员。 灵雾双指指玛雾, 做出肌腱的动作, 口中配合羞羞羞的声音。 玛雾拍掉灵雾的手, 一声不吭在前面带露。 快到基地, 思索了一路的灵雾, 追上玛雾, 厨子, 一刀筋, 百刀通。 玛雾无语, 拜托你不要那么无聊和幼稚。 再说, 你要猜, 也可以猜一些对智力有要求的职业。 灵雾恍然醒悟, 拍手道, 大学生, 学习烹饪专业的大学生。 不, 不是。 玛雾叹口气, 最少你知道自己否定自己了。 灵雾自言自语道, 你这么老, 不可能是大学生。 面对无法反驳的事实, 玛雾克制住自己拔刀的冲动。 灵雾跑到玛雾面前, 转身倒退边走边道, 继效烹饪教师。 教师符合了年龄和智力要求, 烹饪专业符合了对刀的要求。 完美。 玛雾一头黑线, 为什么不能是大学烹饪教师? 灵雾恍然, 原来如此。 玛雾无语道, 不, 我不是什么教师, 和烹饪也没有任何关系。 嗯, 好像也有点关系。 烹饪? 不, 教师。 灵雾, 屠夫教师。 你给我死一边去。 这是玛雾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发飙, 就不应该和她废话, 自己只是多说了一句, 女也趴入错行, 结果却把自己欺败死。 石头正在二楼新建的工作台处理垃圾, 听见玛雾的话, 有些惊讶。 她是知道玛雾底细的人, 认识玛雾十年来, 从未见过玛雅生气或者高兴, 整一个扑克脸, 喜怒不形于色。 石头招呼, 倒垃圾。 灵雾嘟囔着, 到仓库把包里垃圾全部倒进去, 凑到二楼问, 石头, 玛雅是干嘛的? 石头回答, 我知道, 但既然她不告诉你, 我就不能告诉你。 过来接手, 整理下垃圾。 灵雾接手, 石头道, 将各种碎片都整合成高一级的材料, 把开关, 电路板这些物品拆了, 将得到的垃圾分类, 另外把木头锯成木板, 你去哪? 我去探柄。 灵雾道, 探望小刀。 卧槽。 石头无奈坐下来, 继续开始繁琐地整理工作。 仓库内有八成物品是废品。 石头没有技能, 不知道要制作哪些东西, 才能再制作哪些东西。 她只能没有目标, 全面地整理所有的废品。 玛雅到了二楼, 拿起水壶倒了一杯白开水, 来了好多人。 石头回答, 意料之中, 一百万人十个城市, 一个城市十万人, 四个县平均2.5万人, 等于每个小镇1.25万人。 假设没有玩家死亡的话, 北上镇玩家数量就是1.25万人。 你数一数北上镇的建筑, 把偏僻地带全部加在一起, 还不到一百栋。 资源短缺问题爆发后, 在乡村无法落脚的玩家被迫朝县城, 城市乃至未来城发展。 玛雅道, 或许在城市发展, 才是这个游戏的核心内容。 绝对不是。 石头道, 如果没有枪械, 两只狂猛可以踏平一个八人基地。 游戏第一天就出现狂猛, 接下去肯定会有更厉害的丧尸出现。 以城市丧尸的密度, 以目前玩家的能力几乎没有发展的可能。 玛雅同意石头看法, 问, 山顶教堂是不是还是太小了, 不能作为半永居基地。 石头回答道, 我们占领山顶教堂一个目的是过冬, 一个目的是收集枪弹。 没有强大的热火器作为支撑, 想再进一步是一件不现实的事。 即使我们在县城落脚, 也需要山顶教堂的后勤支援。 以我的看法, 在我们正式立足未来城之前, 山顶教堂都将会是我们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石头道, 活得越久, 积分加成就越高, 如高利带一般利滚利。 以曙光的尿性, 他不希望任何玩家活满两年。 但是他受限公平机制, 不能针对性地打击某些玩家。 以我的推测, 未来一波波的袭击与考验将会把玩家折腾死去活来。 家园游戏的本质并不是为了玩家们的快乐, 而是玩家们之间的竞争。 越残酷的竞争, 越能体现出积分的含金量。 如果考研的题目全是个位数加减, 根本无法分清到底谁有真才实学。 石头问, 你和林悟怎么了? 没事。 玛雅, 我去休息了。 石头道, 喂, 你可以客气问我, 需要不需要帮我收拾垃圾? 我会觉得你很善良, 同时我也会拒绝你的善意。 玛雅道, 我不问。 为什么? 因为破石就是这么被你骗到手的。 石头一拍额头, 险些忘了你是破石的闺蜜。 玛雅欲言又止, 道。 我去休息了。 石头, 你是想问为什么我们会离婚? 玛雅回答, 我确实想问, 但我不问, 因为今天已经吃到了话多的苦头。 晚安。 晚安。 玛雅走到楼梯口, 回头问, 我长得很显老吗? 玛雅问题让石头震住, 好一会才回答, 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年轻漂亮的姑娘。 吃错药了吧? 竟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玛雅点头, 下楼去右房宿舍休息。 第21章, 工程。 凌晨6点, 石头拆除了基地所有建筑, 每人一个基础包外, 能带多少物品就带多少物品。 北上镇的住宅区, 玩家数量开始多了起来。 左边一个基地, 右边一个基地, 已经很少能看见在街上漫步的丧失。 有玩家在基地门口立上牌子, 寻求交易。 有玩家穿梭在小镇中运输物资。 玛雅估算, 北上镇勉强能养得起这些玩家, 再多就不行了。 不过, 如果没有生产能力, 当小镇物资搜刮一空后, 这些玩家必须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 一行人路过橄榄庄园, 林雾请大家等自己一会。 他拿了昨夜搜刮到的记号笔, 在橄榄山庄的标识牌下方, 加了一句话。 橄榄庄园招星, 包吃包住, 四把突击步枪手夹, 十十个人质, 还有两个名额, 欢迎新人前往庄园报到, 共建美好家园。 呵呵, 不在于能不能骗到人, 在于自己没花多少时间和成本。 林雾一直都惦记着杀害阿曼达后拿到的钥匙, 但面对庄园前满步的地雷和捕售家阵林雾也没有好办法。 希望有足够多的玩家上当, 为自己一步步地踩出一条路。 农场山庄的四辆自行车已经在路口等待, 快到达了农场基地。 农场基地有一个制作台, 一位三十出头的大叔接过林雾等人送来的瓶子和布条后, 立刻投入到燃烧瓶的制作中。 趁此机会, 玛雅为大家进行了介绍。 制作台大叔叫苏石主妇智力, 极致佳典。 他有木匠词条, 制作物品不仅可以节约少量材料, 而且还能加快制作时间。 双智力属性进一步节约了材料和提高了效率。 只要拿到一本相应的技能书, 就可以原地起飞。 血弹,男性,先弱瘦弱, 一米九的身高,体重才六十公斤, 全体属性,也是极致加点,擅长重兵器。 马魂,小帅哥,立体属性,善用盾气。 堂堂,女性,立名属性,擅长短刃和长刃。 莲花,女性,和灵物一样, 名体加点,擅长短刃。 在战斗安排中,不是八个人吗? 为什么是九个人呢? 玛雅解释,苏石晕诗, 他是纯后勤人员,没有任何战斗力。 这也是苏石慧选择全治加点的原因, 他一开始就打算好找个阳光明媚的风水宝的狗上两年。 互相认识后, 玛雅向农场基地成员说明农场基地将和暗影基地合并, 新基地名称为暗影基地。 农场成员没有意见。 这些人都是玛雅从死亡窝里带出来的人, 很尊敬和信任玛雅。 接下去,玛雅开始安排小队与战术。 兵分两路, 雪弹、石头、堂堂和玛雅四人守住要盗。 小刀、灵雾、 马魂和棉花处理教堂丧尸。 苏石不参与战斗, 他将留守农场做废品回收工作。 简单说明, 计划之后, 八人骑乘自行车到达山顶教堂路口。 八人首先快速清理路口附近的丧尸。 守军四人留下, 其余四人分成两组, 包抄教堂前后门。 小刀和灵雾一组, 马魂和棉花一组, 每一组都配置, 有盾气和利刃。 利刃在先, 盾气压后, 两组人很顺利到达目的地。 八点正, 两组人一起发动进攻。 后门进去是一个十平米的房间, 里面有十多只丧尸, 其中还包括了一只尖叫。 灵雾随即应变, 连续开启两次封刺, 闪到尖叫丧尸身后, 一刀先结果了他。 与此同时, 教堂正门传来尖叫的长音, 显然正门位置的棉花, 没能顺利处理尖叫丧尸。 尖叫一声吼, 方圆百米内的丧尸, 全部向声音奔跑而来, 有些丧尸跑到悬崖下徘徊一会后散去, 有些丧尸顺着悬崖转圈, 顺利地找到了路口。 路口随之开战, 玛雅站在岩石上, 用弩箭砖杀尖叫。 伴随着丧尸越来越多, 玛雅射向尖叫的箭矢, 屡屡被其他丧尸挡下。 守军中最勇猛的当属血弹, 他拿了一把15公斤的大锤子, 轮圆了一舞, 面前一片丧尸, 全部被击倒。 其中两只丧尸直接抱头而亡。 可惜这一招太费耐力, 即使是全体加点的他, 在舞动两下后, 只能退后吃一颗口香糖, 原地站立等待耐力恢复。 灵雾所处房间太小, 丧尸太多, 疼不出手来。 这时候就是顿气发威的时刻, 小刀左敲右打, 打开一条路和灵雾汇合。 灵雾抽出了水管, 临时成为顿气打手, 和身边的丧尸开始了互殴。 小刀拳打脚踢锤子敲, 屡次地化解自己和灵雾危机。 因为小刀主力又有大卫王的力量加成, 他的伤害相当高, 不时有丧尸被打爆脑袋。 不过小刀的耐力也损耗得厉害, 这时候他附属性抑制的作用就体现出来。 耐力越低, 耐力降低的速度就越慢。 通俗点来说就是凭借意志在战斗。 房间内丧尸被小刀打乱后, 杀手灵雾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灵活闪躲, 刀刀致命。 加上小刀有意的保护, 灵雾大杀四方, 不到一分钟, 两人就解决掉十四只丧尸。 从后门朝前走, 这边是一条过道, 过道边上是六个房间, 过道上挤满了丧尸, 其中还有玛雅特别提醒的暴丧。 暴丧很有特点, 身高一米九, 肚子特别大, 脑袋特别小。 小刀一马当先挡住冲上来的丧尸, 燃烧瓶。 灵雾从背包中拿出燃烧瓶, 用打火机点燃布条后, 朝丧尸中扔出。 燃烧瓶裂开炸出无数火焰。 暴丧被火焰点燃, 原地战力全身发红, 身体开始急速膨胀。 灵雾双手抓了小刀朝后拖, 小刀一边挥舞双手, 一边双脚乱踢。 伴随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音, 整条过道丧尸被全部清理干净。 灵雾和小刀则被巨大的冲击 拨吹进小房间内摔倒在地。 怎么样? 灵雾问。 小刀回答, 右手轻伤, 右手打击力度和速度下降2%, 剩78点血, 感染度10%。 你呢? 无伤无感染。 小刀虽小, 但作为盾牌来说, 它是合格的。 过道的丧尸虽然被清理干净, 但是房间内还有丧尸。 六个房间的丧尸涌出房间, 重新占领了过道。 和此前的丧尸不同, 这批丧尸有五成是血丧尸。 血丧尸战斗力与普通丧尸一致, 但感染度翻倍, 咬上一口就是40%。 路口位置不停传来了尖叫的吼声, 伴随着吼声, 白米内的丧尸迅速汇集而来。 可想而知, 路口守军现在的压力有多大? 燃烧瓶? 小刀挡住丧尸道, 就算死也要把东西用干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今天拿不下山顶教堂, 所有人都得死, 没有人能逃得掉。 第二十二章 林武刚点燃燃烧瓶, 前门位置就传来了爆炸声音, 显然前门也点燃爆丧。 建教堂如此热闹, 路口处也不能再留守, 专职投手堂堂开始砸燃烧瓶。 不得不说热火器才是王道, 一个瓶子过去, 火传火地传导下去, 瞬间就在尸群中烧出一个大窟窿。 不过, 路口丧尸数量实在太多, 不一会窟窿就被补上。 燃烧瓶作用只是给几位守军提供了喘息回耐力的时间, 每个人的伤势和感染度都在慢慢增加。 好消息是为发现狂猛, 即使如此, 路口也守不了很久。 在尸巢面前, 利刃的作用大大降低, 盾气的作用大大提高。 玛雅早就想到了这点, 因此把燃烧瓶全部分配给利刃玩家。 前后门主攻队也不再考虑节约物资的问题, 燃烧瓶如同不要钱的丢向丧尸。 在燃烧瓶的加持下, 教堂前后门都掌握了优势, 丧尸也变得稀疏。 此时就看是丧尸先冲破路口防线, 还是玩家先清理干净教堂丧尸? 一旦丧尸冲破防线, 必须把范围内的丧尸清理干净才能建立基地。 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七名玩家全部杀红了眼, 好在还有冷静无比的玛雅。 他先确认守军们伤势, 再吩咐道, 堂堂, 留三瓶燃烧瓶。 堂堂, 只剩最后三瓶。 玛雅, 所有人后撤到最后防线, 点燃燃烧瓶, 阻截丧尸。 打手们转身跑路, 堂堂将一瓶燃烧瓶扔在打手们身后, 升起了一条火墙, 暂时挡住了丧尸们的进攻。 有几只倒霉丧尸被同伴挤到火墙上, 很快就一命呜呼。 当第一道火墙火势减小, 玛雅下令扔第二瓶, 然后是第三瓶。 三道火墙让打手们恢复了部分耐力。 雪弹一马当先, 轮垂飞舞, 扫倒一大片, 暂时遏制住了丧尸的势头。 玛雅知道石头, 雪弹两人感染度已经超过70%, 并且生命见底。 抬头看向一眼望不到边的丧尸群, 玛雅不禁有些绝望, 自己是不是犯了一个大错。 系统通知, 基地可占领, 条件, 五人以上。 玛雅喊, 石头组人, 自己拿上长刀补上石头缺口。 石头朝教堂狂奔, 两组攻击队跑出教堂, 到了一定距离后, 石头邀请入队, 四人同意。 石头继续操作, 点选统领制, 确认建立基地。 白光冲起, 安全区出现, 代表着基地正式建立。 玛雅立刻招呼守军朝教堂撤退, 大喊道, 拿武器。 统领制建立之后, 所有人身上只剩下一件近战武器。 石头等人冲进教堂喊问, 仓库在哪? 灵雾回应, 这边。 玛雅仓库申领手枪, 石头当然是点同意。 超上枪的灵雾在教堂大门口迎上了退却守军, 连续开了几枪, 只放倒一只丧尸。 玛雅一把接过手枪, 但系统提示, 物品需要入库之后再申领, 否则无法使用。 眼见来不及, 玛雅从身后搂抱住灵雾, 双手抓了灵雾的手握枪点射, 冲到两米之内的丧尸伴随着枪声一支支倒下。 很快, 棉花拿着第二把枪倒打, 不一会堂堂拎着短管猎枪加入战场。 石头冲得很急, 冲得很近, 让三把枪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两三米内弹无虚发, 枪枪爆头, 死亡一分钟后, 才刷目的丧尸尸体, 很快就堆积如山。 在前门枪声不断中, 石头优先建设医务室, 需要三分钟时间才能建成。 石头安排严重受伤和感染度超过50%的人排队上床, 每人先躺一分钟, 胜利就在眼前, 他可不希望有人倒在黎明前。 异物事件成时, 前门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 整整三分钟, 两把手枪和一把猎枪就没有停歇过。 玛雅看面前如小山一般的丧尸尸体, 到, 所有人上报受伤感染。 灵雾打开人物界面, 34%感染, 60点生命。 咦? 敏捷增加到六颗星, 并且获得技能快枪手。 消耗15%耐力, 可在10米距离内锁定目标开枪。 目前技能一级, 命中头部的概率为15%。 如果玩家射击经验丰富, 直接瞄准即可, 快枪手对他们来说是个垃圾技能。 这个技能对于灵雾这样的射击小白来说有不错的辅助作用, 爆头的概率虽低, 但最少能击中对方不至于枪枪拖把。 石头则在担忧山顶教堂的第一次攻城。 三把枪制造的噪音估计已经爆表, 到时候丧尸的攻城力度将会非常高。 如果只是普通丧尸, 三把枪还是守得住的。 如果加上一两只狂猛, 山顶基地逃脱不了GG的命运。 玛雅重新安排病床, 80%感染度的血弹先躺五分钟, 然后换马魂。 让石头将堂堂和棉花驱逐出基地。 他们赶回农场基地轮流躺床。 等他们伤势恢复之后, 撤销农场基地, 保护苏石前往山顶教堂, 完成加入基地的手续。 在玛雅安排调配之下, 农场和山顶基地两张病床硬是救活了八名伤员, 其中包含五名重伤员。 四个小时后, 苏石废弃了农场基地, 在堂堂和棉花保护下到达山顶教堂。 至此, 攻占山顶教堂的任务在不损失一人的情况下, 全部完成。 通过一次生死之间的战斗, 农场基地和暗影基地的融合堪称完美。 两个基地成员互相接纳了对方, 此前内心所有顾虑都随之烟消云散。 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个基础包, 基础包入库之后可以小心土木。 山顶基地属于中小型基地, 一共有九个建筑单位, 其中包括两个露天大型建筑单位。 石头召集大家在医务室开会, 说明了基地情况, 大型单位可以建造强力设施, 比如野战医院和兵营, 野战医院可容纳两张病床, 兵营可容纳六张睡床。 同时, 因为属于露天单位, 也可以建造菜园和畜牧场等。 不过条件是, 最少有一名基地成员拥有农学类或者畜牧类技能。 玛雅道, 小单位建设宿舍最多四张床, 我们有九个人就需要牺牲三个小单位。 我建议建设一个兵营, 再拿一个小单位建造宿舍。 一共有十张床, 我们还可以再招募一名成员。 石头召, 露天宿舍居住者会降低15%的士气。 问题就出在这里, 谁住露天的兵营, 谁住室内的房间。 玛雅道, 在此之前, 我建议先分配私职, 后勤人员可以受一些委屈住兵营, 要尽可能保障外勤人员士气。 目前纯后勤人员只有石头和苏石, 其他的都属于战斗人员。 石头道, 具体工作由你分配。 第23章, 溜达。 玛雅没有客气, 当然不让道, 我们要尽快搜刮干净附近的工厂、 公寓和商业街。 特别要注意建材包。 宁可让建材在基地烂掉, 也不要留下。 缺乏建材情况下, 其他玩家无法在我们附近立足。 灵雾, 棉花, 你们负责夜班搜刮, 不破坏不拆除。 雪旦, 堂堂和马魂负责白班的破拆工作。 我和小刀负责白天的搜刮, 同时协助破拆组工作。 我会详细拟定一个行动表, 请大家严格执行行动表上的项目, 不要随心所欲, 想去哪就去哪。 否则不仅是被公办, 而且在发生意外时难以得到支援。 此外, 在其他人工作期间, 留守人员要做好支援准备。 玛雅道, 这里要特别注意二号公寓楼, 这栋公寓楼内全部是血丧尸。 我认为周边的血丧尸都来源二号公寓楼。 暂时不清楚二号公寓楼内有什么, 但非必要不要接近二号公寓楼。 接下去是武器配备,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施统领制, 申领各种物品需要统领或者两名副统领的同意。 石头是统领, 我是副统领, 为了避免尴尬破坏和谐, 有些事不要做。 玛雅道, 目前只有一把重兵器, 专属人员是血弹, 其他人不要申领。 金刚匕首是灵雾的戾气, 大家也不要申领。 夜班可以申领我的弩剑, 白班最好不要申领。 目前只同意灵雾配备短管猎枪外出, 携带四发子弹, 理由是他是现在唯一有可能单杀狂猛的人。 玛雅继续道, 非工作时间精力充沛情况下, 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训练。 目前来看, 小刀和马魂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我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其他人只能自行摸索。 石头翻译, 玩游戏吗? 当班就工作, 休息就睡觉, 有富裕时间就打怪练集。 无论是工厂还是公寓或者商业街, 距离我们基地都超过700米, 因此我建议先弄一辆车, 用汽车来运输基础包, 绝对比人工运输基础包要有更高的效率。 玛雅点头, 可以, 现在是下午1点, 2点之前我会做出行动表, 白班工作到晚上8点。 两名夜班人员注意, 你们是分开行动, 前行为主, 尽可能不要惊动丧尸。 你们的主要工作不是收集基础包, 也不是收集垃圾, 而是收集高价值物品。 酒精, 抗生素, 武器, 种子, 技能书等等。 从视觉和听觉来说, 夜晚不利于玩家行动, 往往在发现危险时, 已经被丧尸团团包围。 上次灵雾和小刀搜刮仓库, 丧尸从四处涌入仓库, 如果不是因为仓库的空间够大, 他们当时会处于很被动的位置。 又不能浪费一个夜晚, 明体特制的棉花和灵雾 具备了比其他人更强的生存能力。 打不过, 最少还能跑得掉。 玛雅的安排很详细, 为每个班次规划出路线, 不要求他们工作成就, 只要求他们不破坏先后顺序。 如果有人摸鱼, 怎么办呢? 石座对此并不担心, 他知道有一种东西叫集体荣誉感。 别人带十个单位的材料回来, 你带八个说得过去, 带五个也勉强说得通。 如果你只带一个材料回来, 必然要考虑集体对你的看法。 目前缺乏基础包, 只建设了兵营、宿舍、 衣物室和制作台。 散会后, 夜班的灵雾到处瞎逛, 逛到了制作台。 看见苏石正拿了一张纸图图写写。 好奇上前问, 老苏, 搞核弹吗? 苏石脾气很好, 回答道, 发电机, 我不喜欢黑暗。 没人喜欢黑暗。 灵雾看图纸, 缺什么材料? 玩家可以自行组装出发电机, 但其中难度非常高。 最好的办法, 就是解锁组装发电机所需要的技能, 解锁技能需要技能书。 灵雾玩了一天下来, 去了很多地方, 摸了无数尸体, 只有在昨晚PK中摸到一本管道学。 真想招魂, 把那位死去玩家弄出来, 问问人家是在哪弄到的技能书。 苏石脾图纸, 要几个线圈。 但是我不清楚线圈内的材料, 怎么添加都制作不出一个完整的线圈。 普通物品可以合出来, 复杂的机械没有技能, 根本做不出来。 灵雾, 你来得正好, 我申领你的手电, 石头说需要你同意。 灵雾问道, 晚上你还要加班? 苏石道, 不, 我猜测把手电拆了, 可以获得制作手电的系统图纸。 猜就拆。 苏石道,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 我拆了菜刀, 获得菜刀图纸。 拆了火炉, 获得火炉图纸。 我现在能制作菜刀和火炉。 灵雾摇头, 我觉得, 博赌是一个非常坏的行为。 小气鬼! 灵雾转念一想, 啊, 我早先摸到一片芯片。 你可以尝试把芯片拆除, 看能不能获得芯片的图纸。 如果可以, 手电任你拆。 苏石立刻去仓库翻找到芯片, 申领到芯片, 把芯片拿到工作台后, 毫不犹豫就把芯片给拆了。 等待了好一会, 苏石对眼巴巴看自己的灵雾道, 没事了, 你去忙吧。 灵雾翻白眼, 这时候应该有声谢谢。 谢谢。 老苏! 灵雾灵光一闪, 工厂附近有个变电器, 我们把变电器拆来, 能不能当发电机用? 苏石皱眉, 我学的是木工, 电工这一块, 我不是很熟悉。 话说变电器和发电机, 有必然的关系吗? 灵雾反问, 你这个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苏石回答, 构想。 我正在构想一个燃烧推动的活塞, 活塞运动后, 推动发电机产生电流。 灵雾道, 因此, 我们需要先制造一个发电机, 才能制造一个发电机。 完蛋, 基地核心工匠好像不是很靠谱。 苏石被问住, 好久问, 怎么发电? 灵雾回答, 会不会是能量推动一个转盘, 转盘和某些物体摩擦后产生电流。 雪蛋运输基础包回来, 见到两人在制作间鸣思苦想, 问, 遇见难题了? 灵雾转头问, 雪蛋, 你知道发电机工作原理是什么吗? 雪蛋回答, 能量推动磁铁移动线圈, 线圈产生直流电。 发电机内部装有粒磁绕组, 当通上直流电后就会粒磁, 产生磁场, 通俗来说就是变为电磁铁。 发电机由钉子和转子两大部分组成, 钉子由三项绕组与三项对称绕组组成。 苏石和灵雾听了目瞪口呆, 雪蛋说完补充一句, 我是工程师, 灵雾抓狂。 你一个工程师, 为什么不务正业呢? 雪蛋回答道, 我在蓝星读了四年机械工程学, 再念了三年研究生, 又干了三年工程师。 好不容易玩个游戏, 难道还要当工程师? 不腻吗? 这话说得两人哑口无言。 雪蛋抡起十五公斤的大铁锤, 兴致勃勃道, 走了, 开工去。 苏石无奈道, 我还是专心搞废品回收。 第二十四章, 宝物深藏。 灵雾不服气, 叫注入过的石头。 石头, 你这么没有特点, 以前是干嘛? 石头怒, 你说这话很伤人的知道吗? 灵雾呵呵陪笑, 我就是好奇, 你的职业是什么? 石头拉了拉衣服, 傲然回答, 老板。 走人? 哦, 苏石和灵雾一起点头, 这个答案在意料之中。 苏石问门前经过, 堂堂, 你在兰心职业是什么? 堂堂愣了好一会, 才回答, 罪犯。 卧槽? 这个牛掰。 怎么了? 堂堂一问, 监狱伙食好, 生活稳定, 不用工作, 里面的人来自五湖四海, 人才济济, 有什么不好吗? 灵雾小心问, 你是故意犯罪? 堂堂摇头, 也不算故意。 那是。 堂堂道, 大学毕业后, 按揭买了一套房, 还不起房贷房子, 被拍卖后, 还到欠银行一笔钱。 银行说, 要么还钱, 要么坐楼。 苏石举大拇指, 敢按揭买房, 佩服佩服。 狠人啊, 一般人是不敢把自己未来三十年和房子捆绑在一起。 聊到这话题, 堂堂招呼附近的棉花问, 棉花, 棉花, 你在蓝芯是做什么的? 警察, 棉花是基地中化最少的人走到制作间外, 到苏石撬锁工具。 我做了一批, 仓库友。 好, 虽然感觉警察拿撬锁工具有些违和, 但棉花是目前询问人中最正常的一位。 苏石告诉林雾, 马魂在蓝芯是一名厨师。 至此, 除了玛雅和小刀之外, 林雾已经知道了所有人的职业。 林雾对小刀职业不感兴趣, 他好奇的是玛雅的职业。 苏石和林雾连续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 大家都觉得玛雅不太好亲近, 也认同玛雅的组织能力。 在两人八卦中, 一辆破破烂烂的红色皮卡被玛雅开回了基地。 大家纷纷到教堂外停车场查看基地的第一辆车。 最关心的当属汽车的运载能力, 系统显示, 这辆红色皮卡车拥有六个基础包空间。 后备箱可以运输整体家具和家电, 不能运输破布、 酒瓶等能装入背包的小件物品。 酒瓶度为30%,可使用汽车修理工具修理, 拥有汽车相关专业能发挥出修理工具100%的作用, 否则只能发挥出50%的作用。 有车就舒服了, 不仅解放双腿, 最重要是效率大大提高。 白板五个人来回跑一趟路上需要十分钟, 只能运回五个基础包。 坐车来回五分钟, 车上可以放六个基础包, 每个人可以携带一个基础包, 一趟就能运回十一个基础包。 玛雅给所有建筑打上编号, 林屋的工作顺序是商业街1-5号, 要求尽可能仔细寻找任何贵重物品。 商业街的前面是一条公路, 四条对向同行车道, 中间铺设有绿化带, 十几盏昏暗的路灯。 商业街的背面下去是一个河边公园, 一直延伸到工厂。 商业街的对面是五栋七层的公寓, 公寓的背后是一个未完工的工地。 在所有建筑中, 最醒目是二号公寓楼。 二号公寓楼全部是血丧尸, 而且公寓楼表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血物。 玛雅推测在没有防毒面具情况下, 进入血物区域会导致感染。 因此, 今晚林屋还有一个支线任务, 在一次搜刮结束准备回家倒垃圾时, 如果自身状态良好, 潜入血物覆盖区域当一回小白鼠。 搜刮物品被玛雅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贵重品, 越贵重的物品藏匿的越深。 第二类是基础包, 基础包比较明显, 也容易寻找。 第三类是完整的小物品, 比如螺丝刀、果冻之类的东西。 第四类是废品, 包括了破拆后得到的塑料、 金属、碎布、电子元件等等。 出发前玛雅特意找了两名夜间搜刮手, 说明搜刮事项。 这不禁让林屋怀疑, 自己再拿到两把手枪的海军纪念品商店, 是不是错过了一些好东西。 一号商店是办公用品店, 提供复印和打印等服务, 并且出售小型办公用品。 林屋摸了一圈, 基本都是零碎。 大头针两盒, 区别针一盒, 定书针一盒, A4值两包。 按照玛雅的提醒, 林屋把电脑桌移开, 找到了暗藏在地下的一个保险柜。 保险柜需要六位密码, 保险柜边有一张便签。 老板, 我修改了密码, 新密码你可以在店内老地方找到。 还解谜? 卧槽一个线。 这还没完, 在寻找密码时, 林屋无意发现了空心墙, 用牛排刀慢慢挖开后, 发现一个嵌入铁盒, 上面有一个按钮。 林屋按下按钮弹出界面, 出现一个八成八的数字滑融道, 把打乱的数字按照顺序排列好, 就可以打开铁盒。 系统说明, 智力影响难度。 卧槽, 两个钟。 卧槽三个后是吊顶, 拆开每一块吊顶之后, 林屋在里面发现了一本技能书, 电子穴。 卧槽的原因是, 果然如同玛雅所说, 好东西都藏得非常深, 林屋继续怀疑自己在海军纪念品商店错过了好东西。 把书本扔进背包, 林屋离开一号商店。 保险柜和华融道的请专业治理人士来解决。 二号商店上锁, 林屋拿出开锁器桶了几下就打开, 刚要推门进入, 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咕咕声从二号公寓附近传来。 因为只有路灯照明, 林屋看不见公路对面公寓的情况, 考虑到距离较远, 林屋没有再理会摸进了二号商店。 系统是个老鹰贼, 二号便利店藏匿了四只丧尸。 一只在货架下, 就等玩家经过抓腿吃饭。 一只在货柜后, 站立在死角睡觉。 一只趴在天花板边缘隔层, 玩家经过就会掉下去。 最后一只躺在收银台下方的柜子中。 一号商店, 只有两只趴在地上睡觉的丧尸, 成功麻痹了林屋。 二号商店反常规的藏尸法, 导致警惕心下降的林屋被接接实实地抓住肩膀。 好在封刺及时启动, 才让丧尸随后来的一口落空。 不过封刺冲击撞倒了不少物品, 发出很大声响。 林屋解决面前丧尸后, 立刻溜出二号商店, 钻入一号商店关上门。 不一会, 就看见一号商店的窗前, 晃晃悠悠地走过几只丧尸进入二号商店中。 该死的是一只尖叫丧尸, 就停在一号商店的门口七米位置。 林屋盘算如果自己开门后冲向尖叫, 可以在尖叫发出声音前解决它, 不过必然被附近的丧尸发现。 要么灭掉这一批丧尸, 要么就带着丧尸离开商业街。 这两个选择都不坏, 但林屋对咕咕声心有余悸, 直觉告诉他现在惹麻烦不是一件好事。 等待了大约五分钟, 丧尸们才慢慢散去, 林屋解决掉尖叫后返回基地。 第25章, 阵亡。 嗨, 林屋和石头打个招呼。 石头? 怎么就回来了? 林屋, 玛雅呢? 石头道, 在睡觉。 哦, 石头不满, 嘿, 我才是老大, 有事可以和自己说吗? 林屋道, 你需要调整工作内容。 石头朝后院一指, 道, 玛雅在兵营。 切, 幼稚。 室内四张床原本都安排给女生, 但是玛雅拒绝了, 理由是她喜欢露营。 几个男人不好意思站室内最后一张床, 于是全住到兵营来。 露天床减少15%的士气,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要去除降低15%的士气的属性, 必须将兵营升级为豪华兵营。 豪华兵营不仅反加15%士气, 还能再加两张床。 升级豪华兵营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基地一名成员的生活技能为建筑师。 一看就知道, 建筑师绝对不是初级生活技能, 目前不清楚建筑师是什么生活技能的升级版, 需要升几次。 第二个条件是一个问号。 想来只有出现建筑师之后, 才能看见第二个条件。 从实景建筑来看, 兵营并不差。 每个单位虽然空间不大, 但都设置了屏风门, 给人提供了一定的隐私环境。 每个单位为双层结构, 上层是睡床, 下层是书桌, 上下层免费赠送一根小蜡烛。 林雾找到写有玛雅名字的房间, 敲屏风。 如果主人在家, 屏风关闭, 外人无法进入其中。 很快屏风拉开, 玛雅请林雾进入自己房间。 因为空间太小, 玛雅回二层的床, 林雾则坐一层的椅子与玛雅交流。 林雾先说明了, 一号商店需要致力支援的情况。 玛雅表示了解, 明天白天会安排人护送苏石去解锁。 接着林雾询问, 你们白天在商业街和公寓附近活动时, 有没有听见咕咕的声音? 声音听起来有些低沉, 但是穿透力非常强。 玛雅很肯定回答, 没有。 林雾点头, 好吧, 晚安。 玛雅叫住林雾, 因为这件事, 你特意回一趟教堂。 林雾点头, 虽然你的语气带有质问的态度, 但是我的回答直接肯定。 玛雅斟酌片刻, 道, 取消今晚探查二号公寓的任务。 好。 林雾拉开屏风, 自己面前左上角出现一个竖直跳动, 减百分之二十的士气。 林雾竟已打开基地界面, 只见山顶教堂基地的目的中 有了第一位住客, 棉花。 基地瞬间热闹起来, 在工作和休息的人都互相打听, 棉花死了。 怎么死的? 棉花今晚的任务是搜刮一号公寓楼。 晚上八点, 与棉花一起到达商业街附近后, 林雾和棉花就分道扬镳各自行动。 林雾也多次注意一号公寓楼附近的情况, 一直很安静。 玛雅要求棉花和林雾 各自携带一个燃烧瓶, 谁需要帮助就点燃燃烧瓶。 突发情况, 石头立刻在后院篝火边召开会议, 整个教堂也就篝火那边亮一点。 基地士气是系统数据, 石头认为真人士气更为重要。 今天本是一个好日子, 九人种植成城拿下山顶教堂, 士气高昂。 没想到, 当晚就折损了一个人, 甚至连原因都不知道。 玛雅首先解释自己夜班派遣的思路, 棉花和林雾都是明体双点, 区别在棉花主体复利, 两人都具备相当不错的逃生能力, 因此才会安排他们夜间工作。 最后补充一句, 他没有要求棉花或者林雾 在返回基地时必须通知另外一个人。 这句话是为林雾开脱。 玛雅言词中有承担调派失误, 导致棉花死亡的表述。 林雾说明自己听见的异常声音, 他认为公寓楼附近存在便衣丧尸。 对此, 小刀等白班人员并不同意, 马魂整个白班都蹲守在二号公寓附近, 除了尖叫丧尸和爆丧之外, 没有发现其他便衣丧尸。 血丧尸不能算是便衣丧尸, 只能说是加强性丧尸。 林雾坚持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二号楼附近存在未知的便衣丧尸。 林雾道, 我们第一次遇见狂猛, 事先经过准备, 主动引他到基地, 最后还是付出了两人重伤的代价。 如果是第一次偶遇狂猛, 我认为没有人能活得下来。 今晚我没有听见狂猛的声音, 以棉花的情况来说, 面对普通丧尸几乎不存在逃不掉的情况。 因此, 我坚信公寓楼附近最少有一只 我们没见过的便衣丧尸。 林雾道, 要证明有还是没有, 去看一看便知。 我单独去。 玛雅道, 白天再去。 林雾不同意, 你们白天没有发现或许不是偶然原因, 或许这类丧尸只在夜晚出没。 苏石, 能做个冲天炮吗? 苏石回答, 没有问题。 玛雅不再劝说, 基地存活能力最强就是林雾。 如果林雾在有戒备心态的情况下, 还是被丧尸给挂了, 说明基地中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林雾申领装备, 带上手电、 匕首、 冲天炮、 打火机、 口香糖、 短管猎枪和四颗猎枪子弹。 临行前林雾对石头说, 如果自己死了, 希望他们能建设好基地, 自己复活后会想办法再回基地。 石头保证, 自己一定会预留一个名额等林雾, 让林雾遵守约定。 小刀送林雾到基地路口, 喂, 你跑快点。 嗯。 林雾一路前行, 到达商业街范围后, 遇见丧尸就杀掉, 一步步地慢慢靠近, 并且到达一号公寓楼附近。 五栋公寓楼前三后二, 互相之间相隔五十米左右。 林雾驻足蹲深, 在一号公寓楼附近的灌木丛边, 不一会, 他听见了从二号楼方向传来的咕咕声, 无法判定距离。 林雾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并没有看见变异丧尸。 他静静地等待一分钟, 发现每十五秒响一次的咕咕声, 似乎在向自己位置靠近。 没有, 还是没有看见一边丧尸。 林雾手心开始出汗, 他认为声音距离自己不会超过二十五米。 商业街只有公路上有路灯, 两边黑七八屋, 林雾只能用手电照射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始终没有发现。 突然声音出现了变化, 从原来的咕咕变成了咕, 并且频率开始加快。 其声势如同潜艇声纳, 伴随着驱逐舰的靠近不停地加快节奏。 不到一会, 孤声已经变成了三秒一次。 此时内心紧绷的林雾始终没有看见变异丧尸, 但耳朵告诉他, 有东西距离他不到十五米。 直觉告诉他, 这东西正在搜索他的准确位置。 第26章 盲浮 林雾当机立断把腿就跑。 他一动, 孤声就急促地响起来, 以一秒两到三次的频率跟随在林雾身后。 林雾抽出双管猎枪跑上公路, 风刺冲出三秒后转身倒地。 只见一个如同影子一般的生物从五米外扑向自己。 这生物身体外有一层黑色水晶, 如同被藤湖寄居的鲸鱼分不清楚这些水晶是外来物还是增生物。 他没有眼睛, 一张嘴在脸上显得特别巨大, 无比丑陋。 林雾使用快枪手技能扣下扳机, 猎枪几十颗钢珠喷吐而出, 一股脑打在生物的身体上。 过程如同钢铁相撞, 坚硬的外壳虽然挡下大部分钢珠, 但仍旧有少部分钢珠射入生物体内。 结实地挨了一枪, 生物飞出树米后因为疼痛在地上打了两个滚, 接着朝左边黑暗区跳去, 没入黑暗之中。 林雾站起来, 举枪对着公路左边的黑暗区域, 听着急促的孤声, 眼睛努力寻找对方的存在。 由于枪声的原因, 附近的丧尸朝公路聚拢而来, 林雾在原地等待一会无果, 只能在丧尸合围之下逃之夭夭。 商业区距离基地七百多米, 没有一点灯光。 林雾一进入黑暗, 就听见孤声随之而动, 在自己身后紧追不舍。 不一会, 林雾就将对方甩出了十五米外, 对方孤声也因此弱了下来。 兵营减百分之十五士气, 和棉花死亡减百分之二十的士气, 让林雾属性随之降低, 同样速度下所耗费的体力大大增加, 封刺和快枪手又消耗了百分之三十五的耐力。 林雾的耐力条已经见底, 吃一块口香糖聊胜于无, 放慢速度减少体力消耗。 这么一慢, 孤声就追了上来。 林雾本着鱼死网破的想法, 拿了猎枪停步转身。 耐力条开始恢复, 林雾面对黑暗, 听着急促孤声盯着耐力条, 当耐力条升到百分之十五, 林雾果断使用快枪手, 一发猎枪子弹打出去后, 如同打在一面墙壁, 火花四箭同时, 一个生物体重重摔倒在地。 该死的爆头绿。 林雾顺着声音再开一枪, 这一枪完全放空, 并没有击中对方。 林雾的猎枪还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静静等待, 生物估计也是被打怕了, 并没有立刻扑上去, 在林雾的左边不停游动, 寻找最佳机会。 林雾看着耐力条, 他本打算耐力回到百分之十五后, 再给对方一枪, 但听孤声他知道没有这个机会。 决断力满直的林雾扣下了扳机, 没有意外, 这次又打了一个空, 不过对方被吓着, 孤声退后了五米, 但又立刻向林雾而来。 林雾端着空枪静静听着孤声, 当孤声急促到一秒三到四次时, 林雾拔腿就跑。 在这次对峙中, 林雾利用最后一发子弹争取到时间, 恢复了百分之二十耐力。 他已经摸清楚对方的速度, 尽可能地降低速度, 以降低耐力损耗。 在奔跑中, 林雾从背包拿出打火机, 点燃冲天炮。 基地人员发现冲天炮之后, 立刻汇集到路口附近, 很快就看见了狼狈不堪的林雾。 林雾喊, 对我身后开枪。 麻雅举枪便射, 连续开了七枪, 发现有一发子弹如打在岩石上撞了火星。 由于没有电源, 路口处只有一根蜡烛, 没有人看见林雾背后有什么。 此时林雾冲进了安全区, 熟练地转身倒地, 拉动猎枪枪栓, 发现拉了个寂寞。 我的枪呢? 统领至, 基地成员回到基地之后, 除一把近战武器之外, 身上所有物品自动入库。 玛雅和马魂各自拿枪, 站立在林雾身边, 对着黑暗不要本钱的扣动扳机。 此时拿了显示镜的小刀, 虽然没在显示镜中看见生物, 但却看见了一个名字, 盲浮丧尸。 小刀立刻喊出来, 盲浮丧尸。 小刀伸出手指向名字位置, 指挥枪手射击方向。 他跑了。 小刀难以置信, 他竟然会逃跑。 他发出的咕咕声应该就是声波。 大家都听见咕咕声由近道远逃之夭夭。 玛雅收枪, 推测盲浮只在夜间出没, 以后夜班听见声音尽可能地躲远点。 石头拉起了地上的林雾, 没死就去病床上躺着。 没受伤, 没感染。 林雾有些丧气, 还没运气。 林雾用快枪手技能打中盲浮两枪, 但是两枪都没启动15%的暴头几率, 只是打在盲浮的身体上。 从对方重弹情况来看, 林雾推测猎枪暴头的话, 一枪就可以打死盲浮。 没受伤就好。 石头拍拍林雾肩膀, 领上物资去工厂区探雷去。 十八匹。 林雾不满道, 我还心有余悸。 心有余悸又不掉血。 石头也有些无奈道, 你不探雷, 别人遇雷必死无疑。 林雾惊讶道, 获得新词条, 叹雷气。 真的? 大家惊讶问, 还有这词条? 假的。 林雾领雾滋去了。 切。 唯一不为所动的是玛雅。 她看着黑暗道, 盲浮与狂猛虽然都是变异丧尸, 但狂猛应该属于刷新丧尸, 盲浮则是定点丧尸。 也就是说, 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遇见狂猛, 只有在一些地方会遇见盲浮。 二号公寓楼一定有天大的秘密。 石头补充道, 或者宝藏。 马魂道, 我们应该多弄点枪, 今晚人手一把突击步枪, 盲浮必死无疑。 堂堂建议, 明天白天, 我们把二号楼灭了。 玛雅反对, 我们物资匮乏, 汽油用尽, 猎枪没几发子弹, 大部分人缺少系统攻击技能。 维持行动表不便, 尽快将附近能搬的东西, 全部搬空。 小刀问, 我去夜搬和灵雾一组。 玛雅不同意, 遇见变异丧失你, 会成为灵雾的累赘。 只能不懈地转头到一边。 他们聊天间, 灵雾拿好物资到路口, 悲壮道, 兄弟们, 如果我死了, 记得每天给我上炷香。 石头道, 我给你上两炷。 谢谢你。 不客气, 赶紧去吧。 石头招呼, 按照值班表留一人在基地闲逛, 其他人都去休息。 成员在基地那时, 在右下角会出现一张电子地图, 绿色的点代表基地成员。 如果有外人或者丧尸入侵, 其会以红色的点呈, 陷在地图上。 要保证基地安全, 必须留有一名守夜人或者守日人。 目前山顶基地除了子弹无限之外, 只有一个耐力回复双倍的优势。 在想巩固防御, 加强守方优势需要建造各类防御建筑。 如港哨, 地雷防御阵, 自动炮台等。 以现在玩家水平来说, 能建立的唯一防御建筑只有港哨, 在视线范围内大大提高枪支的命中率。 港哨还有一个作用降低基地噪音产生的威胁度。 作为基地老大石头对威胁度感到不安。 今天建立基地后, 三把枪为了对付丧尸不停地制造噪音。 对付盲伏两把枪连续射击一分钟。 目前, 基地威胁度已经达到三颗星。 没有人知道三颗星意味着什么, 也不清楚什么时候会爆发丧尸工程。 此外, 还有一个小麻烦, 雪蛋会打呼。 这是磁条自带的能力, 雪蛋也没办法。 打呼会影响其他人睡眠, 导致疲劳度恢复减慢。 好在每个玩家正常情况下, 只要休息五个小时, 夜晚漫长, 影响不大, 只是一个小麻烦。 第27章, 生病。 工厂有一种新的普通丧尸, 和普通丧尸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戴着安全帽。 这对利刃一族来说相当不友好。 好在灵雾有一把锋利刺条的匕首, 不过戳了七八之后, 看着耐久度掉了十来点, 灵雾心疼得很。 琢磨着明天再去橄榄庄圆逛一逛, 看能不能再与可爱迷人的阿曼达。 从安全帽丧尸, 灵雾推测出游戏中很可能存在一种非常麻烦的普通丧尸, 那就是头戴头盔, 身穿板甲防弹衣的士兵类丧尸。 工厂搜刮不是灵雾擅长的领域, 于是拿出笔纸记录建材包的位置, 除了建材包还是建材包。 此外就是铁钉之类的重货, 贵重物品则是毛都没看见。 工厂面积很大, 一个主厂房两层, 厂房前面堆积了叉车等机械和大量板条箱。 厂房的后面是一排小仓库, 里面也是以板条箱为主。 因为面积大, 丧失密度比商业区低很多, 灵雾闲停信步, 如同自家后花园一样到处闲逛。 上了二楼, 这边有三间办公室, 分别是总经理办公室, 人事和财务办公室。 总经理办公室很不符合他的身份, 里面堆积各种垃圾杂物, 办公桌也是小得可怜。 唯一吸引灵雾注意的是墙角的一个保险柜。 灵雾尝试搬动, 对方却纹丝不动, 查看保险柜的名牌, 上面写着参数, 三百公斤。 没带小刀来, 真是失策。 灵雾从办公桌抽屉拿到一把钥匙, 插入后发现就是保险柜的钥匙。 但在哪输入密码或者指纹呢? 找了半天, 灵雾只见到保险柜正面有一个旋转钮。 手电照射下, 可以看见旋转钮分成两套, 一套圈在外, 旋转钮在内, 上面如同手表一样刻有一道道印痕, 也有0、5、10、15、一直到60。 每点智力的灵雾决定不理他, 再搜找到一根鱼竿, 一本便签帖纸, 两根签笔, 一支水笔, 还有十几枚银币和5000元钞票。 灵雾拿起桌子上的相框, 里面是一家三口的合影,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照片背景是一个湖心岛, 一家三口坐在野餐店上, 店子内摆满了食物和饮料。 灵雾放下相框, 打开一份文件夹, 吹掉里面的灰尘是一份供货合同。 灵雾准备放回去时, 一个小本子从文件夹内滑落。 灵雾拿起来一看顿时来了精神, 这是一本持枪证。 持枪证里有一把枪支的照片, 还有枪支的参数, 这是一把AK突击步枪, 弹侠容量30, 使用的是7.62毫米步枪子弹。 和之前拿到小手枪和裂枪相比, 这才是一把真正的枪。 灵雾开始翻箱倒柜, 找到一张电费单, 电费单显示, 这位总经理住在5号公寓的7楼01号房。 有意思, 这游戏有意思。 从合理的地方安排线索, 让玩家自行寻找。 灵雾把电费单扔到包里, 再次仔细搜索无果, 于是去了财务办公室。 整个工厂黑七八乌, 手电式直射光源, 整体感觉恐怖无比。 不过经常在夜间和丧尸面对面的灵雾, 已经习惯了这种气氛。 抬头突然看见面前的丧尸, 他也能控制情绪, 处理危机。 在与狂猛和盲俯打过交道后, 灵雾深知没有动静并不可怕, 最怕就是听见各种古怪的声音。 灵雾实在不想再当小白鼠, 去和其他未知生物再进行亲密接触。 这就是工作, 整个基地灵雾是最适合当小白鼠的人。 特别在棉花死后, 灵雾内心产生了自己不当小白鼠, 谁有资格当小白鼠的想法。 灵雾和棉花不是很熟, 感觉人不错。 死了才两个小时, 灵雾发现自己已经想不起来棉花的长相。 胡思乱想中结束了财务办公室的搜刮, 出门转身, 一只丧尸就在灵雾的面前。 灵雾有被吓着, 下意识启动风刺, 弯腰划不到丧尸身后, 一刀截裹了他。 心大同事也心细, 经验加成之下, 灵雾现在算得上夜间搜索的老手。 通过手电照射窗户, 先看清楚办公室内的布局。 进入办公室后, 人靠墙体移动, 避免被左右两侧突然出现的丧尸攻击。 摸掉办公室内睡觉和游荡的丧尸。 完成清理工作后, 先出门查看走廊是否有丧尸。 确定没有丧尸后, 回办公室关上门, 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开始摸索。 人事办公室里, 最显眼是办公桌上一叠资料, 里面有所有工厂工人的资料。 灵雾随手翻看了几份, 发现资料中隐藏着重要物品线索。 资料包含了员工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属于一名吊车司机, 照片中他外戴头盔, 外穿黄色工作服, 内衣别着一个个头不大的物品。 疑似对讲设备。 如果能拿到一个对讲机, 外出人员就能与家里电台建立联系。 对讲设备在游戏中属于必不可缺的物品。 灵雾取走照片, 认识的工作交给白班。 再翻看几份资料, 灵雾看见了一个望远镜照片。 想来, 照片内的人是工头或者主管, 因为工厂面积太大, 因此使用望远镜能更好地观察工人们的工作情况。 照片的背景是一排更衣柜, 工头的更衣柜敞开, 他拿了望远镜准备放入更衣柜中。 更衣柜的编号是011。 更衣柜在哪呢? 灵雾快速决断, 与其摸黑在工厂内寻找, 不如回去询问白班人员。 可怜的玛雅又被灵雾唤醒, 这次醒来她的精神明显有些颓废, 见些性睡眠可以恢复游戏中的疲劳, 但是无法修补玩家心灵的创伤。 该死的灵雾又偏偏有正事, 作为基地副统领, 外情主管的玛雅, 不仅不能发火, 甚至还要掩饰自己不高兴的情绪。 玛雅先拿照片, 用蜡烛和手电看了好一会, 或许是对讲机, 我安排明天白班优先搜索目标丧尸。 灵雾道, 明天白班不是优先去一号商店开保险柜吗? 玛雅昏昏沉沉, 手举起来不知道说什么, 好久才到一起做。 灵雾见玛雅这态度, 下意识伸出双指在玛雅额头一贴, 大惊, 卧槽, 你发烧了? 什么鬼? 灵雾震惊的不是玛雅发烧, 而是发烧。 这游戏竟然有发烧? 玛雅也不相信, 打开界面果然看见自己处于发烧状态。 发烧原因, 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导致暂时性免疫力下降, 被感冒病毒感染导致发烧。 玛雅想起来, 下午六点自己去了工厂边的河道侦查。 上岸后, 湿漉漉的衣裤让它很不舒服, 身体状态显示潮湿, 和喷溅的鲜血会刷新不同, 水不会被系统刷干, 一直到晚上九点, 玛雅才在篝火边烤干了衣物。 系统还是很有良知的, 对发烧解释很详细, 发烧期间, 生命、耐力、 感染至上限减半。 玩家会因为个体不同, 产生不同的反应。 解决发烧穷人的办法, 保持温暖超过12个小时。 中产的办法, 到病床上躺够三个小时痊愈。 富豪的办法, 服用退烧药, 可立刻清除发烧状态。 系统提示, 在拥有某两种药品后, 可在医务室合成退烧药。 第28章, 夜观工厂。 灵雾大呼小叫也吵醒了大家, 不能怪灵雾, 几人听说玛雅发烧都难以置信。 堂堂更是破阴, 发烧? 难以置信, 不可理解, 无法理喻。 去医务室躺着。 石头道, 我们拥有不少的医疗物资, 但是却无法做出成药, 得想办法搞个医生出来。 有不条, 有酒精, 通过手工可以做绷带, 捆绑在伤口上, 可以解除流血状态。 但绷带无法保存, 酒精很快就挥发干净。 灵雾道, 加油石头。 石头问, 怎么是我加油? 灵雾摊手, 你是老板兼职人事部经理, 基地没有医生, 你认为应该怪谁? 怪我没有搜刮到医生, 还是怪苏石没有合成出医生? 苏石点头, 觉得灵雾说得很有道理, 与灵雾欢快对掌。 石头无奈道, 好, 我加油。 对于老大石头来说, 好消息是, 工厂有大量建材, 明天白班开车出门, 一剥肥就可以大兴土木。 坏消息是, 每建造和拆除一个设施, 基地威胁度就会上涨。 今天攻占山顶教堂, 几个人是顶住了石巢的猛扑, 但今天没有出现狂猛。 哪怕有一只狂猛参战, 两个基地九个人都得交代在山顶教堂。 此外, 教堂目前居住环境很差, 没有水源, 也没有电力。 这两项对玩家生存没有影响, 但是对玩家士气影响很大。 特别是电源, 整个山顶教堂一到夜间阴森恐怖, 如同鬼屋一般。 此外, 很多设施需要水电才能建造。 灵雾在凌晨一点又回到工厂, 按照白班的指引, 找到了前往地下更衣室的道路。 推开门是楼梯, 楼梯下方是工人的更衣室和淋浴室。 可是刚推开门灵雾就听见狂猛的声音, 灵雾抽出猎枪靠在门边, 干还是不干。 不清楚地形, 正面硬刚的话自己很吃亏。 枪声一响, 整个工厂的丧尸都会奔赴而来。 放弃, 不值得为一个望远近茂这么大风险。 灵雾来时地路多了几只丧尸, 灵雾绕着走, 准备从工厂厂房后门离开。 一路上翘无声息, 干掉几只丧尸, 顺利到达后门, 又听见了狂猛的声音。 后门外不远是河边公园, 声音似乎就是从那里传来。 灵雾前行出门, 朝右走到高处, 用手电照射下方。 十几米外, 是五个小亭子组成的野餐休息地。 每个亭子下有一张桌子, 桌子外是岩石打造, 固定在地面的长椅, 五个亭子内未发现丧尸。 更衣室的狂猛太危险, 完全可以通过口头告知, 让白斑不要冒险。 公园这只狂猛居无定所, 不知道明天会出现在哪。 如果能干掉它的话, 对白斑来说能多一点安全保障。 灵雾小心戒备, 从高处斜坡慢慢滑下去, 狂猛声音已经消失了好一会。 灵雾没有大意, 靠近每一个亭子都先绕一圈, 查看亭子顶部和桌下是不是藏着狂猛, 顺便先将亭子附近的灵星丧尸清除干净。 这么一圈坐下来, 还是没有狂猛的声音。 而灵雾被第三个亭子吸引, 那边的长凳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公文包边还有一个婴儿推车。 在游戏中, 无论是玩家, NPC或者是丧尸, 都不会出现老人和小孩。 灵雾摸到第三个亭子下, 只听见头顶上传来一声轻响, 灵雾靠着柱子蹲下。 不一会, 亭子上方传来声音, 如同一个呼吸很重的人, 带出嗓子沙哑的鱼音。 这与音和狂猛的吼声完全一致, 区别在于声音很小。 突然一只狂猛从亭子上跳了下来, 落在灵雾面前一米多的地方。 狂猛见到人类, 照例要花费一秒时间吼一声通知丧尸同伴。 既然跟着狂猛的声音移动, 灵雾心中早有准备, 狂猛的声音还没发出来, 灵雾就拉动枪栓, 一喷子全打在狂猛的脑袋上, 狂猛被打飞出数米, 抽搐一下后不再动弹。 灵雾翻过桌子拿到公文包, 系统提示, 体积太大, 无法放进背包。 灵雾左手提着公文包, 划过桌子, 蹲伸右手摸狂猛的尸体, 意外地拿到一本技能书。 一来二去, 周边的丧尸已经包围而来, 灵雾来不及看技能书, 朝背包一扔, 手拎公文包朝外突围。 封刺从两只丧尸中间穿过, 一边尖叫丧尸见此豪不犹豫吹响了号角。 灵雾查看左右, 果断从后门回到工厂, 从满式机床的工厂厂房内穿过。 考虑到耐力, 灵雾不再使用封刺技能, 而是做出封刺动作从挡路的丧尸身边穿过。 相比之下, 飞系统动作要慢上很多, 反手刺出的机会不多。 依靠翻滚钻三板斧, 灵雾冲出工厂。 走正门是不行了, 灵雾攀爬上堆放在外的板条箱, 一直爬到顶部, 再从板条箱顶部一跃而出跳出工厂围墙, 落地后顺势打个滚, 站起来继续逃命。 一旦离开了障碍地, 灵雾一马平穿, 顺利地将所有丧尸都甩掉, 满血满状态回到了基地。 教堂这边人都没睡, 全部聚在安全区边缘看向工厂。 这一晚上折腾的够呛, 先是棉花之死, 然后是盲夫追击, 接着玛雅发烧, 现在又是枪声, 又是尖叫丧尸集结大军。 很快大家看见, 提着公文包, 一路小跑回家的灵雾。 见此情此景, 大家都觉得, 关心灵雾的死活, 完全是起人优点。 遭遇狂猛不死, 遭遇盲夫不死, 尖叫小尸巢, 对灵雾来说, 完全是小儿科。 灵雾没空关心大家, 为什么集体梦游, 回到基地后, 东西自动入库。 灵雾急到, 有技能书, 还有一个公文包。 玛雅一脸病容问, 什么技能书? 不知道。 玛雅在问, 公文包有什么? 不知道。 灵雾解释, 逃命呢? 石头边走向仓库边问, 哪来的技能书? 灵雾回答, 狂猛身上摸的。 玛雅惊讶问, 丧尸身上可以摸到技能书? 这么说起来, 自己好像错过了很多东西。 说不定, 其中包含了十几本技能书。 从此开始, 除了晕尸的苏石, 包括玛雅在内, 整个基地的人都加入了摸尸阵营之中。 嗯…… 灵雾点头。 第29章, 元灵学。 石头拿了一本书, 从教堂走出来, 元灵学可种植水果和花卉。 堂堂惋惜道, 垃圾。 水果成熟期太久, 花卉不能当饭吃。 玛雅不太理解, 一问, 明明是极品, 为什么是垃圾? 我们可以种南瓜, 番茄, 青椒, 橄榄, 西红柿和黄瓜等。 堂堂反一问, 你说的这些不都是蔬菜吗? 玛雅反反一问, 但谁告诉你, 这些不是水果? 在这的各位, 包括灵雾在内, 都觉得堂堂没错。 但是玛雅这口吻说明, 玛雅是对的。 因此, 大家选择默不作声, 不过表情没倾向性, 不倾向堂堂, 也不倾向玛雅。 玛雅科普道, 植物学中, 蔬菜指的是植物可食用部分, 水果指的是植物的果实, 南瓜等全是植物的果实, 并非植物根莖叶的一部分。 此外, 豆类, 黄瓜等既是水果, 也是蔬菜。 不太严格来说, 水果都属于蔬菜, 蔬菜未必属于水果。 园林学比起蔬菜学的面更窄, 但也是一本非常厉害的技能书。 石头问, 谁愿意学种地? 学了马上可以种菜。 灵悟, 你拿回来的, 你有优先学习权。 灵悟道, 对种花养鸟的兴趣不大。 小刀, 堂堂和马魂举起手, 表示自己愿意学这个技能。 拥有园林技能可主动给基地提供食物, 在任何基地都是核心后勤人员。 玛雅道, 关键在于进阶。 自身拥有园林或者农业词条的人, 更有机会进阶技能。 你们谁有类似的词条? 堂堂道, 我有花卉爱好者词条。 这词条好像有点擦边, 好像又没有用。 玛雅看其他人没有相应词条, 于是由堂堂学习园林学。 堂堂当场学习, 石头在后院建设花园, 堂堂生灵种子播种, 在完全不管情况下, 基地每天可收入一个食物。 如果基地有水, 食物产出量增加。 如果有化肥, 也能增加产出。 如果有电, 可以升级花园为大棚花园, 再一次增加食物收入。 还想要加强食物产出, 就需要技能进阶。 玛雅撞了一下身边的雪蛋。 你, 虽然我不好过问你欲言又止的举止, 但是架不住我好奇。 雪蛋侧耳在玛雅耳边道, 我是农灵机械工程师。 玛雅道, 但你不想在游戏里当工程师。 雪蛋点头, 也不想在游戏里种田。 玛雅对此完全理解。 从利益最大化来说, 雪蛋学习园林学对基地来说是最优选项。 不过玛雅和雪蛋都是俗人, 不具备主动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的奉献精神。 对他们来说, 尽可能不做不开心的事。 如果实在没人学玛零学, 雪蛋也会接下玛零学。 玛雅再次出发, 石头拉了玛雅的手与众心肠道, 好好活着, 不要搞事, 让大家睡个安稳觉。 实在不行你就去找个安全的地方看星星。 睡觉和食物对人类来说不可或缺, 但在游戏中又有额外的表现。 基地每天需要消耗多少个食物, 基地在上午八点前必须保证有相对硬数量的食物, 否则不仅食物会被消耗干净, 而且每个人都会出现饥饿状态, 疲劳度增加, 相对应的生命耐力感染值等上限减少, 消耗耐力增加, 受到伤害增加。 此外, 第二天必须保证双倍的食物才能消除饥饿状态。 如果第二天只有一天的食物, 那玩家会保持饥饿状态。 如果第二天食物仍旧不足, 玩家进入非常饥饿状态。 第三天食物仍旧不够, 人物就会死亡。 玩家也是人类, 因为游戏制对食物虽然没有生理的需求, 也就是不会饿。 但是不会饿的人类也喜欢美食。 能吃上好吃的东西, 大家都会很开心。 虽然这种开心对系统数据没有加成。 睡觉亦是如此, 每天必须入睡五个小时, 只要没有负面词条, 一般能在一分钟左右入睡。 因此, 可以通过零碎的睡眠来补充满五个小时。 这五个小时和基地食物一样, 都属于应付系统的行为。 而对很多人来说, 睡觉本身就是一种很舒适的享受。 希望被清晨的鸟语唤醒, 而不是被枪声唤醒。 简而言之, 就是生存与生活的区别。 因为农场基地附近食物充裕, 目前囤积了四十个食材, 足够八个人消耗四五天, 加上堂堂种植, 商业街搜刮, 短期内没有食物短缺的风险。 建材目前只剩下三个, 相信经过明天白班的搜刮, 建材就能满仓。 必须品医疗物资比较稀缺, 因为使用的是医务室, 每天只会消耗一个单位医疗物资, 一周之内基本上没有问题。 假如建设野战医院, 每天需要消耗两个单位的医疗物资。 汽油属于制作类非生存必需品, 十个汽油单位在目前来说足够用了。 最缺的是弹药, 基地弹药为零, 港哨每天会消耗一点弹药, 降低噪音威胁度, 因为没有弹药, 所以没有建立港哨。 此外, 就算拿到弹药资源, 目前也还无法制作子弹。 考虑到物资不会过期, 石头与病床上的玛雅商议, 多囤积弹药资源, 想办法制, 做成子弹, 存放在仓库中。 周边没有警察局, 没有军事设施, 找把枪都很困难。 更不用说收集弹药包。 要找弹药包, 必须知道军事设施的位置。 想知道, 位置需要地图, 详尽的地图。 可是去哪找详尽的地图呢? 林雾在二号工厂总经理办公室。 曙光偷懒, 两个工厂布局都差不多, 林雾照例拿起桌子上的相框, 这是一家七口人的合照。 合照背景是五栋公寓楼, 山顶基地在公寓楼的左边高地, 这张照片是站立在公寓楼右边高地拍摄的。 也就是说, 以公寓楼为中心, 山顶基地和照片拍摄地处于对角位置。 之所以关心位置, 是因为七人合照中有两人身穿军装, 一个是老头, 一位应该是经理的老婆。 这套别墅值得搜一搜。 林雾打算回基地叫上一两个帮手去看看, 又想起石头的叮嘱, 只能暂时作罢。 顺着工厂走, 走到天台, 天台上还有小半层, 林雾爬直踢上去。 上面没有丧尸, 有的是三个帐篷, 两处篝火, 还有烧烤架和木材。 猜测是工厂的人逃到这里, 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 看情况要么走了, 要么死了, 现场没有活人, 也没有尸体。 第三十章, 往事与历史。 林雾挺希望有几具尸体, 毕竟自己这把短管猎枪就是在尸体上拿到的。 想起这件事, 还有些后怕。 末日比丧尸可怕的是人类, 比人类可怕的是曙光。 林雾很小的时候, 就认识曙光。 第一次见面是小学三年级, 因为降雨, 林雾送给同桌妹子的生日贺卡被淋湿, 那是林雾精心制作, 花费了一周时间修改了无数次的贺卡。 因为贺卡中需要包含道歉, 祝贺, 我们还是兄弟之类的感情。 这场雨是曙光安排的人工降雨, 林雾向曙光投诉了曙光。 曙光很认真对待林雾的投诉, 毕竟它只是数据, 可以分身为每个人服务。 曙光认为, 他已经提前48小时通知夏雨, 他没有过错。 林雾认为, 学校与宿舍没有通知夏雨, 导致很多小朋友被淋湿, 他应该道歉。 曙光如果能向林雾道歉,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但曙光坚持不认为有错, 一个真人, 一个虚影辩论了两个小时。 最后林雾忍不住骂了脏话, 被可恶的曙光抓到这个小辫子, 将此事通知了孤儿院的心理辅导员。 第二次吵架是初考, 初考分数其实不代表什么, 但大家都希望有个好分数。 林雾偶然提前知道考试作文题目, 于是从网络上优秀作文中拼凑出一篇作文。 这篇作文得到了高分, 成为这所小学的优秀作文。 好作文会被录入系统供后人查阅, 但在录入系统时, 该死的曙光认定作文为抄袭。 最后虽然仍旧没炒赢, 但是林雾认为自己最多是作弊, 绝对没有抄袭, 因此并不服气。 这导致在未来的求学生涯中, 他经常去找曙光的茶, 当然无一例外地完败。 不过, 林雾是讲道理的人, 他对曙光有意见, 只是私人恩怨。 他和大部分人一样都相信曙光的公平与公正。 坐在天台想着往事寻找天空的星星, 突然额头一凉, 伸手摸去是一滴水。 林雾抬头看天空, 黑七八乌的什么都看不见, 举手电照去, 看见了雨点滴落。 虽然石头说过会下雨, 下雪, 但是林雾还是对下雨感到惊讶。 这边的三个帐篷, 每个帐篷大约有五平米左右。 林雾本着工作精神, 边躲雨边搜刮。 林雾想到盲符, 盲符在下雨天怎么听声变味呢? 林雾认为盲符是事实存在的, 并非到了夜间才刷出来。 也就是说, 盲符白天会躲藏在某个地方等待黑夜, 要杀盲符最好是白天动手。 拿了一本杂志钻出一号帐篷, 前往二号帐篷, 雨更大了一些, 天空一个霹雳闪电, 一瞬间照亮了大地。 林雾隐约感觉不妥, 这边没有高建筑, 没有避雷针, 再留在天台, 说不定会变成人肉避雷针。 林雾离开帐篷, 准备冒雨回家, 然后手电没电了, 世界瞬间变成了一片黑色。 突发奇想, 自己被闪电劈中后, 有没有可能给手电充满电呢? 现在怎么办? 乌云遮月, 没有一点光线, 雨不停地下。 林雾去了三号帐篷, 搜索一会, 找到了一节蜡烛, 点燃蜡烛坐在帐篷里, 听着雨声和雷声。 既来之, 则安之。 林雾拿出了自己一号帐篷搜刮到的杂志看了起来。 这是一本枪械杂志, 里面有各种枪支的介绍, 还有文章教导爱好者如何改枪, 这篇文章的作者展示了自己一把名为突袭者的AK, 最大的亮点是这把AK拥有150发子弹的超大弹侠。 为了避免卡壳, 作者取消了点发模式, 一扣扳机, 子弹就能如同潮水倾泻而出。 在文章的最后, 作者留了自己的地址, 欢迎枪械爱好者到自己家来参观。 这不就是二号公寓楼吗? 作者住址是四楼405房间。 果然到处是线索, 不过二号公寓楼目前是龙坛虎穴, 根本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 或者说里面有什么都不会让玩家们奇怪。 林雾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盲浮夜间在二号公寓楼首页, 是不是代表着如果没有盲浮首页, 自己就能潜入到二号公寓楼呢? 翻页, 是一个持枪大美女, 野性之美, 让林雾不禁多看了两眼。 接下来是一篇连载小说, 一名特种士兵的回忆录, 回忆录中提到了堡垒公司。 蓝星是一个矿产和能源稀缺的星球, 堡垒公司是蓝星最大的商业集团公司, 很多资源都是由堡垒公司从外太空星球挖掘运输到蓝星。 根据历史记载, 丧尸病毒在地球爆发后, 联国做好最坏的打算, 委托堡垒公司建立十个太空堡垒。 堡垒公司穷尽人类所有资源, 只建造出诺亚和方舟两只运输船。 据说, 当时人类的主要威胁不是丧尸, 而是防不胜防的病毒。 在病毒爆发的两年时间, 堡垒公司花费大量资金派遣特工, 雇佣专业人士深入各个疫区寻找零号病人。 也就因为堡垒公司的努力, 人类最终研制出一次性清除病毒感染的血清。 获取血清原料的难度非常高, 需要深入疫区找到血液, 在消灭血液之后才能获得十份血清原料。 由于病毒有长达数月的潜伏期, 潜伏期间无法检测出病毒, 其传播途径又无孔不入, 因此, 全球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在堡垒公司成功制作血清之后, 全球的士兵在联国调派下纷纷深入各地的疫区消灭血液, 这些勇士即使能活着回来, 十有八九也被感染了病毒。 即使没有感染, 也必须在指定场所居住满三个月才能回到聚集区。 外出危险, 聚集区物资短缺。 在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年后, 联国启动了救赎计划, 将所有血清集中在一起, 将二十万青壮年送上移民飞船。 在飞船上, 所有人同时注射血清, 以保证没有任何人携带病毒。 漫长的太空岁月中, 人类攻克了多个科学难题, 最伟大壮举就是曙光的诞生。 作为一个没有感情有自主意识的AI, 曙光接管了两艘飞船, 成为人类的管家。 因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 曙光很快就突破了量子层面, 到了粒子科技, 最后发展到暗子技术, 实现了空间跳跃, 成功地将人类带到了蓝星。 千年来对曙光最有意见是堡垒公司, 他们通过影视作品散播《AI威胁论》, 鼓动民众进行一轮轮投票, 希望可以取消曙光的权限, 由人类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 要消灭曙光唯一办法, 是人类反对曙光投票超过50%, 一旦超过50%, 曙光就会自毁结束自己的使命。 可惜, 每次反对方的得票都不超过10%, 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不在乎是人类统治还是AI统治, 他们在乎的是公平与公正社会与有保障的生活。 鼓光不直接管控民众, 他管控政府, 督促和监督官方按照法律做事, 因为他的能力过于强大, 没有任何官方工作人员可以逃脱他的监管。 如果有人叛乱当军阀怎么办? 鼓光是不会指挥民众和叛乱者进行对抗, 他会派遣鼓光护卫队进行评判。 这是一支各种黑科技加持, 单兵作战能力报表的军队, 他们只有一个职责, 那就是评判。 如果一个大区的平民通过投票希望被军阀统治, 鼓光不会进行干涉。 杂志中有堡垒公司招募佣兵的广告, 待遇给得非常好。 即使死亡, 在聚集区的妻儿父母也能拿到一笔不肥抚恤精。 血液是什么? 根据后人总结, 有人说是一只很恐怖的丧尸, 有人说是一个会生产丧尸的巢穴, 也有人说是每个医区的零号病人。 由于包含了多种官方说法, 导致后人无法判定血液的性质, 只知道有个东西叫血液, 可以从血液中提取到制作血清的原材料。 说不定游戏里会出现堡垒公司雇佣的NPC, 也就是说他们身上携带了大量的武器。 接下来, 下次见面就知道怎么打招呼。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招呼。 嗯? 堡垒特工伤亡惨重, 是不是当时疫区的居民都有自己这样的思想觉悟呢? 第31章, 早茶会议。 雨下了一夜, 到了清晨仍旧不停, 林雾只能冒雨回到基地。 第一时间到后院篝火烤衣服, 这时候真希望能洗一个热水, 再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 虽然这么做, 对系统数值没有加成, 但是人会感觉很舒服。 露天冰营影响士气是真实存在的, 床有遮雨棚, 但是进入冰营的道路湿搭搭, 混合着泥土踩上去很不舒服, 恨不得拖鞋后立刻上床。 住室内的小刀, 睡眼心疯坐到篝火边, 看着炉火发呆一会, 道, 睡得真舒服。 灵雾问题一直很多, 你那呆滞目光是因为舒服。 这叫纯净, 连岩屎都是最新鲜的, 懂不懂。 小刀横看了一眼灵雾, 好想喝一杯咖啡, 白开水行吗? 有咖啡豆, 但没咖啡机, 有咖啡机也没垫。 人工研磨一杯咖啡是很辛苦一件事。 小刀抽了下鼻子, 加茶叶, 绿茶。 灵雾去烧水, 找两个杯子加茶叶, 泡上两杯茶, 玛雅经过伸手拿走一杯, 谢谢。 玛雅指, 你的杯子是那个。 电台边的桌子上放了很多杯子, 形状各不一样, 是大家搜刮时获得的属于家具的物品。 这些东西对游戏数值没有任何影响, 因此不存在入库存说法。 灵雾找到贴了自己标签的杯子, 竟然是一个高档的保温杯。 玛雅解释道, 夜间比较寒冷, 随身携带一壶热水不是坏事。 谢谢。 玛雅举杯示意, 不用客气。 慢慢地, 大家都起床聚集到了篝火处。 作为领导石头, 趁机开了一个会。 昨夜玛雅拿回了一本电子学技能书, 谁有兴趣? 堂堂看着火光, 电都没有, 谁学啊? 玛雅插口道, 我手电没电了。 石头有些无奈道, 我可以建造一个发电机房, 但是没有发电机。 发电机房为基地提供电力, 每天维护需要消耗两点汽油储备。 好处是, 这东西只要两点汽油就能无限提供电力。 雪蛋道, 大部分工厂应该都配备有自主发电机, 位置多在地下室。 说到地下室, 灵雾告知大家一号工厂地下更衣室有一只狂猛。 这让大家有些头大, 要对付狂猛必须带枪, 小手枪对狂猛的伤害有限。 猎枪对付狂猛有奇效, 但只剩下七颗子弹得给夜晚的灵雾留着。 基地内无限子弹指的, 是在基地内射击不会耗费子弹, 并非可以补充无限子弹。 说到枪, 灵雾把自己收集的信息全部说明。 说完, 大家还在看则灵雾, 这家伙就不能自己交代吗? 想到什么说什么? 玛雅问, 还收集了什么信息? 灵雾回答, 堡垒特工的信息杂志在仓库里。 杂志里提到了有一名军火专家, 持有一把突击步枪, 弹下容量150发。 他住在二号公寓405房间。 玛雅有些郁闷道, 曙光开发的游戏比我想的要细节, 我们不能错过任何文本资料, 说不定其中就包含了非常贵重的物资。 因为灵雾在夜间的活跃, 白班要做的事情很多。 首先要护送双至加点运势的苏石去一号商店破解谜题。 其次是继续派人蹲守二号公寓, 还要侦查距离商业街的一套高地别墅。 那家人合照表明他们有两名军人, 谁不定别墅内能获得武器或者重要资讯。 此外, 要去工厂搜刮建材包, 破拆物品, 运输垃圾, 寻找发电机。 玛雅要侦查一号公寓, 考虑盲府守护二号公寓, 只能由白班负责一号公寓的工作。 等玛雅计划完, 灵雾想起了自己在公园拿的公文包, 申领公文包后, 回到篝火, 把里面的东西掏了出来。 里面是一张类似地图的东西, 似乎又不是地图。 玛雅接过去看了一会, 这是附近区域的三处哨卡地图。 推测是疫情爆发后, 军方在各种设立安全点和检查站。 高山观察哨塔。 玛雅走进雨中, 走到悬崖边, 指农场基地方向, 三公里外一处高山, 山顶有观察哨, 俯瞰左线郊区公路。 看了一会地图, 玛雅指向前往左线的公路, 七公里, 左线郊区道路上设立有军事哨卡, 路边不止有医疗收治营地。 这是好地方, 里面应该有大量的武器与医疗物资。 玛雅道, 最后一个是移动火车基地, 是军方应对疫情的指挥部。 火车线在距离我们六公里的西面, 贯穿北城左右两线, 无法确定指挥火车的具体位置。 说完玛雅看林雾, 林雾莫名其妙看大家, 发现大家都看自己, 怎么? 小刀道, 还有什么? 林雾无辜道, 没了。 玛雅道, 白天工作维持不变, 今晚我和林雾开车去一趟公路哨卡, 看能不能摸一些物资回来。 苏石给大家每人做两件羽衣。 没问题。 苏石回答, 虽然解决不了发电机这样的大货, 但对于羽衣这么简单的东西, 信手拈来。 说完后苏石问道, 我可以不去商业街吗? 玛雅道, 你自己做一个眼罩, 只要不四处乱看, 就看不见丧尸。 苏石接受了掩耳盗铃的办法。 玛雅交代, 苏石是常驻后勤人员, 林雾休息期间, 苏石不要离开基地, 也不要去休息, 必须留人守备基地。 守备基地人员随身携带冲天炮, 如果基地遭遇攻击, 就点燃冲天炮。 林雾协看天空, 这么大的雨, 能听见动静吗? 聊胜于无。 玛雅道, 我们缺少对讲设备。 林雾想起来了, 说道对讲设备。 小刀毫不客气, 一脚踩在林雾脚背上, 不是没了吗? 林雾气嘟嘟看小刀道, 这消息之前我会报过了。 玛雅当时发烧, 没记下来。 玛雅想起来了, 工厂内有一只特定的携带对讲器的丧尸, 还有一个笨重的保险柜。 小刀朝林雾咪笑, 然后拿起林雾的脚踩在自己脚背上, 我们平了。 林雾点头, 嗯, 幼稚中带有哲学。 即使活上几十岁, 别人打你一下, 你也会下意识打回来, 否则就有吃亏的感觉。 或许这是人类潜意识中追求公平的本能。 第32章, 猎人。 玛雅分配早班工作后, 简短的会议结束。 玛雅单独找了几个人私下交流, 石头本着老板心态, 旁听了一会就走开。 在石头看来, 战术训练这东西, 枯燥乏味。 白班上班, 大家穿上羽衣上车, 护送苏石前往商业街破解华容道。 这时林雾还不能休息, 他和石头担负基地的守护任务。 在今早会议后, 石头让大家把能顺手带回来的文本资料, 全部带回来。 作为一个老板, 在现实中可以不干活, 对于能科串情报分析员的工作, 石头表示比较满意。 林雾坐在篝火边看堂堂种植的南瓜, 这玩意长得很快, 昨晚种下去, 今早就结果。 不过结果不结果无所谓, 只要种下去, 每天上午八点, 就会给基地提供一个食材。 石头烧水泡茶, 见林雾看南瓜道, 食物情况比较乐观, 还有四天的存粮。 玛雅农场基地方向有丰富的食物和汽油储备。 即使如此, 每天九个粮食的消耗让我有点心惊肉跳。 每天消耗一个单位医疗资源, 几个建筑加一起, 每天消耗一个单位建材资源。 这些都是小事, 一个基础包就能开出四个单位资源。 唯独是食物消耗量让人无法接受。 石头道, 一旦搜刮干净附近的食物资源, 我们还无法做到自己自足的话, 麻烦就大了。 能不能换资源? 林雾解释, 前暗影基地附近现在有很多玩家, 少量玩家有技能书。 你说, 我们能不能去换几本农学技能书? 石头问, 用什么换? 林雾道, 枪。 石头连连摇头, 现在只有三把枪。 目前还不知道工程强度, 现在把枪换了, 我们拿什么手架? 林雾道, 说不定有比较合算的交易。 最多换一把手枪。 石头看向南瓜地, 道, 花园必须升级。 除了玩家技能升级外, 如果拥有水电也能升级, 还可以利用化肥增加收成。 如果都能实现的话, 这一块花园说不定就能养半个基地的人。 林雾道, 技能升级, 掌握水电之后, 把露天兵营拆除改作花园, 拿出三个小单位做宿舍。 我们就能满足生存需求。 石头道, 一共七个小单位扣除医疗室、 电力室、仓库和三个宿舍, 就只剩下两个小单位。 此仓库非比仓库, 此仓库增加基础物资囤积上限, 并非物品仓库。 石头继续道, 此外, 我认为的是, 不应该把宝鸭在一个人身上。 堂堂是爱玩的人, 不可能让他一天到晚蹲在家里。 只要外出就有风险。 基地需要两个具备农学技能的玩家。 不聊这些, 你对基地有什么看法吗? 灵雾摇头, 没有, 玩得挺开心。 没错, 开心最重要。 人生苦短, 特别是, 你这样无牵无怪的年轻人, 最重要是开心。 灵雾道, 仓库里有一袋米, 还有若干的红薯。 你说我们能不能煮个红薯粥, 让大家都开心一点呢? 石头来兴趣, 可以。 灵雾站起来, 虽然不饿, 但总想吃东西。 石头也站起来, 杂物间有个大盆子, 我们熬上一锅等他们回来。 白班送苏食队伍回来, 看着一锅浓浓的红薯粥, 不由食指打动。 小刀和雪蛋暂许不停, 虽然没有系统加成, 但是所有人的心情获得了加成。 队伍去了一号店, 玛雅找到了保险柜密码, 打开保险柜里面, 是一个枪械零件, 四倍镜, 可以安装在任意枪之上。 安装四倍镜之后, 可以在悬崖边狙杀在悬崖下公路游荡的丧尸。 四倍镜的距离为50米, 50米内能清晰看见丧尸和准星, 不需要计算湿度和风向, 也不需要考虑子弹弧线, 不过再没技能加持下, 准星会轻轻飘动。 一旦超过50米, 系统惩罚就慢慢加大, 超过80米后, 四倍镜完全丧失了本身的功能。 牛掰在任何枪械新手都有机会爆头。 距离丧失5米, 很多人未必能一枪爆头, 加装了四倍镜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小游戏。 智力极致加点的苏石, 面对的是三乘以三华绒道游戏, 轻松破茧。 里面是一本技能书, 书名为猎人。 这又是一本让大家拿不准主意的技能书。 目前基地已经有管道学和电子学两本技能书。 相比他们, 猎人更加直观, 容易理解。 不过进入游戏数天来, 没有人见过大型野生动物。 玛雅道, 我们拿到四本技能书, 只学了一本。 管道学和电子学暂且不说, 我认为猎人应该对基地食物能做出一定贡献。 苏石和堂堂先排除在外, 苏石需要对口的技能书, 堂堂已经学习了圆灵。 马魂举下手道, 我有厨师词条, 我想等烹饪类的技能书。 玛雅点头, 看向雪蛋。 雪蛋道, 我不如学习圆灵学。 坦白交代, 自己在蓝星是农机工程师, 也有相对硬词条。 大家商议认为, 除了笔试雪蛋之外, 雪蛋应该等工程类的技能书。 剩下几人是灵雾, 小刀和玛雅三人。 玛雅道, 我不清楚游戏里有没有, 我本人希望掌握战术类的技能。 如组队时我是队长, 所有人士气上升, 或者有精准度等队伍战斗能力加强。 灵雾看小刀, 小刀伸手, 两人锤子剪刀布, 灵雾胜出。 还没来得及安慰小刀, 小刀先祝贺道, 祝贺你成为猎人。 言语之中, 没有丝毫作假, 一时间灵雾分不清楚, 这是奸诈到纯真的小刀, 还是纯真到奸诈的小刀。 灵雾性格获达, 到仓库申领技能书后直接学了, 由于他没点智力, 学习时间需要三分钟。 大家闲聊等待, 中灵雾获得了猎人技能, 向大家念读。 初级猎人, 每天自动为基地增加一个食物, 系统射击精准度提高10%。 什么意思? 玛雅一听就理解意思, 到, 你的快枪手系统数据为15%的几率爆头, 因为猎人加成, 你用快枪手势爆头几率上升到25%, 也算是为你量身定做。 大家祝贺, 灵雾笑纳, 感谢基地, 感谢基友们的支持。 这个技能对灵雾来说不错, 但是对其他人只能说是一般。 虽然都能为基地提供一个食物, 但打猎和园零有本质上不同, 园零可以通过化肥、 水电来增加食物产出。 玛雅宣布下一步白班工作, 把灵雾发现的300公斤保险柜抬回家。 有车就是这么嚣张, 没车试试。 不过, 保险柜的重点不是开锁吗? 拿回基地后, 你能打开吗? 好奇宝宝灵雾还没来得及提问, 玛雅就带人走人, 交代灵雾去休息, 石头和苏石值日。 入睡后, 不久灵雾开始做梦, 作为清明梦控制者, 灵雾不拒绝任何梦境, 无论是恐怖还是噩梦, 它都能凭借意志扭转乾坤变成各种美梦。 灵雾梦中正美着, 石头敲屏风, 在外大喊, 小刀疯了。 第33章, 值日。 灵雾看时间是上午11点, 自己还缺少一个半小时的系统睡眠时间。 被人打断美梦精神和生理都很不舒服, 好在灵雾好奇心足够重, 起床后就跟随石头去了后院悬崖处。 小刀在悬崖边的公路搏杀丧尸。 灵雾一问, 什么? 石头, 看! 一只丧尸举着双臂冲向小刀, 待接近时, 小刀单手抓住丧尸的小臂朝后一拉, 自己朝左避开, 丧尸被借力打力拉倒在地。 小刀举其右脚, 一脚踩断了丧尸的脖梗。 卧槽! 第二只丧尸来了, 小刀如法炮制。 这时候, 来了三只丧尸, 小刀不紧不慢地一只只拉倒, 然后开踹, 一脚断一个。 第三只丧尸因为动了, 结果断的不是颈椎, 而是整个脑袋被踩爆。 西瓜豹将配上音效, 看得悬崖上的两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头皮发麻, 一起咬牙拽拳头。 咦? 玛雅骑了自行车过来, 和小刀交流了一会, 看着小刀烂杀点头, 似乎很满意小刀的所作所为。 灵雾忍不住大喊问道, 小刀, 你在干嘛? 小刀看见灵雾和石头, 开心挥手, 用双手乘船声筒撞回答。 我领悟了力量系统技能, 践踏处决。 践踏处决指的是整个过程, 拉倒丧尸为第一步, 损耗5%的耐力。 处决是第二步, 损耗5%的耐力。 不是疯了, 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灵雾对小刀这个技能, 不知道如何看待。 以基地目前玩家的装备, 大多数人可以从容丹, 对丹干掉丧尸。 虽然杀丧尸的效率不如小刀, 但作为技能, 似乎有些多余。 灵雾不敢下定论, 毕竟只是初级技能, 说不定到了高级技能, 小刀一跺脚, 方圆百米的丧尸被全部爆头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踩头动作, 激发了小刀的灵感, 还是兽性。 接下去的练习中, 小刀每一脚都对着丧尸脑袋踩去, 看得石头和灵雾不停抽冷气。 灵雾感慨道, 知道小刀好, 但好歹是女生, 能不能温和一点呢? 石头道, 不能这么说, 否则会有人问你, 有法律还是道德规定女生一定要温和吗? 灵雾问, 我应该怎么说? 石头手上嘴上一拉, 回答, 以我近四十年的阅历,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 遇见类似情况不要说话, 不要评论, 不要发表意见, 赞就对了。 灵雾道, 可是小刀我还要的? 年轻人, 成人的世界只有选择权, 没有改变权。 到了下午, 睡眠充足的灵雾感觉到一些无聊, 去仓库翻看垃圾, 找到几本小说。 小说写得很一般, 勉强能看, 可惜了, 叫瞎什么的作者一张帅豹的容颜。 让灵雾没想到的是, 一向只考虑工作效率的玛雾, 竟然踩单车送了一副扑克牌回来。 这把石头等三人感动坏了。 其他白班人员都在仓库, 他们准备真的把300公斤重的保险柜弄回家。 一个小时后, 玛雾开车带满件财包和保险柜回来。 石头对古董有研究, 看了一眼就道, 这是纯机械保险柜, 也是最早的作为成熟商品保险柜。 外环是前置保密, 内环是后置密码。 前置密码只有一个, 比如二时, 目的是方便开关。 保险柜的主人在关闭保险柜时, 只要打乱外环密码, 在开保险柜将外环密码转到正确位置, 即可马上打开。 如果不知道外环密码, 转错外环密码就会触动内环锁, 必须重新转动内环锁密码。 石头总结道, 如果不知道密码, 除非使用电焊切割等手段, 否则用炸弹都炸不开, 放在大厅当桌子用吧。 环雅道, 还有一个对讲机在仓库。 石头立刻来精神, 我去看看。 小跑去仓库, 林雾问环雅, 我昨晚发现的那个对讲机。 嗯…… 环雅补充一句, 不过没电了。 林雾惊叹, 你好恶毒, 给石头希望, 又狠心将希望掐灭。 环雅一正, 我没想那么多。 说话间, 石头拿了对讲机回来, 满脸碗吸道, 没电。 如果外勤人员配备了对讲设备, 石头就有正式可做。 它可以坐在电台前, 和别的基地砍大山做生意, 也可以和外勤人员聊八卦。 林雾道, 今晚我和环雅去路口哨卡看看, 军方应该有自主发电机才对。 环雅点头, 转头对石头道, 今天雨下个不停, 我让大家提早下班。 雪蛋和小刀呢? 和环雅一起回来的, 只有马魂与堂堂。 加班。 小刀彻底玩上瘾, 一遍遍践踏丧尸。 而雪蛋看着自己体力星级上升, 但始终没有领悟系统技能, 心中不免有些着急。 于是, 两人就在基地附近找零碎丧尸单挑链级。 环雅关注的重点是五栋公寓楼,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石头, 我们能不能分出几个人在一号公寓楼设立分基地? 石头道, 创建安全区提供无限火力支援。 环雅, 没错, 基地安全区的半径为五十米, 恰巧公寓楼之间的间隔是五十米。 不过工程量很大, 丧尸有自己的刷新机制。 我怀疑, 我们无法彻底清除干净一栋楼丧尸。 石头道, 没错, 曙光不会留这样的漏洞。 公寓楼或许可以占领, 但绝对不会给你一栋楼。 最多给你一层, 一层的安全区。 我们在基地里开枪, 周边听见枪声的丧尸会跑进基地。 如果只有一层楼为基地安全区, 完全没有意义。 灵雅说了自己的看法, 芒府守护着二号公寓楼, 由此是不是可以认为 二号公寓楼的弱点是夜间潜入呢? 对灵雾的想法, 玛雅非常有兴趣, 敌人最强的地方也是最弱的地方。 因为芒府的存在, 我们只会考虑白天如何进攻二号公寓。 我赞成灵雾的想法, 不过要先杀掉芒府。 灵雾, 还剩下七颗猎枪子弹全部给你, 你能杀掉芒府吗? 灵雾回答, 破釜沉舟, 我和他必须死一个。 石头盲道, 不行, 我不赞成冒险。 我们现在基础很稳定, 人员之间关系和谐, 与其冒险和对方血拼, 不如步步为营慢慢地壮大自己。 灵雾不同意, 玩游戏要有探索精神和冒险精神。 石头盲, 你不怕死吗? 这可关系到积分, 积分关系到你两年后在地球的生活。 灵雾回答, 我们想在此处长住, 二号楼肯定绕不过去。 如果一味地苟着, 要么如同棉花一样, 一不留意就死了。 要么就碌碌无为, 换到的积分到地球, 也就够兑换普通人的生活。 石头看玛雅, 玛雅道, 所有人都处于游戏摸索阶段, 死亡在游戏中家常便饭, 我很在乎积分, 但我不会畏惧危险。 石头道, 我就不一样。 灵雾道, 当然不一样。 中年胖大叔反应慢, 出勤又帮不上忙, 打个丧尸, 只会黑忧黑忧地浪费耐力。 让你出门独自面对这个凶险的世界, 才是不负责任。 石头怒, 站起来秀二投机, 我也是能打的, 我加了力量。 是是, 灵雾敷衍, 如果没有汽车, 石头绝对活不到北上镇。 石头哼了一声, 坐下, 外勤的是玛雅负责, 我不反对。 不过, 我还是劝玛雅, 你多斟酌。 没有人能替代灵雾在基地中的作用。 感动, 灵雾拍了拍石头肩膀, 下次我会忍着不挤对你。 石头哼, 不看他。 玛雅一边道, 嗯, 我心里有数。 第34章, 换装。 因为连续降雨, 白班在下午五点收工。 即使有雨衣加持, 也有人患上了小感冒。 症状较轻, 在病床躺上十到三十分钟即可痊愈。 晚班出发前, 大家在篝火边喝茶, 小刀提出了能不能换衣服的问题。 他的衣服还有一半是湿的。 灵雾立刻回答, 有, 我在人体模特身上扒过一套水手服, 应该在仓库。 石头道, 对对, 这件事我要先说一下, 不要什么垃圾动机地带。 曙光脑子不好用, 一股脑全扔仓库去了。 比如杂草, 石头, 烟盒, 瓶盖等。 除了整理仓库, 苏石还要处理废品。 在石头说话间, 小刀已经申领了衣服, 到了自己房间出现一个换装界面, 成功换装。 走到后院, 身穿水手服的小刀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短发的小刀搭配上挺袖的水手服后, 阴气逼人。 无论从材质还是手感, 系统的整体套装要比大家自带进入游戏的衣服强得多。 更重要的是, 换了衣服后, 小刀界面多了一个属性, 水冰服提供五点保暖。 完了。 石头无语道, 曙光这是要把玩家吵死里整。 有保暖度相应就有寒冷, 基地还需要搭配一名裁缝类的玩家。 玩家们如同蝗虫, 掠夺着系统留下的资源, 如果不能进行再生产, 资源迟早会枯竭。 原本以为只有食物问题, 现在又出现了预寒问题。 这是逼迫没有准备好的玩家朝县城迁徙。 灵悟道, 石头, 不要想太多。 你应该想, 小刀换衣服后好酷, 我也想搞一套帅气的衣服。 雪蛋立刻道, 我也要。 灵悟我先预定, 我要灰色的。 灵悟问, 不考虑保暖度吗? 雪蛋回答, 那是冬天的事。 石头耐心道, 人无禁忧, 必有远虑。 小刀一问, 二号楼的麻烦不是禁忧吗? 石头解释道, 人无远虑和禁忧, 必有中虑。 灵悟拍拍石头肩膀, 老板中, 绿远虑是你的事, 关我们什么事? 大家纷纷举茶杯, 为灵悟这句话叫好。 喂, 你不是刚说不挤对我吗? 石头觉得灵悟这话很有道理, 这就是自己的工作, 自己擅长的领域, 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烦恼, 强加员工头上, 让他们和自己一样忧虑呢? 想到此, 石头也举杯加入, 黑色的龟窝, 汽车缓缓地停在距离哨卡100米的位置, 灵悟和玛雅传好雨一下车, 贴着公路护栏朝前走, 灵悟举起手, 两人蹲下, 灵悟指护栏外的旷野, 一只尖叫丧尸在漫无目的游荡, 周边还有三只丧尸, 玛雅持弩瞄准, 一箭命中尖叫, 尖叫倒地之后, 附近丧尸凑到尖叫身边围观无果, 很快散去, 两人顺利到达港哨附近, 港哨的左边是峭壁, 公路停了一辆豪华大巴车堵住了大部分道路, 大巴车前布置沙带, 港哨右边是旷野, 旷野被拉上一条数公里的铁丝网, 铁丝网前布置着30顶大帐篷, 通过哨卡的上方有一盏很明亮的路灯, 灵悟判断小车可以S型缓慢通过港哨路口, 以2023年地球情况来, 即使人类全部消失, 部分地区的电力还能供应很多年, 这盏路灯应该属于正常电力供应, 只是被人改装, 变成一盏很亮的路灯而已, 肉眼可见一只头带头盔, 身穿迷彩服的士兵丧尸在沙带后走来走去, 他的左胳膊绑了一条画有红色石子的白布, 玛雅朝前一挥指, 灵悟睁大眼睛看玛雅, 玛雅无奈在灵悟耳边道, 摸一圈, 我在外侧翼, 苏石制作了120支弩箭, 因此, 玛雅此行并没有打算让灵悟做先锋, 但是一看钢盔丧尸, 玛雅知道只能是灵悟上, 灵悟前行到沙带边盯着沙带, 见沙带转过头去, 翻过沙带, 匕首已掉三点耐九度的代价, 拿下一沙, 扶着沙带落地, 期间摸索沙带身体, 当然, 不用真的翻口袋, 只要手接触大概范围内, 有物品系统就会显示, 只要手一拿代表拿走物品, 两个系统绷带, 一个治疗外伤, 如骨折等, 一个治疗出血, 有效七十年, 灵悟花费五分钟, 细心转了一圈后, 回到沙带前挥手, 玛雅上前和灵悟会合, 灵悟在玛雅耳边道, 后面还有一些车辆, 有通讯车和电力供应车, 朝前行走十多米, 玛雅看见了停放在路边的电力供应车和通讯车, 玛雅让灵悟去检查通讯车, 自己观察了一回电力车, 伸手一拉车门, 车门没锁, 玛雅暗喜, 拉开车门, 没想到一只丧尸从驾驶员位置扑倒了他, 玛雅急忙双手撑住丧尸的肩膀, 避免丧尸咬向自己, 玛雅主力附体, 讲道理应该可以将丧尸推开, 但是这只丧尸身上的装备沉重又失去了先机, 只能和丧尸较劲, 丧尸嚎叫着, 口中不明液体朝下低落, 玛雅勉强侧开脸, 好在丧尸的力度很快减弱, 玛雅乘机推开丧尸, 抽出砍刀捂了起来, 听闻动静, 灵雾从后赶过来, 见玛雅在捂到他并不着急, 坐在一边看起热闹, 他想知道, 利刃是不是真的破不了头盔, 只见玛雅砍刀砍在头盔上, 发出金铁声音, 其动静和顿气打击差不多, 可怜的丧尸一直被砍出, 僵直无法反击, 大约砍了十多刀后, 头盔裂成两半掉落在地, 然后和普通丧尸没有区别, 坐掉丧尸, 玛雅走到灵雾身边蹲下, 两人没有交流, 静静听着周边的动静, 或许是雨夜掩盖了声响, 或许是其他原因, 等待许久没见到其他丧尸, 玛雅鼓起勇气, 再次拉开车门后退, 没有手电, 一时间看不清楚车内的情况, 灵雾上车搜索一圈下车, 没有, 玛雅点头, 坐在驾驶位, 到处摸索车钥匙, 灵雾递过来一把车钥匙, 玛雅惊讶问, 哪来的? 灵雾回答, 尸体, 玛雅轻拍额头, 刚才她被吓得不轻, 脱身后装着战术, 需要蹲在灵雾身边, 忘记去摸尸体, 灵雾怎么会错过一具新鲜的尸体, 在玛雾鼓起勇气拉车门时, 她从尸体身上摸到了一把车钥匙, 玛雅发动车辆, 巨大的噪音响了起来, 灵雾恨不得堵住耳朵, 姐姐, 太大声了, 噪音随之消失, 玛雅下车道, 完整度80%, 缺燃油, 灵雾道, 车上有, 我去拿, 开车在外, 带一桶备用汽油, 很有必要, 第35章, 沙音, 去拿汽油的灵雾, 隐隐感觉不安, 即使是在没有民宅的路段, 也会有几只丧尸在道路或者路上晃游, 为什么港少处却只有两只丧尸呢? 走进汽车, 却听见汽车启动声音, 车灯亮了起来, 还带有一个女人欢呼声, 卧槽, 抢劫, 还有没有天脸, 还有没有王法, 灵雾立刻全速奔跑, 偷车贼看见了灵雾, 急忙关上车门, 皮卡加速度较慢, 灵雾40码速度全力冲刺, 车才开了几米, 灵雾风刺闪到驾驶员侧面, 短管猎枪对准里面的人, 汽车停了下来, 对方如此识相让灵雾借背心大增, 里面的人打开车门, 一位女玩家从车上下来, 带着点体气道, 帅哥, 你的车? 是的, 我又不知道是你的车, 把武器收起来, 附近丧失多着呢, 女玩家自我介绍道, 我叫沙娜, 伸手, 灵雾收了猎枪和沙娜握手, 亮人, 这名字好听, 沙娜上前一步, 帅哥, 基地缺人吗? 眼中风情万种, 这名字好听, 戒背心再次加重的灵雾, 后退一步打量, 沙娜大方地转个身, 灵雾看见她的背包武器架上, 放了一只新手武器棒球棍, 灵雾收枪, 把匕首藏在袖内, 问, 你有什么技能? 沙娜道, 我是医生, 全科学医生, 灵雾点头, 我老大在那边, 说吧, 绕过沙娜拉开后车门, 拿出备用汽油, 沙娜很大方, 故意挺下身体触碰灵雾, 灵雾很尴尬, 走吧, 灵雾在前面走着, 沙娜在后面跟着, 轻声问, 哥哥, 你老大很难相处吗? 不会, 灵雾说完突然消失, 再出现已经在沙娜身后, 一匕首刺入沙娜的头颅, 顺手一刀抹过去, 带走最后一丝残血, 伸出左手, 抓住沙娜的尸体放在地上,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从沙娜的眼睛来看, 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灵雾先摸索拿到一把手枪, 沙漠之音, 看介绍这枪无比牛掰, 用的竟然是12.7毫米大口镜子弹, 且不说精度等数据, 从威力来说, 枪械只是一个激发器, 和威力没有直接关系, 有关系的是子弹, 12.7毫米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50子弹, 通常用在重机枪和反器材狙击步枪上, 只有一个棒球棍的新人, 却学了全科学技能书, 要么撒谎, 要么还是撒谎, 当然不排除沙娜运气爆表的可能, 不过运气好的人死在自己手上, 那就说明自己运气更好, 所以,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杀沙娜都是一件正确的事, 不过继续摸下去, 林悟觉得自己可能杀错人, 他从沙娜背包中拿到了止痛片, 手术刀, 医用纱布, 这妹子似乎是洗劫了一家诊所或者医院, 林悟看侧面的30个大帐篷, 妹子莫非是从医疗帐篷冲搜刮了物资, 顺手学了技能书, 如果是这样, 那妹子真的冤死, 可惜可惜, 不过既杀之, 则安之, 只要不告诉石头, 自己杀了一个想加入基地的医生, 相信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未来, 怎么可能还有见面的机会, 就算见面, 自己叫林悟, 又不叫亮人, 提了汽油, 在岗哨处遇见了玛雅, 玛雅正在翻看遗落的文件, 她告诉林悟自己找到了一本士兵日记, 日记中记载, 疫情爆发初期, 他们奉命在此设卡, 对所有人进行抗原检测, 将他们认为没有携带病毒的人转移到左线的隔离区, 同时, 左线也在筛查人口, 将阴性市民转移到隔离区, 四天后的清晨, 哨处受到了丧尸的冲击, 虽然依靠强大武力消灭了尸巢, 但有多位在帐篷中驻留的平民和两名士兵被咬伤, 军官进行调查认为, 丧尸是从帐篷内开始攻击, 发出吼声吸引同类围攻港哨, 报告成递上去的第三天, 不断有居民和士兵变异成丧尸, 整个过程非常快, 从发烧开始不到一分钟, 就变成丧尸, 上级告知病毒有最少两周的潜伏期, 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很可能感染了病毒, 上级告知筛查任务结束, 让他们回基地报道, 负责港哨的少校召集军官开会后, 连夜运来七个空极装箱, 每十二人一个极装箱, 焊上铁门进行自我隔离, 日记的作者是一名军医, 他和另外一名叫河马的士兵负责每日给极装箱提供饮食, 日记的最后说自己被河马咬伤, 虽然拼尽全力将它锁在汽车内, 但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说了很多伤感的话, 按照日记记载, 帐篷区有七个集装箱, 集装箱内有大量丧尸, 灵雾和玛雅消灭的第一只港哨丧尸, 即可能就是写日记的士兵, 给电力供应车加上汽油, 玛雅转动车钥匙, 汽车发出的嘚嘚的声音, 但就是打不着火, 玛雅在司机位看汽车信息后道, 电池没电, 打不着火, 站立在车外的灵雾一问, 上一次不是打着火了吗? 上次因为煤油而熄火, 玛雅沉默一会, 猜得没错的话, 曙光只留了一次打火机会, 灵雾恍然, 没错, 这就是曙光的尿性, 他在干缺得士的同时, 还特默地站住你, 玩家们, 我给你们机会了, 只要你们先加入汽油再打火, 车就是你们的, 这个坑恶心在, 基本上玩家都会中招, 车没开走, 还送了一桶汽油, 难怪不安排丧尸, 这是生怕坑不到玩家的汽油, 一桶汽油八升, 由基地两点汽油值兑换出来, 玛雅道, 我把车开过来给电瓶充电, 不, 不, 灵雾道, 被坑一次就够了, 相信我, 这么好的东西曙光, 是不会轻易给人的, 你把车开过来充满电后, 说不定其他地方又坏了, 我们应该下去看看, 这片旷野被铁丝网隔开, 三十个大帐篷, 又被钢丝栅栓卷为一个单位, 没有手电, 天空下雨, 蹲立在铁丝网门前, 灵雾看着黑漆漆的内部, 心中闪过一个成语, 请君入瓮, 小铁门没上锁, 灵雾让玛雅稍等, 自己进去摸了一会后, 出来汇报, 里面由集装箱, 帐篷为主要设施组成, 道路只有四十公分宽, 整体感觉如同一个小迷宫, 此外, 部分集装箱有执行梯, 可以到达集装箱顶部, 玛雅道, 先上集装箱顶部观察情况, 灵雾点头, 前面带路, 走不到机米, 到了一个集装箱附近, 攀爬直踢到集装箱的顶部, 玛雅随之跟上, 问, 有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 没有, 灵雾紧张问, 你听见了? 没有, 只是确认一下, 这片区域距离港哨路灯很近, 多少还提供了一些光亮, 站立在顶部四下查看, 无法确定下方的道路有没有丧失, 更看不见周边帐篷的动静。 第36章, 夜魔, 玛雅拿出一颗照明弹, 拉开引信, 顺着集装箱边缘游走了一圈, 未发现丧失, 玛雅手举照明弹招呼灵雾过来, 借着余光纸四米外的一个帐篷道, 医疗帐篷, 顶部贴了红十字, 说完就准备朝下跳, 灵雾急忙阻止, 我们刚吃过一次亏, 军事检查站, 军事隔离区物资理所当然很丰富, 这样的地方却没有丧失, 盘点一下, 解决第一只丧失很轻松, 在灯光下, 动作笨拙, 就算是一个新手, 拿了盾气都能拿下它, 第二只就非常阴险, 玩家肯定会被电力供应车所吸引, 也一定会打开车门, 接下来就是汽车没油和没电的坑, 整体给我一个感觉, 这个岗哨是个陷阱, 玛雅道, 我下去看看, 如果有问题, 我跳起来你, 抓住我双手, 把我拉回来, 灵雾无奈道, 要去也是我去, 你少说也有六十五公斤, 我没加力量, 拉不动你, 玛雅无语许久, 举起大拇指, 想得真周到, 内心想法, 真直男, 客观想法, 玛雅对自己, 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所以以事论事, 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感受, 玛雅刚要下车, 听见了摩托车的声音, 两人立刻趴在集装箱上, 只见左线方向, 来了两辆摩托车, 四个人, 骑车道路灯下, 三人戒备观察, 一名女子去电力供应车打火, 不一会她回来报告道, 诚哥, 没电, 被称呼为诚哥的男子道, 系统不会这么轻易, 让我们拿到电力, 小鬼打头阵, 四人从路灯处下坡, 走向帐篷区, 四人队伍装备不差, 每人配备比较高档的近战武器, 女子带一把手枪, 诚哥背包上有一把很古旧的来副枪, 听他们对话得知, 他们是附近的一处基地玩家, 港哨白天丧尸很多, 有半数丧尸穿防弹衣带头盔, 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小鬼和灵雾是一类人, 属于夜间出没的敏捷型玩家, 他夜间侦察发现港哨只有一两只丧尸, 白班和晚班出现了分歧, 昨天傍晚, 他们一起出发侦察, 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热乱时间过后, 港哨广播响起君号声, 丧尸们听见君号声缓缓地走回帐篷区, 小鬼跟随最后一只丧尸, 发现丧尸走回帐篷区, 走进一个集装箱后, 把集装箱的门关了起来, 那为什么罗天他们不动手呢? 答案是, 他们需要准备夜间照明设备, 火把, 一人拿出一只火把点燃, 即使在与中火焰仍旧很耀眼, 给人带来直观的安全感, 灵雾在自己心中暗道, 自己怎么就没想到火把呢? 玛雅倒是想过火把, 但是和手电系统光不同, 火把让玩家看见丧尸, 也会让丧尸看见玩家, 灵雾和玛雅所处集装箱在T字路口边, 四人已经确定了重要物资帐篷, 跟随着小鬼直走, 到处的灵雾借助火光隐约看见另外一边路口有动静, 灵雾轻轻戳了一下玛雅的手臂, 指向右边用很慢的动作靠近玛雅的耳边, 变异。 刚说出这个词, 灵雾和玛雅就听见五米外转来有人踩踏水坑的声音, 那位置是视觉死角, 玛雅和灵雾一动不动, 平住呼吸, 踩踏水坑和沙石的声音慢慢到了集装箱的边缘, 听着声音从下方走过, 玛雅轻轻地掏出显示镜, 露出头看向黑暗中发出声响的位置, 然后慢慢收了显示镜趴下, 灵雾看玛雅, 玛雅做个静声的动作, 灵雾只能把好奇心暂时收起来, 怪物似乎并不打算掩盖自己的脚步声, 到了T字路口朝前方奔跑起来, 听到声音速度应该不比狂猛差多少, 很快脚步声不见了, 大约十多秒后, 一个女生大喊, 丧尸, 救我, 不过三五秒时间再也听不见妹子的声音, 这时候玛雅才对灵雾道, 夜魔, 二十米外转来枪声和诚哥的咒骂声, 跑哪去了? 小鬼, 不知道, 剑哥呢? 诚哥喊, 阿剑, 在哪? 相隔七米位置传来一个男鹰, 诚哥, 我在这里, 诚哥, 怎么过去? 男鹰, 再往前走有一个路口, 顺着集装箱右拐, 草, 什么东西? 诚哥, 稳住, 我们马上过来, 灵雾站起来, 走到集装箱边缘看见了火光, 只见一名男子, 双手拿了火把朝前挥舞, 一只夜魔悄悄地出现在他身后, 光头的夜魔身体, 如同没有皮肤的人类, 全身肌肉清晰可见, 相比其他丧尸来说, 夜魔除了嘴大了点, 脸部更接近人类, 夜魔从后扑倒了男子, 张开嘴, 是一张很大的大嘴, 几乎把整个脸都盖住的大嘴, 一口咬在男子肩膀上, 肉眼可见, 男子肩膀被撕扯下一块肉, 男子痛苦哀嚎, 夜魔双手抓起男子, 砸向集装箱, 力气巨大无比, 将集装箱砸出了一个人体凹形, 夜魔没有练战, 奔跑进入了黑暗中, 下一秒, 诚哥和小鬼到达, 诚哥看了一眼地上的兄弟, 端枪左右看, XXX丢出来, 被夜魔袭击的男子急声道, 20点生命, 重度流血, 每秒掉落3点生命, 诚哥忙道, 小鬼, 绷带, 绷带啊, 小鬼道, 绷带在花姐那边, 草, 在诚哥无奈无助的怒骂声中, 男子流血死亡, 诚哥很生气, 但也很小心, 举枪左右戒备, 小鬼, 舔包, 玛雅站在灵雾身边, 笛声道, 速度很快, 但不如迅猛, 力大无穷, 玩家被咬后, 会造成重度流血, 灵雾拿了双管猎枪道, 听起来不是很强, 玛雅道, 夜魔, 听名字就知道, 和盲腹一样, 是夜间出没的丧尸, 擅长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 偷袭玩家, 让玩家防不胜防, 两人以为夜魔在对付诚哥他们, 夜魔确实在对付诚哥他们, 两人以为只有一只夜魔, 灵雾垫脚, 看别人的热闹,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猎物, 八米外的集装箱顶部, 一只夜魔正慢慢地向灵雾靠近, 他走到集装箱边缘, 与灵雾之间仍旧相隔数米, 夜魔下蹲跳跃攻向灵雾, 集装箱受力发出了不小的声响, 灵雾听见背后诡异声响, 果断启动风刺越过中间小路, 到了对面集装箱顶部, 回头看去, 只见到一只张大嘴的夜魔站立在玛雾身边, 没等玛雾和夜魔反应过来, 灵雾已经封刺回来, 枪管顶住夜魔的脑袋, 还没等灵雾扣动扳机, 夜魔已经跳下集装箱, 身体融入黑暗之中, 不是夜魔反应快, 也不是灵雾反应慢, 灵雾封刺回来, 需要看清楚, 自己枪口对准谁才能扣扳机, 万一把玛雾崩了怎么办, 撤, 玛雾终于消化了两秒时间发生的一切, 带头跳下集装箱朝路灯方向跑去, 第37章, 堡垒特攻, 灵雾跟随玛雾跳下集装箱, 转身猎枪对着自己身后, 快枪手, 砰的一声, 血光剑射, 百分之十五的爆头几率终于启动, 一只夜魔因为惯性原因, 从机里外的黑暗摔滚在了灵雾的脚下, 玛雾回头, 剑灵雾一手拿枪, 一手摸尸, 他没时间和灵雾辩论, 生命和财物哪个重要, 拿弩剑对着灵雾身后盲射, 快, 快了, 灵雾单手举枪, 朝黑暗处开了一枪, 不管有没有, 先吓着你再说, 喊, 机车, 好, 玛雾再射一箭, 掉头就走, 灵雾拿到一瓶酒精, 对着黑暗再来一枪, 然后全速逃命, 在棉花死亡士气惩罚消失后, 灵雾判定夜魔速度略不如自己, 即使如此, 灵雾还是开启了四十码的速度, 冲出小铁门, 三步做两步到达陆灯下, 玛雅偷车成功, 开过来时, 灵雾恰巧到达, 单手抓玛雅肩膀, 甩身上车, 这动作, 灵雾自己都觉得酷毙了, 驾驶摩托车到了皮卡处, 两人合力将摩托车抬上皮卡, 马上上车跑路, 不是跑夜魔, 而是做贼心虚, 就在刚刚不久前, 灵雾正义地制裁了偷车妹子, 没想到转眼自己就干上偷车这勾当, 脸上多少有点烫, 汽车开动后, 灵雾为自己开解, 他们已经死了两个人, 这摩托车应该用不上, 玛雅看了灵雾一眼, 她没想到, 灵雾会为偷车而感到羞愧, 灵雾从包里拿出沙漠之音, 我去拿汽油时, 恰巧遇见了别人偷我们的车, 玛雅看了眼枪道, 淡得漂亮, 之前没听你说起, 灵雾诚实回答, 她说想加入我们基地, 她说她是一名医生, 玛雅静静看着前方, 好不容易才抑制住笑意, 问, 你杀了她之后, 发现她说的可能是实话, 灵雾点头, 在我舔包时候, 我觉得她的话, 还是有几分可信, 不能怪我, 还拿了棒球棍的玩家说, 自己拥有一声技能, 换了你, 你会相信吗? 玛雅问, 想听真话, 就还是假话? 灵雾道, 假话? 玛雅回答, 不信, 灵雾, 谢谢, 车内沉默一会, 玛雅忍不住问, 你不问真话是什么? 灵雾回答, 不问, 哈哈, 面对灵雾的回答, 玛雅彻底破防, 诡异的是, 不到三秒她就很强硬地收了笑声, 说起了正事, 玩家越来越多, 我们得做一下防盗措施, 诸如北上镇的车不少, 但是找不到车钥匙, 目前玩家还不具备破锁的能力, 玛雅昨天遇见这辆皮卡车时, 不需要钥匙, 也能驾驶, 摩托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灵雾灵光一闪, 你说, 我们仓库中的电子穴, 是不是偷车用的? 不需要钥匙, 通过破坏车锁, 就可以驾驶车辆, 玛雅思考一会, 技能小白鼠, 最好让别人去做, 明天我安排石头和玩家基地进行联系, 沟通游戏心得, 技能书是稀缺, 但也只是稀缺, 这几天下来, 基地的人多少也弄到了基本技能书, 玛雅对基地目前人士情况很满意, 她希望每个人都能学会有价值的技能, 玛雅把汽车驶离公路, 来都来了, 带几个基础包回去, 山顶教堂到左线绍卡的公路, 左边是绵延不绝的山脉峭壁, 右边是一大片空旷平原, 左线平原以农场为主, 农场之间相隔数百米, 地大人稀, 再朝右边走还是山脉, 山脚下有一条铁路, 贯穿左右两线, 左线平原的中心地带有餐馆, 加油站和农基林配件商店, 玛雅今晚的目标就是这三家店铺, 要说左线平原算得上新手福地, 这里的丧尸数量非常稀疏, 农庄内资源丰富, 玛雅告诉林雾, 在农场基地立足后, 他们搜刮了七个小农场, 汽油和食物严重过剩, 但却找不到一个医疗包, 也没有发现医疗物资, 汽车开到商店附近时, 下了一天的雨, 终于停了下来, 乌云散去, 月亮悬挂高空, 能见度大大提高, 玛雅把具体搜刮工作交给林雾, 她将自己降到从属地位, 配合林雾的工作, 只见林雾拿起一块石头丢向了餐厅, 餐厅玻璃硬生而碎, 周边的丧尸朝餐厅涌去, 林雾观察倾听了一会, 未听见异常声音, 转身进入距离餐厅十五米的加油站, 留下玛雅在外戒备, 汽油, 汽油包, 汽油, 汽油, 什么鬼, 一个加油站只有汽油, 不应该有枪吗? 还应该有什么呢? 心不在焉的林雾拉开柜子, 一只丧尸赫然在裂, 林雾毫不迟疑地关上柜门, 该死的曙光, 别看林雾动作潇洒, 表情淡定, 实则小心脏着实扑通跳了好一会, 有被吓到, 林雾听见门外传来交谈声, 林雾心中惊疑, 难道玛雅分裂了? 到窗前看, 只见玛雅正在和两名身穿防弹衣的男子小声交谈, 防弹衣男子背着背包, 上面有一个明显可见的堡垒标志, 他们的近战武器是一把金属球棒和一口短饼砍刀, 远程武器是一把线弹枪和一把突击步枪, 他们的身上还背着战术袋, 里面放满了弹匣和子弹, 林雾出门, 玛雅低声说明, 任务, 护送和保护堡垒特工前往一处农庄完成搜查工作, 林雾再看了一眼他们装备, 接, NPC没有废话, 接下任务后就跟着两人走上了皮卡, 林雾先给汽车加满油, 心中琢磨是不是让玛雅把车开回基地, 召唤大家报了这两个NPC, 又忌惮他们的武器, 感觉就算能做掉他们也得付出很大代价, 目标农庄不远, 五分钟后就到了附近, 停车后, 周边的几只丧尸跟随而来, 玛雅抽刀上去, 两个NPC一起上前帮忙, 拿砍刀的NPC单手抓住一只丧尸的头发, 手起刀落砍下了丧尸的头颅扔到一边, 期间丧尸挠了一下NPC没有抓破NPC手臂上的防咬装备, 拿金属棒球棍的NPC一脚踢在丧尸的膝盖, 将其踢倒后上前一步双手握住球棍, 如同打高尔夫球一样打碎丧尸的头颅, 消灭了丧尸后, 两个NPC一声不吭, 跟随着玛雅走到农庄附近, 玛雅告诉林雾, 任务持续五分钟, 他们要尽可能保护两个特工, 准备好了他就可以点开始, 林雾拉玛雅到一边语, 玛雅看了两个NPC一眼, 轻声道, 不好吧, 你的任务你做主, 玛雅思考片刻点头, 林雾走过来对两个NPC道, 我去尿尿, 一会见, 第38章, 夜战盲符, 任务开始, 两个NPC进入农场建筑内, 不一会, 一只丧尸在农场附近刷出快跑向农场, 玛雅上前拦截轻松解决, 又有一只丧尸刷出, 玛雅弩剑解决, 另外一边, 去尿尿的林雾终于找到了尖叫丧尸, 跑过去就是一耳光, 被打猛圈的尖叫气愤地怒吼一声, 周边丧尸立刻惠及而来, 林雾围着农场转圈, 见到尖叫丧尸就跑到人家面前转晃荡荡一下, 不一会, 尖叫声此起彼伏, 在地广失息的平原, 林雾硬实拉出了两个牌的失潮, 不快不慢的林雾靠近农场听见一声, 回头发现一只狂猛竟然夹杂在丧尸队伍中, 林雾不敢怠慢, 加速跑进农场, 此时玛雅已经攀爬上农场隔壁的骨仓, 林雾经过两个NPC身边, 嗨, 不停留跑出十米后才回头观望, 狂猛一马当先, 对上了突击步枪, NPC扣下扳机, 子弹泼洒出去, 狂猛没有被命中头部, 身体连续中弹的他摔到一边开始嚎叫, NPC对着狂猛打光了一个弹匣, 狂猛请客间被打成肉泥, 这时候, 狮巢也到两个NPC的面前, 突击步枪后退上弹匣, 一只持枪戒备的线弹枪挡在他的身前, 拉动枪栓一发, 爆头, 拉动枪栓, 爆头, 一边打, 一边慢慢后退, 七发子弹打完, 他和突击步枪NPC换位, 他开始上子弹, 突击步枪启动点射, 三发子弹一组, 一组闭爆头一只, 优先射杀尖叫丧尸, 一枪一个准, 两个NPC一边后退, 一边开枪, 当他们退到农场边缘时, 里面已经没有战力的丧尸, 这战斗力真卧槽, 灵雾大喊, 摸尸体, 在强大的武力面前, 丧尸如同纸壶一般的脆弱, 就连凶残无比的狂猛, 也不过是一合之将, 枪声吸引了嘻嘻啦啦的丧尸, 加上原本任务会刷出来的丧尸, 也凑了十几只朝农庄里的, 灵雾和玛雅里都不理, 专心在NPC身边摸尸体, 当丧尸接近NPC一定距离后, NPC就出手, 丧尸少就用近战武器, 丧尸多就拿枪对付, 突击步枪NPC踹开一个板条箱, 拿走其中的信号发射器放进背包, 任务成功, 玛雅上前和对方交谈, 对方给了两个选择, 基地奖励和个人奖励, 玛雅没有过多思考选择基地奖励, NPC给了玛雅一个电台频率和代号, 通过这个频率与代号, 山顶教堂可以寻求堡垒的帮助, 电台没有升级的情况下, 只有物资搜索, 紧急空投两个功能, 同时, 山顶教堂获得了20点荣誉值, 简单来说, 帮助堡垒完成任务, 可以获得荣誉值, 花费荣誉值, 可以使用物资搜索等电台特殊指令, 100点荣誉值, 兑换一次物资搜索, 仅限于基础包, 说明自己想要基础包类型, 比如建材包, 堡垒电台会告诉你, 距离基地最近的建材包在哪里, 系统特别说明, 这是专门为基地刷新的建材包, 只有基地成员才能看见, 紧急空投里面有很多项目, 举例来说, 汽车在野外损毁, 就可以通过对讲机联系山顶基地, 基地联系堡垒进行空投, 空投内容为一套修车工具, 可以将完整度0%的汽车修复到30%, 此外, 还有汽油空投, 绷带空投等等, 想获得更多指令, 必须升级基地电台, 怎么升级电台? NPC表示, 不知道, 对玛雅表示感谢后, 两名NPC快跑着离开了农场, 玛雅见灵雾恋恋不舍地目送, 问, 能秒他们吗? 灵雾回答, 有难度, 他们反应非常快, 我认为应该有系统技能加成, 突击步枪的子弹有穿透性, 一颗子弹能做到双爆头, 玛雅点头, 现在没机会, 以后会有的, 灵雾和玛雅上车, 问, 搜到什么好东西了吗? 玛雅回答, 一些农作物种子, 你呢? 灵雾回答, 一些农作物种子, 玛雅想笑, 终究还是忍住了, 两人顺利回到基地, 基地内白班人员都还没休息, 他们正在开会讨论突然出现的基地荣誉值, 有人说是游戏更新, 有人说达成隐藏成就, 有人说, 活过了三天, 灵雾听他们讨论, 本想一声不吭, 但玛雅是实在人, 向大家解释了荣誉值, 还有自己与灵雾做的任务, 玛雅耐心地说明, 让灵雾颇感无趣, 以灵雾猩猩, 这种无关大雅, 吊号齐心的是, 他会在憋死自己之前, 才告诉大家真相, 果不其然, 大家知道答案后, 索然无畏, 打牌的打牌, 睡觉的睡觉, 灵雾在仓库申领了短管猎枪, 最后四发猎枪子弹, 沙漠之鹰, 沙鹰自带的六颗子弹, 还有就是适用于沙鹰的之前搜刮到的12.7毫米子弹, 不夸张地说, 灵雾申领了基地半个军火库, 之所以申领这么多武器, 自然是白天谈及的, 和芒符决意雌雄, 石头批准后, 灵雾查看武器, 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仗势欺失, 除了石头和玛雅, 别人并不知道, 灵雾要和芒符生死决斗, 今天与后天晴明月高挂, 能见度极佳, 正是欺负芒符的时间, 在黑夜中步行到商业街, 灵雾摸到了第一次遇见芒符的1号公寓门口附近, 很快就听见了芒符的声音, 从声音来看, 芒符正围绕着2号公寓打转, 当芒符按照既定路线走到距离灵雾最近的地方时, 停下脚步, 灵雾适时地挪动了一下身体, 这一栋芒符从怀疑转变为确定, 立刻快速靠近, 灵雾拔腿就跑, 商业街周边丧尸过多, 地理不利, 灵雾知道芒符的速度, 一路吊着芒符跑出商业街300米, 甩掉杂鱼丧尸, 灵雾停步转身, 口香糖持续缓慢恢复耐力, 左手杀音, 右手猎枪面向声音来的方向闭上眼睛, 静静倾听扑面而来的孤声, 声音变化很快, 不过数秒就到了灵雾面前, 灵雾果断地快枪手猎枪, 子弹全部打在芒符的身体上, 芒符重弹后, 立刻朝左边闪躲, 他的反应已经在灵雾预料之中, 考虑芒符闪躲后, 距离自己可能超过5米, 甚至10米, 灵雾射气猎枪将杀音移动到估算落点, 再次启动快枪手, 扣下扳机后, 杀音发出了巨大的枪声, 如同平地惊雷一般, 和普通小手枪不一样, 杀音开枪后出现了后座力缓冲条, 1.2秒之后才能再次激发, 虽然这颗子弹仍旧没有爆头, 不过灵雾听见了不远处传来打滚的声音, 灵雾拿出基地最后一颗照明弹扔了出去, 只见一身黑水晶保护色的盲符正在地上扭动身躯, 原来杀音这一枪打断了他的腿, 他又没学过单脚跳, 只能依靠本能挪动身体, 灵雾持枪走到四米, 再次启动快枪手, 盲符的另外一条腿硬生而断, 什么破击率, 灵雾气愤不已, 上前几步对准盲符的脑袋扣下扳机, 竟然打偏了, 灵雾彻底怒了, 换上猎枪, 再上前一步对着盲符头部扣下扳机, 嗯, 不错, 终于爆头, 双, 灵雾左手摸尸体, 右手拿了猎枪戒备, 眼看要摸完, 一裂枪轰在丧尸身上, 虽然没有爆头, 但丧尸也被一枪打死, 摸到最后, 灵雾摸出了一个很重的东西, 灵雾抗物品介绍, 子弹压母器, 耗费一个弹药可制作5或者10颗22L2子弹, 22子弹换散后大概是5.6毫米, 但是, 22L2和5.56的标准弹并不相同, 具体区别在此就不详述, 简而言之, 22子弹是智氏子弹中小弟, 其所属的枪械多是长枪, 特点是威力小,声音小, 后座力小, 中近距离精度高, 为什么一个单位子弹做出来的是5或者10颗22子弹呢? 手工压膜需要时间会浪费材料, 因此只能得到5颗子弹, 电力压膜则能得到10颗子弹, 手枪, 猎枪和杀鹰有枪没子弹, 22相反, 是有子弹没枪, 第39章, 血液, 灵雾的夜班大家都别想睡, 刚入眠不到10分钟, 大家就被巨大的枪声惊醒, 枪声距离基地直线距离不过百多米, 大家从没听过这么大的枪声, 不约儿童起床去看热闹, 听见不断的枪声, 几人心有疑问, 到底是哪家财主遇见什么丧尸, 能连续开枪, 说明人家有弹, 枪声这么大, 说明威力大, 打了这么久, 说明丧尸也很强, 玛雅再次泄底, 是灵雾, 哦, 大家恍然, 玛雅道, 巨大的枪声, 是他刚拿到的一把叫沙漠之鹰的手枪, 使用50口镜子弹, 他的目标是盲符, 哦, 大家走向路口迎接灵雾, 算是对灵雾丹挑盲符的一种敬意, 石头对玛雅道, 你可以不说的, 玛雅问, 他们想知道, 石头道, 很有趣的是, 你说出来后变得很无趣, 或者, 你以为我为什么和他们一起惊讶, 一起猜测, 因为这样很有趣, 你在蓝星的下属都是拿薪水的, 与他们不同, 我能理解, 你的工作就是事无巨细地交代清楚, 不过, 我建议, 以后无关安全的事, 就不要剧透, 玛雅若有所思, 这时候路口处传来嘻嘻啦啦掌声, 灵雾声音传来, 猜, 这是什么, 猜对了, 我让石头奖励一发杀鹰子弹丸, 看好了, 我要进来了, 等等, 石头大喊, 我也要参加, 石头看玛雅, 这就是乐趣, 我没在演戏, 我也喜欢乐子, 走吧, 一起过去凑热闹, 大家看着玛雾手上拿着类似显微镜的东西, 都有点抓不到头脑, 玛雾提示道, 它是很厉害的东西中最垃圾的一个系列, 说完玛雾要进来, 被小刀推出去, 等等, 我再看看, 胜负遇上来了, 作为工程师的血弹暗中较劲, 这玩意一看就是机械, 自己怎么能输呢? 和他同样想法的是苏石, 苏石觉得玛雾手中东西肯定是车床才能造出来的, 再给点提示, 可以用电, 也可以不用电, 小刀激动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咖啡豆岩墨鸡, 不是, 厨师马魂问, 绞肉鸡, 捣算切, 林悟不管了, 进入基地东西, 立刻去了仓库, 林悟道, 提示, 与热火器有关, 石头抢答, 无缝枪管切割机, 不是, 玛雅问, 是不是反气才步枪的零件, 不是, 林悟道, 苏石帮我做两根火把, 仓库内有几根五分钟的, 好, 林悟去仓库申领物资, 出来见大家还没猜到, 啊, 偷看是小狗, 我走了, 切, 玛雅叫住林悟, 稍等, 我和你一起去, 小刀问, 你们去哪, 玛雅回答, 二号楼, 大家听完都有些担忧, 堂堂道, 玛雅, 你考虑清楚了, 玛雅点头, 我们迟早要对二号楼下手, 不如趁现在盲府死亡, 进行一次针对性的侦查, 马魂道, 我想堂堂的意思是, 你和林悟去二号楼, 如果必须死一个人的话, 那人应该会是你, 玛雅道, 我死亡后, 我会想尽办法, 回到山顶基地, 林悟伸出三根指头, 我如果死亡, 我要三炷香, 每天, 玛雅凭淡如水交代离别, 让大家都有些伤感与感动, 而林悟一开口, 直接冲没了伤感和感动, 只剩下笑骂, 了解玛雅的石头, 则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玛雅要和林悟一起去, 是担心林悟无价值死亡, 林悟即使死亡, 在临死之前, 能多说明一些二号公寓的情况, 那未来进攻二号公寓, 就多一分把握, 并非大家所想的, 玛雅担心林悟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因为不放心, 才跟着去, 二号公寓楼包裹着一层血雾, 越接近二号楼, 血雾越浓, 身处血雾中, 看向路灯, 肉眼可见飘荡在空中的血丝, 但血雾又不是雾气, 不会沾染在身上, 手摸不着, 查看系统界面, 也没有任何不妥, 玛雅指二号楼前的绿化灌木, 林悟点头, 独自摸到了二号楼, 二号楼第一层是一个大厅, 前后门通透, 可以看见里面全是血丧尸, 正面硬刚肯定不行, 林悟绕到侧面, 抬头看下水到水管, 深吸一口气, 开始攀爬, 林悟没爬过水管, 也没爬过高, 在技巧上很吃亏, 好在游戏加成了灵敏度和耐力, 让林悟顺利地到达四层, 单元为口字结构, 左边和右边的一束是电梯位置, 上下一横是公寓房间, 每个单元有六套房子, 过道中的丧尸不多, 林悟很轻松地用牛排刀逐个解决掉它们, 林悟转了一圈后发现, 405的房间血色雾气最浓, 此前有一条关于405房间的武器线索, 405房间内有一把经过改装, 战斗力超级强悍的突击步枪, 405房间没有上锁, 林悟轻轻推开房门, 里面比较黑暗, 好在这栋楼都是血丧尸, 林悟一眼就看见两只血丧尸在客厅中站立, 血丧尸的一对血红色眼睛在深夜看起来特别清晰, 林悟蹲伸进门, 轻轻地把房门关上, 靠在一边等待眼睛完全适应黑暗, 不确定屋子内有几个房间, 房门都处于关闭状态, 林悟先处理掉客厅和厨房三只丧尸, 然后深吸一口气, 压下门把手打开一个房间门, 这是一个书房, 只有几平米大小, 藏不了丧尸, 林悟稍微搜寻后离开, 然后是第二个门, 第三个门, 第四个门, 里面或多或少有几只血丧尸,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门, 如果没猜错, 这房间应该是主卧, 主卧内有阳台和一个洗手间, 林悟按下门把手, 赫然发现上锁了, 猜想着门内的情况, 灵悟靠墙蹲着深呼吸数次, 拿出撬锁工具, 这次撬锁难度很高, 灵悟开断了三根开锁器, 才打开门锁, 灵悟进入卧室内, 为发现丧尸, 但却被墙面锁惊呆, 为了看得更清楚, 灵悟点燃了火把, 一堵墙上长了一个血色怪物, 说怪物又不贴切, 像是一颗心脏, 又像是生长在墙体中的一棵树, 肉眼可以看见其激动的动作, 如同跳动的心脏一样, 直观来看, 这棵树扎根在墙体的底部, 它的枝叶斑触手蔓延到整堵墙, 树体如同一颗大心脏不停地跳动, 伴随着跳动, 一股股血液输送到各条触角上, 向上的触角穿透天花板朝上延伸, 向下的触角则是朝下延伸, 左右两边的触角伸入墙体, 不知道去哪? 给灵悟整体感觉是, 整栋二号公寓已经被触角所包过, 楼就是它, 它就是楼, 楼它合一, 万夫莫敌, 灵悟从背包中拿出显示镜对准怪物, 随后看见了怪物的名字, 血液, 第四十章, 夜战八方, 灵悟进入卧室已经超过一分钟, 至始至终没有遭遇攻击, 看着个头两平米大小不停跳动的大心脏, 手拿猎枪的灵悟不免有些怀疑, 除了盲浮外, 为什么血液没有其他攻击和防御手段呢? 灵悟先搜寻了卫生间和阳台, 没有发现异常, 也没有发现突袭者步枪, 围着血液再转了几圈, 打开系统界面, 仍旧未发现异常, 灵悟举起墙角放的高尔夫球杆, 准备开干, 由于片刻, 先从背包拿出绳子, 一端捆绑在阳台上, 一端扔到下方, 并且和灌木丛中蹲守玛雅, 打了几个手势, 玛雅看灵悟左手拿火把, 右手打手势, 完全无法理解其中意思, 玛雅回应手语, 灵悟也看不懂, 两人交流了半分钟无果, 灵悟回到了卧室内, 把火把插在花瓶上, 双手举起高尔夫球杆重重打在血液上, 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爆僵, 肉眼可见血液溅出一抹鲜血, 灵悟等待片刻, 再来第二杆, 感觉屋子内的血液更浓, 还能闻到血腥味, 看系统面板无异常, 灵悟直觉自己不应该挥第三杆, 但作为小白鼠, 第三杆还是挥出去了, 仍旧是一抹鲜血, 所不同的是, 屋内血液变得无比浓厚, 连视线也受到影响, 房屋开始震动, 灵悟听见了破门之声, 看向卧室门, 只见一只血色狂猛破门而入, 平地把葱菊爪子扫向灵悟, 灵悟封刺闪躲后发现, 再没有被击中, 只是被掌风刮过的情况下, 感染度就提升百分之十, 这要被抓上一爪, 或者咬上一口, 后果可想而知, 血狂猛惯性打滚后起身, 门口响起了尖叫丧尸的吼声, 大量的血丧尸, 蜂拥而入, 灵悟端枪对着扑面来的狂猛扣下扳机, 爆头, 让灵悟万万没想到, 被爆头打飞的狂猛竟然没死, 只是跑到一边咆哮嚎叫, 开起来, 猎枪爆头对于血狂猛的杀伤力约 等于小手枪对白狂猛爆头的杀伤力, 最少需要三发, 灵悟不敢停留, 跑向阳台抓住绳子朝下跳, 人跳出空中, 血狂猛跟随跳出, 一爪子抓在灵悟身上, 扯下大块肉来, 灵悟疼痛难受, 双手松开绳子坠地, 玛雅一个横扑, 抱住灵悟推向前方, 保住了灵悟的小命, 跑, 灵悟没空看自己伤势, 端枪对跑向自己的狂猛来上一枪, 血狂猛异常脚滑, 四肢着地朝旁边跳开避过了这一枪, 此时无数血丧尸挤到阳台, 如同下雨一般朝下掉, 二号楼震动不停, 西面八方的尖叫声此起彼伏, 一波波丧尸朝灵悟包围而来, 让玛雅惊奇的是, 跑过自己身边的丧尸竟然不对自己发动攻击, 而是奔着灵悟就去了, 即使这样, 玛雅也没逗留, 从目前来看, 自己不可能救出灵悟, 自己留下只会变成雷坠, 这么一会灵悟已经打光了猎枪子弹, 手机眼快换上沙漠之鹰, 眼看摔下来的丧尸即将站起来, 眼看远处来的丧尸要包围自己, 玛雅扣下扳机, 快枪守25%几率启动, 任凭血狂猛闪闪避, 子弹如同能拐弯一般, 武士子弹一发入魂, 在空中将血狂猛脑袋打爆, 系统提示获得战利品, 这是玛雅第一次杀丧尸, 直接获得物品, 不过他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看战利品, 玛雅风刺冲出第一层包围后, 朝基地狂奔, 商店处顶部跳下两只白色狂猛, 带领尸巢追击玛雅, 玛雅打开自己界面, 发现感染度高达50%, 因外伤, 骨折, 流血, 生命和耐力上限减少了50%, 生命只剩下20点, 耐力见底, 把耐力跑光之后, 玛雅吃口香糖, 转身举枪开枪, 子弹打在一只狂猛身上, 狂猛如同被重击一般, 跳到一边咆哮, 另外一只狂猛, 毫不停留, 冲向玛雅, 玛雅知道, 不是他去死, 就是自己完蛋, 单手举着枪, 静静地看着后座力缓冲条, 狂猛也属于一根筋, 只会走直线, 当他扑向玛雅, 距离不过两米时, 在不使用快枪手的情况下, 玛雅一枪抱了他的脑袋, 玛雅将枪口转向另外一只狂猛, 此时尸巢已经追上狂猛, 狂猛先尸巢, 一步冲向玛雅, 有了上次经验, 玛雅已经非常镇定与放松, 狂猛的扑跃动作在他看来如同慢放, 准确地一枪将狂猛打死, 此时也恢复了一些耐力, 尸体肯定是不敢摸了, 逃命要紧, 灵雾刚要起步, 一只丧尸如同橄榄球队员一样, 飞扑抱住了灵雾, 将灵雾摔倒在地, 眼看灵雾要被淹没, 二十米外侧印的玛雅的小手枪开火, 连续将三只丧尸抱头, 给了灵雾起身的机会, 一只丧尸有血有样扑抱灵雾, 在空中被玛雅抱头, 解决危机后, 玛雅没有等灵雾, 她知道灵雾的速度, 当灵雾耐力耗尽休息, 她会立刻停下来, 在二十米外戒备, 在玛雅掩护之下, 灵雾终于活着回到基地, 发生这么大骚动, 基地的人又开启了一波悬崖边吃瓜的活动, 这次和往日不一样, 灵雾回到基地后, 连微笑的时间都没有, 直奔医务室躺下, 此时她还有轻度流血状态, 生命值仅剩四点,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系统提示, 开启猎人职业标记技能, 标记一级, 在不耗费耐力情况下对目标进行标记, 持续十秒钟, 冷却时间一分钟, 远程武器命中标记目标将造成百分之二百的伤害, 大家蜂拥进入医务室, 灵雾在病床上向大家介绍了血液和血狂猛, 灵雾刚说完, 还没来得及接受大家嘘寒问暖, 基地响起警报声, 所有人收到一条系统提醒, 丧失工程倒计时十分钟, 本次工程强度四颗星, 持续五分钟, 灵雾拥有感染, 骨折, 外伤三个状态, 需要卧床三个小时才能痊愈, 由于感染度超过百分之五十, 每十分钟只能降低百分之十五的感染, 骨折和外伤需要在感染完全清除后才能恢复, 此外, 在感染的状态下, 医疗绷带等药物的效果减半, 玛雅着手安排每个人岗位和武器, 他给灵雾拿来了宝贵的一个急救箱, 急救箱恢复灵雾部分伤势, 恢复二十点生命上限, 玛雅再把一把小手枪交给灵雾, 让灵雾保护自己和苏石, 石头有射击经验, 拿了沙漠之鹰, 堂堂敏捷高, 拿猎枪, 还有一把小手枪留给雪弹, 雪弹的大锤威力无穷, 但是耗费耐力, 配备小手枪可以让他在回耐力时还具备攻击力, 和上次工程防守不同, 家里没有多少汽油基数, 造不出几个燃烧瓶, 不过大家还是比较放松, 毕竟上次三把枪就手死了教堂大门, 玛雅则认为处境比工程更艰难, 工程时教堂大门下方是台阶, 居高临下, 有地理优势, 并且台阶狭小, 有利于守方, 如果本次工程丧失, 还是傻乎乎走大门, 除非加入几只狂猛, 否则肯定无法突破大门, 但问题是没有如果, 本次是系统工程, 工程不是攻击玩家, 丧尸的目标除了玩家外, 还有建筑, 甚至可以破坏物品仓库, 导致物品损坏, 因此, 丧尸会四面八方涌入教堂, 他们会走后门, 他们还会打碎玻璃钻进教堂, 玛雅把防御重点放在了教堂后, 半段的过道上, 过道狭小, 有利于防守, 缺点是, 必须放弃露天花园, 露天兵营与系统仓库, 一旦系统仓库损毁, 物资囤积上限将降低, 目前60个建材满仓就会变成40个, 即使石头对此提出疑议, 玛雅仍旧决定将主要防御重心建立在过道上。 第41章, 守城,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看着倒计时, 除了玛雅外都表现得比较紧张, 教堂大门用保险柜和长椅构筑住了第一道防线, 后门用教堂原本有的一些家具构建防线, 虽然没有医疗效果, 苏石还是和林悟挤在病床上, 用病床被子盖住脑袋, 靠坐在床头。 林悟靠坐在床头, 拿了小手枪看着医务室的门口, 问, 苏石, 说说吧。 说什么? 晕尸。 苏石也解释不清楚, 他从不看任何丧尸题材的电影和小说, 也不玩丧尸题材的游戏。 只要知道对方是丧尸, 苏石就没有来得反胃。 如同晕车一样, 大家认为, 晕车是因为乘坐汽车时运动神经出现紊乱导致。 实际上, 有不少晕车者不是上车晕, 他们到了汽车站就晕, 闻到汽柴油味道就晕, 或者在得知一会要乘车就晕。 那你好好待着, 不要说话, 特别不要尖叫。 我努力。 在两人闲聊着, 倒计时终于结束, 工程计时开始。 玛雅独自站立在教堂外的空地上, 等待了一会, 才见到一只丧尸出现在路口, 她努力奔跑向教堂。 玛雅举弩瞄准拿下一杀。 要说工程丧尸和普通丧尸存有一些区别。 工程丧尸他们可以不停地奔跑, 虽然跑得不是很快。 普通丧尸最多会快跑, 冲刺, 扑爆。 其过程也就三秒左右。 工程丧尸勉强算是稍微加强的普通丧尸。 25秒, 又来一只丧尸, 玛雅杀之, 心中疑虑, 这就是四星工程。 很快又来了一只丧尸, 玛雅开始感觉不安。 第一只丧尸15秒出现, 第二只是25秒, 第三只30秒, 也就是说丧尸出现的频率会伴随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密集。 60秒过去, 开始出现尖叫伴随小尸巢。 90秒, 尸群出现, 尖叫开始发威, 玛雅退到教堂内, 守城战正式打响。 120秒后, 大量丧尸涌入教堂, 部分丧尸冲击正门, 其他丧尸绕着教堂走, 看见窗户就撞碎玻璃朝里钻, 一时间教堂大厅枪声不断, 目前可以比较轻松稳住形势。 狂猛。 雪蛋喊了一句, 轮起锤子横扫, 这个动作不快, 但狂猛太快, 被横扫卷入其中。 雪蛋横扫属于系统技能, 在实施横扫期间, 其本身处于无敌状态。 一锤子打在狂猛身上, 狂猛飞到一边, 四脚朝天。 雪蛋喊, 他晕了。 横扫有低几率必杀, 狂猛出门没看黄厉, 直接撞上低几率。 可惜谢太后, 必杀换成了晕厥。 小刀距离最近, 立刻奔跑过去。 狂猛悠悠晃着身体想站起来, 小刀一脚踩在狂猛脑袋上, 狂猛立刻四脚朝天, 又晕了。 小刀举起脚再次践踏, 这次直接踩爆狂猛的脑袋。 不少丧尸已经进入了教堂大厅, 小刀踩得过瘾, 没察觉侧面一只丧尸奔跑扑爆, 将小刀摔倒在地, 一起滚了两圈。 小刀急忙站起来, 将其拉倒后踩死。 玛雅弩箭飞来, 射爆了偷袭小刀的丧尸。 三把枪守住教堂门,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丧尸一条直线冲过来。 今天不一样, 今天的丧尸四面八方涌来。 石头枪用得不错, 但是玛雅犯了一个大错误, 她将杀鹰分配给了石头。 每次开枪, 石头都要等待1.2秒的后座力缓冲, 无法做到小手枪的连发。 更要命的是, 杀鹰子弹太猛, 一具丧尸根本挡不住, 运气好可以双爆头, 运气不好, 子弹打穿丧尸同时会射到同伴的身上, 因此石头射戒屡屡受限。 堂堂的猎枪最凶狠, 拉动枪栓后开枪, 特别有节奏感。 能爆头就爆头, 不能爆头也能把丧尸打飞, 甚至直接打死。 按照玛雅原本的计划, 冷兵器为热火器提供保护, 热火器优先射杀与冷兵器搏杀的丧尸。 战术没错, 但是实际操作中出现不少问题。 灵物声音穿透力出问题, 此外, 小刀杀红眼后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战术, 拽过来就踩, 两次拽到石头, 如果不是没有拽到, 估计石头的脑袋已经被他踩爆。 已经过去两分半, 大家基本都受了轻伤。 玛雅间丧尸越来越多, 正在切割队伍, 下令到退手过道。 灵物声音从过道医护士传来, 丧尸攻破后门。 快枪手, 快枪手, 灵物惊讶发现, 在病床上用快枪手不耗费耐力, 也不是不耗费耐力, 而是恢复耐力的速度非常快。 狂射石枪的情况下, 还是掉了一半耐力。 灵物站立在床尾, 居高灵下用小手枪阻挡进入医护士的丧尸。 数量并不算多, 很快就清理干净。 其他人全部进入过道, 一边挡住大厅冲来的丧尸, 一边清理过道的少许丧尸, 很快稳住了阵脚。 过道边有六个房间, 每个房间都有窗户, 注意房间内会出丧尸。 小刀,马魂齐声道, 我来搞定。 他们没枪, 最适合清扫少量丧尸。 石头站在医护士门口, 这枪不行。 灵物,我们换一把, 要去仓库领。 快! 灵物无奈只能从病床起来, 和石头走到靠近大厅位置。 这里是基地的电台和物品仓库所在地。 石头拿走小手枪, 整个人立刻清爽起来。 暴桑是玛雅比较担心的变异丧尸, 一旦被他冲到近处再杀他, 毒气一炸开, 卷入其中的人都得和灵物去抢床。 暴桑缺点也很明显, 身高超过一米九, 肚子大, 脑袋小, 不想在人群中发现他都不行。 石头再过道前防御, 道, 有狂猛。 狂猛和暴桑相反, 他是四肢着地, 隐没在人群之中。 玛雅找不到狂猛, 灵物从仓库拿了杀音出来, 听见石头喊狂猛, 走到石头身边举枪寻找。 石头道, 藏在尸群中。 灵物道, 你后退一米, 血弹等会再上, 双枪封锁。 血弹和石头后退, 离开障碍物一米, 两把小手枪骑射, 一只只丧尸倒地, 构建出新尸体障碍, 可怜地丧尸过障碍必摔。 灵物举着杀音, 静静等待, 地方狭小, 直线扑击。 狂猛出现了, 他非常给灵物面子, 跳跃而起跃过障碍, 抓响灵物。 灵物对战狂猛的经验丰富, 冷静扣下扳机, 狂猛应声爆头。 玛雅喊, 灵物, 血弹, 石头守前门, 小刀, 马魂清理房间丧尸。 堂堂和我守后门。 堂堂大喊, 哎呀, 他们把我的花园给拆了。 石头看了一眼基地, 草了, 冰营没了。 六张床的冰营被破坏后, 有五名基地成员没有被分配到床铺, 士气跌落百分之二十。 这个状态, 只有在分到床之后才能消除。 第四十二章, 简缘。 轰隆两声, 一阵火光从教堂门口冲起, 大家一时间陷入思考, 什么炸了? 下一秒, 所有人都醒悟过来, 摩托车和车都炸了。 汽车百分之一百损毁后, 进行五秒读秒。 五秒结束, 如果车内存有汽油汇, 发生爆炸。 可怜的汽车被孤单扔到教堂大门外的停车位, 硬生生被丧失抓爆。 汽车爆炸导致集体走神, 后门掩体较高, 没有灯光, 甚至蜡烛都没有。 一只暴丧悄无声息地被障碍绊倒, 倒地之后, 暴丧随之爆炸, 毒气席卷。 玛雅立刻后撤, 本也能逃出毒物的堂堂被一只丧尸暴倒。 好容易挣脱逃出毒物, 发现自己生命见底, 并且因为中毒还在持续掉血。 玛雅道, 去病床躺着快, 只要不死, 都能救回来, 躺上去后, 流血中毒等状态不再掉血。 堂堂立刻跑进医务室, 扑到床上。 恰巧一只丧尸破窗而入, 堂堂站立在床上用猎枪打死了丧尸。 打完之后, 堂堂看自己状态, 大惊, 玛雅, 我还在掉血, 还有五点血。 什么? 不可能。 玛雅连忙到医务室门口, 怎么会? 不知道, 要死了。 说死就死, 堂堂一点都不含糊, 随即就倒在床上。 玛雅莫名其妙中看见了床头一团东西, 走过去拉开一看原来是裹着被子的苏石。 这下玛雅明白了堂堂死因。 原本病床是灵物在用, 灵物离开后, 系统认定床上的苏石使用病床。 堂堂因为着急紧张, 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最终导致了堂堂的死亡。 石头悲痛道, 我的, 堂堂, 我的园林穴。 基地唯一一份农学技能, 指望着未来通水电后大力发展农业。 堂堂死后, 技能也被格式化。 想念到此, 石头心痛到不能呼吸。 当然, 石头也为基地减缘悲伤, 为堂堂死亡而悲伤, 为失去园林穴而悲伤。 三重悲伤, 心在滴血。 工程时间到, 清理干净残存丧尸后, 玛雅安排人员上病床。 石头清理废墟, 重建冰营。 其他人全部坐在篝火处, 静静地看着篝火。 篝火不远处是被丧尸摧毁的冰营和花园。 和棉花不同, 光点但也没有黑点。 这么突然的死亡让大家心情低落。 石头拿了一盆土豆到了后院, 把盆子放在火上煮起了土豆。 这是她唯一想到不化饼能提振士气的办法。 玛雅随后来到篝火处, 坐在手工板凳上, 看着大家道, 今天守城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不应该让石头用沙鹰。 虽然我不知道, 沙鹰有后座地缓冲时间, 但是我有责任事先了解我们所有的武器。 堂堂之死对基地和大家都是一种打击。 这个世界危险无处不在。 苏石站起来打断了玛雅的话。 苏石道, 我的错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堂堂。 开认错大会。 石头道, 就我个人观点看, 这次守城非常成功。 堂堂之死是一个意外, 我们能阻挡丧尸, 但是我们无法避免意外的发生。 特别在游戏中, 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到。 大家点头同意石头的看法。 玛雅道, 明天开始我们着手先把一、三、四、五公寓楼清理干净。 从目前来看, 二号楼的协议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对付的。 玛雅, 我不给你夜班安排任务, 不能再给玛雅安排作死任务。 玛雅如果在近期因为自己派遣的任务死亡, 汇集大冲击基地的时期。 玛雅点头, 嗯。 石头问, 苏石, 你制作缺少物资吗? 苏石知道, 石头故意给自己话题, 塑料、 电线、 金属、 木板等基础垃圾。 此外还需要碎布、 松油用于制作火把。 如果能搞到空的大油桶, 我可以做几个系统外的篝火, 让整个基地在夜晚能明亮一些。 仓库的零食已经消耗殆尽, 虽然加的耐力不多, 恢复的生命不多, 但是聊胜于无。 如果遇见了, 可以顺手拿回家。 石头点头, 我记下了, 明天开始, 我会通过电台发布交易信息。 一方面可以补充物资, 一方面物色基地新成员。 玛雅刚才说到灵雾, 我认为应该要给灵雾搭配一名夜间活动的同伴。 玛雅摇头, 就目前来看基地没有合适灵雾的搭档。 最基本的要求是跑得快, 不能拖后腿。 因此, 此人必须竹敏, 附属性可以抑制, 也可以是体力。 抑制目前一个明显的作用是耐力越低, 耐力消耗就降的越低, 不过有上限欲值, 因逐异和负异不同, 最多减少30%至50耐力消耗。 灵雾道, 我不需要搭档。 石头回答, 有个搭档最少能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死的。 切! 灵雾不屑抬头, 不是我吹牛, 就目前已知的变异丧尸来说, 夜魔比较麻烦。 灵雾本来想说, 自己可以对付所有已知丧尸, 但是夜魔例外。 虽然夜魔攻击力和速度不如狂猛, 也没有盲浮超强的隐身能力, 不过夜魔却综合了两者长处, 有一定隐身能力, 有一定的速度和攻击力。 同时, 夜魔有一个自身的特点, 那就是数量。 在夜间遭遇夜魔,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区域有几个夜魔。 他们遇见玩家不是一拥而上, 而是分散开来进行偷袭。 石头见灵雾吃扁, 忍不住笑, 不行了吧? 马魂, 这土豆能吃吗? 灵雾转移战场, 马魂嫌弃地看了一眼, 站起来端走整盆土豆。 石头不满, 什么意思? 不能吃吗? 我告诉你, 熟了大便都能吃。 切! 马魂留下一个异味深长的眼神, 到仓库拿菜刀, 用保险柜当桌子, 将土豆切块。 拿矿泉水加盐倒进盆子浇到后院, 水开后放土豆。 再回到仓库, 申领了调味品, 制作了一大盆酱汁。 等他忙完到后院, 土豆也煮得差不多。 湛匠吃着土豆快, 大家纷纷夸赞马魂的厨艺。 石头知道, 大家士气还是比较低, 还没有走出堂堂死亡的影响。 但是石头也知道, 大家都努力调整更积极的心态, 目的是为不影响别人的心情。 石头认为基地成员性格都不错, 他本想和玛雅商议, 命狗物冒险, 但又知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相信, 玛雅也不希望有人死亡。 由于马魂厨艺受到大家的赞赏, 于是基地确定每天晚上八点为基地聚餐时间。 外勤人员除了要搜集生存物资之外, 还要搜刮调味品, 各种肉类, 鸡蛋, 蔬菜等食物。 从这点来说, 曙光还是比较人性化, 对于系统外的物品都没有设置保质期。 大家聊天吃土豆, 玛雅去了一趟仓库。 不一会, 口含土豆的石头一问, 玛雅身领宝箱? 什么宝箱? 哪来的宝箱? 第43章, 钱哨。 工程钱玛雅和血液大战了一回合, 被丧尸碾得如同丧家之犬。 但是在这期间, 玛雅连续击杀狂猛, 其中就有一只血狂猛, 三次强力爆头才灭掉的血狂猛。 在消灭血狂猛之后, 系统提示获得战利品, 玛雅没时间查看。 回来刚躺在病床上爆发丧尸工程。 直到吃土豆闲聊, 小刀询问玛雅二号楼时, 玛雅才想到战利品。 战利品就是宝箱, 一个小盒子上写着卡片宝箱。 系统说明, 打开宝箱后随机获得一张卡片。 宝箱分成金子蓝绿四个档次, 对应的卡片也是四种颜色。 玛雅获得的战利品宝箱为蓝色宝箱。 宝箱放在中间, 大家围坐看宝箱。 玛雅卷起袖子, 双手伸向宝箱。 小刀叫停, 等等。 玛雅问, 怎么了? 小刀双手捂住玛雅的右手来回搓动, 闭目口中念念有词。 完了, 小刀放开玛雅道, 我已经将自己三天的运气传给你的右手。 玛雅听完和大家一起压麻呆住, 许久问, 可以开了? 开开, 大家急不可耐, 都是第一次见战利品宝箱。 等等。 雪蛋道, 小刀没有拿到宝箱, 玛雅拿到宝箱, 说明玛雅运气更好。 小刀传导运气, 是不是降低玛雅运气呢? 石头, 你们两个神经病吧? 急死老子了。 玛雅问, 用左手行不行? 行, 行。 玛雅, 石头和马魂一口同声道。 见小刀还要说什么? 玛雅赶紧用左手打开了盖子, 一张泛着蓝色的卡片, 静静地躺在箱子中。 玛雅拿起卡片念道, 前哨卡, 可占领一处设施为前哨。 前哨与基地类似, 有一定的安全区, 但面积很小。 前哨配备有系统仓库, 基地和前哨两个仓库共通。 前哨不能建设, 也不能损毁。 最大的特点是, 前哨因为类型不同, 奖励各不相同。 占领军事哨卡, 每天基地增加一个单位弹药。 占领餐厅, 每天基地增加一个单位食物。 占领加油站等类推。 这不是最牛的, 最牛的是可以占领变电站, 为基地提供免费电力。 占领水泵房, 为基地提供免费水源。 占领住宅, 基地额外增加两个普通床位。 灵雾念到电力时, 全部人一起沸腾。 小刀更是开心坏了, 叫着喊着, 抓了灵雾乱跳, 终于有电了。 石头盲道, 冷静, 冷静, 听灵雾念完, 说不定会有大炮。 马魂喊道, 要什么大炮, 要电, 我们要电, 要电, 我们要电。 大家复合呐喊。 石干派玛雅已经拿出了手绘地图和系统地图。 手绘地图是白班对建筑进行标记的地图。 在山顶教堂附近一共有两处变电站。 距离农场基地三公里, 靠近铁路的地方有七台风力发电机, 那边有一处变电站, 优点是距离近, 缺点是周边没有可搜刮物资, 作为前哨来说少了仓库的作用。 到左线要么走铁轨, 要么必须过一座桥才能进入左线城郊。 在桥头附近有一处小型水电站, 水电站内有变电所。 水电站附近有一家超市和停车场, 周边还配套有露营公园, 露营公园内有小卖部、 厕所、 木屋还有游客放置在各处的帐篷。 缺点一, 此处变电站距离山顶基地七公里。 缺点二, 推测这区域丧失密度较高。 优点在于可以有效利用前哨站的功能, 建立一个搜刮点。 见大家情绪亢奋, 玛雅没有吭声, 因为她知道, 这时候大家一定会选最近的农场基地。 玛雅道, 所有人好好休息, 我来寻找便便站地址。 明早我们开早茶会确定目标。 哦耶! 大家纷纷起身去睡觉, 石头握住灵雾肩膀, 道, 干得漂亮。 前哨卡冲散了所有人心中的阴霾, 大大提振了士气。 灵雾露齿一笑, 表示合足挂齿。 见大家开心, 灵雾也开心, 或许这就是分享快乐获得的成就感。 灵雾离开后, 石头靠近玛雅低声道, 你不觉得保留卡片更有利于未来发展吗? 山顶教堂毕竟是一个过渡基地, 三个月过冬, 最多六个月后肯定要朝县城发展。 你说的很有道理, 相信他们也明白你的道理, 但我不认为有人会讲道理。 玛雅补充道, 在这件事上我也不想讲道理。 石头叹气, 我也是。 玛雅道, 我提个建议, 目前基地十个床位七名成员, 可以考虑合并一个小基地。 石头左右看了一眼, 见身边没人, 轻声道, 我在挖角。 石头对游戏有自己的认识, 这个游戏必须走精兵强将的路线。 最少在前中期是这样。 石头认为七个人并不少, 甚至五个人他也可以接受。 原因是, 石头认为目前基地内的七人个性都比较鲜明, 乱家人会破坏目前基地和谐友好的气氛, 但也必须考虑战损可能。 怎么招人, 招怎样的人, 石头心中有数, 他不接受玛雅的建议。 第二天经过早茶会议, 大家一致决定前往水电站建立前哨。 留下石头和苏石守家, 其余人乘坐修理后, 百分之三十耐久杜皮卡朝左线出发, 到了哨卡处被拦了下来。 白天哨卡和帐篷位置丧尸密度非常高, 半数式头盔加板甲丧尸, 如同一堵墙拦住了唯一道路。 玛雅, 灵雾引敌, 小刀上。 灵雾靠近一只丧尸, 丧尸翻过沙带摔倒, 小跑跑向灵雾, 灵雾后撤。 小刀上前抓了丧尸的手臂拉倒在自己的脚下, 举其脚踩在丧尸的脑袋上, 没碎, 丧尸陷入短暂昏迷。 小刀再踩, 仍旧没碎。 小刀气得大喝一声踩下, 钢盔被踩裂弹开, 再补伤一脚, 才杀死了丧尸。 玛雅, 灵雾引敌, 雪弹上。 雪弹大锤放倒丧尸, 不停地敲打丧尸头部, 丧尸站了起来, 再次被打倒, 再站起来, 再次被打倒。 花费了12秒时间, 雪弹终于锤爆了丧尸的头盔, 将其杀死。 第三个试验对象是利刃玛雅, 刀砍在头盔和防弹衣上, 发出了铁石磨砂的声音, 砍了15秒, 丧尸仍旧活蹦乱跳。 马魂上前帮忙, 用盾气花费10秒, 玛雅看向灵雾, 只能把他们拉走。 他并不想这么做, 灵雾拉走这么多丧尸后, 肯定要掉队。 少了灵雾, 玛雅心中有些打鼓, 剩余的雪弹、 马魂、 小刀和自己都难以做到, 无伤应对狂猛。 第44章, 再见夜魔。 灵雾很爽快答应, 在丧尸身边溜过, 开铁门, 翻上了帐篷区集装箱顶部, 这地方他门清露熟。 随即灵雾拿出一个冲天炮点燃, 冲天炮发出不小的声响, 港哨的丧尸们互相挤压着进入铁门。 灵雾手上拿了短管猎枪, 看着集装箱下方的丧尸, 时刻准备应对突然出现的狂猛。 枪内只有最后两颗子弹, 丧尸们不会爬直梯, 不停地拍打着集装箱, 发出令人不安的噪音, 噪音吸引来了附近的丧尸, 自然也少不了尖叫丧尸。 见港哨处空无一失, 玛雅下令开车。 雪弹慢速开车, 左右绕过沙带和障碍物布置的小道, 其间多次险些寡蹭, 好在最终开出了港哨区域。 灵雾见汽车通过港哨朝左线方向去, 于是在集装箱顶部跳到另外一个集装箱, 通过层层障碍甩开了丧尸们。 灵雾坐在集装箱上等待丧尸们回味, 冷不丁发现自己正坐的对面集装箱内有动静。 于是, 灵雾双腿盘驻集装箱倒挂下, 赫然发现一只夜魔躲在集装箱最里面。 夜魔也看见了灵雾, 从集装箱内冲向灵雾, 灵雾被吓着立刻回到顶部准备跑路。 这时候, 夜魔冲到集装箱的边缘, 一缕阳光照射在他身体上瞬间冒起一道青烟。 夜魔似乎疼痛难忍, 哀嚎着躲回集装箱中。 哇! 兄弟, 听说你追过我。 灵雾拉开背包, 翻找了一会拿出墨电的手电, 本打算今天带上手电去水电站充电的。 灵雾趴在集装箱边缘, 举起手电对着太阳, 将反光照射对面集装箱内的夜魔。 反光锁过, 夜魔如被高温烫伤, 一边身体冒烟, 一边上下乱跳。 灵雾举着手电持续输出伤害, 可怜的夜魔逃无可逃, 必无可避。 夜魔痛苦嚎叫, 不属于丧尸怪物咆哮, 并没有引来同类, 在持续折磨中, 夜魔终于倒地身亡。 灵雾跳出去, 双手抓住对面的集装箱顶部, 荡进集装箱中摸尸体, 止痛片两颗。 奇怪, 是偶然吗? 还是夜魔指出医疗品? 昨夜灵雾在夜魔身上摸到的是酒精。 灵雾搜寻一会, 又找到了一只倒霉蛋夜魔, 将其烧死, 继续摸, 点服一瓶。 第三只, 退烧药一瓶。 第四只, 抗生素一瓶。 第五只, 终于出了点好东西, 一瓶血清。 血清可以在基地的实验室, 加工成疫苗血清。 疫苗血清能清除所有感染值, 并且在24小时之内, 不会被丧失病毒感染。 血清可以直接使用, 减少50%的感染值。 灵雾四处寻找了好一会, 确定帐篷的夜魔群, 已经被自己杀绝户。 不知道会不会刷新, 如果会, 自己每天可以到岗哨逛一趟。 目前基地没有医生, 能提供医疗物资的夜魔, 就是最好的医生。 即使有锋利匕首能执行暗杀, 灵雾也不想和板甲丧尸纠缠, 找个机会离开了帐篷区, 站立在路上左右观望, 灵雾决定去旷野上散散步。 根据玛雅的预测, 有灵雾在队伍情况下, 队伍最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时间, 才能完成占领前哨的工作。 灵雾打算一个半小时后再回来, 帮队伍再次引开丧尸。 这是灵雾第一次遇见野生动物, 对方是一只黑熊。 奇葩的是, 黑熊和丧尸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 他们并没有互相攻击。 子弹不多, 灵雾也不想招惹黑熊, 绕开了黑熊。 难得有时间有心情在田野中闲逛, 灵雾的节奏也慢了下来。 麦田中有很多卷成圆形的草垛, 经过草垛时, 灵雾忍不住飞起一脚, 看能不能将草垛踢动, 结果草垛一点面子都不给, 纹丝不动。 灵雾就翻上草垛, 躺在上面晒太阳, 舒服又惬意。 期间, 灵雾遇见了两名玩家, 互相远远举手打了招呼, 并没有刻意走近。 这反倒说明, 双方都是好人。 除了玩家外, 灵雾发现了三处玩家基地, 远远看上去感觉很寒称, 不仅和山顶基地无法相比, 甚至比不起最初的暗影基地。 农场建筑稀疏, 好在暂时不缺食物, 不过想发展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这让灵雾有些佩服石头。 石头一开始, 目标就是搜刮小镇, 与附近基地联系讨论合并之事, 让灵雾侦查中型基地。 即使没有遇见玛雅, 石头还是会拉人攻占山顶教堂。 整个北上镇只有两处中小型基地, 山顶教堂位置最佳, 能拿下山顶教堂是大家的努力, 也是石头的战略成功。 至于棉花与堂堂之死, 在灵雾看来属于正常损耗。 灵雾自认为自己也是耗材, 包括石头在内, 基地所有人都是耗材, 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就连不出门的苏石也要面临功成丧失的考验。 一闲下来, 灵雾就会胡思乱想。 起身继续闲逛, 灵雾意外发现了一处冒着血涡的农场, 显然这里也有一只血液。 他不知道用什么单位来描述血液, 一头, 一只, 一个, 一根, 一条, 一珠, 或者是一颗。 灵雾走进农庄, 本想看看能不能在白天见到可爱的芒符。 刚靠近五十米, 灵雾就听见巨大的吼声。 这吼声不是狂猛的低沉音, 不是芒符的咕咕声, 更不是尖叫的尖锐音, 而是代表着一种巨大无穷力量的吼声。 不刺耳, 但如天崩地裂。 不低沉, 却让人听了心惊肉跳。 灵雾在前进数米, 停在废弃的收割机边看着农庄, 只能看见血丧师们在农庄内散步。 吼声再次传来, 农庄的血丧师有小部分伴随吼声摔倒在地。 它们不是被吓倒的, 而是被震倒的。 不能再前进, 直觉告诉灵雾, 这个生物肯定不是自己所能抗衡的生物。 被它盯上甚至没有逃脱的可能。 灵雾拿出纸笔, 画下血液浓庄的位置, 在上面画个骷髅头标注, 超强丧尸。 下次遇见堡垒特工, 应该把它们领到这家浓庄来做客。 灵雾喜欢冒险是因为有挑战, 没有挑战空间的情况下去冒险。 那就是作死, 它能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两发裂枪子但能做什么? 灵雾昨夜才和血液较量过, 自己被杀得屁鬼妙流, 今天肯定不会去农庄内找死。 又传来一阵吼声, 伴随着震动, 丧尸们纷纷被震倒在地, 灵雾敲摸开溜。 第45章 冲突 灵雾回到了港哨附近, 如同一尊望夫石看着左线方向的公路。 这一等就从上午11点等到了下午3点。 从9点灵雾引怪开始计算, 已经整整过去6个小时, 大大超出了行动预计时间, 这让灵雾颇为担心, 不停地看基地目的, 生怕什么时候就多了几个人。 面前是港哨师群, 背后和荒野到处可见丧尸。 坐在路灯上的灵雾如同一匹毒狼, 在末日环境中静静地看着这个世界。 3点30分, 目的没有发现新人, 基地的皮卡车出现在公路上,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玛雅和马魂站立在皮卡的后洞, 而不是坐在车内。 灵雾站立在路灯上, 举起木棍和布条制作的旗帜挥舞, 玛雅探身拍了拍驾驶室的车门, 皮卡慢慢停了下来。 灵雾把丧尸拉走, 给皮卡开出一条路, 皮卡缓慢地开过了挡哨。 灵雾甩掉丧尸, 跑了500米后, 上了皮卡车。 开车的是雪蛋, 小刀坐在后座, 灵雾上副驾驶坐, 等死我了。 雪蛋看了灵雾一眼, 不好意思, 我的错。 气氛有些不对, 灵雾回头看小刀, 小刀一言难尽的表情。 灵雾一问, 任务失败了? 小刀摇头, 成功占领变电站。 嗯? 既然占领了变电站, 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心呢? 一路莫名其妙的灵雾见气氛不对, 暂时安娜好奇心。 所有人很顺利地回到了基地, 石头与苏石门口迎接大家, 灵雾能看见教堂内亮起的电灯, 但诡异的是, 石头和苏石的情绪非常平和。 石头对每个人说辛苦了, 称准备好了一些馒头。 玛雅安排雪蛋去病房, 与石头走到一边密会。 灵雾突然感觉自己是个外人, 好在他不把小刀当外人, 拉着小刀去附近炼击。 灵雾询问后才知道, 雪蛋和马魂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 一行人即将到达水电站时, 有一名女玩家拦车求助。 他和另外一位女生在游戏第二天晚上, 在公园管理员宿舍设立了基地。 两人局限于对游戏的了解和胆量, 这几天他们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只是搜刮了管理员宿舍, 找到一些食物与建材, 因为缺乏医疗物资, 甚至没有建立起医务室。 女甲挺害羞, 似乎没有找过人帮忙。 拦车后急忙表示, 自己是一个好人, 无意冒犯, 耽误大家时间。 司机雪蛋询问才知道, 他们进入了两颗星的守城倒计时, 在基地外看见远处有车辆, 于是女甲离开基地求援。 女甲表示, 自己愿意用一根近战武器钢筋, 请大家帮助他们守城。 我们还有重要的是要做, 也只说了这一句。 雪蛋很不满, 看了他一眼, 询问几分钟攻城。 女甲回答三分钟。 雪蛋询问玛雅和小刀, 见雪蛋倾向守城, 他们表示不反对协助守城。 而马魂很在意, 雪蛋刚看自己鄙视的眼神, 心中不满说, 昨晚自己基地守城已经死了一个人。 雪蛋反驳说, 我们是四星, 他们是二星。 马魂说, 你真想赌上同伴生死, 让你做好人。 小刀认为马魂说这句话是气话, 但是雪蛋当时被这话说的语色满脸通红, 当即向玛雅表示, 他留下来就可以。 在他们争吵时, 甲女基地工程已经开始。 玛雅让马魂看住汽车, 他们三人步行百米到甲女基地。 由于玛雅等三人并非基地成员, 不享受子弹无限与耐力恢复加倍, 只能使用近战武器与丧尸搏斗, 守城期间女已受伤, 感染度20%。 守城结束后, 雪蛋找玛雅商议, 看能不能帮两个女生找一包医疗物资。 玛雅听到这里道, 很难处理, 他们不是因为帮不帮女生的问题, 而是吃斗气的态度。 马魂即使想帮女生, 他也需要一个台阶。 最好的台阶就是雪蛋道歉, 两人化干戈为玉帛, 一笑了之。 次一等的台阶是玛雅找马魂商议, 马魂最多会给出一个不反对的意见。 不过以雪蛋的性格, 他认为自己占领情况下, 是不可能给马魂道歉。 小刀拍玛雅脑袋, 气道, 你说, 你来说。 林雾连声道, 你说你说。 小刀继续说下去, 玛雅认为可以花费一些时间协助女生, 也可以不协助女生, 怎么做都说得过去。 雪蛋表示, 即使只剩自己一个人, 他也会帮助女生。 由于马魂并没有说不帮助女生, 于是玛雅就回去与马魂商议, 暂时在女生基地落脚, 花点时间帮他们找一包建材和一包医疗包。 马魂并不反对, 他只说随便。 没想到, 这一搜就是两个半小时。 偌大的郊区公园, 超市和停车场, 愣是没找到一个医疗包, 女蚁因此死亡。 即使如此, 女甲还是感谢大家的帮助, 撑给大家添麻烦了。 女甲态度之诚恳, 让雪蛋有些过意不去。 由于马魂也积极投入寻找, 因此, 两人关系也缓和了很多。 告别女蚁之后, 大家花费了一些时间清理了变电站, 顺利地占领变电站。 回去的车上, 雪蛋提出把女甲接基地。 玛雅表示招募成员由石头做主, 于是一行人去了女甲基地, 用电台与石头联系。 石头听了两成, 拆了八成, 表示没有问题。 就在玛雅和石头沟通时, 雪蛋和马魂打了起来。 小刀赶来找玛雅, 玛雅跟随小刀到了女生基地百米外 才发现缠斗的两人, 两人舍弃了武器, 用拳斗PK, 王八拳还没招呼几下, 就发展成了摔跤。 玛雅分开二人询问原因, 雪蛋把一个医疗包丢在了地上。 玛雅和石头进行沟通时, 雪蛋和小刀在附近闲逛。 雪蛋当时心情还算不错, 和小刀打赌厕所有什么东西, 万万没想到找出了一个医疗包。 按照当时分工, 厕所由马魂进行搜索, 医疗包就在厕所清洁室内很明显的地方。 于是, 雪蛋找马魂质问, 马魂表示自己没看见, 雪蛋不相信。 马魂硬刚, 别说老子没看见, 就算不救, 他又怎样? 反正好人是你当。 雪蛋, 你有种再说一句。 马魂, 你就是那个傻X圣母, 为了让你开心, 整整耽误了一个白天时间。 第46章, 混蛋事件。 因为这句话, 马魂和雪蛋两人打起来, 小刀没处理过打架事件, 毕竟他的绝招是五嘴才脑袋, 于是只能寻求玛雅帮助。 玛雅介入后, 他认为马魂应该是真没发现, 因为男女侧入口在前面, 清洁室在背面小铁门内。 雪蛋不满玛雅站队马魂, 他看见, 玛魂绕到厕所后面, 不可能没看见小铁门, 就是他故意不拿。 马魂气坏, 问, 就是不拿怎样? 你要护花自己找去, 干嘛拉上我们, 陪你把妹? 林雾还在荒野那边吹风呢? 这件事很难说谁对谁错, 玛雅因此无法明确支持任何一方, 小刀不擅长拉架, 只能在一边干着急。 在四人讨论, 争吵, 劝解时, 小刀发现, 女甲在三十米外被几只丧尸围攻, 并且已经倒地, 连忙大喊大叫。 四人闻声急忙过去救助已经来不及, 女甲当场死亡。 雪蛋很懊恼, 自己没有保护好女甲, 看着马魂问, 你满意了吧? 马魂闻言气得脏话狂飙。 玛雅让他们都上车, 时间不早了, 她也不放心, 林雾一个人在荒野中等待, 有事情回基地再说。 超过两个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 所不同在于是否能互相包容。 维持幸福和稳定的婚姻, 包容心比起爱情更加重要。 在集体生活中出现矛盾和争执很正常, 至于结果, 舅舅很难说。 或许是分道扬镳, 或许是互相体谅包容。 好奇宝宝林雾的问题是, 石头能处理好吗? 如果处理不好, 这两人会造成破裂吗? 最后, 是两个有矛盾人生活在一起, 还是有人离开呢? 这件事类似堂堂死亡事件, 苏石没错, 堂堂也没错, 非要人给堂堂之死负责的话, 苏石有错, 调配人员的玛雅也有错。 如果马魂和雪蛋保持对立矛盾, 很容易引起其他人的选边站位。 小刀与马魂关系更亲近, 因此, 小刀在客观描述事件中, 他本人相信马魂不是故意看见医疗包不拿。 雪蛋和苏石关系更好, 他们会说什么呢? 林雾常住夜班, 难得出一次白班, 还是在荒野吹了一天自然风。 他对雪蛋对马魂持中立态度, 他也不知道应该去劝慰谁。 相信石头和玛雅也是中立身份。 对于林雾来说, 他只是好奇接下去事件的发展, 并没有因此对基地的发展产生担忧情绪。 这些是石头要操心的事, 他不需要想那么多。 石头比较了解雪蛋与马魂情况, 他知道雪蛋和马魂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 日常没事谁也不会主动和对方说话。 这与游戏第一晚一些事有关。 玛雅不会去调解私人矛盾, 她认为私人矛盾是私人的事, 只要不违反规则, 不破坏集体利益, 她允许这种私人矛盾的存在。 如同一个部门经理, 不可能去调解员工私生活中的矛盾, 也不可能要求员工之间不许出现矛盾, 那等同把自己意志强加给下属, 干涉下属的私事。 小刀问, 喂, 林雾一正,需要支持谁吗? 小刀想了一会, 不知道,我念大学时, 宿舍偶尔会出现一些矛盾, 关系好的就会凑在一起, 故意孤立别人。 林雾问道, 你就是别人吧? 小刀震惊? 你怎么知道? 林雾道, 因为凑在一起并不是孤立别人, 只有别人多心会想到, 对方拉拢其他人孤立自己。 我也遇见过类似情况, 除非是最好的朋友, 否则我们都持中立态度。 结果呢? 林雾道, 结果爆发二次冲突, 在学校介入后, 将其中一人调到另外一个宿舍, 才算平息。 两人关系, 一直到毕业都很糟糕。 也有例外, 我也和别人发生冲突, 第二天, 我们逃生依旧。 小刀问, 什么冲突? 林雾道, 世界杯直播时, 我们穿了对方死对头的队服。 好幼稚。 幼稚就幼稚吧。 那是青春热血的年代。 凌晨一点, 两人走出宿舍, 各自喊自己支持球队的名字, 整栋楼跟随着回应, 战火蔓延整个男生宿舍。 大家敲着脸盘, 放着烟火, 谁都不服谁。 林雾道, 我还是不和白斑混了, 我不喜欢尴尬的气氛。 不喜欢尴尬的气氛, 没能力没打算去改变这种气氛。 天色渐暗, 小刀看向基地, 基地内灯火通明。 换了此前, 他早就开开心心地回基地, 今天他也不想回去, 宁可和林雾在黑暗中欺负落单的丧尸。 好在小刀总能找到开心的事。 看看, 那只丧尸是刷新出来的。 面对兴奋的小刀, 林雾一脸蒙圈, 当然是刷新出来的。 这是游戏, 否则你建一个医务室需要多久? 医务室也不会提供各种功能。 不是, 我是第一次见到刷新出来的丧尸。 这么说是对的, 游戏中丧尸刷新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除非特殊情况, 正常刷新情况下会出现在玩家15米外, 特殊情况就是血液护卫队。 第二个原则, 安全区内不会刷新丧尸, 但是不排除有迷路丧尸走到安全区内。 我和你说, 我今天又发现了一处血液, 这次看守协议的不是盲府。 小刀好奇问, 那是什么? 林屋道, 不知道, 但我认为是目前遇见变异丧尸中最太变的。 悬崖边传来石头的喊声, 下面两个, 天黑了, 回家抱窝。 休息时间多, 导致人员之间接触时间长, 想不见谁都不行。 林屋不想去后院, 但是基地主要生活都在后院, 就连睡觉也要去后院。 去了后院发现篝火边只有玛雅一个人, 原来印马魂要求, 他被移动到室内宿舍, 就小刀和马魂两个人, 估计两人现在进入闺蜜聊天时间。 雪旦已经去休息了, 苏石整理永远整理不完的垃圾, 重复着将物件拆开, 然后分类, 接着合并。 有了电确实不一样, 整个后院都亮堂堂, 让人分外舒爽。 石头搬来一张苏石刚做好的桌子, 找个地方放好, 道, 我打算将后院空地转变成基地娱乐室。 第47章, 夜晚, 林屋道, 小气鬼, 系统有娱乐室, 自己拼凑出来的娱乐室和人家没得比。 那不是站格子吗? 系统还有电影院呢, 用一个大型室内或者室外单位可建造。 石头坐在篝火边, 我准备搞一个木材堆。 你们外出时, 我就在附近矢检一些木头, 加工成木材保存在大堂。 对了, 还记得我们暗影基地刚成立时, 与一个右线流浪者有联系吗? 林屋道, 一直都有联系吧? 就是距离有点远。 石头道, 流浪者也拿下了一个中小型基地, 扩招人员到了十人。 但是, 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 争风吃醋, 一位有医学技能的成员通过电台与我联系, 表示自己愿意转到暗影基地。 我看了地图, 需要白班花费一个多小时时间到火车隧道出口接应。 左右线唯一正常的交通就是铁路线, 连接处是一条三公里左右的隧道。 林屋道, 我夜班。 玛雅道, 你想继续当值夜班吗? 有电了, 夜间活动自然会慢慢多了起来。 白天大家一起上班, 晚上大家一起休息。 十多点头, 就是, 放你一个人去夜班, 整个基地都不得安宁。 林屋道, 夜班比较单纯,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此外, 我想去一趟山顶观察哨, 看能不能摸点物资回来。 林屋曾经拿回一个公文包, 里面有三处军事设施, 分别为有夜魔的党哨, 山顶观察哨和火车指挥部。 山顶观察哨与山顶教堂直线距离为三公里, 目测海拔一千米左右。 林屋补充道, 作为一位猎人, 是时候上山寻找动物的踪迹。 玛雅否决, 太危险。 如果你要单独去山顶哨卡, 必须携带一定的枪支弹药, 目前基地有四把枪, 猎枪子弹两颗, 杀鹰子弹, 还有三颗。 我不确定有没有野生动物, 有的话绝对不是一把匕首能对付的。 既然是山顶哨卡, 必然有大量板甲头盔丧尸, 说不定还有新的变异丧尸, 比如山霄之类。 我不反对冒险, 但我反对风险超过收益的冒险。 玛雅道, 你一个人能携带多少东西? 以突击步枪的头来说, 是射不到背包里, 除了背包提供一个武器架之外, 你只能自己背着。 子弹呢, 你上次拿回来的鸭母器, 就重达五公斤。 石头道, 玛雅, 你倒是很擅长理智分析得失。 我想林悟就是暂时, 不想在基地久留而已。 林悟解释, 不, 不是, 我就想去山顶少侠看看, 不过玛雅说的很有道理, 明天白天, 我去对面的高地别墅转一圈。 林悟在工厂发现一张别墅照片, 照片中七个人有两人穿军装, 相信在别墅内应该能搞到一些武器。 他想一出就是一出, 去哪都可以。 堂堂之所以死亡, 归根结地只有一个原因, 枪不够。 最少要做到人手一把枪, 如果能人手一把突击步枪, 来什么杀什么, 一百新工程也不在话下。 林悟道, 此外我有个想法, 二号楼的血液似乎和整栋楼连接在一起, 我们能不能把二号楼给炸了。 石头一听, 炸楼就来兴趣, 没有几个男人可以抵抗拆楼带来的快乐。 苏石可以制作简单管装炸弹, 不过需要弹药包。 想把二号楼炸塌, 我想需要很多弹药包。 弹药包可以说是基地最稀缺的基础物资, 好在不是必须物资。 玛雅在一边道, 根据林悟描述, 血液有个特点, 只要不受到伤害, 它就不会召唤丧尸。 我们不需要把整栋楼炸毁, 只要拿到足够多的管状炸弹后, 一次性引爆即可。 灵悟问, 足够多是多少多? 玛雅想了好久, 足够多。 三人就此开始讨论, 灵悟就是单纯想灭血液, 石头觉得灭血液一定有高额奖励。 玛雅更注重试验性的打法, 毕竟只是第一只血液。 在讨论中, 基地系统地图出现一个红点。 成员在基地时, 界面会出现一个电子地图, 基地成员为绿点, 丧尸与外人为红点。 见红点停留在基地边缘, 一动不动, 基本可以断定是一名玩家。 三人带上枪到门口查看, 果然是一位玩家, 询问得知对方正在寻找基地。 石头和对方聊了几句, 表示自己基地已经满源, 给对方指明一条前往最近基地的道路。 回来时, 石头听见电台呼叫, 于是忙自己的逝去。 灵悟虽然和玛雅一起出情过, 但两人交流的内容几乎都和工作有关, 没有闲聊的话题。 没了石头, 两人在后院篝火处坐了一会, 灵悟感觉很不自在, 于是去仓库拿了本书去冰营睡觉。 到冰营宿舍, 将自己单位的上下两盏灯打开, 比白天光线还要好。 再拉上屏风, 形成一个封闭空间, 空间虽然不大, 但身处其中非常舒服, 还给灵悟带来了之前所没有的安全感, 也是灵悟第一次在游戏中有家的感觉。 此前基地给灵悟的观感只是宿舍, 其存在完全是工作需要, 现在给灵悟的观感是工作是为了拥有一个舒适的宿舍。 看时间不过是晚上七点, 今天本应该有庆祝活动, 可惜因为雪蛋和马魂的事, 让大家早早地回到自己的宿舍, 回到自己的空间。 灵悟希望明天他们能处理好自己的事。 想到这里, 灵悟带入思考, 如果自己和别人出现矛盾, 会怎么处理呢? 假设自己目睹了马魂故意不拿医疗包的过程, 事后马魂不仅不承认, 还说自己冤枉他, 由于没有证据, 其他人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的说法。 再假设雪蛋故意诬陷自己, 见医疗包不拿, 不相信自己解释, 大家对此事无法发表看法。 自己离开? 不, 凭什么? 灵悟认为有必要的话, 自己可以离开基地, 可以被开除, 但不能在被诬陷的情况主动离开基地。 面对别人的诬陷, 逃避是最消极的应对方式。 拉拢他人排挤对方。 灵悟自认为做不到, 轻者自轻。 他不会为了证明自己清白, 而刻意拉拢别人, 以多数排挤少数。 思来想去, 灵悟得出一个结论, 也是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处理办法, 那就是投票。 如果大家选择相信自己, 那就将对方驱逐出基地。 反之, 这个基地对自己来说已经没有意义。 对于基地其他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反正作为中立一方的灵悟, 不喜欢目前基地的尴尬气氛, 似乎连聊天都得刻意地压低声音。 见灵悟也滚去睡觉, 石头终于开始自己的工作, 先约雪旦出来散步喝一杯牛奶, 再拉马魂出来喝一杯剩下的牛奶。 最后让雪旦再出来喝完剩下的牛奶, 三人一起处理这件事。 两位, 我就直话直说, 我们现在只有七个人, 低头不见抬头见, 每天要见很多次。 今晚本应该是一个庆祝的夜晚, 但因为两位的事导致冷冷清清, 你们的矛盾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基地的健康发展。 石头道, 我本人理解雪旦的看法与做法, 也相信马魂的人品, 我认为这件事不存在完全对的一方。 石头道, 作为基地的管理者, 如果你们对我有意见, 我可以耐心解释。 如果对解释不满, 可以公开讨论这件事。 如果大家认为我有错, 而我不认为我有错, 我可以让出管理者的位置。 由于你们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到基地的氛围, 必须解决, 必须尽快解决。 作为管理者, 我提出一个解决办法, 给你们时间, 给我一个结论。 最低底线, 克制自己不引发二次冲突。 当然, 我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 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们自己。 石头, 如果经过你们的交流, 认为没什么好说, 并且始终看不顺眼对方, 我们就必须进入下一个议题, 两人必须走一人。 你们能走到下一个议题, 已经说明议题的正确。 如果你们没有人主动离开, 明早早查时间公开说明这件事, 由其他成员进行一次无记名投票, 来决定两位的去留。 石头道, 最后, 我希望无论结果如何, 你们能认识到, 你们的行为给大家带来很大困扰。 石头对两人点下头, 离开篝火倒腾电台去。 第48章, 炸尸。 第二天清晨凌雾被香味唤醒, 和其他人一样, 下意识地就走到篝火边。 只见桌子上放了一盆食物, 香气肆意。 几人探头看, 发现是一锅加了肉类和海鲜的包仔粥。 马魂穿着一条厨师围裙, 举了一个大勺子从教堂内走出来, 见到大家看自己, 招呼道, 自己拿碗。 碗筷是个问题, 就连大家喝水的水杯也是问题。 灵雾和小刀去仓库找了好酒, 拿了一些瓶瓶罐罐回来。 其中包括且不限于空罐头, 塑料袋, 木板等器皿。 石头去教堂外折了一些树枝当做筷子。 灵雾的器皿是一个没有被拆除的小樱箱, 把粥打在上面用两根弯曲的小木棍吃了起来。 不如直接用手。 会烫。 暗影老基地碗筷很多, 因为他们附近有很多住宅, 玛雅没有浪费时间, 见大家到齐, 道, 今天我们目标是一号公寓。 雪蛋道, 盐已经用尽, 没有肉类, 没有蛋类, 基本食材全部在这锅里。 说完看了马魂一眼, 马魂用勺子敲了敲盆子, 吸引大家注意, 道, 大家好。 在这里, 就昨天我和雪蛋的事, 郑重向大家道歉。 对不起, 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 雪蛋跟上道, 对不起, 因为我们破坏了大家的好心情, 希望大家能原谅我们。 林雾举音箱, 没问题, 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好奇宝宝林雾并不关心解决的过程, 他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小刀, 石头和苏石也附和, 没问题。 玛雅就是点点头, 不觉得是多大的事, 他开始分派白天工作, 林雾侦查山顶别墅, 配备沙鹰, 若干医疗物资。 玛雅, 雪蛋, 小刀负责商业街3-5号店铺, 我和马魂负责一号公寓二楼, 完成工作后, 与另外小组会合再做工作安排。 石头有时间就到悬崖边警戒, 为商业区提供一定的警戒。 走到悬崖边, 直线距离商业区不过120米左右, 有电之后, 对讲机就能派上用场。 玛雅道, 苏石继续拆拉机, 我们需要很多基础材料。 要做一把菜刀, 首先要收集一定的碎木、 木棍或者类似的物品, 制作出一块木板, 通过加工把木板变成菜刀刀饼。 同样还要收集金属碎片, 制作出铁板, 消耗磨刀石铁板变成了菜刀。 磨刀石也需要垃圾进行合成制作。 通过这些工序, 制作出来的菜刀属于系统物品。 而自己拿刀片和木棍组装出来的菜刀, 没有任何系统加成。 电台传来呼声, 石头起身去回应, 不一会, 石头从教堂内出来道, 有一位玩家借用北上镇一处基地的电台与我联系, 对方自称有化学技能, 想加入我们基地。 我让对方在橄榄路牌附近等待。 灵雾, 你去接一下。 灵雾没有意见, 抱着音箱站起来, 边吃边问, 叫什么名字? 石头道, 沙娜。 灵雾瞬间识话, 好一会灵雾才开口, 问, 可靠吗? 石头理解灵雾的担忧, 道, 我和他聊了几句。 以我的观感来看, 这位女生性格比较开朗爽直。 再者, 我们是统领制, 我会控制她的武器身领, 应该没有问题。 灵雾点头, 化学哦。 石头一问, 有问题吗? 灵雾以怀疑口吻问道, 化学能做什么? 玛雅一边说明, 很多药品与化学有直接关联。 这药, 工业生产等很多领域都依赖于化学家构建分子的能力。 严格来说, 化学家兼容了药物和爆炸物两者之常。 你们昨晚不是还在上浪炸楼吗? 灵雾知无道, 这样啊。 石头了解灵雾性格, 疑惑问, 有什么事, 是我不知道的吗? 没有, 我去拿装备。 石头莫名其妙, 不一会, 石头喊问, 灵雾, 你为什么申领沙鹰? 那条路有一些丧尸, 但密度很低, 灵雾和玛雅多次穿梭, 石头和小刀也走过。 灵雾站在教堂后门, 靠在门边, 看着手上的沙鹰道, 昨晚曙光托梦告诉我, 说我们这把沙鹰受到了魔鬼的诅咒, 只要我今天把它埋了, 我们基地在未来一个月内, 都不会出现死亡。 石头看了灵雾好一会, 转头看大家, 小声问, 什么情况? 大家都不清楚, 一起摇头。 石头转头道, 想带就带上, 别开这样的玩笑。 去吧。 玛雅目送灵雾离开, 道, 似曾相识。 什么? 玛雅道, 上次偷摩托车时, 灵雾表现出一些不自在, 存在羞愧感。 石头一问, 他杀过玩家, 没见过有什么羞愧感。 玛雅解释, 不是, 我和灵雾去港哨时, 有个女孩偷我们的皮卡被他杀了, 回头我们就偷了摩托车。 石头明白了,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没听你们说过这件事。 玛雅想了一会, 是吗? 我没说过吗? 他承诺过不告诉石头灵雾杀了一个想加入基地的医生。 灵雾有些佩服这个叫沙娜的女人, 孤身一人不仅混了把杀鹰, 还学了医生技能书。 复活不到12个小时, 又搞了本化学技能书。 作为大学生, 他当然知道化学和药品之间的关系。 有人能系统治药后, 病人不用死赖着病床。 出门在外带上挤瓶药, 生存几率能大大提升。 灵雾也不是没想把事情和石头说清楚, 但总觉这么做很小人。 现在, 他存侥幸心理, 毕竟自己叫灵雾而不是亮人。 当天晚上天比较黑, 人家未必看清楚自己的面容。 这种心态追根溯源, 是因为灵雾在杀人舔包之后, 发现自己可能真的杀错人, 于是对自己行为有一些的愧疚感。 决断力满直, 对错不知道, 你就说杀得快不快吧? 不见棉花和堂堂回来, 为什么这女人却能回北上阵? 沙纳为什么直接联系石头呢? 灵雾相信不是来报仇的。 从沙纳的技能装备水平来看, 他直接寻找当地最大基地的想法是对的, 而且他也很有自信。 死不承认, 沙鹰怎么处理? 该死的误证。 勇敢面对, 能赖就赖, 不能赖也认了。 人嘛, 要为自己做的任何事情负责。 一路上心理活动超多的灵雾, 慢悠悠地到达橄榄庄园, 沙纳站立在橄榄庄园牌子下, 灵雾走过去, 问, 沙纳? 顺便看一眼牌子, 上面自己诱导玩家们去橄榄庄园的字还在。 沙纳看了一会灵雾, 问, 灵雾吗? 好像没认出来, 灵雾上前握手。 是的。 沙纳微笑道,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第49章, 沙纳。 灵雾前面带路, 和沙纳随便聊了几句, 问, 为什么会想加入我们基地? 沙纳在包里, 没放在武器架上, 无他, 心虚而已。 沙纳回答道, 如果有可能, 当然要选最好的基地。 灵雾道, 你来对了, 我们昨天刚通了电力。 沙纳有些吃惊, 也有些失望。 那很好啊。 灵雾没明白, 回头看沙纳, 沙纳和灵雾并排走, 解释道, 电力是基地很重要的资源。 你们已经获得了电力, 我在短期内做的贡献, 就很难超越你们。 反而感觉自己攀附上一棵大树, 多少有些不自在。 灵雾本想问沙纳是不是5%, 不过在上次麻雅5%之后, 灵雾知道, 这样的问题很冒犯别人, 同时也会让别人误会自己的自卑。 灵雾询问沙纳, 是怎么拿到化学技能书。 对此问题, 沙纳笑盈盈道, 你告诉我, 怎么拿到电力? 我就告诉你我, 怎么拿到技能书? 沙纳说的这句话, 相当有话题空间, 给灵雾搭话留下空间同时, 还给予发挥话题的机会。 可以开玩笑, 要求他先说, 可以说明自己拿到电力的经过, 亦可以判断他的性格很有趣, 恭维他是一个开朗的人。 沙纳没有小刀的蠢针, 没有玛雅的冷静, 独有自己外向的魅力。 从容貌来说, 沙纳也略胜过两人, 举手投足, 谈笑风生, 让人觉得很舒服, 忍不住想与他多亲近。 等待灵雾做贼心虚, 并没有受到沙纳性格, 外貌等第一印象的冲击。 灵雾疑惑道, 在你加入基地后, 不就可以知道电力来源了吗? 这算什么交换条件? 沙纳古塞帮看了一会灵雾, 你很少与女生搭讪。 好奇灵雾问, 你怎么知道? 沙纳怂下肩膀, 我就是知道。 不过也没什么值得得意, 就是俗话说的情伤。 哈哈, 你太谦虚了。 说别人情伤高在蓝星中, 是一种骂人的话, 说明这个人是个墙头草, 风吹两边抖, 只会说别人爱听的话。 为了讨好别人和左右逢源, 每天要说很多违心的话。 为了让别人开心, 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生活压力。 并不是说情伤高就不好, 情伤高的人更幽默和风趣, 让人更容易亲近。 沙纳这句话属于自嘲。 大众讨厌的情伤高指的是会看人眼色, 擅长揣摩上级心态, 喜欢钻研厚黑学, 为人处事圆滑, 没有基本原则和底线的这类人。 半分钟的电台通话能说服石头, 说明沙纳的过人之处。 即使灵雾心怀鬼胎, 也觉得沙纳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 基地情况。沙纳更关心基地成员情况, 灵雾不喜欢在背后说人是非, 拒绝对成员进行点评。 沙纳听后也不生气, 一指灵雾道, 我喜欢你这样的朋友。 灵雾看时间和时机都差不多, 道,沙纳, 你看起来有点面熟, 你在蓝星哪个去生活? 七驱。沙纳看着灵雾似笑非笑道, 我也觉得我们曾经见过面。 灵雾沈然一笑, 有缘千里来相会, 相逢和必曾相识。 白班已经开工, 石头在门口迎接沙纳, 双方站立交谈了几句, 沙纳正式加入暗影基地。 石头拿电台呼叫玛雅, 玛雅携带了对讲机, 与沙纳进行沟通, 欢迎。 请说明一下加点情况, 专精情况, 技能情况。 一句废话都没有。 面对不废话的外勤主管, 沙纳干净利落回答, 逐一复免, 没有专精, 只掌握化学生活技能。 玛雅问, 逐一复免? 能解释一下吗? 这是很新奇的加点方式。 常见利明体, 少见智力。 诸如小刀这样思维的人会加意志, 但玛雅第一次听说有人主意志, 不知道有没有玩家双意志极致加点。 沙纳回答, 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 意志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即使再强大的人都需要意志力支撑自己不断变强的信念。 玛雅, 哲学我懂, 在游戏中这样加点有哪类优势? 沙纳回答, 逐一致情况下, 耐力越低, 所需消耗耐力越低, 最高可达到50%。 我第一次死亡之前, 曾经和主体的玩家进行过一次试验, 全速奔跑情况, 主体复免和逐一复免, 消耗一条耐力所能奔跑的距离一样。 区别在于, 前者更快到达, 又更充裕地回复耐力时间。 玛雅道, 这是劣势。 沙纳回答, 是的, 劣势。 面对公式化的询问, 沙纳也公式化地回答。 玛雅想得更多, 啊, 逐一玩家在使用技能上有优势, 这倒是我此前没有想到的。 剩余15%耐力时, 逐一玩家耐力消耗降低到最低的50%。 灵雾的快抢手消耗15%耐力, 只能开一枪。 逐一的玩家消耗15%耐力, 可以开两枪。 玛雅问, 灵雾还在吗? 沙纳回答, 她说, 在你安排工作之后, 将我护送到工作地。 玛雅道, 你和她一组, 你是目前勉强跟得上她的搭档。 沙纳回答, 好的, 还有其他事吗? 玛雅, 没有, 挂断。 挂断。 沙纳出后门, 对正在玩火棍的灵雾道, 灵雾, 玛雅让我跟你混。 灵雾牙疼, 玛雅不是5%吗? 不是聪明吗? 怎么就猜不到, 自己不想和沙纳混呢? 沙纳见灵雾有些为难, 道, 我不会拖后腿, 而且很听话,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灵雾只能道, 好吧, 我去申领下装备。 什么态度吗? 沙纳道, 我去做一些成药。 成药分别为退烧药, 骨折绷带, 出血绷带等, 除了感染之外, 所有的伤病都可以通过药物直接治疗。 成药做出来后, 让石头欣喜若狂, 沙纳并没有接受夸奖, 而是认为苏石的贡献更大, 因为制作成药需要很多零碎的东西。 比如绷带, 石块碎布加工成一块布, 两块布和棉花加工成棉布, 最后棉布与药品才能合成绷带。 沙纳认为自己只是依靠技能简单地合成两样东西, 苏石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废品才值得敬佩。 如果石头夸奖她运气好, 获得化学技能输, 那她可以接受。 她自认为没有做多大的贡献。 石头对沙纳评价挺好, 她认为沙纳一个拥有很强自我价值的人。 在物质和理想中, 沙纳一定会选择理想。 这对老板来说也是一种压力, 一旦沙纳认为持小于大, 她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基地去寻找自己新的价值。 沙纳和玛雅是两个极端, 沙纳是内心强大, 性格浪漫的个人主义者。 玛雅属于实用主义, 严肃认真的集体主义者。 之所以说挺好而不算很好, 是因为石头判定以沙纳的性格会很受大家欢迎。 纯粹的欢迎是好事, 但是基地有五个光棍, 说不定会出现争风吃醋的情况。 沙纳的个人主义风格代表她会将男生的青睐也当作一种荣幸, 不会主动挑起, 但也不会主动避免这类事的发生。 蠢萌的小刀, 冷静的玛雅和开朗的沙纳, 让你选, 你会选谁? 唉, 全是个性化成员, 往后要操心的事还多着呢。 第五十章, 高地别墅。 灵雾与沙纳步行前往高地别墅途中, 沙纳看了眼灵雾武器架上的沙音道, 我以前也有一把这样的枪。 灵雾心虚问, 以前, 做贼心虚的心虚。 沙纳叹气道, 被杀了, 枪自然也就没了。 灵雾陪着小心问道, 是谁干的? 沙纳没看灵雾, 似笑非笑看向前方道, 一个较量人的人。 灵雾惋惜道, 可惜, 人死了, 东西都没了。 要不然, 沙音是真好用。 谁说不是呢? 沙纳转移话题问, 现在基地还缺什么吗? 这说起来就话长了。 灵雾说明了, 石头对于过冬的看法, 食物到保暖衣物都是基地紧缺的物资。 这两样物资不太相同, 保暖衣物人手一套就足够了, 实在冷得不行, 可以不出门。 食物, 准确来说, 基地缺乏可持续补给的食物。 这让灵雾想起了堂堂。 园林学还在的话, 通电之后, 加上化学沙纳制作出化肥, 每天的食物产出量可以达到四个乃至更多。 加上自己的猎人每天自带一个食物, 解决了基地每日一大半的食物消耗量。 想到这里, 灵雾也弹起了棉花。 堂堂的是。 沙纳笑问, 你不评价小刀, 石头它们反倒是可以讨论棉花和堂堂。 灵雾回答道, 他们为基地做了很大贡献。 沙纳点头, 灵雾, 你是个好人? 灵雾看沙纳。 你知道不知道这句话, 是对一个男人第二大的侮辱。 沙纳好奇问, 第一大是什么? 灵雾回答, 废物。 男人宁可当个坏人, 也不想当废物。 特别是婚后, 老婆能骂出最难听, 最伤丈夫的词, 就是废物。 对一个人价值的否定, 会严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沙纳还要说什么? 灵雾举起手, 单膝跪地, 拿出杀鹰戒备。 他们身处商业街中段公路, 两人组在搜刮商店, 在左边有两人组搜刮一号公寓。 左右距离比较远, 大家没打招呼, 见到就挥下手, 对方没看见就算了。 玛雅看见了灵雾举起的拳头, 立刻拿出弩箭, 和他在一起的马魂, 拿出小手枪, 两人蹲伸出一号公寓, 潜藏到灵雾侧面十米处。 沙纳蹲在灵雾身边, 见灵雾左右看, 小声问, 这是什么声音? 狂猛, 两只。 灵雾回头看玛雅一眼, 朝左边五号楼方向河公路正面方向一指。 玛雅回应, 了解。 灵雾等待一会, 回头看玛雅, 示意自己从右边绕过去。 玛雅点头表示明白, 自己会随后侧应, 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 灵雾朝商业街方向靠, 走出二十米位置, 举手示意沙纳跟上, 沙纳跟上后低声道, 我会一些格斗术, 我也可以打的。 嘘, 有三只。 三只狂猛拦住了去路, 最近一只大概在二十米外。 此时, 一只尖叫丧尸晃悠悠地从路边面包车后走出来。 等我。 灵雾摸过去, 封刺拿下尖叫丧尸, 然后他看见了最近的那只狂猛。 前方公路有一半道路被水泥墩子路障拦住, 狂猛就藏在这一排水泥墩子下面。 灵雾朝左走十米, 聚拢了一些小木棍和纸屑点燃一堆火, 后退回来拿出一个爆竹丢进火中, 迅速跑回到沙纳的身边。 伴随爆竹发出声音, 最近的三号狂猛和周边七八只丧尸围拢到火堆边, 灵雾剑时机成熟, 走。 带着沙纳从狂猛之间的间隙穿过, 通过了危险地带。 玛雅迂回到商店区, 对雪弹和小刀说明情况。 告知附近出现三只狂猛, 他会在广告牌上监视狂猛, 让他们在搜刮时多加小心, 尽可能不要发出太大声音。 玛雅的感觉很不好, 游戏开始二十四小时左右, 就发现第一只狂猛, 陆陆续续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狂猛。 今天在一个区域就出现了三只狂猛, 代表着狂猛等变异丧尸, 即可能慢慢地常态化。 但是玩家的技能与装备明显还没有跟上。 以暗影基地为例, 灵雾需要枪械才能单挑狂猛, 子弹是打一发少一发。 在上次守城中, 小刀的践踏处决, 是目前无需耗材最好的一种消灭狂猛的方式。 不过那次也算狂猛倒霉, 撞上了血弹的大锤导致眩晕。 在没有眩晕的状态下, 小刀能单挑狂猛吗? 由此, 玛雅想到丧尸的眩晕状态, 普通丧尸不会被眩晕。 只有造成致命伤害时, 一变丧尸才会眩晕。 反过来, 要对狂猛造成致命伤害, 小刀才能将其践踏致死。 玛雅第一个想到了燃烧瓶, 燃烧瓶是不需要太多技巧就可以使用的物品。 丧尸燃烧必死无疑, 狂猛燃烧会眩晕吗? 晚上试试。 此外, 血弹的大锤能眩晕狂猛也可以发展出杀狂猛的方式。 按照目前发展趋势, 不具备对付狂猛的团队出门前必须做好死亡的心理准备。 高地别墅很孤单, 周边一个邻居都没有。 别墅面积不小, 除了三层的建筑外, 还有一个车库, 一个游泳池。 后院是一大片美丽的草地, 一直扑到悬崖边。 在草地上有很多儿童玩具, 还有一棵大树, 树上有一套七八平米的树屋。 别墅内外的丧尸不少, 零零散散有二十多只, 其中还有树枝尖叫丧尸和一只暴丧。 这东西不好搞。 灵雾指的是暴丧。 要让暴丧不爆炸, 唯一的办法是远程一枪暴头。 被暴头的暴丧如同气球一样朝外排气, 最后变成皮囊倒地死亡。 暴丧的一个特点是脑袋小。 灵雾没有带小手枪, 杀鹰开一枪, 周边丧尸会蜂拥而至。 我来搞定他。 沙纳说吧, 慢慢前行上前。 他观察着周边丧尸面朝的方向, 从丧尸群中慢慢地穿过, 靠近到暴丧的身边。 暴丧发现了沙纳, 立刻迈腿跑向沙纳, 沙纳转头逃跑。 因为追得太快, 数秒后暴丧摔倒, 倒地的暴丧随即发生爆炸。 负敏的沙纳已经跑出了危险范围, 跟随他而来的只有三只丧尸。 其他丧尸都被暴丧发出的爆炸声吸引, 纷纷过去查看。 沙纳飞起一脚, 这一脚踢得非常漂亮, 如同跆拳道高抬腿踩踏在丧尸面门, 但和高抬腿又不一样, 高抬腿具备很强的杀伤力, 沙纳的这一踩踏比较轻柔, 目的是把丧尸踩倒。 能做这么漂亮, 显然是系统技能。 灵物猜想应该是敏捷技能, 真猜不到曙光是怎么设计这套技能系统。 棉花, 丧尸倒地, 沙纳双手握住球棍, 如同打高尔夫球一样, 敲碎了丧尸的脑袋。 这一幕似曾相识, 灵物想起了堡垒特攻, 他们曾使用同样的处决动作, 不同的是, 他们使用的是金属球棒, 沙纳用的是普通棒球球棒。 这妹子倒是很会玩, 差点就比自己强了。 嗯? 那自己岂不是超级会玩? 不好吧, 自己夸自己, 虽然没说出来, 但也感觉害羞。 第51章 帮忙啊, 踢丧尸加处决是要时间的。 剩余两只丧尸包过来, 沙纳连抬腿时间也没有, 只能用石头招牌动作拿着球棍挥舞加挥舞。 哦, 灵物跑过去, 丧尸还面对着沙纳, 灵物拿牛排刀背后处决, 一个封刺到左边处理掉另外一只丧尸。 沙纳赞道, 好帅。 灵物谦虚, 一般一般, 被夸奖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沙纳好奇口吻问, 这招杀玩家好用吗? 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灵物心虚, 有些结巴? 没, 没用过, 不, 不知道哦。 说完, 觉得不是很给力, 补充一句, 我是和平主义者。 沙纳忍不住扑呲笑出来, 继续夸奖, 在末日能坚持做一位和平主义者, 就是一种成功。 谢谢。 灵物转移话题, 我开路, 我们前进去, 杀起来太麻烦。 灵物单对单, 或者单对少数, 占有明显优势。 他不擅长正面应对失朝乏力。 如果身在建筑内被丧尸堵死去路, 没有其他人的帮助, 他也难以全身而退。 沙纳点头, 跟着灵物蛇行前进, 灵物处理出一条通道, 打开主建筑门, 等沙纳进入之后, 灵物关上主建筑门。 楼梯在中间, 左边大房间是厨房, 右边是餐厅。 鉴于沙纳打斗的声响, 灵物出手摸掉一层的丧尸, 让沙纳在一楼稍等, 自己去了二层。 二层有三个房间, 很轻松消灭丧尸, 不一会也清除了三层的丧尸。 接下去就是搜刮。 背包。 灵物招呼沙纳过来, 拿了洗碗机的碗筷朝沙纳背包里装。 此外, 肉类、 牛奶、 阿化甜、 盐等等将沙纳的包色得满满当当。 专心工作的灵物完全没看见扭过头, 故意露出忧怨表情的沙纳。 到了二楼, 灵物去主卧摘下电视机, 让沙纳抱着。 沙纳终于忍不住问, 拿回基地。 晚上就有电视看了。 沙纳问, 看什么频道? 灵物道, 体育频道吧, 我喜欢足球, 你呢? 沙纳, 我喜欢棒球。 不是, 怎么看? 灵物回答, 我们基地有电。 沙纳道, 我知道, 可是需要频道。 灵物, 体育频道。 沙纳耐心道, 人类已经灭绝了, 怎么还会有体育频道呢? 有道理, 灵物恍然大悟。 沙纳轻摇头, 小白痴。 灵物从电视柜下面拿出 PS5拆下来挂在沙纳的脖子上, 可以玩游戏。 这, 沙纳一时间竟然无法反驳, 好像还真的可以。 气问, 还有空调是不是也要拆走? 灵物看向空调, 沙纳忙道, 不, 不, 我开玩笑的, 我负重不够了, 把完等物品拿出来。 灵物计算, 空调主机加空调加电视机 加游戏机大概65公斤左右。 这个负重肯定是超标了, 不过沙纳主意志, 可以比常人多搬一些东西, 能走更多的路程。 沙纳慢慢跟进, 简直是完美。 怎么拿? 我去找绳子。 沙纳看着自己身上捆绑的空调, 抱着电视, 挂着游戏机险些气哭。 第一, 我是美女。 你这样对美女很不礼貌。 第二, 第二是什么呢? 让一个新人搬运一些东西并不过分, 该死的是这些电器说不定真的可以用。 思来想去, 竟然找不到反对灵物的理由。 灵物关切道, 你去一楼等我, 下楼小心点, 不要磕碰了电器, 也不要发出声音。 沙纳内气外笑, 问, 请问, 我可以蹲着等吗? 灵物一问, 你为什么不坐着等吗? 完了, 这是个钢铁直男, 男人中的楷模, 绿茶和碧池的天敌, 能让女朋友血压瞬间飙升到二百的生物。 他们的思维是普通女生难以理解的。 比如, 女生以为男生喜欢看小姐姐跳舞, 实际上能让大多数男生留下来的视频是修驴题, 洗毛毯, 去藤壶, 狙击老鼠, 猎杀野猪。 沙纳无奈道, 好, 我下面等你。 负重不够了, 不要再拿其他家电。 灵物有些惋惜, 应该带小刀出来的, 血弹也可以, 马魂也不错, 甚至是石头。 一敏对搬东西的加成最少, 连自己名体都不如。 你还不满意了是吗? 用空调电视机打发走沙纳后, 灵物终于能慢吞吞进行搜刮。 这是夜间工作养出来的习惯, 看见桌子不着急去拉抽屉, 而是看桌上的东西。 相框, 笔, 文本文件等等。 然后再坐下来, 如同主人一样, 拉开抽屉, 拿起最上面的书月读半夜, 有兴趣就扔背包, 没兴趣就放在一边。 换了一个房间后, 一本家里女儿的日记放在桌上。 灵物从后朝前看, 果不其然发现了一条线索。 女儿是商业街五号店的老板。 在丧失病毒爆发后, 她赶回家中, 没见到父亲, 只看见父亲留下的地址, 她将去寻找自己的父亲。 她也解释把日记放在这里的原因, 是告诉来家里, 寻找自己的亲人, 自己和父亲的去向。 正常看到这里就结束, 但灵物不着急, 继续翻看日记。 女儿记载了丧失出现的经过, 说到了一些信息。 比如, 自己父亲曾经是空降兵, 是一名生存大师。 比如, 父亲很喜欢一辆计谱车。 父亲告诉女儿, 经过他改装的计谱车, 将是末日世界最好的交通工具之一。 疯传出现丧失时, 女儿和父亲一起吃晚饭, 提到了丧失。 自己明天要改装出一支 适合对付丧失的枪支。 时间过去一个小时, 沙娜还坐在一楼椅子上, 她倒是有作为新人的觉悟, 再说, 理论上也不是欺负她。 她想把电器放在一边, 又担心一个人搬拿电器发出动静, 招惹丧失。 到时候把电器砸了, 不好交代。 又想询问灵物, 还需要多久? 可恶的是, 灵物根本不下来, 喊又喊不得。 灵物此时正在三楼书架, 翻看一本叫职业猎人的书。 这本书挺有意思, 里面写着, 如何蹲守猎物, 追击猎物, 布置补兽家, 如何包皮, 如何割肉。 系统提示, 因你之力太低, 无法领悟新技能。 卧槽! 灵物当即大怒, 自己就是有兴趣读一读书, 根本没想领会技能, 但没想到能领会技能, 但但是结果不仅没领会技能, 还被系统嘲讽了一波。 曙光, 有种出来单挑。 第52章, 线索。 被曙光气到的灵物, 失去了闲情雅致, 搜索书架, 未发现技能书后, 放弃书架。 整个房子搜下来, 各种东西都很多, 衣服, 毛毯。 但是, 这些都不属于系统物品, 想获得系统加成, 必须将它们拆解后, 再通过系统, 合成出系统物品。 想到这里, 灵物开始怀疑, 自己搬运电视机空调的行为对, 还是不对。 按照系统的尿性, 灵物认为, 这些电器搬回去, 要么当作摆设, 要么只能拆解。 无所谓了, 反正不是自己扛, 万一呢? 对不对? 人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两个半小时, 将二、三楼摸遍后, 灵物还未发现日记中记载的父亲留下的地址线索。 下到一楼, 灵物招呼, 嗨, 沙娜挤出一个甜甜的微笑, 嗨, 可以走了吗? 灵物摇头, 有一条重要线索还没找到。 沙娜保持微笑, 既然找了两个半小时, 还没有找到。 说明再找两个半小时, 也未必能找到。 找到了。 灵物伸手从冰箱拿下一张照片, 这是桥下河边的照片。 桥是架空桥, 中间有很大的空间。 在这里设置帐篷, 丧尸攻击不到架空层。 此外, 庇护所就在河边, 可以取水, 可以收集浮沫, 可以钓鱼。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临时庇护所。 运气好的话, 不排除长期生存的可能。 灵物知道这座桥。 昨天玛雅等人去占领电力前哨时, 灵物到处溜达, 在旷野处见过这座桥。 山顶基地附近有一条河流, 河流朝左线蜿蜒流去, 这座桥就建设在靠近铁路线的位置。 沙纳伸脖子看了一会, 这是哪里? 桥。 灵物手拿照片, 回忆桥的具体位置, 走吧。 沙纳站起来, 问, 你能不能帮忙拿点东西呢? 灵物回头看了一眼, 不能, 我负责开路。 既不如人, 无力反驳。 沙纳跟随灵物出门, 提醒道, 车库还没搜。 回头再说, 我们还有其他事。 灵物忘记了车库, 但是作为一个老手, 怎么能承认自己忘记了这回事呢? 死丫子嘴硬指挥新人, 好好干活, 别操太多的心。 沙纳还在争取, 通常车库里的东西都不错。 是哦, 灵物很纠结, 自己不会骑摩托车。 沙纳道, 你不问我的化学技能书是哪来的吗? 灵物一边想着交通工具, 一边注意丧失位置, 听沙纳说个不听烦不胜烦。 回头道,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拿好你的东西。 沙纳当即心中发出一声呐喊, 双手拽拳, 人生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奇葩。 新人, 人你, 你给我记住, 有仇不报非淑女。 商业街白班四人正在集合洗劫商店, 垃圾实在太多了, 但是实在太多的垃圾 还不足以支撑基地的需求。 家里有电了, 做一个充电器就需要五个电子元件和十根小电线。 想额外拉一根线, 不仅需要电线, 还需要接头, 这个接头是特有接头, 需要自己做。 好在曙光还有基本良知, 灯泡直接可以用。 但是教堂高啊, 换个灯泡不得用梯子吗? 市面上不好找四米高的梯子, 只能自己做。 只要有材料, 五十米梯子都能做出来。 当人类不满足温饱问题时, 各种需求都出现了。 基地还没有满足温饱, 目前食物储存量只够八个人消耗四天。 换了普通网游, 人多力量大, 有多少人要多少人。 家园游戏不行, 人越多代表消耗的食物就越多。 不控制基地人口的唯一结局就是, 大家全部被饿死。 以暗影基地八个人来说, 每天需要消耗九个食物, 相当于两个食物包还多。 今天拆商业街店铺的最重要目标是, 拿到一本农学技能书。 可惜五间店铺基本被拆光的情况下, 也没发现技能书。 石头也在电台中开始播放交易, 寻找农学技能书。 玛雅走到路中间和林雾会合, 看了一眼身背着电气的沙纳。 怎么样? 林雾赞扬道, 除了话多之外, 其他都挺好。 玛雅道, 我问有没有收获? 林雾道, 有一条线索。 两人叽叽歪歪了一会, 玛雅走到沙纳面前, 接过了空调外机, 我们先回基地。 还是女人心疼女人。 玛雅拿对讲机, 呼叫石头。 石头, 在, 请讲。 玛雅道, 我需要用摩托车。 石头, 最后一套修车工具, 要用在摩托车上吗? 玛雅, 林雾有枪支线索, 但她不会骑车。 石头, 你走了商业街这么办? 玛雅, 为了安全先收工。 沙纳立刻表示, 我会骑车。 玛雅看了看沙纳, 拿对讲机道, 基地, 沙纳会骑车。 石头犹豫, 要把摩托车交给今天, 才加入的新人吗? 一边的苏石听得清楚, 道, 反正是偷的。 偷也是一种本事好不好? 石头回应, 好吧, 把电器送到基地, 垃圾大师苏石看沙纳, 如同看智障一般, 考虑到她是新人, 于是耐心地说明, 系统电器才能使用的基本原则。 沙纳和玛雅, 骑车到商业街, 非常生气的沙纳, 把对讲机赛给林雾。 怎么了? 林雾莫名其妙, 基地, 找我有事。 苏石, 林雾, 你搬运回来的电器, 最多只能当家具, 不具备系统功能。 必须通过系统制作出来的电器, 才具备电器功能。 林雾, 可是有游戏机。 苏石, 游戏机也一样。 林雾, 万一呢? 那可是游戏机。 苏石沉思良久, 有道理, 我试一试。 大约五分钟后, 苏石回应, 不行。 沙纳一手舞额头, 不忍直视。 还要去赌万一, 真不知道暗影基地 为什么能运作这么好。 不行就不行吧。 林雾结束通话, 把对讲机还给玛雅。 对沙纳道, 你搬回去的都是垃圾, 我们走吧。 怪我吗? 沙纳难以置信问, 林雾更难以置信表情。 你给基地搬运了垃圾, 我说那句话, 是对你劳动付出的认可。 为什么你会认为是在责怪你? 雪蛋扛了一张桌子经过, 我们都在搬运垃圾, 把桌子放在路边皮卡后斗。 沙纳点头, 对林雾道, 谢谢。 这, 只是认可你的劳动付出, 不是夸奖, 不用感谢。 林雾一问, 这妹子脑子是不是不太好使? 林雾看了眼摩托车, 有些担心问, 你真会骑车? 沙纳点头, 我会。 林雾, 摩托车? 沙纳, 仿古摩托车赛业余级别车手。 林雾半信半疑地上车, 沙纳的自尊心被撕裂, 决定让林雾看看什么叫赛车手, 挂挡, 油门, 弹射一气呵成。 林雾当即飞了, 他朝后飞了半圈, 脸结实地砸在地上。 骨折, 痛加晕。 沙纳忙刹车, 调转车头过来, 连声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林雾打个骨折绷带, 道, 我现在相信你是赛车手。 且不说疗伤效果, 绷带打上去瞬间痛晕全消。 林雾突然想到止痛药, 这东西是好东西。 如果能大量生产止痛药, 玩家们肯定很乐意用任何东西来换购。 为什么? 因为赛车手从不载人。 第53章, 沉默者。 骑手沙纳憋了一肚子对林雾不满, 暗中故意使坏, 风驰电车不停来个躲避丧尸的点沙与转弯, 迫使林雾只能死死抱住沙纳背包。 到了目的地附近, 摩托车急速沙停。 林雾下车后, 头昏眼花, 扶着摩托车一阵干呕, 最后躺在草地上装死。 这状态不属于系统伤害, 恢复很快, 并且不会有任何后遗症。 沙纳本想看笑话, 但被噪音吸引的几只丧尸已经摸上来。 沙纳只能采取通用战术边打边退, 林雾软绵绵靠在一边看热闹, 她现在完全不想动。 别说沙纳会死, 自己会死都不在乎, 这种晕车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 等林雾能站起来时, 沙纳终于结束了和四肢丧尸的游戏。 林雾不想说话, 用手势阻止沙纳说话, 跑到一边引来四肢丧尸, 抽出武器架上的水管。 林雾跑出十多米, 将丧尸们引到农场栅栏, 自己在栅栏后等着。 丧尸翻过来摔倒, 林雾拿水管敲起脑袋, 四肢翻了回去, 来回折腾一会, 四肢丧尸都被捶爆。 林雾边摸尸体边看沙纳, 懂了? 沙纳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没有想过栅栏战术, 无奈点点头。 两人步行到桥边, 一眼就看见架空层有一个帐篷, 一堆篝火残骸, 但是并没有看见人。 在架空层下方的河岸边, 两只尖叫带领着十几只丧尸在附近游荡。 沙纳刚要询问为什么观察这么久。 林雾做个噤声手势, 专心倾听, 该死的流水声让林雾无法确定附近是否有狂猛在出没。 林雾再倾听一会, 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我把丧尸拉走, 你去搜刮帐篷, 但, 你多高? 沙纳挺胸, 一米七三。 林雾观察一会架空层, 可以, 一米七三电视跳起, 可以抓住架空层。 沙纳若若问道, 一米六八呢? 不好说。 林雾道, 要看弹跳力。 沙纳问, 还有一个方案呢? 林雾道, 你绕左边, 我绕右边, 一起解决两只尖叫丧尸, 然后将其他丧尸分别击破。 让我担心的, 是我好像听见狂猛的声音。 沙纳问, 就是在商业街附近走来走去的四肢着地的丧尸。 林雾点头, 没错, 你先到左侧, 如果看见狂猛, 或者狂猛追击, 就立刻回头跑回对岸, 由我来解决狂猛。 奇怪, 吉普车呢? 线索还提到一辆吉普车。 沙纳道, 我们路过几处玩家基地, 如果在道路上有吉普车, 应该已经被他们弄走了。 林雾觉得有道理, 开工。 两人分开从河边缓破下水, 汤水而过, 绕弧线慢慢靠近两只尖叫丧尸。 水不深, 不过半米左右, 两人相距二十米, 互相看了看对方。 林雾目前没有直席的机会, 于是用前行动作蹲伏下来。 这一蹲透新凉, 整个屁股全进水。 另外, 一边的沙纳被二火精神传染, 学着林雾蹲了下去, 立刻站起来。 回头看林雾, 林雾要面子, 忍着凉快泡在水里。 大约十五秒左右, 林雾移动了一米, 举起手看沙纳。 沙纳只移动半米, 白手表示自己没有把握拿下尖叫。 他需要更好的时机进行一击必杀。 林雾这边始终举着手, 他属于可以万军中取敌将手击的类型。 一边观察丧尸, 一边注意沙纳。 等待了大约一分钟, 沙纳终于也举起手, 两人同时扑向尖叫丧尸。 林雾没有问题, 秒尖叫也就半秒时间。 沙纳比较麻烦, 他要先踢倒尖叫才能处决, 整个过程需要四秒时间。 好在沙纳清楚自己的实力, 顺利拿下尖叫, 并且在丧尸围拢之前朝后退去。 就在此时, 一只狂猛站立到了头顶的桥梁的边缘, 嚎叫一声后, 从五米高的桥上朝沙纳一跃而下。 这是沙纳第一次遭遇狂猛。 此前他内心对林雾他们的小心翼翼, 有些不以为然。 在过了一招后, 沙纳终于知道狂猛的厉害。 按照沙纳理解, 变异丧尸要么力量大, 要么敏捷高, 要么有各种特殊能力。 实际上并非如此, 力量大, 敏捷高是林雾遇见的大部分变异丧尸的基本属性。 这一爪子过来, 直接挖走沙纳一块肉, 他来不及感受痛苦, 狂猛第二板俯袭来。 一抓二咬, 抓结实后, 一口尖牙就咬了下去。 在狂猛露面后, 林雾就扑身入水, 顺水狂游几下, 距离沙纳只有13米。 林雾拿出沙音, 开启快枪手, 25%几率启动, 丧尸已经杀到。 沙纳见林雾拼命跑向自己, 心生感动, 顾不得拿绷带包扎, 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用球棍抵挡丧尸, 给支援自己的林雾争取更多的时间。 只见林雾跑到沙纳面前, 风刺闪过几只丧尸, 一个纵跳飞出, 牢牢地抓住了即将飘走的狂猛尸体。 林雾顺着水流飘荡, 对狂猛上下起手, 回头喊, 跑啊傻瓜。 林雾也没有正面对抗六只丧尸的能力。 你不能帮下忙吗? 你一分钟死不了, 但尸体一分钟就没了。 狂猛尸体代表什么? 代表了技能书。 嗯, 虽然这只狂猛没有技能书, 不过总要试一试才知道嘛。 几分钟后, 林雾配合着沙纳消灭了所有丧尸, 气喘吁吁的沙纳看着林雾。 你想说点什么吗? 林雾微笑回应, 不用谢, 你先疗伤, 我去看看。 沙纳无语当场, 但手臂真的疼, 拿出一个绑带打上后, 不仅疼痛立刻消除, 在回血的同时, 掉落的生命值上限缓缓恢复。 林雾身高米八, 跳起抓住中空层翻了上去。 中空层没有尸骨, 在帐篷内很明显的地方, 放着一个长形盒子盒。 林雾打开盒子, 里面放着一把步枪, 名为沉默者S2。 附带说明, 出自末日生存大师之手的经典改装枪。 枪支一共有八个数据。 伤害代表着杀伤力与口径成正比关系。 精度专指配备瞄准镜的枪线。 掌控代表后座力影响和连续射击时精准度。 射速就是射速, 数值越高, 同时间出藏的子弹数量越多。 射程代表着有效杀伤距离, 比如小手枪杀伤距离为40米, 超过40米就会降低伤害, 最高降低90%伤害。 超过杀伤距离一倍80米, 后子弹消失。 耐久, 大部分枪械都有耐久, 可以在工作台修理。 当耐久越低, 卡壳发生的几率就越高, 当卡壳发生后, 没有技能加持情况下, 需要花费15秒时间进行处理。 当枪支耐久度归零时, 枪支会折断或者破碎, 无法再进行修复。 容量指的是一个弹匣的容量, 没有技能加持情况下, 换弹匣的正常时间是4秒。 静音数值越高, 声音越小, 反之亦然。 沉默者是一把拉栓式步枪, 没打一发子弹, 需要拉动一次枪栓上膛。 系统没有规定上膛时间。 沉默者使用的是最小口径, 22子弹, 杀伤力惊人的低, 和小手枪一样, 不爆头情况下打光一个弹匣, 未必能杀死一只丧尸。 精度95分, 配备6倍镜。 掌控90分, 几乎没有后座力。 拉栓式步枪, 没有射速数值。 弹匣最大容量为30发。 本枪最大特点是静音。 在不使用抑制器, 消声器的情况下, 分数为76分, 比小手枪声音还小。 加上抑制器之后, 可以达到95分, 只影响到开枪者2.5米直径范围。 抑制器可以在制作台制作, 按照抑制器级别不同, 而耐久度不同。 即使没有抑制器, 76分的静音就已经很出色, 只影响直径12米的范围。 这把枪优缺点都非常明显。 优点是静音, 精准度和使用, 22子弹。 缺点是缺乏杀伤力和火力。 在守成情况下, 其作用远, 还不如一把小手枪。 这是暗影基地的第一把长枪, 虽然威力拉胯, 但特点鲜明, 沙纳看了也是惊叹连连。 第54章 第一, 有了新玩具的灵雾归星四剑, 一路的催促气的沙纳, 险些撞山, 和他同归于尽。 回到基地后, 灵雾迫不及待地申领了沉默者, 走到悬崖边缘端枪看向商业街。 六倍镜正常视野为100米, 超过100米会有系统乘法, 超过160米无效。 悬崖距离商业街100至120米。 灵雾坐靠石头, 将瞄准进红点对准一只丧尸后扣动扳机, 丧尸被爆头倒地。 瞄准下一个, 再下一个, 好玩, 无限弹药就是好玩, 灵雾喜欢这把枪。 你在干什么? 石头怒气冲冲跑过来, 给队友提供支援。 灵雾嘻嘻笑, 有我这么勤奋的成员, 你是不是感觉特别荣幸? 石头翻白眼, 加多少噪音? 在噪音计算中, 建造系统房间, 比如建造兵营等会增加巨量噪音。 除守城时间外, 在基地安全区内开枪, 会根据枪支的销声性能来累计噪音量。 以十点销音的杀音为例, 每开一枪噪音就增加4%左右, 每25枪威胁度涨一颗星。 再得知沉没者每6颗子弹才涨1%的威胁度。 石头扔下一句话道, 每天最多只能玩3分钟。 刹那回到基地, 先到病床上治疗感染。 石头扔下灵雾, 喊上苏石到医务室开后勤会议。 石头准备让外情针对性地进行垃圾收集, 在基地囤积一批医疗物资。 可以自用, 也可以用于交易。 吸取堂堂死亡的惨痛教训, 石头伸之物尽其用的道理, 在有条件情况下, 要尽可能地剥削技能玩家。 为什么不能转换思维, 保护技能玩家呢? 除了苏石之外, 没人愿意长时间待在基地里。 就连石头也会以解木材借口, 在基地周边转了几圈, 打上几只丧尸。 可怜的新人沙娜忙碌了一天, 干尽脏活和累活。 即使躺在病床上也不得歇息。 好在材料不多, 医疗品制作很快, 不一会就把基地基础材料耗费殆尽。 想到终于可以休息一会, 林雾拿了沉默者到医务室, 会开车吗? 会。 林雾也会开车, 不过驾铃有限, 驾驶里程不超过一千公里。 林雾道, 晚上七点出发, 我们去一个地方。 石头在一边问, 去哪呀? 林雾看石头, 一个地方。 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错误是不是错误, 于是决定先不告诉石头。 就如同他沙沙那一样, 只要不告诉石头自己杀了一个医生, 石头就不知道自己杀了一个医生。 石头问得心不在焉, 因为林雾去拿属于玛雅操心的事, 他需要只是一个回答。 面对林雾敷衍的回答, 石头敷衍回应, 哦, 似乎知道一个地方是哪个地方? 见林雾离开, 沙那好奇问石头, 这么随意吗? 他的回答好敷衍。 石头, 我问得也很敷衍, 纯粹礼貌和客气。 吃了吗? 吃了。 好吃吗? 不错。 天气好热, 是哦。 你累不累? 有点。 考试难吗? 还行。 这类对话本身没有太多营养, 存在目的是让人类在日常交流中更为顺畅, 避免冷场。 沙那道, 玛雅在统筹分配工作中似乎不考虑林雾, 石头回答, 说来话长, 一言难尽。 玛雅对林雾态度是放任自留, 不过不是贬义, 而是玛雅觉得没能力给林雾分配工作。 你疲劳度应该很高, 先休息, 我的交易时间差不多到了。 石头去仓库拿了一堆东西, 叫上顽腔的林雾, 两人到基地口等待片刻。 两名玩家开车到达暗影基地。 四人普通组队, 浏览对方背包内物品, 浏览货物后开始讨价还价。 石头看中了对方的一本技能书, 第一学。 而对方似乎并不知道第一的意思, 将其当作了垃圾。 石头不动声色和闲聊, 整理出对方有兴趣的物资。 对方是无敌基地的人, 无敌基地占据了北上镇另外一处中小型基地, 一家汽车修理厂。 他们主要货物是低成本制作的修车工具, 石头主要推销刹那刚做出来的成品药物。 无敌成员则对短管猎枪垂涎三尺, 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交易愿望。 短管猎枪的优点, 近距离杀伤力大,操作简单, 不需要瞄准精度。 缺点也很明显, 距离越远, 杀伤力就越低, 精度也越低。 此外, 还有噪音大, 不可增加瞄准静等自身缺陷。 因为聊得不错, 石头就请两人到后院喝茶。 两人参观了暗影基地, 电力系统让他们艳羡不已。 不过住宿系统山顶教堂远不如他们的修车厂。 此外, 修车厂基地还附带一个基地功能, 使用废品金属就可以直接修理车辆。 无敌基地整合了三个基地资源, 昨天早上八点出发, 拿下了修理厂基地。 但令人遗憾的是, 十名成员中有五人在工程站中死亡。 基建完成之后, 他们基地的威胁值超过三颗星。 无敌老大一方面自己亲自去北上镇收人, 一方面联系暗影基地, 派遣副通领和一名成员到暗影基地交易。 招人的重点目标是医生, 交易的重点目标是枪。 石头听闻如此, 将流浪者基地电台频率给了对方, 告知对方基地有一名医生想离开。 为了基地和谐, 流浪者基地也同意这名医生离开。 不过医生战斗力太低, 需要无敌基地穿过隧道去接人。 对方表示感谢, 说明他们此时非常需要枪线。 他们看中了暗影基地的手枪, 特别是短管猎枪。 最终石头出让短管猎枪和一把小手枪, 对方出让第一学, 两套修车工具和两个汽油包。 不过对方没有携带汽油包, 但保证明天一定把汽油包送到暗影基地。 送走客人后, 林屋好奇问, 石头, 为什么要汽油包, 而不是直接多换三套修车工具? 石头回答, 因为他们带了修车工具, 而没带汽油包。 林屋不理解。 石头解释道, 发展潜在盟友。 如果他们明天能把汽油包送过来, 说明无敌基地人具备一定的可信度, 以后交往不需要太计较得失。 如果他们食言, 那以后交往每一笔账都要算得清清楚楚。 林屋问, 你就不担心自己基地枪不够吗? 石头看林屋, 因为子弹的原因, 除了小手枪, 其他枪械基本上只能用于守城。 目前基地威胁不足两颗星, 我相信再近期我们还能获得枪支, 但是第一学错过就没有了。 林屋问, 第一学? 第一是一门植物学科。 很多药物, 包括抗生素, 都是从第一植物中提炼而成。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第一学是一门草药学。 石头道, 我们的医务室每天会消耗一个医疗单位。 如果第一学能提供一个医疗单位,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医疗物资枯竭的问题。 第55章, 夜叹。 傍晚6点, 在夕阳余晖之下, 白班收工回家。 石头在后院郑重向大家介绍了新成员莎娜。 所有成员对莎娜都持欢迎态度。 他们在白天见到过被灵雾虐待的莎娜。 无形中脑海将莎娜塑造成一个被剥削, 被压迫的可怜娇柔妹子形象。 沙纳交际能力很强, 在介绍自己和闲聊环节都加了分, 让大家都对她增加了好感, 很容易就接纳了这位新人。 介绍沙纳之后, 石头拿出了第一学, 并且说明自己的看法。 排除了等工匠类技能的苏石、 猎人灵雾, 等待小队指挥技能书的玛雅、 化学沙纳后, 剩下雪弹、 马魂、 小刀和石头。 从石头描述来看, 第一学属于一个纯粹的集体技能, 相比集体与个人都有增益的猎人技能要略逊一筹。 即使如此, 雪弹等三人都表示自己可以学。 在确定大家的学习意愿后, 由玛雅来决定由谁学习。 玛雅道, 这是一个长期纯基地增益技能。 以我个人看法, 学习者日常不能从事高风险工作。 第一学最少包括可以采集草药乃至食物。 这代表要将第一学收益最大化, 学习者需要经常外出。 我本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弩箭玛雅战术意识强, 欲试冷静。 她的沉稳性格与战斗数据的认识是她最大的安全保障。 玛雅道, 就集体利益来说, 我更需要小队指挥型技能书。 综合以上看法, 次适合学习者是小刀和石头, 我推荐小刀。 玛魂侧头问雪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雪弹翻译, 小刀危险系数低于我们, 属于不是很适合人中比较适合的人。 玛魂点头, 问, 你想学什么? 雪弹, 有战斗增益的技能。 你呢? 玛魂道, 厨艺。 雪弹, 不腻吗? 玛魂在蓝星职业是厨师。 玛魂, 和你不同, 我是喜欢烹饪才学的厨艺。 雪弹, 哼。 玛魂, 回哼。 雪弹, 反弹。 大家对两个幼稚鬼星注目里, 这才终止了他们反反弹之类的操作。 林悟不知道, 这两人为什么从水火不容变成朋友。 好奇宝宝对这类事没有任何的好奇心。 小刀在大家注视下, 现场学习了第一学, 大概情况与石头和玛雅推测差不多。 第一学, 每天为基地增加一个单位的医疗物资。 在野外能发现草药, 草药可在基地制作为成药, 也可换算成若干单位的医疗物资。 出乎石头和玛雅医疗士第一学, 还有一个个人技能, 初级抗毒。 抗毒能力提升20%, 这个技能比较鸡肋, 但作为附赠的个人能力, 疗胜于无。 会议结束后, 玛雅深领物资, 石头看都不看点同意。 玛雅也没问玛雅和沙娜要去的, 只是让他们自己小心。 有沙娜在, 玛雅是比较放心的, 因为非要死一个人, 那也是死沙娜。 沙娜已经把基地材料获光, 被榨取了最大价值, 加之与大家还不熟络, 她的死不至于给基地留下太多遗憾。 玛雅当然不希望沙娜死亡, 但如果非要选, 玛雅更希望玛雅能活着。 非要为沙娜选一个死亡时间, 玛雅希望是明早上午八前点, 这样能给基地节约一个食物。 玛雅要去的地方是绍卡。 昨天上午, 暗影基地区占领变电器时, 玛雅将绍卡丧尸拉走, 让开道路。 闲着无聊的玛雅在帐篷区瞎逛时, 发现了五只夜魔, 利用太阳反光将躲藏在集装箱内的五只夜魔杀死。 下午完枪的时候, 玛雅突然想到这件事。 绍卡的丧尸在日落之后, 会回到集装箱内。 这时候, 在帐篷区活动的丧尸只有五只夜魔。 如果昨晚有人误打误撞进入帐篷区, 那他将可能把帐篷区的物资搬空。 玛雅没有向玛雅与石头汇报过这件事。 如果真错百意, 玛雅宁可他们不知道这件事。 倒不是怕他们责怪, 而是怕他们不责怪, 把话憋在心里。 好消息是, 那个叫成哥的小队应该全灭无悬念。 由于还不确定夜魔是否会刷新, 玛雅让沙纳在距离港哨二十的位置停车。 路灯下, 那位孤单的士兵丧尸又被刷了出来。 玛雅解决掉他, 撬开铁门进入帐篷区。 玛雅一手拿沙鹰在集装箱上穿梭寻找夜魔。 因为有手电, 他并不太担心被偷袭。 等待几分钟后, 玛雅又下到道路上跑了一圈, 仍旧没有发现异常。 非说有点异常的话, 那就是, 丧尸们如同沙丁鱼罐头里的沙丁鱼塞在集装箱内, 东倒西歪, 似乎都进入了睡眠。 玛雅溜出小铁门, 看见沙娜双手插在胸前, 坐靠在汽车引擎盖上。 见到玛雅出来, 眼睛看着玛雅, 一只手在汽车引擎盖上扶过。 玛雅本应该要心虚几秒, 毕竟这辆车沙娜是认识的。 不过玛雅觉得, 经过一天的相处, 沙娜已经不会怀疑自己。 玛雅举手打手势, 沙娜走到铁门边, 在玛雅身边蹲下, 跟随玛雅前行进入帐篷区。 游戏手册说明, 前行就是蹲下走动, 能减少被丧尸发现的几率。 根据玛雅的实际操作, 也就减少10%的几率, 是一个比较鸡肋的系统动作。 玛雅觉得, 鸡肋不鸡肋不重要。 关键在夜间这么鬼鬼祟祟走路, 挺有意思。 光明正大的走路, 会被突然出现的丧尸吓着。 鬼鬼祟祟的走路, 说不准会吓到突然出现的丧尸。 说人话, 可以有效避免被突然出现的丧尸吓到腿软。 虽然是晴天, 但帐篷区光线极差, 唯一的亮光是玛雅的手电。 沙纳一路拉着玛雅的衣服走了好一会, 才适应黑暗。 两人进入一个帐篷, 玛雅用手电照射帐篷全貌, 这是一个带有自主发电机的帐篷。 玛雅本着怀疑的态度去检查发电机, 果然发现发电机处于损毁状态。 呵呵呵, 曙光? 发电机虽然损毁, 但是这个帐篷是汽油的事件。 光汽油包就搜出两个, 此外还有五桶汽油, 都在名处, 不用深度搜索。 两人先把这批物资送上车。 沙纳拉住玛雅让玛雅稍等, 她从背包拿出一个瓶口扎着绳子的玻璃瓶, 绳子一头挂在汽车后抖, 瓶子放在铁门附近, 再压上一块石头。 只要汽车开动, 玻璃就会碎裂, 在帐篷区内的他们就能听见声音。 沙纳做完, 很认真看着玛雅眼睛道, 防止有人偷车。 正常情况下, 玻璃碎裂声和引擎发动声音差不多。 沙纳特意做一个陷阱, 是防止他人把车推远之后再偷车。 很聪明, 可以防止他人推车。 玛雅挥手, 我们走。 沙纳确定玛雅不傻, 那今天为什么表现得有点傻呢? 解释只有一个, 灵雅大部分的脑细胞只考虑自己想考虑和喜欢考虑的事。 比如在混蛋事件中, 灵雅对两人和好的原因与过程没有任何好奇心。 说人话, 沙纳在灵雅看来和路人甲没有区别, 他并不会顾虑沙纳的想法。 反面例子, 他关注小刀, 会哄不开心的小刀开心。 但也只是普通关注, 灵雅把小刀当普通朋友看待。 灵雅具备一个很强的特质, 他会过滤掉自己不关心, 不好奇, 不在乎的人和事。 第56章 搬运 大部分帐篷以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为主, 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两套全新的冬季作战符, 保暖度高达80点。 两人一边搜, 一边运, 很快皮卡的基础包就被装满, 而此时才搜刮了不到三分之一。 灵雅对沙纳道, 你开车回去, 叫他们一起过来, 今晚我们把这地方搬空。 破拆是不可能了, 没有那时间, 而且可能会惊动沉睡中的丧尸, 只能席卷看得见的物资。 沙纳问, 你放心, 让我一个新人带一车物资回基地。 灵雾一问, 你可能会带一车物资去哪? 这问题把沙纳问住, 没错, 自己是新人, 不能掌控太贵重物品。 但真要贪污的话, 自己能去哪呢? 行吧, 沙纳拍下灵雾的肩膀, 开车走人。 灵雾没有继续搜刮物资, 粗活意会有的是人干。 灵雾在观察一个上次就发现的集装箱。 这个集装箱和其他集装箱不同, 他的门是关闭的, 在外面还加了一道栅栏铁门并且啰锁。 这不禁让灵雾怀疑集装箱内有好东西。 当然也可能有非常凶猛的丧尸。 灵雾不担心丧尸, 就他目前了解的丧尸来说, 他可以游刃有余地跑出帐篷区小铁门连带关门插销。 除非倒霉透顶, 这边出现几只凶猛变异丧尸, 该死的夜魔又恰巧刷新出来。 既然都那么倒霉了, 还不死太对不起曙光。 开锁问题不大, 开门还是有些胆颤心惊。 拉住一边集装箱的门, 灵雾深吸一口气, 刚慢慢地拉开了一道缝, 夜魔的头颅就钻了出来。 灵雾急忙用身体顶住两扇门, 夜魔脑袋被夹住, 不停地咆哮。 巨大的力量从门后传来, 灵雾用全身力气顶住, 耐力调如瀑布一般倾泻而下。 夜魔脑袋朝下一拉, 一口咬在灵雾的肩膀上。 此时灵雾的沙鹰也顶住夜魔的脑袋, 一枪将其打爆。 感染是其次, 只有15%, 但出现的重度流血每秒3点, 持续一分钟是会要人命的。 一分钟后并不是说伤口就能愈合, 而是转变成中度流血, 再转变为轻度流血。 灵雾痛的叫娘时, 没丧失理智, 在丧失被惊醒起床吃消夜前, 先爬上集装箱顶部, 再从背包内拿出一个流血绷带用掉。 重度流血持续时间变成了15秒, 他只带了一个流血绷带。 灵雾病急乱投医, 拿出一瓶止痛片吞了两片, 所有疼痛完全消除。 坏消息是还在流血, 灵雾生命即将见底。 好消息是, 止痛片回血, 血条正在努力地朝上涨。 坏消息是, 止痛片干不过中度流血, 何况是重度流血。 灵雾立刻再吞了五片止痛药, 终于坚持过了重度流血, 进入到中度流血一分钟状态。 药效作用下, 前30秒, 生命保持满直。 后30秒要效过后, 生命开始掉落。 因为被咬导致骨折, 感染和外伤, 灵雾的生命上限只有60点。 灵雾只能吃掉最后一片止痛药, 终于是扛过了中度流血一分钟。 轻度流血就没有那么可怕。 在药效作用下, 灵雾最后的血量保持在30点。 劫后余生的灵雾有点在世为人感觉, 这一切都要感谢沙娜。 如果没有沙娜制作的成药, 自己就不会带要出门, 坏消息是, 自己吃光了基地所有止痛片, 并且用掉了一条珍贵的流血绷带。 绷带是按照条算的, 止痛片虽然是按磕算, 但都装在一个小瓶子内, 灵雾当然是连瓶子一起拿了。 灵雾这么一做就是十分钟, 被枪声炸醒的丧尸, 因为没有找到灵雾, 各自回到自己的集装箱。 再等了一会, 基地援军到达哨卡。 要么说, 灵雾出夜情, 大家都不要想休息。 基地成员们刚准备享受私人空间生活, 或者看看书, 或者聊聊天, 或者打上一句扑克。 安静的夜晚, 明亮的灯光, 劳累一天后, 难得的清静就这么没了。 在接到灵雾口信后, 玛雾立刻招呼大家工作, 并且安排雪弹, 骑乘摩托车, 跟随皮卡。 灵雾在小铁门外与大家会合, 用纸笔划出帐篷迷宫图。 玛雾开始布置任务, 妮妮, 从这边开始。 妮妮, 不交谈。 玛雅的战术是两人组合, 先确定附近丧尸集装箱的位置, 再点燃火把进行搜索。 一人运输, 一人搜索, 把有价值的物品先送到铁门外, 最后再考虑运输问题。 在帐篷镜头, 灵雾握住只有最后一发子弹的杀音, 刹那慢慢拉开集装箱门, 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藏在门外。 灵雾用手电看清楚后, 上前拍了刹那一下肩膀, 表示安全, 两人一起进入集装箱中。 这是一个临时指挥部, 布置了电台、 屏幕等各种电子设备, 还堆放了一些物资。 灵雾打开第一个箱子, 发现是一个弹药包, 放到背包。 打开第二个箱子, 又是一个弹药包, 放到刹那背包中。 六个箱子, 开出六个弹药包。 玛雅安排雪弹、 马魂、 刹那、 小刀开车、 驾驶摩托车回基地卸货。 玛雅留下和灵雾守住帐篷区, 一来防止外人打主意, 二来防备夜魔刷新。 三来, 玛雅要对灵雾进行采访, 以了解灵雾搭档了一天的沙纳情况, 便于日后安排工作。 灵雾略过对于性格、 品德方面的看法, 只说了沙纳工作方面的情况。 灵雾认为, 沙纳工作态度认真, 吃苦耐劳, 会开车, 会驾驶摩托, 战斗能力一般。 玛雅问, 你是否愿意与沙纳长期搭档? 灵雾摇头,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 这样不用顾虑别人的生死。 玛雅道, 今晚沙纳帮了很大忙。 灵雾回答, 我确定帐篷情况后, 可以用对讲机联系基地。 再说我也会开车。 玛雅认为灵雾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侦察兵, 侦察兵最佳搭档应该是玛雅自己。 遇见丧尸时, 自己可以侧应灵雾。 在遇见危险时, 灵雾不需要顾虑自己的存在。 不过白白人多, 工作更多, 遇见的危险和情况更复杂, 自己无法与灵雾单独组队。 说完公事, 两人就没有话题。 玛雅坐在集装箱的边缘, 抬头看月亮, 灵雾躺在集装箱上寻找星星。 或许是习惯了玛雅的性格, 今天灵雾没感觉到任何尴尬, 不说话也挺好。 第57章, 堡垒之界。 大家回来后, 继续开始搜刮。 在集装箱内, 灵雾在两个箱子内发现了好东西。 两个箱子放在指挥部正中的柜子内, 里面放着满满当当的管装炸弹。 仔细数了一下, 每个箱子有十根之多。 玛雅看着炸弹, 道, 看来可以着手准备对付二号楼的血液。 集装箱门关上后, 小声对话不会惊醒丧尸。 灵雾环顾集装箱指挥部, 能搜的地方都搜了, 怎么连一把枪都没有呢? 沙纳道, 有枪? 在哪? 不在这里。 沙纳道, 在丧尸身上。 在物资基本搬空后, 玛雅让大家上集装箱点燃火把。 灵雾负责惊醒沉睡的丧尸, 七个集装箱的丧尸一拥而出, 在狭窄的通道排成长队。 小刀眼尖, 这边有一只。 灵雾顺着小刀手指, 仔细观察这只女性士兵丧尸, 并没有看见所谓的枪线。 等待一会, 目标丧尸举起双手, 抓向集装箱顶部观察他的众人。 因为这个动作扯动了衣服, 露出了别在腰间皮带上的枪套。 玛雅道, 雪弹, 马魂, 隔开他。 灵雾, 解决他。 雪弹跳下, 空间有限无法横扫, 只能轮锤挡住丧尸。 马魂清顿器操作比较简单, 举起来朝下敲就对了。 当目标丧尸攻击雪弹时, 灵雾跳落在他身后, 处决消灭了丧尸。 灵雾手摸到丧尸的枪套, 出现了一把左轮手枪, 灵雾拿走手枪, 道, 走。 三人跳起八柱集装箱边缘, 爬上集装箱。 米勒摩左轮手枪, 使用357马格南子弹。 优点是威力大, 永不卡壳和断裂。 缺点是后坐力略大, 声音略大, 弹侠容量只有六发。 在没有技能加持情况下, 重新填装弹药需要五秒时间, 填装弹药速度仅高于猎枪。 总体来说, 这是一把性能一般的手枪。 玛雅道, 灵雾拉丧尸, 其他人铁门外集合。 不一会, 灵雾从小铁门出来, 玛雅开始安排工作。 沙娜和我留下, 其他人先把这批物资运回基地。 灵雾留在基地疗伤和处理感染。 你们驾车回来, 接我们。 小铁门边的公路, 还有一堆物资, 主要以显示器、 电脑主机等, 可拆出大量电子元件的电器为主。 目送汽车离开, 玛雅示意沙娜在道路护栏处就坐, 自己坐在沙娜的身边, 开口问道, 沙娜, 与灵雾搭档一天, 有什么想法吗? 沙娜看着玛雅道, 对她没有想法, 对其他人也没有想法, 对你倒是有点想法。 什么意思? 玛雅问, 基地建设不错, 如果没有猜错, 是你占领了变电站。 玛雅在问, 怎么? 沙娜道, 你的积分应该很高。 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是石头做统领, 而不是你当统领? 玛雅明白了, 道, 你在竞争堡垒之剑, 你难道不想得到堡垒之剑? 沙娜反问, 家园计划第一阶段, 堡垒公司与蓝星官方签订商务合约, 派遣运输船和机器人, 在地球建立了一个大城市。 星际运输船和机器人, 都是堡垒公司的财产, 只有持有堡垒之剑的人才, 可能操控地球堡垒系统。 可以说, 持有堡垒之剑的人, 将掌握地球的主要话语权。 即使有曙光限制堡垒公司的行为, 也难以阻止地球堡垒公司, 成为太阳系巨无霸企业。 简而言之, 堡垒之剑的持有者, 将成为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 蓝星堡垒公司, 将挑选堡垒之剑主人的工作, 交给了曙光。 只有两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 候选人为5%的精英。 第二个规则, 在家园游戏中, 获得最高积分的候选人, 将成为堡垒之剑的主人。 堡垒之剑的规则, 发布在移民前一天的精英俱乐部网站。 不过精英俱乐部成员并不限于5%, 毕竟95%中也有很多成功人士。 对于大部分95%的人来说, 他们并不在意这件事, 因为这属于堡垒公司的内部事务, 毕竟机器人也好, 舰队也好, 都属于堡垒公司的财产, 他们愿意把财产交给谁, 那是他们的权利。 只要曙光还在, 即使富可敌求的堡垒公司也无法为非作歹。 蓝星的社会系统, 类似驾驶证系统。 富人拿到驾驶证, 可以开豪车, 穷人拿到驾驶证只能开廉价汽车。 这是社会无法避免的贫富差距, 豪车和汽车都受到曙光保护。 但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 他们的驾驶证都只有12分, 这12分不会因为你的金钱和地位而改变。 有钱可以花天酒地, 但不能为非作歹。 这也是曙光系统运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相对公平。 玛雅身手, 欢迎竞争。 莎娜略微犹豫后, 还是和玛雅握手。 你现在的积分一定比我高, 你不担心我害死你吗? 玛雅回答, 不担心, 因为没有人知道曙光积分计算方式。 两年时间, 如今只是刚刚起步。 再说, 我不觉得你是一个卑鄙小人。 莎娜反问, 我是怎样的人? 玛雅回答, 骄傲的人。 莎娜不知可否切了一声, 报,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那个小白痴把我杀了, 我的积分不会比你低。 玛雅问, 谁? 莎娜话语带着杯切, 除了灵雾, 还有谁? 那天晚上第一次遇见她时, 我就看出了她眼中的杀意。 我非常乖顺, 当她用猎枪指着我时, 我立刻熄火停车。 下车后我马上表明自己有一声技能, 并且屈辱地用身体接触, 表达出我对她存有好感。 但这个傻X还是毫不犹豫地动了手。 玛雾, 你就说快不快吧? 玛雅想起来, 恍然大悟, 偷车的女孩。 你是沙鹰的主人? 沙娜单手俯了, 往事不堪回首。 玛雅警惕问, 你要报仇? 沙娜又切了一声, 报仇? 我不在意杀人报仇, 但我不会杀害我的同伴。 玛雅点头, 你也打不过她。 杀人诛心。 沙娜转移话题, 如果没有猜错, 哨卡这里就是新手伏地, 有时间可以组织大家在这里刷爽枪。 玛雅道, 不用, 一人足矣。 哦? 谁? 小刀? 第58章, 刷枪。 小刀伸手, 从集装箱内, 拉出一具睡觉的丧尸, 摔在地上。 一脚踩下去, 两脚踩下去, 三脚踩下去, 因为没有使用武器, 期间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即使有, 也只有脑袋被踩爆后的砰的低声闷响。 血弹拖走尸体, 开始摸索。 这才摸了一会, 新的尸体又产生, 马魂拖走第二具尸体摸索。 沙纳拖走第三具尸体。 玛雅站立在集装箱顶部戒备, 她要时刻注意可能刷新出来的夜魔。 小刀嚼着口香糖, 不停地从集装箱内将一只只丧尸拉出来, 加上耐力回复时间, 战斗以15秒一只的速度进行着。 不到5分钟, 就刷到一把小手枪, 一副手铐, 一根盾器中的小极品, 伸缩紧棍。 采光一个集装箱, 再换一个集装箱。 血弹, 马魂和沙纳在黑暗中机械地重复着流水线的工作, 不停地收获振奋他们疲惫的精神。 一边的小刀是越采越来劲, 越采越有精神, 以至于到了后来, 大家都有点心疼丧尸, 希望最少有那么一只丧尸能稍微进行反抗。 吓一下眉飞色舞的暴力小刀。 到了第四个集装箱, 小刀的践踏处决技能竟然进阶了, 他第一脚能直接踩裂头盔。 这么一来, 工作效率大增。 面对踩上瘾的小刀, 玛雅不得不抽身从集装箱顶部下来加入摸尸的队伍中。 他们并不知道, 一只夜魔翘无声息地慢慢靠近心无旁骛的武人。 夜魔看准时机从集装箱跳下来, 力找当即穿透雪弹的肩膀。 雪弹疼痛之下大叫一声, 回头看见了夜魔张开的血盆大口。 就在这危急时刻, 雪弹身边的小刀伸出双手, 抓住夜魔的脑袋, 将他一把摔在地上, 毫不犹豫地补上一脚。 在踩爆了夜魔的脑袋后, 小刀才反应过来, 尖叫, 什么东西? 马魂反应很快, 也距离最近, 拿起盾气乱挥舞堵住集装箱, 避免苏醒的丧尸冲出来, 上屋顶。 玛雅纠正, 上集装箱。 莎那敏捷附身, 最快翻上集装箱, 伸手拉住受伤的雪弹的单手, 在玛雅托举帮助下, 将雪弹拉到集装箱顶部。 群侧群力, 五人有惊无险地成功转移。 玛雅下令道, 撤退。 一只夜魔的刷新, 代表第二只夜魔即将出现。 小刀秒夜魔纯粹误会, 完全是机械化的工作所导致的本能反应, 相信第二只夜魔不会再给小刀这样巧合的机会。 莎那跪坐在雪弹面前, 掏出一个绷带捆在雪弹的左肩上, 雪弹痛感立刻消除。 看着月光下给自己缠绷带的女神, 雪弹感觉周边的时间仿佛停止。 这一刻, 她爱上了她。 可恶的马魂打断了这一切, 拉起雪弹, 走。 没有灵雾引怪, 大家在逃出铁门的过程中, 与丧尸们发生了一些亲密接触。 除小刀之外, 每个人多多少都挂了彩, 最终五人都全身而退。 清点战利品, 工作两个小时, 一共拿到七把小手枪, 性能都很一般。 一件鱼网状的防刺衣, 因为使用金属材质, 这一件衣服重量就有十公斤, 穿上之后, 防刺衣所覆盖部位可以完全抵御普通丧尸的抓闹, 但无法抵御啃咬。 此外, 还有三根伸缩紧棍, 三罐喷雾瓦斯, 三个手铐, 一部对讲机, 三十多发, 三百五十七马格南和九毫米手枪子弹。 在基地中, 石头看着七把小手枪眼冒金光, 立刻对玛雅道, 你安排一下, 明天带上所有手枪去北上镇交易技能书。 玛雅看沙娜, 沙娜点头, 玛雅道, 那就沙娜河。 雪弹举手, 我可以陪沙娜去一趟。 玛雅道, 好, 那就辛苦沙娜和雪弹。 石头交代, 对很多人来说, 手枪还是稀缺货, 你们不能一开始就把货权拿出来, 技能书, 是技能书就换, 小手枪对我们来说就是垃圾。 明天白天, 灵雾处理夜魔, 明晚我们继续刷手枪倒买倒卖, 收集物资, 负甲天下, 称霸全服。 所有人静默, 灵雾鼓掌, 也说明了未来属于枪械。 玛雅道,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 枪械有冷兵器无法超越的特点, 但在资源匮乏的末日, 冷兵器的作用不会比枪械小。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很多人还没补满五个小时的睡眠, 都去休息吧。 沙娜举下手, 我下午在病床休息够了。 灵雾站起来, 那就沙娜首夜, 其他人睡觉。 沙娜看大家都站起来, 一问, 就我一个人补满了睡眠。 大家一起点头。 雪弹道, 我补两个小时就来陪你。 哇! 大家一起鼓噪。 雪弹红着脸, 都去睡觉, 走了, 走了。 石头走过沙娜身边, 意味深长, 看了沙娜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走向冰营。 沙娜拍额头, 她当然知道石头的意思。 石头是对自己才加入基地不到24小时, 就招惹上男女之间的事表示不满。 自诩情商高的她现在一脸猛圈, 根本不知道是在哪里招惹了雪弹。 自己一整天都和灵雾在一起, 就算招惹, 也应该是招惹灵雾。 灵雾突然发现自己的美, 自己的内在, 自己的气质, 自己的优雅。 接下来的几天, 灵雾每天早上起来后, 就与沙娜跑一趟哨卡, 检查和消灭夜魔。 回到基地申领沉默者, 火力支援商业街。 灵雾发现, 玩枪会上瘾, 她最喜欢不是击毙丧尸的时刻, 而是拉动枪栓, 将子弹上膛时, 枪支传来的机械声。 机械节奏感刺激灵雾神经, 让她在射击时, 精神更容易进入专注状态。 灵雾也不是不讲道理, 为了基地的安全, 在大部分时间都是虚设。 玛雅见灵雾对射击这么有兴趣, 指导灵雾掌握几个标准射击姿势。 入夜之后, 灵雾, 小刀和玛雅三人前往哨卡刷手枪。 伴随着一天天的过去, 小手枪的暴率越来越低。 通过数天的交易, 北上镇的很多玩家 都有了一把自己心仪的小手枪。 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 当得知晚班只带回三支小手枪, 石头招呼大家开篝火会议。 第59章 手枪之路 石头通报, 目前基地除石材之外, 其余四种基础材料充足, 并且接近满库。 经过三天的工作, 在大家的努力下, 药品储备目前比较充足。 子弹中, 22一共120发, 其他子弹一言难尽。 在帐篷基地搜出很多弹药包, 入库超过了基地库存。 为了避免浪费, 苏石大批量制作了 22子弹和一些管装炸弹。 我们与无敌基地建立一定信任, 口头约定互帮互助。 此外基本确定 北上镇没有可交易的农学类技能书。 有些玩家拿到技能书后, 就直接学了。 这些玩家不具备挖角的条件。 石头道, 哨卡出枪率越来越低, 目前基地小手枪库存是19支。 我的想法是, 基地预留5支小手枪。 明天打通火车隧道, 前往右线北下镇进行交易。 我已经与北下镇的流浪者基地沟通, 他们会为我们提供向导, 在隧道口另外一端等我们。 石头道, 无敌基地派人穿过隧道去接医生时, 在隧道内发现大量丧失, 迫使他们放弃了计划。 根据无敌基地的描述, 隧道内不仅无法开车, 连摩托车也难以通过。 此外, 他们还提供一个信息, 隧道口半公里左右, 有一列15节车厢的客运火车。 可以想象隧道和火车内拥挤情况, 还有丧失的密度。 唯一的好消息是, 隧道内有每百米, 有一盏微弱红色灯光。 石头问, 玛雅, 我的想法有可行性吗? 玛雅问, 有很大利益吗? 石头点头, 根据流浪者基地说明, 右线北下镇玩家数量, 比左线北上镇人数要多很多, 强之其缺, 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右线距离蔚来市较近, 与高山地形的左线不同, 右线几乎都是平原, 一马平川, 最多有几个海拔不足百米的小山丘。 右线的农村不仅农场多, 小型村镇也多, 上下镇各有的一个镇中心规模, 远比左线小镇镇中心大得多。 并且右线领海, 食物资源充足。 除此之外, 右线农村遍布粮食加工厂, 酿酒厂, 葡萄酒庄园, 运动场等等大面积建筑群。 右线玩家基本不缺食物, 医疗物资较为贫瘠, 最缺的是枪。 由于缺少枪支, 除流浪者之外, 右线五个统建队伍攻打中小型基地, 全部失败。 流浪者现在面临巨大的守城压力, 他们愿意以20公斤口香糖、 咖啡、 牛肉干、 功能饮料加上一本厨艺技能书换取三把小手枪, 并且会派遣向导引导暗影交易队在流浪者基地对外进行交易。 玛雅点将将队伍分成两队, 血弹马魂沙纳负责后方, 灵物侦察, 小刀游击补卫协助灵物, 我负责落后侧应。 前后队配合对讲机, 如前队认为无法前进, 后队立刻撤离。 由我, 小刀和灵物轮流断后撤退。 沙纳举下手, 我擅长用弩, 可以加入前队清除丧尸。 最近几天交易, 暗影基地获得一把复合弩。 与玛雅的轻弩不同, 复合弩攻击力和射程都大大高于轻弩, 缺点是无法回收剑势, 装填弩剑需要两秒时间。 而灵物最喜欢的沉默者, 拉一次枪栓用时不到一秒。 弩剑和枪不同, 除了射程近之外, 弩剑在空中飞行时间较长, 飞行轨迹中有明显的上行和下坠。 要使用好弩剑, 必须准确估算自己与丧尸之间的距离, 再根据距离调整准心高度, 以达到爆头的目的。 相比枪支, 精英数值为99, 在射击过程中几乎不会发出声音。 玛雅思考后道, 好, 灵物部携带交易商品, 携带22子弹, 苏什多做几个销声器和短刃。 简易销声器耐久度为6, 6枪后销声器报销, 无法维修。 制作材料为一块棉布, 一个矿泉水平, 十分之一卷胶带。 玛雅道, 后队所有人装备小手枪, 有必要情况下可以开枪。 特别要注意刷新出来的尖叫丧尸。 玛雅认为后队缺少一名瞭望手, 无法第一时间发现刷新的暴丧或者尖叫。 不过沙纳提议有一定道理, 如果沙纳掉到前队, 可以减轻灵物的工作压力。 一旦有人被感染, 此人就必须退出任务, 返回基地治疗感染。 也可能出现一人感染, 全队被迫撤退的情况。 因此, 玛雅才让后队三人配备小手枪, 专门对付刷新出来的尖叫和暴丧。 前队负责清理丧尸, 后队开枪不会炸团, 但尖叫吼声和暴丧爆炸声有可能导致团灭。 因此, 即使需要开枪也不能让尖叫喊出声音, 也不能让暴丧摔倒。 最近几天工作中, 沙纳的白天工作室骑车送灵物去烧卡。 把灵物送回基地后, 沙纳会加入白班的公寓搜刮工作。 生活经验丰富的石头在夜间篝火生活中, 发现血弹和马魂都对沙纳存有好感。 灵物白天不干活, 没人会说什么。 她的工作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工作重要性远超他人。 但是沙纳作为新人不工作, 就有点说不过去。 石头与玛雅商议过, 玛雅表示很难将沙纳调整出血弹和马魂的班次。 石头并不认为一定是坏事。 与沙纳组队期间, 血弹和马魂的工作动力十足。 战斗与爆表, 每人都领悟了一个专属武器处决技能。 专属武器处决技能指的是, 在佩戴某类武器时才能使用的处决技能。 空手小刀的践踏处决, 灵雾短刃封刺处决, 沙纳轻盾器的打击处决都属于专属武器处决技能。 目前几位外勤中, 只有玛雅因为用弩时间远远超过用刀时间, 还未领雾专属武器处决技能。 玛雅说完明天排兵布阵, 扫尸大家问道, 大家有什么看法? 灵雾和小刀自然没看法, 他们怎么安排怎么来? 就算不让他们参加交易队, 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意见。 血弹和马魂服从安排, 也没有意见。 贸易队的事就这么定下来。 清晨七点, 贸易队开始申领物资, 除了交易物品外, 每个人按照自己需求和喜好申领药物与武器。 灵雾按照自己喜好, 拿了两把短刃, 戴上匕首, 揣上120发, 22子弹, 持沉默着步枪, 拿上骨折, 流血各一个绷带, 和四颗止痛药, 最后不忘将五个简易销声器也放进背包。 毫不夸张地说, 贸易队带走了基地90%的财产, 因此, 被于暗影基地来说算得上是一次好赌。 赌成了, 他们将获得匮乏的资源, 赌输了石头和苏石只能开始兼并其他小基地烂鱼充树。 想再把暗影基地做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石头恋恋不舍地送大家到门口, 目送汽车和摩托车消失在视野中, 久久不能平静。 苏石见此, 走过来问, 老大, 你什么时候感情也会如此泛滥? 系统抄在很不讲道理, 只要车上超过河在一个人, 汽车就动不了。 无奈只能把摩托车也征用上。 担心, 担心贸易队的安全, 也担心基地的安全。 石头道, 如果今天系统赶工程, 我下半辈子就与曙光不共戴天。 即使只是二星难度, 石头一个人也应付不过来, 只能弃基地和苏石而走。 第六十章, 血液列车。 交易队顺利到达隧道口, 玛雅吩咐雪淡把汽车开到一边, 汽油桶中再将两个汽油桶藏匿起来。 最后几人合力去找树枝等掩盖物。 藏好交通工具后, 灵雾首先进入隧道, 刹那跟上, 玛雅居中。 后队落后十米跟随, 踩走了十来米, 就看见十多米外的六只丧尸堵塞了去路。 灵雾拿着沉默者以单膝贵作的方式, 用六颗子弹点杀了六只丧尸。 在灵雾开路下, 队伍行进的速度比较快, 只花费了十分钟就走过了五百米。 一列十五节车厢的火车停在轨道上, 玛雅聚拢零雾和沙纳, 列车两边的空隙只有七十公分, 勉强能让人通过。 我担心前进时被车厢内的丧尸发现, 跳窗出来攻击我们。 沙纳道, 最好不要走两侧, 走两侧还要小心每一百米的躲车洞。 躲车洞十米深, 两米宽, 可以色很多丧尸。 后队随之到达, 马魂发表意见道, 从车顶上过去。 玛雅道, 只有五十公分的高度。 雪弹道, 可以爬过去。 玛雅解释道, 每节火车之间有六十公分的连接空隙, 越过空隙可能会发出声响。 一旦惊动车厢内的尖叫丧尸, 很容易引发失潮, 结果是极可能出现我们被困在车厢顶部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小刀道, 那就从客车中杀过去。 玛雅道, 更危险。 客车内坐一下可藏尸, 头顶有行李舱, 车内视线非常差, 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苦战之中并且无法脱身。 最安全的办法还是走两侧, 弩手开路, 一路保持绝对的安静, 尽可能不惊动丧尸。 如果惊动了丧尸, 立刻后撤进入躲车洞, 利用弩剑和沉默者优势, 将追击我们进入躲车洞的丧尸, 射杀在洞口。 玛雅补充道, 我可以侦查躲车洞内的情况。 好, 玛雅一号, 刹那二号, 我三号, 后队跟随。 灵雾带头前行前进, 当他看见丧尸后, 就蹲立不动, 用手电照射丧尸的头部, 跟随在其身后的沙纳和玛雅, 用弩剑处理丧尸。 灵雾使用封刺过躲车洞, 再通过手语, 向弩手汇报情况。 一旦发现躲车洞内有丧尸, 两名弩手趴扶到洞口, 灵雾提供光源, 由弩手进行狙杀。 即使躲车洞内丧尸数量较多, 只要第一时间狙杀面向玩家的丧尸, 就不会引起骚动。 理论上完全行得通, 实操中有几个细节要求。 第一个要求, 弩手必须具备高精准度, 弩弩是很吃操作的一种武器, 用好式神器, 用不好会生气, 系统无法给予补证。 第二个要求, 安静。 第三个要求, 祈祷不要出现狂猛丧尸。 暗影基地的成员素质都比较高, 听从命令, 加倍小心, 悄无声息地一路前进。 在走了四节车厢时, 空气中出现了血污。 灵雾立刻打手势让大家跟随自己, 进入躲车洞。 此前出问题, 还可以补救。 按照玛雅说的, 被丧尸发现后, 逃到躲车洞中将追击来的丧尸击杀即可, 但在血液地带是另一回事。 有盲浮吗? 有夜魔吗? 即使白天它们不出现, 惊动了丧尸会不会引发血液的反应呢? 根据灵雾的经验, 血液第一反应就是刷血狂猛。 玛雅内心有些犹豫, 走过去要冒险, 走回来还要冒险, 值得吗? 于是公开询问大家的意见, 她不会把同伴当作代价来完成本次工作。 沙娜首先开口道, 我不喜欢半途而废。 来之前, 我们已经想到了危险。 既然已经走到这里, 现在放弃的话, 猴年马月我们才能再鼓起勇气走一次呢? 再说, 我们要面临危险程度是由我们控制, 而不是由系统控制。 我对自己和大家都有信心。 血弹和马魂一起点头, 同意, 互相看了一眼, 鸡拳, 心有灵犀。 小刀自然没意见, 大家看灵雾, 灵雾回答, 我不会拖后腿, 也不会死, 我肯定没意见。 小刀问, 不会死吗? 你只有一发杀鹰子弹, 怎么对付血狂猛? 灵雾反问, 我跑得比你们快, 你为什么认为血狂猛会追我? 现场一片沉默, 有道理。 等血狗杀掉其他五人, 灵雾说不定已经跑出隧道去了。 什么? 灵雾留下? 沙鹰都要三枪才能杀死血狂猛? 凭什么让杀不死血狗的灵雾去拼命吗? 血雾越来越浓, 借助手电灵雾, 可以看见车厢内游荡的血丧尸。 两位弩手非常强悍, 一射一个准, 渐渐抱头, 在列车左侧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顺利到了七号车厢, 灵雾垫脚巢里看, 发现七号车厢内没有丧尸, 车厢中间顶部是血液那颗巨大的心脏, 触脚顺着四周覆盖了整个车厢。 此时从列车外的右侧传来一声狂猛的低吼声。 这声音说明黄猛还没有发现玩家, 也说明黄猛距离玩家不足十米。 灵雾慢慢前行, 将地面的小石头枯枝石碱干净, 全部扔到背包中。 前队大气不敢出, 拿着弩弓跟随灵雾慢慢朝前挪。 后队因为光线原因, 利用双手着地用爬行方式以期尽可能减少噪音。 灵雾回头伸出两根手指, 指了指列车十米外侧面顶部, 表示上面还有一只狂猛。 如果这只狂猛在队伍经过时朝左边伸头查看, 那一场大战将无可避免, 结果也不会有任何意外, 贸易队必然全灭。 过还是不过? 玛雅越过沙纳, 走到灵雾身边指自己的弩。 沙纳的弩和灵雾安装了简易消声器的沉默者, 伸出三根指头, 意思是三发爆头, 可以直接带走狂猛。 虽然难度很高, 但这是继续前进唯一有效的反击方式。 灵雾点头, 三人站起来, 只能看见侧面顶部一部分。 他们将武器对准侧面, 慢慢朝前移动, 突然一只狂猛跳到了列车顶部左侧面, 一眼就看见了距离他三米左右的三个玩家。 三人如本能一样扣下扳机, 两根弩箭和一颗子弹几乎同时命中狂猛的脑袋。 狂猛立刻四脚朝天蹬了一下腿, 然后一动不动。 灵雾尝试垫脚伸手去够车顶狂猛尸体, 玛雅捏住灵雾小手臂将它拉开, 指前方示意继续前进。 一行人终于走到了十一号车厢, 按照约定, 玛雅和沙娜蹲下, 灵雾回头用手电照射后对提供光源。 此时马魂连连摆手表示受不了, 于是大家选择了一个躲车洞暂时休息。 坐在躲车洞最深处, 所有人才敢大出一口气。 战斗不激烈, 但每个人无比紧张, 生怕因为自己一不小心发出声音将整个队伍都害死。 雪旦道, 我建议回来翻越山脉, 不就四百米的海拔吗? 玛雅道, 穿越森林走山脉回基地, 最少需要十个小时。 小刀, 我同意走山脉, 最少可以呼吸。 多数人决定走山脉, 灵雾池都可以的态度。 最后表态的沙娜道, 比起未知的危险, 已知的危险更容易掌控。 我不同意放弃已经熟悉的地形和环境, 转而花费十个小时进入原始森林。 但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保留自己的意见。 灵雾道, 也可以。 玛雅道, 走山脉的举手。 只有小刀一个人举了手, 左右看看用肩膀撞下灵雾并且送上怒目。 灵雾立刻举手, 小刀满意一笑。 玛雅道, 走隧道的举手。 沙娜, 雪旦和马魂一起举手。 玛雅道, 决定走隧道。 原地休息五分钟后出发。 第六十一章, 右线。 贸易队顺利地通过列车地带, 前进的道路宽敞了不少。 灵雾和两名弩手负责开路, 虽然行进速度缓慢, 但胜在安全。 花费了两个小时时间, 暗影基地交易队终于走出了隧道, 到达了右线, 在隧道口见到了流浪者派来的向导。 站在高处, 眺望一望无际的平原, 让人心旷神疑。 除了风景和地貌之外, 右线玩家的数量也是左线所不能比的。 在右线路上经常遇见两三人一组的队伍。 这些玩家队伍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默契, 互相之间保持十米左右的间隔。 向导向大家介绍了流浪者的情况。 已经拿下中小型基地的流浪者, 头疼的问题是守城。 五颗星的威胁度让他们担惊受怕。 最要命的是, 如果攻城再不开始, 明天傍晚他们将迎来六颗星。 向导在流浪者基地中身份与玛雅的定位类似, 玛雅有问有答将自己守城的经验告诉对方。 再看风景, 聊天中很快就到了流浪者基地。 流浪者老大亲自接待贸易队, 按照电台约定, 大家先交换了一波物资, 三把小手枪顺利交易道口, 香糖等和一本厨艺书。 接下去是摆摊时间, 摊位就放在流浪者基地边缘, 交易工作由沙纳负责。 因为流浪者提前通知与准备, 到流浪者基地交易的玩家数不胜数。 而在左线根本看不到百名玩家聚集的场面, 让贸易队直观感受到人群聚集带来的热闹氛围。 流浪者骨干们和灵雾等人一起喝茶, 互相交流了经验。 由于灵雾和变异丧尸有着多次亲密接触, 由灵雾解说了他遇见的盲浮、夜魔、狂猛和血液。 根据流浪者成员所说, 右线狂猛出没比较频繁,夜魔也偶有遇见。 他们第一次听说盲浮和血狂猛。 暗影基地从流浪者口中得知了一种 新型变异丧尸的情报。 新型变异丧尸是一种半飞行丧尸, 名为六尺。 这种丧尸被不掌有翅膀, 它本身不会飞行。 之所以说它是半飞行丧尸, 是因为它擅长爬树登高, 喜欢在树冠中隐藏自己, 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能攀爬直涕的丧尸品种。 当六尺丧尸发现猎物之后, 就会一跃而出张开翅膀, 以滑翔的方式铺击地面玩家。 由于其本身体重和人体相当, 加上惯性冲击, 能给玩家造成巨大伤害。 被丧尸扑倒之后, 力量属性的作用就体现了出来。 加持了力量的玩家, 可以第一时间将丧尸推到一边。 没有加力量属性的玩家, 只能依靠快速消耗耐力来推开丧尸。 六尺在攻击前不会发出声音, 没有白天和黑夜的作息规则, 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是远离高处, 比如水塔、信号塔、 四层以上高楼都可能潜藏有六尺。 根据流浪者基地的统计, 目前狂猛是玩家的第一杀手。 灵雾说了自己对抗狂猛的一些经验, 并且和流浪者的成员现场演练起来。 最后, 灵雾郑重介绍了狂猛第一杀手, 小刀。 抱住狂猛对着他头部连续开枪。 小刀点头, 一抓和一咬只能造成60%的感染度, 用受伤手臂夹住他的脖子。 时间足够你用手枪对他头部开三枪。 一位女生问, 不恶心吗? 小刀回答, 不恶心。 一边爱开玩笑的副统领扑倒在地, 女王, 请收下我的膝盖。 虽然玩家数量很多, 但交易现场井然有序。 也有一些基地趁机在附近摆摊, 寻求交易机会。 这份有序主要是因为目前玩家的战斗力偏低, 没有人有能力在光天化日之下, 抢劫杀人后活着离开现场。 不过副统领告诉林雾等人, 虽然右线未发生过杀人抢劫的事件, 但是屡屡发生案件伤人之事。 比如, 晚上带上一群丧尸到敌对玩家基地闲逛。 比如故意带着狂猛在敌对玩家身边跑过。 比如故意发出巨大声响, 破坏其他玩家搜刮。 在此期间, 有一位叫黑炭的玩家找上了玛雅, 希望能加入暗影基地。 玛雅表示, 收人是统领的工作, 借用流浪者电台让黑炭与石头直接联系。 在简短的聊天后, 石头不同意收人。 黑炭并不死心, 表示右线玩家太多, 他想跟随暗影贸易队前往左线发展。 因为要通过危险的血液地带, 玛雅拒绝了他的请求。 提出类似要求的人, 还有一对姐妹花和两名男子, 他们是一个叫坟灭基地的成员。 他们愿意出让一本耕种学技能书, 请暗影交易队带他们去左线。 玛雅同样拒绝了他们。 最后, 暗影贸易队还有一个工作, 将一位女医生护送到左线。 女医生名叫翠宇, 是三角链的失败者。 在数天前, 石头寻找医生时联系过流浪者基地, 就此事已经进行过沟通。 因半吊子医生沙纳的加入, 石头没再提起这件事。 前些天, 左线无敌基地缺少医生, 石头把翠宇介绍给了无敌。 这是三个位于北市最大三个基地 共同操作的一件事。 按照石头的说法, 这件事办成了给三个基地未来合作 创造很大的空间。 从某个角度来说, 这件事有些制正味道。 石头也最终说服了玛雅, 将翠宇安全带到左线。 翠宇是一位很漂亮的姑娘, 第一次见面交谈, 就给大家留下很好印象。 贸易队都没有想到, 翠宇会是三角链的失败者。 在了解她的情敌后, 大家私下闲聊认为, 从外貌、 谈吐、 气质和学识来说, 情敌都不如翠宇。 好奇宝宝灵物不好打听, 怂恿小刀, 这个笨蛋当出头鸟。 玛雅交易给翠宇一把小手枪, 和流浪者基地成员握手告辞。 下午1点, 一行人踏上了回城之旅, 似乎并没注意到, 有5名玩家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 兄弟别捣乱, 他们人多, 打起来你们4个人吃亏。 就算你们能成功, 你们也来不及舔包。 杀人越货的是我叔, 算我一个。 凭什么算你一个? 我有夜市仪和爆竹, 能远远跟着他们。 在关键时刻, 送上两枚爆竹, 我们就能躺着舔包。 只给你一个, 叫领悟那个人的背包, 高个子, 带长枪的那个。 没错, 五人牧送着贸易队进入隧道, 等待片刻后也进入隧道之中。 黑炭利用粗烈的夜市仪通过手电, 判断贸易队在20米外, 五人翘无声息地跟上保持着一定距离。 走了一会, 发现手电停止了前进, 更糟糕的是, 手电的光开始往回走。 黑炭急忙让大家后撤, 此时隧道两边火把亮起, 只见两边的躲车洞洞口各站立着两个人,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武器。 手电光也走到近处, 是灵悟, 翠宇和小刀, 他们手上都拿有枪支。 黑炭急忙道, 大侠们好, 我们在右线真的混不下去, 还请大侠们代代我们。 翠宇认识黑炭, 道, 黑炭, 不是不带你们, 实在是这段路人越多越危险。 灵悟一问, 翠宇, 为什么要解释呢? 翠宇一正, 回答, 先礼后兵啊。 灵悟一问, 为什么先礼后兵? 说着扣下扳机, 纯礼, 打不过, 祈祷对方有良知或者没脑子。 先礼后兵, 打得过, 但打赢了自己也不好过。 先礼后礼, 打了一会, 好像有点打不过。 纯礼, 实力碾压, 懒得废话。 第62章, 回家。 贸易队只是布了一个陷阱, 想知道谁在跟踪自己, 此前并没有讨论是将对方驱逐, 还是将对方杀死。 在灵悟看来, 没有必要讨论驱逐还是杀死, 肯定是干掉他们。 道理很简单, 杀了他们, 他们复活之后, 只能一个个地恨你。 驱逐他们, 他们会团结起来恨你。 更何况, 此前双方交流过, 他们手上有一本耕种学, 不杀他们讲不过去。 灵悟一开枪, 大家都一起开枪, 相比于丧尸, 玩家更难爆头。 一轮射击下来, 只有灵悟第一枪偷袭爆头, 好在贸易队火力强大, 一轮就带走两条人命。 这时候, 残存三人出现了判断错误, 一人朝隧道外逃命, 两人和贸易队拼命。 他们被偷袭在先, 又缺乏实战经验, 根本没有对贸易队造成任何实质伤害。 灵悟盯上了逃跑的黑炭, 很明显, 黑炭加了敏捷, 跑得很快。 不过今天不是人和人之间赛跑, 是人和子弹之间的赛跑。 灵悟轻松命中直线逃命的黑炭, 拉枪栓, 再开枪将黑炭打倒在地。 灵悟跑到近处, 给尸体补了一枪, 没想到尸体翻身站起来大骂, 草某某。 黑炭之所以炸死, 有两个想法。 灵悟如果舔包, 他偷袭灵悟。 灵悟不舔包, 他就能躲过一截。 没想到这货脑子有坑, 自己都一动不动了, 还要来一枪。 灵悟补枪, 但仍旧没打到脑袋。 黑炭见其他人在十多米外, 于是拿出大砍刀冲向灵悟。 灵悟把枪挂上, 拿下匕首, 封刺而过, 秒掉黑炭。 玩家和丧尸完全不同, 在非偷袭的情况下, 想抱头难度很高。 拿到了。 小刀喊道, 耕中穴。 混蛋两人主张驱离, 而不是消灭。 此时小刀喊声中夹杂着兴奋的感情, 让他们感觉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抢劫, 而不是自卫, 让两人多少有点不舒服。 当然他们没说出来, 毕竟杀人也没有什么不对, 无法去指责任何人。 主张杀人的几个人也有分歧。 沙娜认为已经明确拒绝过他们, 他们还跟来, 那就是找死。 灵悟的想法最简单粗暴, 他们有耕中穴, 我们有杀他们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 不杀他们对得起自己吗? 玛雅认为, 在丧尸稀少的隧道, 投解决麻烦是最明智的选择。 小刀则完全没想法, 别人开枪他就开, 不杀人可以, 杀人也没有不可以。 不洗劫背包可以, 洗劫背包也没有不可以。 没战利品不会不开心, 而有战利品当然要开心。 第一次走隧道不知道有血液, 导致大家游走在生死边缘。 回程路上, 针对列车血腥区域, 贸易队已经有所准备。 说白了就是找流浪者基地, 要几个爆竹。 点燃爆竹吸引丧尸到列车右侧通道, 贸易队则趁机从左侧通道通过。 期间, 玛雅还有一个发现, 虽然声响惊动血液, 但是并没有因此刷出强力的丧尸, 甚至没有刷新出血丧尸。 这就代表, 只要不对血液下手, 它就不会对玩家发动攻击。 这暴露了血液的一个弱点。 目前暗影基地有20根管状炸弹, 血弹提议, 制作C4, 用管状炸弹当作管雷, 能大大增强威力。 苏石可以通过制作台, 消耗弹药包, 可以制作C4, 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技能, 不仅在制作过程存在一定风险, 并且会耗费更多的材料。 沙纳的化学技能对制作也没有加成, 加之没点智力, 由它制作会浪费更多的材料。 玛雅认为, 如果沙纳专注制作医药用品, 假设生活能进阶的话, 那沙纳将进阶成制药技能。 反之, 由沙纳专注制作子弹赚取经验值, 有可能让沙纳的进阶技能变成火药类专精技能。 左线山多人少也有好处, 根本没有人到隧道入口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溜达, 汽车和摩托车都保存完好。 重新加上汽油,上车回到基地。 到了基地后, 大家各自休息。 小刀去基地边的公路找丧尸脑袋麻烦。 马魂和雪蛋走到悬崖边缘秘密交谈。 玛雅翻看收集到的杂志和报纸, 希望能从中获得游戏信息。 沙纳拿了颜料笔和人字梯, 在教堂外墙涂涂画画。 涂鸦、绘画是沙纳的爱好。 林悟第一时间申领了沉默者, 她坐在面对商业界的悬崖边, 边瞄准边揣摩如何击中运动目标的脑袋。 至于翠鱼已经被无敌基地的人接走。 石头在基地门口热烈欢迎大家, 一个人到仓库清点货物。 完事之后与玛雅进行了交流。 玛雅说起了沙纳化学专精的事。 她认为石头擅长看人, 将背景介绍后问石头。 你认为沙纳会长久留在暗影基地吗? 如果长流, 我支持她走火药路线。 如果不能长流, 我支持她走医药路线。 游戏初期药品宝贵, 到了游戏中后期, 火药将是实力的直接体现。 堡垒之剑。 石头有些感叹, 道, 你们5%每个人都想拿到堡垒之剑吧。 我倒是很佩服沙纳坦诚说明内心所想。 想要就是想要, 不遮遮掩掩。 我喜欢她性格, 因此当然是希望她能长期留在暗影基地。 但堡垒之剑的赢家只有一人, 你不死的情况下, 以目前她的实力, 她留在暗影基地难以从积分上超过你。 玛雅道, 一百万的移民的5%, 有5万人竞争堡垒之剑。 我只是尽我所能, 并没有太大的奢望。 我更喜欢你做什么事, 都很认真性格。 玛雅无语道, 你真会说话。 我没开玩笑。 石头道, 我也喜欢小刀的单纯和简单, 她的性格会感染别人, 让别人充满活力, 以更积极的态度生存下去。 我也喜欢林雾的性格。 你说, 沙纳有可能离开暗影基地。 我告诉你, 林雾更可能离开基地。 拿到沉默者玩具之后, 她一门心思就是玩枪。 喜欢玩的人, 很难长期留在一个地方。 要么她一直能找到乐趣, 要么实在没地方可去。 该死的是她的猎人技能, 让她有了单飞做孤狼的可能。 猎人每天提供一个食物, 拆除基地建筑百分之一百回收材料。 没有技能和词条加成和简易情况下, 一个剑材包可以开出四个单位的剑材。 四个单位的剑材, 恰巧可以制作一张床。 林雾只要有一个剑材包, 她就可以以独狼的身份生存。 当然, 缺少异物室的情况下, 林雾不能受伤。 客观来说, 林雾在不招惹变异丧失的情况下, 基本不会受伤。 石头道, 不用太担心, 林雾不会扔下小刀。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整个基地只有林雾在玩枪? 玛雅, 这么一说倒是有点怪异。 石头道, 因为我拒绝了其他人的身领。 好在林雾贡献足够大, 大家对林雾受到特别待遇, 没有意见。 近期我更担心血弹和马魂。 玛雅不明白, 以我对他们性格了解, 我认为他们在混蛋事件后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 一对好朋友都喜欢一位女生, 我担心暗影基地会出现狗血事件。 石头说到这里, 轻叹口气, 最好管的是人, 最难管也是人。 玛雅点点头, 我更喜欢死板的教条, 而不是百变的人性。 东西整理好了吗? 好了。 石头喊道, 哥哥姐姐们, 开会了。 第63章, 生活技能。 会议第一个议题, 生活技能。 石头会报道, 基地目前有九本技能书, 分别为管道学、 电子学、 农耕学、 钓鱼、 气修学、 工程学、 贸易学、 指挥学和厨艺学。 根据和外界交流, 特别是贸易队本次出访获得经验, 以知管道学可以建设洗浴室, 建成后增加基地士气。 电子学, 可以升级基地电台, 升级后的基地电台覆盖半径增大, 最重要是可以通过电台接到堡垒发布的随机任务。 农耕学, 喂知, 钓鱼, 每天给基地提供一点食物, 可以制作鱼具。 鱼具获得的鱼货可转变为系统食物。 20公斤鱼或兑换一点食物。 气修学, 可制造修车工具, 修车工具效率提升50%, 作为司机时减少20%燃油消耗。 学习条件, 掌握机械学。 工程学, 可升级制作台, 升级后的二级制作台, 可以拆解枪支和制造枪支配件。 制作物品减少30%的材料损耗, 拆解物品增加30%的收益。 贸易学, 可建造商业贸易战, 不定期会有NPC商人到贸易战停留一个小时, 拥有贸易学技能的玩家可以与之交易。 助解, NPC商人会刷新在直线距离贸易战150米的地方。 NPC商人不会掉落任何物品, 死亡后, 尸体立刻消失。 右线玩家解释称, 会有NPC商人刷新在贸易战150米外, NPC商人会朝贸易战跑, 他能不能跑到贸易战仪要看他的造化, 而和贸易战所在基地的人员能提供多少帮助有关系。 建设贸易战需要一个室外大格子, 无需维护费, 但建造过程产生一颗新的噪音。 指挥学, 作为队长存在时增加小队20%试气, 附增半径15米的简陋电子地图。 厨艺学, 未知, 灵物, 小刀, 杀那三人都已经获得生活技能。 指挥学理所当然, 交给了玛雅。 工程学略有争议, 雪旦自认为无法坚守在基地的制作台前, 于是苏石拿到了工程学。 马魂有厨师词条, 热爱烹饪, 想学厨艺。 小刀和灵物支持, 他们认为每天能享用一次美食, 是一件很让人开心的事。 厨艺学, 可建造厨房制作食物。 厨房类似工作台, 只要你具备了料理所需的材料, 就可以制作出料理。 因为食物的不同, 玩家可以获得不同的buff, 每个玩家只能有一个食物buff。 想制作料理需要菜谱, 菜谱可以在杂志、报纸上找到, 也可以在餐厅内找到。 大家没想到, 本市鸡类的厨艺学有这么多折腾的名堂。 更让大家掉下巴的是, 厨艺学有个超级强悍的个人属性, 每解锁和制作一个菜谱, 玩家将增加一点生命上限。 玩家标准生命是100点, 如果能解锁制作100个菜谱, 那就有200点生命。 可以说, 厨艺学是一个制作和收集类的强增益技能。 听完马魂的介绍, 石头已经枯昏在当场, 这代表他必须牺牲一个建筑单位来建厨房。 山顶基地为7加2基地, 7个室内小型建筑单位, 两个室外大型建筑单位。 小型建筑单位目前分别是宿舍、 衣物室和制作台, 其他都被石头建成仓库。 原因, 物资实在太多了。 山顶基地系统为30个单位的基础储存上限, 一旦5大物资单位超过30就会被销毁。 建设的仓库有两种, 一种是增加单一物资15点储存上限, 一种是增加5大物资5点储存上限。 石头选择了后者, 目前暗影基地的储存上限是50点, 如果牺牲一个建筑单位, 那储存上限就变成45点, 有部分材料会溢出。 但既然马魂已经学了厨艺, 石头不能不为马魂创造一个条件, 让苏石折腾掉多余的材料后, 拆除一个仓库盖了厨房。 剩下还没有生活技能的只有两个人, 石头和雪蛋。 石头面临电子学和农耕学的选项。 学电子学的原因, 他日常在基地可以收听到堡垒不定期发布的任务, 赚取荣誉, 赚取任务奖励。 学农耕学的原因, 他是死亡风险最低的人之一, 食物是基地存活之根本。 雪蛋喜欢玩游戏, 喜欢外出, 他学电子学和农耕学的收益都比较低。 权衡之后, 石头还是学了农耕学。 雪蛋学什么? 气修学挺合适, 他开车技术不错, 但是需要钳制工程学技能。 管道学? 石头坚决不同意拆仓库见洗浴室。 贸易学也不行, 露天两个大格子, 一个要种地, 一个是冰营。 到时候食物短缺, 说不定两块地都要拿去种地。 剩下只有钓鱼, 雪蛋喜欢玩游戏, 但不喜欢玩钓鱼游戏。 最终, 雪蛋决定暂时不学生活技能。 农耕学, 不需要种子就可以种植小麦等农作物, 每天能给基地提供一点食物。 水培系统, 如果基地有水源, 每天能给基地提供两点食物。 如果没有水源, 只要加满麦田边的四个水缸的水, 也可以收获两点食物。 水从哪来? 可以去一公里外的河里挑水。 此外, 每天撒化肥, 可以增加一个食物。 如果基地有电力, 可以使用温室技术, 将产量翻倍。 总结来说, 所有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 一块麦田, 每天可以为基地生产六个食物, 加上灵雾猎人的一个食物, 基本上解决了基地的食物消耗问题。 电没问题。 因沙纳拥有化学技能, 化肥也没问题。 唯一有问题是水。 如果没有水, 最终只能收获四个食物。 挑水看起来是小事, 但是三个河上的故事告诉人们, 不在于挑水累不累, 在于谁挑了水, 谁没有挑水。 按照系统制作出来的水桶大小, 要加满四个水缸, 需要四十桶的水。 由一个人挑水, 需要往返二十次, 期间还要对付零零散散的丧尸, 还要注意和提前发现尖叫丧尸与狂猛丧尸, 否则人和水都可能回不了家。 这里就涉及很多问题。 几个人负责挑水? 苏石不去, 石都去吗? 就算排除了他们, 剩余六个人也分不云。 假设玛雅有牺牲精神, 五个玩家挑六次, 玛雅就得单独挑十次。 六个玩家每天挑七次水, 必须倒掉两桶, 这样岂不是很尴尬? 还不如轮流休息。 而加了力量和体力的玩家, 挑水比较快。 那他们挑完水后, 是坐在一边休息, 看着其他玩家挑完吗? 麻烦就麻烦在挑水, 是一个纯粹的集体奉献行为, 对个人没有任何增益。 日常工作毕竟还是玩游戏, 搜刮也好, 打丧尸也好, 破拆也好, 人们多少能在其中找到一些乐趣。 现在就看石头如何处理, 是舍弃每天两个食物? 还是他能想出让所有人都满意方法呢? 第六十四章, 婚姻系统。 石头轻松拿出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案, 周一和周四灵雾和小刀, 周二和周五血弹和马魂, 周三和周六玛雅和沙纳, 星期天休息。 这三组人有个特点, 他们不仅不会互相计较, 有可能帮对方包援了工作。 灵雾和小刀不用说了, 血弹和马魂是铁哥们。 马莎和沙纳都不喜欢欠对方人情。 第一阶段会议结束, 进入第二阶段会议。 第二阶段会议包含了工作和队伍安排。 目前暗影基地已经完成了 一号公寓楼的搜刮工作, 所获得的物质主要以电器等破拆类物品为主, 没有枪支弹药, 也没有技能书, 还有一个收获是大量的文本资料, 书籍、杂志、报纸、日记等等。 按照推测, 另外几栋公寓楼恐怕也没有太值钱的东西, 但工作还是要做。 马亚决定将队伍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白班甲班, 继续搜刮公寓楼与工厂, 这两个区域建筑面积大, 预计需要两周左右才能完成洗劫工作。 第二个部分一班, 白班或者夜班军客, 骑乘摩托车过哨卡, 过桥,进入左线北城郊开始侦查工作, 顺带搜刮贵重物品, 为过冬之后进驻左线打下基础。 一班必不可缺的人是灵雾, 搭配上玛雅有多种考虑。 一个是玛雅自己和灵雾组队, 但这会让玛雅的指挥技能没有用武之地, 对灵雾的帮助也不是很大。 第二个候选搭档是小刀, 小刀听话, 能对付装甲丧尸。 以上两个选择都是夜班。 第三个候选搭档是沙娜, 他们两人合作可以在白天通过哨卡, 白天的危险度要远低于夜晚。 沙娜先开口道, 我建议玛雅和灵雾一组, 毕竟主要工作是侦查, 可能在搜刮贵重品时会遇见数读谜题。 雪蛋举手提议, 只是侦查的话, 我建议玛雅和沙娜一组, 他们坐视小心, 有大局观, 有主见。 灵雾, 我很有主见好不好。 玛雅不甘示弱, 我认为雪蛋和沙娜一组比较合适, 他们强于沟通, 利于团队。 灵雾, 我和沙娜沟通也很顺利啊。 石头和玛雅互相对视一眼, 还没等他们开口。 灵雾道, 我提议, 我和小刀负责附近搜刮, 白搬去左线成交。 能打, 能运, 人多好办事。 石头一眼看穿灵雾居心, 小刀负责搜刮, 你负责开枪掩护对不对? 灵雾笑嘻嘻, 火力支援吗? 灵雾完全没察觉 混蛋与沙娜之间的故事, 他就是想玩枪。 石头道,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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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给你建造一个模拟训练场? 灵雾一正, 问, 有模拟训练场? 石头盲道, 没有。 灵雾, 有。 石头道, 开玩笑, 开玩笑, 模拟训练场每天需要耗费三个弹药, 开不起, 也没建筑单位。 灵雾不屑, 小气鬼。 玛雅道, 灵雾和沙娜一组, 白搬还是夜搬, 你们自己决定, 配备摩托车。 到了成交之后, 有你们自己主导工作, 沙娜负责画图。 灵雾同意, 沙娜很听话, 我没问题。 沙娜服额, 他最不想听这句夸奖。 于是决心反抗, 我。 灵雾侧头看沙娜, 沙娜, 我也没意见。 现在无论从资历还是从贡献角度, 沙娜自知都不如灵雾, 想反抗灵雾的领导一时间找不到理由。 灵雾得寸进尺道, 我建议你不要再用盾气, 短刃或者长刀都可以, 最少遇见丧尸时能帮上忙。 力气的声音小, 盾气的声音大。 沙娜气道,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原本他也考虑过这问题, 由于灵雾提出了建议, 于是他决定把一条盗走盗黑。 玛雅问, 你们夜班还是白班? 灵雾回答, 夜班, 夜班可以轻松过少卡。 白天少卡都是丧尸, 灵雾要先拉走, 丧尸让沙娜通过。 沙娜需要协助灵雾, 反向拉走丧尸, 操作麻烦。 在玛雅认知中, 这两人一组最合适, 都能跑, 都有耐力支撑。 沙娜具备较强的大局观, 思考甚密。 灵雾决断能力强。 玛雅道, 夜班工作优先顺序, 左线系统地图, 区域丧尸分布图, 商店分布图。 能获得最多高价值物品的地点, 首选商店。 其次是别墅, 再次是仓库, 工厂, 最后是公寓楼。 石头等待片刻, 见没人补充, 到第二阶段会议结束。 我这边说两句, 我本人鼓励与支持基地成员之间的恋情, 我相信曙光也会提供系统性的支持。 不过, 伴随爱情的出现, 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合适。 如果基地内有情侣, 希望能向我报备, 我可以与玛雅想办法将情侣调整在一起, 以便情侣之间长时间接触, 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 情侣分手之后, 可以按照要求重新调整班次。 灵雾不同意, 石头, 我们没那么脑残。 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游戏里爱上别人。 你说曙光支持? 曙光可是在每款网游中都提醒广大玩家网恋的危害性。 因为网恋翻车比比皆是, 因为网恋导致犯罪的也比比皆是。 网恋? 我们暗影基地是不可能有网恋的。 你太低估兄弟姐妹们的智商。 你们说对不对? 对吧? 对。 啊, 对。 灵雾觉得苏时, 雪蛋和马魂意志态度不太坚定, 苦口婆心道, 网恋危害很大。 沙娜打断道, 我不同意。 你说的网恋危害主要来源于伪装。 在日常网恋中, 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想过没有? 曙光为什么在这款家园游戏中要真人复刻呢? 为什么要增加现实词条呢? 原因就在于此。 灵雾不同意, 曙光虽然不厚道, 但还是有底线的。 系统广播, 英玩家噩梦完成爱情之路任务, 家园开放婚姻系统。 婚姻系统具备现实关联性与部分法律效力, 具体细节可参考新增游戏手册内容。 灵雾惊呆当场, 沙娜得意地拍了拍灵雾肩膀。 年轻人, 你要学的东西, 还有很多。 灵雾恼羞成怒, 拍开沙娜的手, 脸胀通红, 恨恨道, 噩梦和曙光必须死一个。 石头咳嗽, 好, 情况已经很清楚, 婚姻系统开放。 还有第三阶段会议吗? 大家互相看, 没有人吭声, 石头道, 大家辛苦了一天, 好好休息, 散会。 第65章, 休息时间。 婚姻系统开放后, 准夫妻组队后可以确定结婚日期, 结婚地点和婚礼细节。 在结婚开始前, 夫妻可以单独向任何人发送请柬。 在结婚时间前一小时, 系统将在结婚地点开启一次副本, 持续三个小时, 期间夫妻所属基地将受到系统保护。 持有勤俭的玩家, 在三个小时内可以进入结婚副本参加婚礼。 婚后如有一方死亡, 复活后所在地点距离配偶将不超过10公里, 配偶将获得对方的实时精准定位信息。 如双方在24小时内死亡, 可以选择一起在同一个地点复活。 此外, 曙光非常大方赠送不保暖的婚纱, 和一对20克拉内的钻剑。 灵悟随便看了看, 就关闭游戏手册, 拿起沉默者继续玩去, 女人只会耽误她的拉栓速度, 结婚只会削弱她的精准度。 玛雅, 丧尸和玩家不太一样。 在今天的隧道PK中, 我很难击中玩家的头部, 有什么方法改善吗? 上次受玛雅教导, 灵悟学会了基本射击姿势。 当有类似问题时, 灵悟理所当然找上玛雅。 玛雅告诉灵悟没有非常有效解决办法。 此外, 拉栓是长枪, 不适合近距离枪战。 玛雅道, 沉默者适用于偷袭, 并不适合正面交火, 原因是, 威力太小, 不打在头部上打不出伤害。 你曾经用50口径的沙鹰, 一枪打断盲伏的腿。 因此, 我推测在与玩家对战中, 沙鹰能打中对方就能造成很大的伤害。 沙鹰和沉默者属于两种极端, 你无法将他们的优点综合在一起。 玛雅继续道, 猎人在狩猎时, 总是等猎物放下戒备心识才开枪。 你与其训练枪法, 不如想办法增强自身的隐蔽与追击能力。 灵雾问, 这你也会。 玛雅点点头, 会。 灵雾好奇问, 你的职业是什么? 玛雅回答, 士兵。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虽然人类已经远离战争, 但江山带有坏人出。 蓝星每个大区都驻扎有士兵, 其存在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 而是以中立的态度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邪教动暴, 比如种族乱暴, 比如私人武装等等。 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区, 士兵数量也就一千人, 所有士兵受蜀光直接管辖与调派。 因此, 蓝星的士兵也被称为护卫军。 护卫军唯一一次大规模行动是在两百年前。 堡垒公司的一任老板续养私人军队, 秘密研发可破坏蓝星的武器, 意图逼迫蜀光承认独立在蜀光系统外的个人王国。 由于警方武装无法与之抗衡, 于是蜀光下达评判命令, 蓝星一万七千名士兵奔赴蓝星一座独立岛屿, 消灭个人王国的全部武装力量。 哦, 难怪, 难怪自己猜不到他的职业, 难怪他从不说蜀光的坏话。 玛雅说做就做, 领着灵雾在基地附近转悠, 教导灵雾如何利用现场环境隐藏自己的同时, 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敌人信息。 布置狙击阵地, 开枪之后如何撤离到第二阵地, 如何摆脱对方的追击等等。 丧尸属于机械化数据化的生物, 没有判断上的误区, 没有思想上的盲区, 相对来说, 人类要比丧尸更难对付。 但人类因为存在主观判断和本能反应, 也存在自身的弱点。 玛雅给灵雾上的第一颗内容是, 如何利用敌人的弱点来更好地打击敌人。 为庆祝贸易队胜利归来, 当晚在基地后院举办了暗影第一届狼人杀大赛。 虽然游戏简单, 但盛在气氛轻松, 游玩过程中欢声笑语不断。 第二天早上七点, 小刀叫醒凌雾, 两人从仓库申领了水桶, 扁弹, 武器, 子弹, 药品挑水去。 距离最近取水第一公里, 来回路程两公里。 两人每次四桶水, 一共要来回十次。 走一公里大约十分钟左右, 每一次来回需要二十分钟。 最终结算, 灵雾和小刀两个人挑满四个水缸, 一共花费了两个半小时。 鹰鹿上遭遇丧失客观因素的存在, 花费的时间要比石头想的要多一些, 但还能接受一周两次不至于让大家厌烦。 灵雾玩具很多, 拒绝了沙娜提出的关于白天开工的要求。 她拿了一把沉默者在基地乱窜, 将苏石、石头和沙娜列为敌人进行虚拟偷袭和狙击, 让三人烦不胜烦。 在驱赶之下, 最后灵雾只能孤独地拿了沉默者到悬崖边消灭丧尸。 灵雾一直很遵守三分钟的规则, 一枪算一秒, 打满180枪后将一枪算半秒, 不够的话继续折算。 石头懒得管这是, 以目前基地的武装度, 只要不超过六颗星的威胁度, 石头都听之认知。 苏石, 老大, 你觉得灵雾是不是男人? 石头, 为什么这么问? 苏石, 沙娜在悬崖边做瑜伽, 劈叉连带下腰, 身材恶魔多姿。 我都忍不住用眼角多看两眼, 灵雾却拿了一根烧火棍, 满个基地乱窜碾耗子。 石头, 男孩嘛, 迟早会发现更好玩的人和事。 呵呵, 迟早还会发现还是碾耗子快乐。 苏石废品回收, 石头蹲电台, 灵雾玩枪, 沙娜娜。 他也很无聊, 做了一套瑜伽, 在四周闲逛一会, 站立在悬崖边高歌一曲。 天籁般的美声无比动听, 即使是在悬崖下方散步丧尸都频频回头, 聚拢在悬崖边试图攀爬而上。 灵雾也听见如此美妙之声, 小跑到后院看动静, 赫然发现悬崖下方聚集了一堆丧尸, 当即灵光一闪, 练起了快枪手。 他完全无视, 一边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自己一脚踢下悬崖的沙纳。 要说起来, 快枪手比瞄准射击有意思得多, 拉枪栓, 系统锁定, 扣动扳机, 几率爆头。 打光了悬崖下方的丧尸, 灵雾有学有样仰天豪了两嗓子, 没有任何引敌效果, 于是去向沙纳求助。 沙纳碍于情面, 只能去悬崖吼几声, 将周边丧尸聚拢到悬崖下方。 等灵雾打光了丧尸, 再去找沙纳, 却被石头告知, 志愿加班去了。 灵雾赞道, 要说沙纳人真不错。 是啊, 是啊。 石头示意灵雾看自己手上呼叫器, 表示自己很忙, 挥手让灵雾滚蛋自己玩去。 第66章 补兽家 晚7点30分白班下班, 石头在教堂门口握住灵雾的手, 苦口婆心道, 你要子弹都给你, 你要消声器也都给你, 你要止痛药, 整瓶拿去。 我的要求就是不用太早回来, 孤男寡女, 黑灯瞎火可以到处逛逛, 对不对? 还有对讲机能不用就不用。 灵雾不屑道, 谁用对讲机谁是孙子? 石头满意, 道, 安全第一, 去吧。 沙纳, 一路顺风。 沙纳坐在摩托车上, 举下手回应石头。 灵雾上后坐道, 等等, 有加了吗? 加了。 修车工具带了吗? 带了。 等待一会, 沙纳回头问, 还有吗? 灵雾道, 还能有什么? 走了, 老娘要换班? 少卡的丧尸都回击装箱睡觉, 摩托车轻易通过了路口, 一路朝县城而去。 这一路上有惊无险, 最恶心就是暴丧。 摩托车撞上普通丧尸, 只要司机心态好, 技术过得去, 私承人员不会受到伤害, 只是摩托车会掉奈九度。 暴丧不同, 撞上去, 就暴。 加之没有路灯, 路上不时停了一辆报废汽车, 因此, 沙纳也不敢大意, 放慢了车速。 狂猛。 灵雾看见道路边, 一只狂猛正在并排追车, 单手抽出沉没者, 快枪手启动开枪。 没爆头, 再开枪, 还是没爆头。 灵雾见距离被拉开, 忙道, 慢点, 你慢点。 沙纳咬着嘴唇放慢速度, 灵雾快枪手爆头, 狂猛摔到一边, 灵雾欢呼一声, 慢点, 好, 加点油。 再次爆头, 今天人品爆发。 沙纳终于忍不住道, 麻烦你不要完了, 我们还有工作。 灵雾不在意道, 你不懂, 让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不懂。 沙纳压制怒气道, 你不就是喜欢玩吗? 灵雾边开枪边回应, 不不不, 一个好身材, 是常年累月锻炼出来的, 一本技能书, 是长时间杀怪才爆出来的。 好啊, 我倒是想看看, 能出什么技能书。 说话间, 倒霉的狂猛, 第三次被爆头死在路边, 沙纳非常配合地减速, 掉头回去, 开到狂猛面前, 弯腰伸手摸尸, 问, 某人说的技能书呢? 沙纳回头看, 只见灵雾手上拿了一张图纸, 灵雾道, 设计图, 和战利品一样, 不用摸尸, 直接掉进背包中。 沙纳无语, 苍天无眼。 在运气面前, 一切真理和正义都是浮云。 捕兽家, 猎人专属掉落, 专属设计图, 必须由猎人造成100%伤害, 才能掉落的物品, 直线本人使用, 不可交易, 可以销毁。 捕兽家材料, 金钢十块, 弹簧五根, 锯齿刃两把, 制造成功率33%。 不计加成情况下, 十个废铁合成一块铁, 十块铁合成一块钢, 十块钢合成一块金钢, 一块钢可以制作一根弹簧。 锯齿刃材料分别是两块木条, 十块废木合成一块木板, 两块木板合成一根木条, 和两面钢具。 制作两面钢具需要四块钢。 沙纳看清楚后, 问灵物, 你不怕石头杀了你吗? 不至于吧, 就这么一点材料。 这叫一点材料。 灵物想了一会, 两点。 沙纳道, 你和我平没用, 近期内你要能锻造出捕兽家, 我以后改名叫小狗, 小狗沙纳。 统领制就有这好处, 申领所有物品需要统领同意, 石头不可能会同意 灵物拿走这么多材料 去博33%的几率, 而且捕兽家光听名字 就知道特别的无趣。 那是你不懂我和石头的友谊。 沙纳道, 你搬空基地仓库 也就能凑到一次锻造机会。 你好意思和石头谈友谊。 灵物拍沙纳背包道, 啰嗦, 开车了。 县城和小农村就是不一样, 路灯将马路照得亮堂堂, 不过也只有路灯, 道路两边的黑暗 给人带来更加恐怖的深渊感。 过桥之后, 就算是进入左线, 中间是一个线标, 道路一分为二。 路牌说明, 左边道路是进入县城的道路, 右边则是环城道路。 两人蹲伏在大桥两端, 沙纳用四背镜, 灵物用沉默者静静观察。 入城路的左边是一个公交汽车 和巴士站停靠点, 里面停放了几十辆大型车辆。 环城路的右边是一条大河, 河边是沿河建立的江滨公园。 两条路的中间是一个V字形的社区。 沙纳拿纸画图, 纸不是一般的纸, 是沙纳提前准备的画了格子的纸。 一条横线在中间, 中心点是0, 朝左1-2, 右边1-2, 一条竖线下来与0重合, 朝下是1-2, 朝上是1-2。 沙纳解释, 这张图是以线标为参照物, 线标就是0。 左边我画的区域是汽车停靠站。 如果有需要标注的丧尸集结点, 我会眷化起来。 灵雾很聪明, 一会就看明白, 9, 9处有一座桥, 我认为桥那边还有一片城区。 沙纳在9, 9处画了一个图标, 表示桥口, 只距离两人30米外, 被圈围起来的百米高的信号塔, 我们上去。 灵雾也很乖, 很听话, 没有任何意见, 先行出发开路。 两人尽可能避开丧尸, 避不开灵雾负责刺杀。 到了信号塔附近, 顺着铁栅栏网找到小铁门, 翘锁进入其中。 解决掉栅栏内的三只丧尸, 灵雾一马当先, 开始攀爬嵌在信号塔主柱上的直梯。 现实爬梯子可能会出现脚抖, 手软的情况。 而在游戏中, 只要耐力够, 可以爬到任何梯子的顶端。 耐力消耗差不多, 两人就原地抓住直梯休息, 无惊无险地到达了信号塔的顶部。 信号塔顶部有一个小圆环, 方便工人安装和维修作业, 刹那顺手打开一个木箱, 左线叶景尽收眼底。 左线建设在两道巨大山脉之中, 县城并不大, 结构很简单。 中间一条大河将县城分成水东和水溪, 一共有三条大路, 分别是一号的入城路, 二号的环城路。 水溪那边一条三号路沿河而建, 三号路右边是建筑区。 这三条路贯穿了整个县城, 最后会合在一起, 一路延伸进入黑暗中。 刹那道, 水东有十几条明显的道路横向贯穿一, 二号主路将水DC区分成几十个区域。 每个区域有很多胡同小巷, 一旦离开道路和进入迷宫没有区别, 光凭肉眼发现不了比较合适的中型基地。 说到这里, 林屋抱歉道, 应该白天来的。 刹那有些惊奇, 这小子竟然会道歉。 刹那礼貌道, 不能怪你, 我也没坚持。 看一号路, 县吉诗巢, 第67章01号基地。 在北上镇的道路上, 能见到十几只丧尸排着队在街道上走, 从视觉来说挺有冲击感。 而现成的狮巢当然不是乡下能比的, 只见密密麻麻的近百只丧尸挤占了一半的道路, 在街道上慢吞吞地走着。 道路中间是普通丧尸, 其中夹杂了很多尖叫丧尸, 七八只狂猛在两边蹦蹦跳跳跟随狮巢, 不时把拦路的零散丧尸撞倒在地。 刹那用灵雾的沉默者瞄准进观察一会, 看起来他们很密集, 但是丧尸之间留有不小空隙, 将燃烧瓶的作用最小化并且给丧尸们奔跑的空间。 狮巢从一号路而来, 绕过线标, 走二号路。 等他们走远, 一号路又来一波狮巢, 如同巡逻队一样。 刹那计算时间, 标注, 间隔时间大约在十分钟左右。 路上有不少报废的汽车, 路边停有车辆, 自行车和摩托车随处可见。 我想去灵, 七这个区域看看。 说的是线标后面的V型建筑群。 走! 灵雾没打算去哪看, 刹那想去就去。 两人滑下直踢, 沉默者和弩公一边清除丧尸, 一边前进, 顺着一号路走到目标区域附近。 此时新一波狮巢巢逻, 面向他们而来。 灵雾撬开V建筑群对面的汽车停车场边上 一家牙科诊所的门, 两人悄悄钻了进去, 顺手关上门。 灵雾清除吊小诊所内的五只丧尸, 回到门口, 问正在观察的刹那, 怎样? 对面是一个七层高的公寓社区, 有多条进出道路。 你看, 社区道路虽然光线昏暗, 不过也能看见里面有社区公园。 我推测, 这个社区大约有一千个单位的住户。 沙纳道, 道路边的公寓楼一层全部是店铺, 有餐厅、 废品回收店、 便利店、 手机店、 房产中介、 药店、 蛋糕店, 可谓琳琅满目, 看不出有被搜刮过的痕迹。 灵雾道, 丧尸密度非常高。 路边是两米多块人行道, 人行道靠道路的一侧, 每隔十米就种植有一棵芒果树。 即使有树荫, 树干遮挡, 仍旧能看见为数不少, 四处游荡的丧尸。 沙纳, 资源多, 搜刮风险性也高。 一旦不能先手解决它们, 被尖叫发出吼声, 引来世朝大军, 我们基本不可能全身而退。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中型基地, 占据中型基地后, 再借用安全区展开工作。 失朝过后, 两人穿过马路, 进入了V型社区, 这一段路因为零散的丧尸太多, 他们也花费了一些时间才通过。 这个社区是由多个公寓楼单元组成。 第一个单元是12栋公寓楼包围着一个小公园, 公园有一些健身设施, 当然也有丧尸。 两人在探访一会, 发现多个单元基本结构相似。 社区内也有店面, 零零落落地分布在社区中, 也发现了一颗血液。 再深入一些, 发现了两层高的社区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周边有一个小湖, 小湖边停靠了几艘踏板船, 湖面上漂浮着很多丧尸, 猛地看见一只丧尸站起来, 原来湖水也就一米深。 单元结构相似, 但内容大不一样。 有些公寓楼一楼履空, 停放自行车和汽车。 有些公寓楼一楼被捐起种植花草。 有些公寓楼一楼停着餐车。 小区内种植树木也不同, 有棕榈树, 有山茶花树, 还有绿化灌木丛和草地等等。 迷宫感。 沙纳道, 朝一个方向走, 总能走出去。 低声说话间, 沙纳踩到一根树枝, 树枝一端打在一个一拉罐上, 一拉罐叮叮当当地滚了出去。 周边丧尸立刻寻声而动, 两人朝后撤退, 发现来退路出现三只丧尸, 距离三只丧尸五米处还有一只尖叫。 灵雾举枪打死尖叫, 封刺秒掉一只丧尸。 沙纳弩弓, 杀死两只丧尸。 本以为可以顺利逃离。 没想到他们的声音已经惊动身边公寓楼的丧尸, 几只丧尸破窗而出, 从左右两边的公寓楼三楼跳了下来。 沙纳被一只丧尸结结实实砸中, 和丧尸一起摔倒在地。 灵雾快步上前, 俯身处决丧尸, 拉起沙纳。 玻璃碎裂的声音惊动了公寓楼的丧尸, 十几只丧尸纷纷落下, 两人只能朝左边撤退。 未曾想落下的丧尸中, 有一只丧尸是狂猛, 狂猛并没有和其他丧尸一样摔倒。 他落地后, 就试弹跳扑倒了沙纳, 立爪刺入沙纳身体, 一口就要咬下。 危急时刻, 灵雾拿出了沙音, 用沙音的最后一发子弹将狂猛爆头杀死。 巨大的枪声惊动了整个射区, 尖叫声当即响彻小区。 沙纳来不及给弩剑上箭矢, 拿出小手枪连续抱头靠近的丧尸, 灵雾不断拉动枪栓, 连续点杀丧尸。 见丧尸越来越多, 并且如山一般靠近, 灵雾拉起沙纳的手, 跑。 两人撞开丧尸跑进公园, 试图穿过公园。 刚开始很顺利, 在跑过一个秋千前时, 因为地面是沙坑, 灵雾脚底半算, 身体踉呛一下, 沙纳忙拉住灵雾。 此时, 一只血丧尸从灌木丛后飞扑而来, 连续两枪将追击到近处的两只丧尸击毙。 此时灵雾才发现沙纳没有推开血丧尸, 血丧尸咬住沙纳肩膀不放, 如在吸血一般。 灵雾手忙脚乱换上匕首, 刺入血丧尸后脑, 拉起沙纳朝前跑, 沙纳道, 83%。 感染? 嗯。 恭喜。 灵雾道, 吃口香糖, 打绷带。 沙纳单手掏出药品, 你拿去, 不要浪费。 灵雾放开压制的声音, 带着不耐烦的语气道, 少废话, 打绷带。 瞄准, 沉默者击沙, 四米外突然从柱子走出的一只尖叫丧尸。 快! 灵雾再杀两只挡路丧尸, 背后丧尸群已经接近。 见沙纳打上绷带, 灵雾拉起沙纳, 撞飞楼梯口的一只尖叫, 奔跑上楼, 退出基地。 什么? 照做。 上了二楼, 灵雾跑过一条长廊, 听着楼梯拥挤的丧尸声音, 一脚踹开202公寓房门, 顶住。 自己则钻入房间。 沙纳举枪射击, 距离近, 光线尚可。 一枪一个抱头将跑向自己的丧尸击毙, 但没一会子弹就打空。 楼梯口位置尖叫丧尸发出了吼声, 如同吹响死亡的号角, 就在沙纳绝望之时, 灵雾声音传来, 加入。 沙纳面前出现提示, 灵雾邀请你加入01号个人制基地。 沙纳立刻点同意, 瞬间看见了安全区的绿线。 这个安全区非常小, 勉强覆盖长廊, 连左右两边的楼梯口都够不着。 第68章, 小基地。 灵雾伸手抓住沙纳衣领, 拽进房间, 剑裁入库。 安全区内耐力条双倍恢复, 灵雾在走廊位置连续击杀两只丧尸, 他自觉枪法已经超神。 这时候走上楼梯, 进入安全区的丧尸慢了下来, 他们并没有听见安全区内的声音, 围绕着尖叫丧尸, 最后发出吼声的楼梯口徘徊。 沙纳剑裁入库后, 从房内走出来与灵雾并排站立, 用弩弓点射楼梯口的丧尸。 喂, 一会我死了, 记得拿走这把复合弩, 尽可能压低声音。 你不会死。 灵雾也没闲着, 一枪一个的杀丧尸。 不是他准, 是楼梯口处挤满了丧尸, 只要高度准确, 基本上一枪一爆头。 见沙纳不解, 哦, 不会自己看吗? 看了, 85%。 灵雾有些无奈道, 看基地信息, 笨就一个字。 沙纳看基地信息, 赫然发现, 01号基地正在建设医务室。 沙纳惊讶问, 你哪来的医疗包? 灵雾道, 刚才我们不是躲在小诊所内吗? 沙纳明白了, 看了眼灵雾, 你的灵机印变能力很强。 灵雾, 本来就很强好不好? 你的伤势情况如何? 沙纳读数据, 31点生命上限, 三处骨折, 两处外伤, 其中一处严重骨折。 灵雾忍不住想笑, 被丧尸砸的? 沙纳也想笑, 是, 预计需要两个半小时的疗伤时间。 躺上病床后, 系统会先治外伤, 骨折, 中毒, 生病等症状。 伤势治愈后, 才会降低感染。 好在只要躺上病床, 就控制住了感染。 感染之不会再朝上升。 灵雾道, 我只有止痛药。 止痛药, 只有回血止痛功能。 沙纳有些担忧。 你守得住吗? 问题应该不大。 这是一条护栏走廊, 灵雾将头伸出走廊, 朝下方看。 楼梯口附近拥挤着丧尸。 这些丧尸收到最后一个声音信息, 是一楼楼梯口。 因此, 他们就会在楼梯口徘徊。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 没有听见声响, 或者看见玩家, 他们就会慢慢散去。 灵雾装上了最后一个简易销声器。 公寓基地是平面覆盖安全区, 而不是立体覆盖安全区。 没有销声器情况下, 一楼丧尸肯定会听见枪声。 灵雾瞄准30米外一只闲逛的暴丧肚子开枪, 砰的一声过后, 附近丧尸全部朝声响处汇集而去。 01号基地暂时脱离危机。 虽然灵雾没打扰暗影基地, 但整个暗影基地又开始折腾。 当石头发现, 灵雾和沙纳突然退出基地后, 立刻拿电台呼叫, 却联系不上灵雾和沙纳。 为了安全, 灵雾已经将对讲机关闭状态, 否则在前行中石头突然来一句, 哥哥在哪? 直接扑戒。 石头叫醒了大家, 大家围着篝火开始猜测。 不靠谱的猜测是灵雾两人在县城遇见了大基地, 于是携带武器投奔大基地。 更不靠谱的猜测是小刀, 他认为灵雾绝对不可能不打招呼就叛变。 小刀推测, 灵雾临死前不想让大家伤心, 于是退出基地临死。 最不靠谱的猜测来源混蛋, 他们结婚去了。 众说纷纭, 大家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 只能胡乱猜测, 注定今晚又是一个不眠夜。 另外一边, 缓过来的灵雾坐靠在门口戒备。 01号基地是202房间, 在走廊的中间, 左右各有一个楼梯, 同一条走廊, 还有两套房子, 相信两套房子内都藏有丧尸。 躺在病床上的沙纳, 无意间忘记退出暗影基地的是, 从病床边的床头柜拿了一本杂志, 依靠系统送的蜡烛看了起来。 公寓基地不仅安全区面积小, 而且只有两个建筑单位, 连五大材料储存上限仅有十点。 不过面积虽然不大, 但却给人一种久违的家的感觉。 最少对林雾来说是这样的。 小客厅, 小卧室, 小洗手间, 小客厅还包含了小厨房和小餐厅。 林雾没有去那间打扰沙纳, 十几米外在小公园内嬉戏的两只狂猛, 让他颇为不安。 在观察一会, 林雾发现本单元的丧尸出现了拥挤状态。 在单元出口道路上, 几十只丧尸互相挤在一起, 其中包括了多只尖叫丧尸。 林雾猜测, 自己击毙暴丧发出的爆炸声, 可能吸引了一号路巡逻的失潮, 听见声音的他们涌入社区。 只能希望他们在找不到目标情况下, 能尽快散去。 看现场情况不是他们不愿意散去, 而是道路拥堵, 加之社区这样的小迷宫, 他们找不到自己的队伍, 又分辨不清身边的战友是散装还是批发, 也不知道跟谁走, 导致现场一片混乱。 了解基本情况后, 林雾关上门, 抱着枪在客厅躺下。 屋内的蜡烛相对于照明来说, 更像是装饰。 不一会, 基地小地图出现一个红点, 林雾靠墙边拉开一点窗帘, 看见一只丧尸慢悠悠地移走两步停一步的节奏, 走到了基地正门。 林雾手握门吧, 如果丧尸拍门, 自己只能出去。 等待一会, 丧尸慢慢地走开, 但又来了一只丧尸。 一个纸团从那间扔出来, 林雾放开门吧, 到了那间, 见到雍兰躺在病床上的沙纳。 上前在沙纳耳边说明了现在的情况。 林雾最后到, 公寓楼之间的楼距不宽。 天亮后, 我们到天台, 借助天台撤到线标附近, 再利用绳子下楼脱离社区。 沙纳点点头, 轻声问, 你受伤了吗? 轻声还是大了一点, 门口丧尸开始拍门。 林雾急忙到门口推门, 将丧尸推倒在地。 顾不得他, 拿枪瞄准十几里外的又一只暴丧。 暴丧的声音, 立刻吸引了原本要涌向林雕号基地的丧尸。 解决掉地上的丧尸, 林雾关上大门, 到那间再关上门, 走到沙纳身边问, 什么? 沙纳问, 你受伤了吗? 没有, 你还是少说话, 你的声音穿透力太强。 林雾解释道, 在基地悬崖边, 我喊破喉咙丧尸都不理我。 你随便好一嗓子就能聚拢一群丧尸。 沙纳怒, 你这个态度我就不感谢你了。 不用感谢。 林雾道, 有机会的情况下, 我有义务将你活着带回去。 没机会呢? 林雾道, 没机会当然抛弃你。 沙纳摇头, 你这么说女生不爱听? 你应该说不离不弃, 生死守望。 女生一感动, 对你好感度直线上升。 林雾道, 我不是海王, 不需要女生对我有好感, 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我。 沙纳道, 说说你的故事。 第69章, 长夜。 林雾席地而坐, 道, 我的一位大学舍有各方面条件不错, 唯一缺点目呢, 遇见心动女生就结结巴巴放不开。 她和我说, 女生知道她是个好男人, 但女生不要好男人, 女生更喜欢渣男。 被甜甜蜜蜜的欺骗, 为了爱情哭得死去活来, 这才是一段完美的感情。 沙纳有些明白, 所以你不关注女生。 我意思是感情和爱情。 林雾想起过往, 道, 很美好, 也很累。 我第一段感情在中学最后一年, 林家女孩, 特别黏人。 第二段感情在大学, 对方是一位很理性, 思想成熟的姑娘。 极致的甜通常都伴随着特别的苦。 林雾道, 第一位是我管她, 电话唤醒, 帮她背书包, 给她买早点, 等她放学, 陪她做作业。 开始时特别沉静, 后来身心疲惫。 她习惯要求, 我把所有时间都给她, 我几乎没有私人时间。 沙纳问, 第二段呢? 林雾道, 相反, 她帮我安排一切, 应该读什么学科, 应该考什么证书。 为了我的健康, 她还会给我定制饮食。 和第一段感情一样, 刚开始体验被爱的感觉, 非常幸福。 时间长了, 骨子里盼, 蜜剑骨按捺不住。 沙纳点头, 你想要的是, 你需要做什么时, 她能帮助你。 而不是她想让你做什么, 有你配合她。 就这吗? 这点感情精力不足, 也没有资格说出。 不需要女生对我有好感这句话。 林雾摇头, 爱情太奢侈, 太沉重。 当你成为对方男朋友时, 你就承担了很多责任。 人生一世, 草木一生, 轻轻松松走完这一程,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非要让自己, 背负上无数的责任呢? 男友, 丈夫, 父亲, 唯独没有自己。 我很惊讶, 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怎么能得出这么一套理论? 沙纳道, 这应该是不堪重负的中年人才会有的想法。 林雾回答道, 我一位很好的朋友是5%, 我经常在他家留宿。 他的父亲是95%, 一名小富豪, 喜欢打游戏, 因此, 我和他成了忘年交。 当我遇见感情问题时, 他总会鼓励我, 和支持我。 没想到, 他先败下阵来。 林雾道, 两年前, 他下决心离婚。 在我移民前夕, 他请我吃饭。 他告诉我, 这两年, 他过得非常快乐。 我问他, 我是不是不应该谈恋爱和结婚? 他郑重告诉我, 如果你有事业, 你有钱, 我劝你不要结婚。 如果你很穷, 你一定要结婚生子。 我问为什么, 他笑而不答, 只是告诉我, 这是他给我的临别赠言, 是用他20多年人生换来的经验。 他不希望我和他一样, 需要花上20多年时间才恍然醒悟。 宁可和看上你钱的女人谈恋爱, 也不要和看上你人的女人谈恋爱。 前者只要你的钱, 并且, 他始终只要你的钱。 后者要的不仅只有钱, 他要的是你的全部。 林雾, 谨慎恋爱, 拒绝家庭, 享受人生, 快乐生活, 积极向上, 勇于挑战, 追求真理, 实现自我。 以上属林雾本人爱情观, 与作者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爱情能让人快乐。 是的, 没有什么比爱情更让人快乐。 但没有永远的爱情, 甚至可以说爱情的保质其实在太短了。 何必为了一时的快乐, 让自己陷入终生万劫不复之地。 林雾道, 我们还有理想, 还有诗与远方。 截然一身的我们可以冒险, 可以挑战, 可以欢笑, 可以远行, 可以歌唱。 沙纳表示理解道, 举例说, 我们现在恩爱。 如果需要付钱, 你会记住快乐, 而忘记我。 如果我不要钱, 你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就会开始作祟。 你要牺牲自己时间, 物欲和精力来满足我的需求。 没错, 你说得挺对, 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 从女生角度看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女生有钱, 她不结婚更幸福。 如果一个女生比较贫穷, 她就应该结婚, 改变自己生活。 林雾举起手掌, 两人机掌相视一笑。 沙纳问, 和基地联系了吗? 哎呀, 林雾这才想起来, 拿出对讲机, 准备打开频道。 嘘。 沙纳拿起病床附送的毛毯, 将林雾罩进去, 免得石头一声嚎叫惹来丧尸。 林雾拿了对讲机, 在毛毯内嘀嘀咕咕好一会才钻出来。 沙纳道, 他们很担心吧。 林雾,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林雾, 我才想起来, 走之前和石头约好, 用对讲机是孙子。 沙纳看了林雾整整三秒, 一把接过对讲, 击钻入毛毯呼叫基地。 不一会掀开毛毯道, 距离太远。 林雾不在意道, 联系上他们也就不了我们。 你躺好, 我去外面看着。 林雾正准备打开那间门, 沙纳道, 林雾。 嗯? 谢谢。 切。 林雾关门离开。 从窗帘一缝, 可以看见几只丧尸在01号基地的安全区走廊上, 或站立不动, 或来回游荡。 林雾手拿沉默者, 注意力放在自己所处的客厅。 这套公寓园主人是一对新婚夫妻, 两人恩爱的婚礼合照, 床币最显眼位置。 林雾坐在地上, 拉开靠强电视柜的第一个抽屉, 里面有口罩, 消毒液。 显然主人是想依靠他们来隔绝病毒保护自己。 第二个抽屉是日用品, 一次性手套等。 第三个抽屉是两包没有拆封的咖啡豆, 想到小刀, 林雾把咖啡豆收了起来。 第四个抽屉是杂物, 电动剃须刀, 废弃的手机充电器等。 八个抽屉看完, 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 电视柜编是一个嵌入墙体小书柜。 三个长型格子放满了书, 都是古典名著, 没有科技类的书籍, 也没有技能书。 林雾随便抽了一本, 躺在沙发上。 此时不过晚上十一点, 今晚这个夜注定要很难熬。 沙鹰最后一颗子弹打完, 如今的林雾对付不了一只狂猛混合几只丧尸的阵容。 他只能依靠速度和封刺突破包围跑路。 到时候不说顾沙娜, 他自己存活的几率也不高。 想到这里, 林雾在脑海回忆公寓楼布局, 然后下床到门口边, 手摸上门罢。 轻轻推开一道缝等待, 看准时机右手推门, 左手利刃处决, 左臂夹住丧尸的脖子, 将他拖入房间, 再关上门。 通过窗帘观察丧尸位置, 配合上基地地图, 林雾在杀死数只丧尸, 清空了长廊安全区内的丧尸。 接着, 林雾摸到了隔壁的203房间, 这个房间属于基地的一部分, 林雾清理干净房间内丧尸, 走到洗手间, 和自己想的一样。 这个洗手间的窗户没有遮挡, 从洗手间位置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单元。 林雾将绳子捆扎结实, 这里就成了一个备用逃生地。 当有需要时, 可以强突到洗手间, 扔下绳子逃生。 不过, 要守住逃生地, 就要守住长廊。 林雾的沉默者, 在没有安装消声器的情况下, 噪音半径为6米, 肯定不能用。 安装了消声器后, 噪音影响半径只有1.25米, 在长廊上开枪不会吸引到安全区外的丧尸。 不过消声器只能再用4次, 子弹也只剩下40发。 第70章, 噩梦。 林雾从202和203, 拖出两个30公分高的柜子, 拦住左右两边。 这样路过丧尸, 就会被绊倒, 他可以上前处决他们。 障碍不能太高, 一旦丧尸无法翻阅, 他们就会拼命拍打, 不仅发出声响, 而且会对障碍造成伤害。 如果是系统障碍还可以修补, 非系统障碍没有那么多功能。 好像不对, 这意味着自己最少要守5个小时。 人啊, 无聊起来就变得格外愚蠢。 林雾进入内间和沙纳说明情况后, 拆除了设施。 01号基地宣告倒闭, 02号基地成立。 02号基地位于有逃生通道的203房间。 203房间主人是一位壮汉, 从现场遗留信息来看, 他是一名单人赛艇爱好者。 他的房间比202房间更没内容, 连本小说都没有。 不过有了逃生通道, 林雾也放心地躺在沙发上看书。 或许因为安全区的原因, 或许丧尸们没发现门, 或许丧尸完全依靠差劲的视觉听觉寻找人类。 这一页比想象的要安静得多。 沙纳和林雾完全回复了状态。 但因为24小时内退出两个基地, 被冠以24小时减少10%加17%的惩罚, 等同两人的属性被削弱20%。 凌晨6点天已亮, 林雾向沙纳说明了逃生通道, 沙纳深知林雾决断能力, 在林雾说出想通过逃生通道撤退前, 先开口道, 你很聪明, 不仅想到逃生通道, 而且在昨晚做的天台撤退计划也非常好。 沙纳进一步解释, 两栋楼之间最宽的距离也只有3米。 从地面走, 我们很难得知拐脚会不会遇见丧尸, 很容易被包围。 考虑到社区内丧尸密集度, 一旦被包围很难脱身。 这片公寓楼高度基本一致, 在天台一马平穿, 我们可以看得更远, 没有障碍阻挡弩剑和沉默者。 沙纳知道, 灵悟想选逃生通道, 如果让灵悟说出自己想法后, 她再反驳, 灵悟接受能力会差很多。 即使说服了灵悟, 灵悟内心多少有些不爽, 毕竟在灵悟看来, 沙纳是心人小弟。 没错, 经过几次交谈, 沙纳已经很了解灵悟的性格。 这是一个有责任心, 同时抗拒承担责任的人。 举例来说, 灵悟是父亲, 他会禁止做好父亲的角色, 但他首先会拒绝担任父亲。 灵悟和沙纳遇见危机, 灵悟在心理上接受保护沙纳的责任, 因此他会要求自己获得控制权。 如果沙纳反驳他的做法, 等同动摇灵悟的控制权和责任感, 灵悟可能会退而居其次, 降低责任, 将控制权让给沙纳。 挺有道理, 灵悟点头, 我的计划当然没有问题,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们走。 处理掉门口几只丧尸, 两人如同特战人员端着枪和弩, 尽可能小心地朝前推进, 通过楼梯一步步朝上走。 沙纳还有不少箭矢, 他负责主射守卫, 灵悟负责补枪。 好在一个楼梯也就两三只丧尸, 两人射击水平不错, 很顺利地到达了天台。 站立在天台, 视野开阔, 一眼就看见百米高的信号塔。 灵悟拿掉了消声器, 与沙纳一起消灭对面的丧尸。 打光丧尸后, 两人后退冲刺, 三米对玩家来说不是问题, 人类三步跳最高纪录十八米有余, 立地跳远最高纪录也有三米四。 狂猛。 灵悟指侧面楼的天台, 绕过去。 两人跳到侧楼, 顺着边缘潜伏行走, 狂猛在十几米外翻来跳去, 自己玩得非常开心, 根本没有发现两名玩家。 快到达县标附近时, 在身后远处传来尖叫丧尸的吼声,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走到天台边缘查看。 没看见尸巢, 看见一个人。 这人身穿一套黑色衣服正在飞檐走壁, 双手抓住二楼空调外机攀爬站立在外机上。 一个纵跳向隔壁楼, 抓住三楼的空调外机, 依靠这么操作。 他顺利地翻上了天台, 转身拿出一个哨子吹了起来, 附近的丧尸全部向这栋楼汇集而来。 此人不紧不慢地活动筋骨, 在原地做了一个后空翻, 等丧尸群冲到天台, 他轻松跳跃到另外一栋楼的天台。 此时终于进入了灵雾六倍镜的射程, 用沉默者六倍镜加上显示镜, 灵雾看见了此人的名字——噩梦。 拿开显示镜, 灵雾开始瞄准。 冤家路窄啊! 却见噩梦双手抓住天台边缘翻出, 人朝内甩, 再放开双手, 抱住了下水管道, 撕溜地快滑到地面。 一栋十几米, 噩梦再次吹响哨子, 又利用空调外机攀爬上一栋楼的天台。 再次吹响哨子, 将单元内丧尸全部引到自己所在的公寓楼, 接着翻出天台, 抱住水管下滑。 沙纳看了眼在自己身边趴扶的灵雾, 为什么不开枪? 她认为, 灵雾有把握在噩梦翻出去实际中噩梦, 说不定噩梦就此直接摔死。 灵雾回看了沙纳一眼, 为什么你认为我会开枪? 我们走吧。 灵雾站起来, 见沙纳还有些不解, 道, 别人跟踪我们, 无论什么目的, 为了保护自己和同伴, 必须杀掉他们, 与噩梦之间只是口舌之块而已。 哎呀, 不清楚噩梦为什么持续挑衅丧尸, 在噩梦继续跳空调时, 一只狂猛在走廊加速, 破窗而出, 撞击站立在空调外机上的噩梦。 狂猛和噩梦一起从四楼摔在尸群中, 不到三秒, 一道白光升起, 尸群散去, 留下一具破碎的尸体。 哈哈, 天道有轮回。 灵雾转头看沙纳解释道, 幸灾乐祸还是可以的。 沙纳浮额, 幼稚鬼。 沙纳指侧面一道白光, 又一道白光, 又是一道白光, 她在保护队友吗? 灵雾道, 看来是一个想在县城发展的基地。 沙纳, 太早了, 以目前玩家的实力, 还不足以在如此数量的丧尸群中生存。 别说是搜刮, 正常出门的效率大大降低, 危险度则大大提高。 就算占据了中型基地, 出门的风险也会非常高。 灵雾道, 我认为更大的基地 不会拥有山顶教堂那样的地势。 山顶教堂四面悬崖, 只有一条道路, 日常很少会有丧失到安全区内散步。 我们走吧。 嗯嗯嗯嗯。 第71章, 破拆。 沙纳观察失朝巡逻队的动态, 灵雾将绳子系在一根水管上, 用力拉扯了两下后, 对沙纳举大拇指。 两人依次划到楼下, 步步为营, 用弩剑和沉默者, 开出一条安全通道。 两人穿过公路, 顺利到达信号塔附近, 骑上摩托车, 通过大桥, 终于离开了左线县程范围。 不过时间已经太迟, 帐篷区的丧尸们已经到哨卡打卡上班, 两人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才安全通过哨卡。 一来二去, 回答暗影基地时已经是上午九点。 在哨卡处, 灵雾把对讲机交给了沙纳, 自己去引丧尸, 把解释工作交给了沙纳。 灵雾可不想回到基地后面, 对大家各种感情。 在对讲机听沙纳说明后, 一夜无眠的大家才放下心来。 白班照常开工, 至于石头则在门口迎接了两人, 把两人重新加入暗影基地。 期间没有过多的情绪波动, 更多是好奇。 石头呼叫了在三号公寓忙碌的玛雅, 让她与白班一起回基地, 一来送一次物资, 二来开个小会, 就左线的情况进行通报。 会议开始后, 大家首先对两人活着回来表示欢迎。 其次就是汇报工作, 接着玛雅和石头开始头疼。 左线的情况比他们想得要糟糕, 目前暗影基地的发展比较顺利, 可以算得上是左右线的翘楚。 以暗影基地势力, 要攻打左线中型基地有一定困难, 但并非不可实现。 难就难在进驻左线之后, 人员出门的安全问题。 从现在来看, 暗影基地的实力还可以提升, 但是提升空间有限。 没有几个人能接受没几天就要死一个队友的情况, 也没有几个人乐意出门冒险。 莎娜问, 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 曙光预想机制就是铁打的基地, 流水的兵, 将人员死亡常态化。 玛雅道,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曙光要提升基地设施的重要性, 暗影基地狗活已经不成问题。 如果大家都只建造必须的病床和宿舍, 那可建造的百种设施又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室外格子可以建造哨塔, 哨塔每日可以降低威胁度, 并且提高哨兵的射程与精准度。 莎娜道, 每日要消耗弹药, 维持哨塔。 玛雅道, 没错, 这就逼迫玩家要出门搜寻物资。 哨塔可以超过安全区对玩家进行支援。 此外, 哨塔还可以升级, 不过需要专业的设计图。 以后留守在基地的人员也要担负起对外出人员的保护工作。 此外, 基地安全区还可以扩建, 还有前哨卡还可以建设分基地。 这些设施都能降低外出人员面临的危险。 更重要的是血液。 我认为, 与其说血液是一个高难度boss, 不如说血液是一个机遇。 玛雅道, 我认为, 我们近期应该对血液发动一次攻击, 不仅可以获得血液数据, 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获得血液战利品, 说不定能大大提升基地的战斗力。 苏石, 现在基地资源充足, 问题在要不要制作C4, 制作C4有一定失败几率, 并且没有技能加持会浪费部分材料。 玛雅道, 要做就做一次大的, 把所有弹药包全部投进去。 利用我们搜刮得到的管状炸弹作为管雷, 将资源和威力最大化。 石头道, 又一次豪赌。 玛雅点头, 又一次。 灵雾插口, 我这边也有一次豪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沙纳抢先道, 没有。 相信我, 最好不要问。 石头, 我不问。 灵雾, 问一下吗? 说不定你能同意呢? 石头看了眼沙纳, 再看灵雾, 不, 就不问。 小刀撞下灵雾肩膀。 新玩具? 助攻聊鸡刀? 给你看看。 灵雾已经学习了设计图, 把说明展示给小刀。 废铁并不值钱, 不仅垃圾堆有, 拆除一台空调也能拿十几片废铁。 但是捕兽家所需要的废铁数量实在太惊人, 连小刀看了都摇头。 你死了这条心吧。 小刀态度引起苏石的好奇, 在看了之后, 苏石并没有立刻否决, 道, 我可以制作破拆锤, 专门用于破拆汽车。 正常报废汽车, 低几率拆除一片钢, 几率出铁, 高几率出废铁。 拆一辆车需要20分钟左右。 小刀补充, 成功几率33%。 石头问, 你这是什么不售价? 按照废铁为单位来算当然多, 但是按照金钢为单位就不多了。 灵雾摇头, 表示不清楚。 玛雅道, 需要这么大量的材料, 应该是可以回收重复利用的一件武器。 石头道, 这样吧灵雾, 你负责拆除100片钢, 废铁和铁都算你的。 由苏石代表基地负责给你提供弹簧和锯齿刃。 苏石道, 我智力合技能双加成, 50块钢就能制作出10块金钢, 同样废铁和铁也是如此。 玛雅出谋划策, 橄榄庄园附近有一个死亡地带, 里面的报废汽车堆积如山, 你不需要把材料运输到基地, 把拆好材料放在一边, 由基地派车去运输。 灵雾爽快答应, 就这么定了。 石头补充道, 不得利用工作时间。 没问题。 灵雾喜欢有清晰目标的工作。 破拆锤砸在汽车上发出了不小的声音, 两片废铁随之落在汽车边。 灵雾再砸了几锤, 与五只丧尸战斗在一起。 这种情况已经在灵雾预料之中, 砸之前, 他先清理掉附近的尖叫丧尸。 此前, 灵雾在小刀帮助下, 从基地扛了一条长椅到死亡地带。 长椅是教堂的家具。 灵雾翻过长椅, 在长椅后面等待。 五只丧尸傻乎乎地翻过长椅, 纷纷摔倒在地, 被灵雾一刀一个解决掉。 再换上破拆锤, 灵雾继续砸起了汽车。 别说破拆还挺有意思, 伴随着破拆锤的落下, 废铁有规律地堆叠在汽车边, 看起来非常有成就感。 伴随着八十, 八十的敲击, 原本报废的汽车, 车身扁了下去, 第一辆报废汽车, 收益为三片铁和七十片废铁, 运气不好, 没有出缸。 或许是男人女人都一样, 或者只是部分男人, 有时候, 他们不需要一个游戏景色多美, 多好玩。 当时看着经验值比蜗牛还慢的速度跳动, 就能让他们充满动力。 灵雾就是如此, 他能从枯燥的破拆中获得收集的乐趣。 第七十二章, 灭狂猛。 拆掉第一辆车, 灵雾拖拽长椅到第二辆车, 见到尖叫用枪秒, 与普通丧尸玩跨栏。 那狂猛呢? 在空旷的场地, 灵雾可以单挑狂猛。 他利用的是自己灵活闪躲和狂猛冲击的关系。 第一种武器是沉默者, 闪开狂猛冲击, 狂猛会翻滚飞出七八米, 此时灵雾就可以瞄准, 狂猛必然直线在冲向灵雾。 这时候, 不能用快枪手这个坑爹的技能, 才用瞄准爆头能将狂猛攻势打断。 这么来回三次, 狂猛就死在当场。 第二种武器是出自苏石之手的, 带有锋利词条的利刃。 前面操作一样, 当狂猛冲击翻滚时, 灵雾双风刺追上狂猛。 接下来是最关键一步, 第一刀必须直接刺中狂猛的头颅。 这个情况属于狂猛倒地, 灵雾处决。 虽然狂猛不死, 但是被处决的狂猛会眩晕数秒。 数秒就足够灵雾将它脑袋扎成马蜂窝。 如果第一刀没中, 或者在狂猛起身后才刺中, 狂猛不会眩晕, 而是跳跃到一边重新发动攻击。 此时经过追逐, 又用掉了两次封刺的灵雾耐力见底, 必须使用枪械来完成击杀。 如果有两只狂猛, 别想了, 逃命是唯一的出路。 一只狂猛带上几只丧尸, 在处理上也是比较危险。 好在狂猛能给灵雾造成的伤害并不致命。 受伤感染就逃命, 回基地躺病床即可。 在第一天战斗中, 为了节约子弹, 灵雾两次回基地疗伤治疗感染。 到了第二天, 情况大为不同, 灵雾几乎不用枪, 一个小时用利刃捅死了三只狂猛, 自己活蹦乱跳, 一点伤都没有。 这得益于玛雅的帮助, 她利用双方数据, 配合灵雾演练, 让灵雾使用规范动作规避。 在玛雅看来, 狂猛的动作是机械化的, 可预期的, 只要灵雾把动作做到位, 就能提升自身优势。 即使不能碾压狂猛, 单一的狂猛也无法对灵雾造成实质的伤害。 这么一来二去, 灵雾反而喜欢上狂猛, 远远见到狂猛就忍不住绕道过去挑逗狂猛, 把狂猛当做了自己的新玩具。 以至于到了第四天, 狂猛搬离了死亡地带, 反正灵雾赚了好久, 没见到可爱的狂猛。 最辛苦当属苏时, 他不仅要加班加点地加工灵雾带回来的废铁, 还要修理利刃, 让他的工作量一路飙升。 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工程学顺利升级, 升级为初级工程师。 初级工程师在回收垃圾与制造中没有加成, 但解锁了基地一个设施的升级功能, 可以将哨塔升级到初级狙击塔。 哨塔是一个室外单位, 值班哨兵精准度和枪支射程增加25%, 在有人值班时会慢慢降低威胁度, 每日消耗一个弹药。 初级狙击塔, 武器精准度和射程增加50%, 可安排两名哨兵值班, 在有人值班时会慢慢降低威胁度, 每日消耗两个弹药。 配备六倍镜的沉没者射程为100米, 加上狙击塔可达到150米, 因为精准度也有加成, 实际在可以任意攻击200米内的目标。 直接涵盖了商业街和一个半的工厂, 并且可以攻击二号血液公寓楼。 不过山顶基地连哨塔都没有, 更别说狙击塔, 可建造室外格子太少, 狙击塔的梦只能是到了中型基地在做。 破拆第五天, 灵雾已经获得了45片缸, 距离50片缸已经不远。 死亡地带已经被拆成开放地带, 这一公里不仅汽车即将灭绝, 就连丧尸也变得罕见。 白天丧尸被打光, 经过一个晚上的刷新, 为数不多的丧尸被破拆声音吸引, 零零散散地全做了刀下轨。 一旦丧尸失去了数量优势, 和稻草人区别并不大。 沙娜坐在一边的石头上吃着牛肉干, 看着灵雾破拆最后三辆汽车。 她不是因为系统需要吃牛肉干, 是因为牛肉干好吃才吃牛肉干。 这几天夜班, 两人要么去公寓楼, 要么去距离基地较远的孤单建筑搜刮, 沙娜自认为两人关系在升温。 可一到了白天, 灵雾要么睡觉, 要么就去破拆, 完全没有与自己聊天的意思, 甚至没注意到最近几天混蛋与自己的一些互动。 钢。 灵雾兴奋手拿一片钢站立在车顶, 对沙娜喊道, 钢。 钢铁的钢。 沙娜敷衍问道, 嗯。 沙娜有气无力举个大拇指, 躺下, 躺在石头上看天空, 问, 晚上去哪? 晚上? 灵雾想了一会, 两只眼睛闪星星似乎想到什么, 跳下汽车, 随便带上点废铁, 我回一趟基地, 等我。 沙娜跟随着风风火火的灵雾, 回到了基地。 灵雾在仓库翻找一会无果, 去电台抢了卖, 呼叫玛雅。 玛雅, 收到, 请讲。 灵雾问, 显示镜在你手上吗? 玛雅, 是的。 我就来。 灵雾走人, 沙娜懒得跟, 目送他一路小跑离开。 石头皆探道, 年轻真好。 别人是边玩游戏边耗时间, 他是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 忙得那么充实, 让我都有点羡慕极度狠。 沙娜一边道, 迟早玩腻。 石头道, 玩腻。 捕兽家环没做出来, 33%的几率很可能会失败。 失败之后, 他又开始热血拆车。 假设他把捕兽家做了出来, 难道不花上三五天玩捕兽家? 好吧, 捕兽家玩腻了, 墙还没玩腻呢。 对于一个男孩来说, 只要有心, 你把也是最有趣的玩具。 石头转头看沙娜, 你的进度似乎有点停滞, 不仅没有技能上的进步。 而且, 我也想不到, 除了活着外, 你可额外可能赚取的积分。 沙娜也无奈, 和他一般, 丧尸都不够他杀的。 以前见到狂猛, 他会小心翼翼, 现在看见狂猛, 拿出小刀就冲上去, 似乎饿死鬼, 见到了顶级牛排。 石头道, 玛雅也没有太大进步, 他用掉了一百多根弩剑, 按照回收几率, 他最少射掉三百根弩剑, 至今没有领悟与弩剑有关的技能。 你知道, 我们最近在准备什么吗? 沙娜道, 做炸药轰血液。 石头点头, 我相信, 杀死血液一定能获得很多积分, 鉴于属性原因, 玛雅不适合点火。 能点火的, 只有你和灵悟。 灵悟曾经在二号楼与血液交过手, 并且全身而退。 从理论来说, 灵悟最适合点火。 但我觉得, 你也可以争取一下。 第73章, 橄榄庄园。 沙娜道, 要争取堡垒之剑, 所以, 你得把点火的任务交给我。 当然, 我相信, 如果我这么说, 他会把任务让给我, 但是会让我们关系生疏。 或许在他看来, 交我这个朋友, 还得帮我争取堡垒之剑, 不如不做朋友, 更轻松一些。 石头道, 不排除他会这么想。 你的积分是积分, 我的积分就不是积分了。 灵悟会是这种人吗? 我们都知道, 灵悟不会这么说, 也不会这么做。 但是, 他未必不会这么想。 去买东西, 当遇见的售货员对你很不耐烦, 也很不礼貌时, 灵悟和很多男生一样, 不会和售货员去争论, 甚至为了避免争论, 会委屈自己吃点亏。 不过在有选择情况下, 别指望灵悟他们会再去这家店。 毕竟想法这东西, 不是本人可以克制的。 脑子想到什么, 就是什么。 作为人就是控制自己, 不受想法的干扰。 比如, 路上遇见可人的妹子, 脑子要想什么没办法, 但要说什么, 或者做什么, 那后果就严重了。 石头看着灵悟一溜烟, 从教堂门口大陆跑过, 他又干嘛? 刹那道, 我早就不猜了, 反正猜不中, 他的想法不仅幼稚, 而且奇葩。 昨晚他躲在更衣柜内, 捅了一刀丧尸后关门, 捅了一刀丧尸后关门, 硬生生用小笔, 手把一只丧尸捅死。 他的目的竟然是想和丧尸比反应速度。 石头好奇问, 他赢了吗? 刹那看了石头一会, 散步。 走人。 哼。 下午四点, 天空开始下雨, 并且明显感觉到体冷。 石头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卫生知识, 冷并不会导致你生病, 但是冷会导致个体的免疫力下降, 从而导致生病。 近期在公寓楼搜刮出一些保暖符, 虽然最高不过二十点, 但也聊胜于无。 石头要求大家都换上保暖符。 目前基地最高保暖值的两套衣服, 是在哨卡帐篷找到的八十点保暖值的冬衣, 重量1.5公斤, 目前还用不上。 每人还领了两套雨衣。 雨衣材料由一张塑料布制作, 一张塑料布等于十张塑料纸等于一百张破碎塑料片。 十张破碎塑料片还可以合成一块硬塑料, 合成方向非常多, 诸如还可以和废铁片一起合成出绝缘导线等等。 灵雾没有回基地, 小刀给灵雾送去了冬衣和雨衣。 两人嘀咕一阵后, 灵雾扔下小刀回基地, 申领了消声器、 子弹、药品、绳子、沉默者。 石头追到仓库问, 你要去哪? 秘密。 卧槽! 石头道, 还没到夜班呢? 提前上班。 石头, 沙纳呢? 我有小刀, 让他先休息。 灵雾回了一句, 消失在路口。 石头看了看身边沙纳,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不爽。 沙纳点头, 是。 石头, 但挑不出毛病。 沙纳点头, 是。 橄榄庄园, 灵雾和小刀遇见了NPC阿曼达。 灵雾热情上前和阿曼达打招呼。 阿曼达非常警惕地靠边, 你长得像一个坏人。 看向小刀, 勇士。 小刀接到了任务, 护送阿曼达返回橄榄庄园。 这个任务, 灵雾之前遇见过。 阿曼达一心想把灵雾带到地雷阵和捕兽加阵中, 灵雾于是就把阿曼达给杀了。 死因一, 阿曼达有一把匕首。 死因二, 阿曼达让灵雾烫雷。 死因三, 不听从灵雾让他探雷的安排。 今天为什么灵雾又来了呢? 原因只有一个, 灵雾拆汽车时突然想到了显示镜。 拿到显示镜之后, 他确证了自己的想法, 显示镜可以看见系统物品。 但也有一个缺点, 显示镜只能看见看得见的系统物品名称。 小刀给灵雾补充了一个条件, 它主力, 并且是大卫王, 增加30%力量效果。 小刀和灵雾站立在危险区的边缘, 灵雾指点, 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一个。 小刀问, 捕兽家能回收吗? 灵雾, 只能破拆成废铁。 出发。 小刀举起长椅将其直放, 没有动静, 小刀和灵雾踩他上长椅, 走到了长椅一端, 阿曼达也跟着两人走长椅。 灵雾再次侦查, 确认一条安全线, 小刀举起长椅放下。 这次触发了灵雾没有发现的捕兽家, 捕兽家将一只长椅腿直接咬碎。 这是一张三连椅的长椅, 碎掉的是中间椅腿, 问题不大。 第三次, 第四次都准确安放, 第五次发生了意外, 触发了地雷, 长椅被炸成两截。 没问题, 小刀先放一截, 再到长椅一端举了另外一截放下。 灵雾每走一步, 都要搜寻地雷和捕兽家的位置, 依靠两截长椅, 三人慢慢地到达危险区的边缘。 最后一步的两颗深埋地雷将两截长椅炸成碎片。 这时候, 小刀想到一个问题, 怎么回去? 灵雾想了好久, 车到山前必有路。 小刀笑, 就是没想过对不对? 灵雾奶然一笑, 跳过最后两米危险区到达了橄榄庄园的大门口。 橄榄庄园内看不见丧尸, 但能听见狂猛低沉的吼声。 灵雾让小刀稍等, 自己抽出利刃推开大铁门摸了进去。 一整天没见到狂猛, 总感觉缺了一些东西。 不一会, 庭院中间传来狂猛凄厉的惨叫。 三人进入了庄园的主建筑, 在阿曼达指引下, 三人到达了密道口, 用钥匙打开了密道。 这时候, 阿曼达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说, 密道内的食物充足, 只是缺乏干净的水, 请两人务必帮他解决这问题。 顺着密道直提到达密道内, 在密道口不远处有一口水井。 水井深不见底, 阿曼达用来提水的绳子断裂, 连同打水的水桶都落到了水井中。 这个任务要求玩家进入水井内, 将打水水桶捞出来, 同时在庄园内找到新绳子, 帮阿曼达修理好打水工具。 此任务恶心在此前没有提示, 更恶心在整个庄园找不到备用桶, 逼得玩家只能下井去捞水桶。 林悟考虑到曙光任务无耻, 出门在外都会带上了一捆绳子, 没想到曙光考虑到他带了绳子, 于是就把任务重点改成了水桶。 林悟拉住要朝井里钻的小刀, 道, 阿曼达, 名人不说暗话, 你得先告诉我们奖励是什么。 如果奖励不能让我们满意, 我们不会为此冒险, 不排除把你直接丢到井里的可能。 阿曼达似乎感觉到林悟的恶意, 回答道, 奖励是一本为英雄量身定做的技能书。 林悟伸出两根指头, 两本。 阿曼达很认真回答, 一本。 小刀, 各退一步, 一本半。 一时间林悟脑子有点不够用, 一本半是四手五入, 还是怎么算? 阿曼达很认真, 一本。 成交? 小刀爽快回答, 又要朝井里钻, 再次被林悟拉住。 林悟拿出绳子, 捆在自己腰间, 我没力量, 拉不动你。 第七十四章 没有系统加成, 非专业人士捆得死结道也结实, 但完全没有考虑过平衡。 绳套很快从林悟的腰间滑到了腋下, 迫使林悟只能张开双臂, 免得小刀一拉, 绳套越过肩膀挂在脖子上, 把自己吊死在水井之中。 小刀转动咕噜, 慢慢朝下放, 一边放一边喊, 看见了吗? 林悟双腿双手配合, 撑着紧闭朝下, 没有。 看见了吗? 没有。 看见了吗? 没有。 什么? 没有。 哦。 小刀对井口喊, 你的回音有点大。 你的也是。 小刀, 绳子到头了。 林悟, 看见了。 水电照射之下, 自己距离水桶只有四米。 小刀, 绳子到头了。 薯瓜, 你够了。 吃一下怎么办? 林悟翻看自己背包, 最常就是挂在外面的沉默者, 加消声器全长不过一米。 林悟喊, 我要放开绳子。 好的, 小心点。 林悟双腿撑住紧闭, 将绳套从胳膊中拿出来, 接着慢慢地下到井底。 就当林悟俯身去拿水桶时, 一条大蛮鱼跳起, 鱼身打在林悟的脸上, 突如其来的攻击, 吓得林悟松开双脚, 扑通掉进井里。 薯瓜, 干。 小刀紧张问, 什么事? 林悟? 没事。 林悟露出头, 双脚撑住紧闭朝上走, 拿起水桶带在自己头上。 这时候, 林悟在想一个人怎么完成这个任务。 用手脚撑住朝上爬会消耗耐力, 撑住紧闭休息, 不会恢复耐力。 唯一的一个办法是携带大量的口香糖, 在耐力用尽后撑住紧闭, 依靠口香糖缓慢恢复耐力。 但是至始至终, 任务都没提到细节。 这就导致玩家在了解任务细节后, 必须重新走一轮的雷震去拿口香糖。 毕竟没有人会在身上带一斤的口香糖。 总结来说, 这是一个很坑的任务。 不过林悟注意到一个细节, 自己第一次遇见阿曼达, 杀死阿曼达后, 拿到的钥匙是十字形。 而阿曼达打开密道口用的钥匙是一次形。 一个可能是任务重置, 十字形钥匙作废。 一个可能是密道或者庄园内藏匿有用十字形钥匙打开的宝藏。 还有一个可能, 在任务完成后, 阿曼达会给小刀一把十字形钥匙打开一个宝藏。 套上绳套后, 林悟喊, 拉吧, 小刀。 试转。 小刀转动咕噜, 不用太大力气, 不会消耗耐力, 不一会就把林悟从井里拉上来。 NPC还是讲规则的, 确认任务完成之后给了小刀一把钥匙。 英雄, 你的奖励在三楼卧室中。 两人从直梯离开, 阿曼达放下了密道门, 将自己关在密道内。 小刀问, 他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走? 林悟问, 你养他。 小刀道, 他可以挑水啊。 林悟一正, 这个想法挺有意思, 每天给阿曼达一个食物, 他负责给基地挑水。 林悟回头再拉密道门, 已经打不开。 林悟觉得惋惜, 浑然没想到人家阿曼达干不干。 顺着楼梯到达三楼, 三楼只有一道门。 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厅, 足有一百多平米。 两人一眼就看见, 放在壁炉边一个嵌入室保险柜。 保险柜只有一个钥匙孔, 小刀插入阿曼达给的钥匙, 但是却无法转动钥匙, 反而出现了一条系统消息, 防盗系统启动, 还有两次机会。 先拔出来。 林悟有着丰富的对敌经验, 曙光不会撒谎, 曙光尊重规则。 那就是保险柜不对。 阿曼达说了什么? 小刀问, 谁是阿曼达? NPC。 原来他叫阿曼达。 小刀细想一会, 他说奖励在三楼的卧室中。 林悟一拍掌, 道, 这不是卧室, 这是个客厅。 三楼只有一个房间, 但没说这房间就是卧室。 小刀惊讶问, NPC有这么坏吗? 比你想的还要坏。 林悟推开几道门, 只其中一间, 这才是卧室。 卧室的床头有一个和大厅一模一样的保险柜, 小刀准备插钥匙, 林悟道, 等等, 再想想我们是不是漏掉什么? 小刀道, 三楼? 没错, 这是三楼。 卧室? 没错, 这是卧室。 钥匙? 保险柜。 林悟点头, 开吧, 等等, 找保险柜。 险些坏了大事, 两人在卧室一通寻找, 在画像后找到一个保险柜, 在梳妆台后也找到一个保险柜。 小刀惊呼, 曙光原来真的这么坏。 林悟头疼, 还是被坑了。 按照正确的线索, 玩家可以在卧室找到三个保险柜, 系统给玩家三次开保险柜的机会。 玩家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地打开其中一个保险柜, 拿走自己的奖励。 但该死的曙光将一个保险柜放在客厅, 导致玩家必须在三个保险柜中三选二。 林悟道, 既然是一个坑玩家的任务, 代表床头保险柜是假的。 小刀同意, 否则第二次就可以打开保险柜, 对玩家来说没有任何意外。 林悟看小刀走向画像保险柜, 再次叫停, 不, 正常玩家在开客厅保险柜, 发现是个坑, 那就不会完全相信卧室第一眼看见的保险柜, 而会和我们一样, 把隐藏保险柜都找出来。 曙光算定这点, 因为床头保险柜才是真正保险柜。 小刀没有怀疑, 走到床头保险柜问, 开了? 再等等, 我不肯定。 林悟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 于是问, 小刀, 你直觉开哪个保险柜? 床头? 为什么? 小刀解释, 三选一, 两个保险柜隐藏, 一个保险柜暴露。 虽然林悟有一百个理由反驳, 但没有说出口,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小刀倒也干脆, 插入钥匙一转, 保险柜硬声打开, 小刀伸手从里面拿出了一本技能书, 格斗家, 双手就是你的武器。 初级格斗家, 空手状态力量效果, 加成50%, 解锁重拳击晕, 重拳打击丧失头部时, 高级帅将其击晕两秒, 只有单细胞生物才能打败AI。 学了, 果然是专属任务技能, 自从学会践踏处决之后, 小刀从不带近战武器, 都是卷着袖子, 空手出门。 林悟看向另外两个保险柜, 拿出一把和小刀刚才锁持外观一模一样的钥匙。 小刀惊讶问, 两本? 林悟摇头, 不是, 上次我在阿曼达尸体拿到的。 小刀问, 阿曼达不是任务NPC吗? 他是怎么死的? 林悟, 那个, 摔倒, 头磕在石头上。 小刀, 这么倒霉? 谁说不是呢? 没必要在小刀面前做坏身份, 毕竟两人对NPC理解不一样。 林悟问, 告诉我你的直觉, 你认为会是哪个保险柜? 小刀立刻回答, 客厅。 啊? 什么逻辑? 三选一, 两个在卧室, 一个在客厅。 面对如此不讲道理的选择, 林悟却坦然接受。 走到外厅, 将钥匙插入保险柜一转, 保险柜硬声打开。 林悟与小刀欢呼机掌亲贺。 第75章, 博学多才。 拉开保险柜的门, 里面并没有技能书, 而是放着一个蓝色宝箱, 与林悟杀死血狂猛获得的蓝色宝箱一模一样。 当林悟手触碰到蓝色宝箱时, 系统提示, 获得战利品。 小刀搓手, 我们快回去开宝箱。 林悟问, 这里也可以开吧? 你怎么耐得住回去看? 小刀, 对哦, 我怎么没想到? 林悟拿出宝箱放在桌子上, 道, 开出好东西, 我们五五分。 小刀问, 谁舞? 林悟看着小刀求知的表情, 脑子荡积数秒后才回答, 你。 小刀立刻挤出一个可爱的笑容, 如同上次投票走山脉还是隧道, 不在于走山脉还是隧道, 在于林悟会不会支持他。 这次小刀没有再借运气, 他认为拿到技能书, 已经用光了这三天的运气。 在小刀的注视下, 林悟打开了盒子, 里面是一张蓝色卡片。 词条卡片, 获得博学多彩词条, 可同时学习和拥有两种生活技能。 哇! 林悟大方道, 拿去。 小刀摇头, 说好五五分。 我拿技能书, 你拿卡片。 林悟见小刀这么说, 也没客套墨迹, 伸手抓住卡片使用, 多了一条词条, 博学多彩。 撤! 撤退就没有那么简单, 一分钟时间系统刷干净, 玩家留下的痕迹。 没有脚印, 没有破碎的椅子木屑, 如同从来没有人来过。 林悟和小刀讨论了好多办法, 可以用, 但不好用。 比如寻找石头开路, 附近找不到圆形石头, 石头滚不动, 一扔一个坑。 想过从庄园拆物品碳雷, 但是找到最后发现, 最好用的碳雷器, 只有一张两米长的沙发。 两人利用椅子, 石头和沙发, 成功前进了二十米, 伴随沙发被炸碎, 两人失去了所有能碳雷的家具, 接下去只能人肉探雷。 林悟小心翼翼地利用显示, 竟摸索前进, 杂草太密, 走了五米就中招。 一个捕兽家弹起, 夹住了林悟的小腿, 痛得林悟赶紧吃了一片止痛药压压经。 这是一个大型捕兽家, 在小刀帮助下, 林悟才掰开捕兽家。 没有意外的林悟, 获得了重度骨折和中度流血两个状态。 好在最近几天, 肌底零零碎碎凑出了一些医疗用品, 林悟给自己打上一个骨折绷带和流血绷带, 大大减轻了伤势。 林悟受伤, 生命上限降低, 小刀负责开路。 走了八米左右, 小刀踩到地雷, 被炸的凌空转了半圈砸在地上。 好消息是小刀没死, 坏消息是小刀和林悟一样重伤半残。 还有十五米的距离, 以目前两人生命上限谁处雷谁死, 捕兽家也一样。 一时间两人陷入了困境之中。 这时候小刀出主意, 显示镜可以看见捕兽家和地雷。 林悟点头, 只能看见路在外面的捕兽家和地雷, 大约一半对一半, 一半能发现, 一半不能。 小刀道, 你认为系统傻不傻? 林悟回答, 不仅不傻, 而且非常聪明。 小刀道, 只要是一个聪明人, 就不可能把两个地雷放在一起。 有道理, 林悟示意小刀蹲下, 自己坐在小刀脖子上, 让小刀把自己举起来。 在高处的林悟用显示镜仔细观察后, 让小刀把自己放下, 朝11点方向一指, 3米位置有地雷。 小刀后退半步, 一个垫步落在12点方向的3米处, 林悟有学有样地到了小刀身边。 拥有强力量的小刀, 再次把林悟举起来, 再次确定一个捕兽家位置, 两人落在距离捕兽家半米到1米远的范围内。 依靠这个办法, 两人在地雷阵中走S道路, 花费了不少时间最终有惊无险地走出地雷阵。 回到基地, 小刀被林悟先推到病床疗伤, 林悟则去了仓库查看技能书。 这让石头一肚子的好奇, 去病房关怀了小刀, 对其伤势问寒问暖。 小白兔怎么能敌大灰狼, 三言两语就主动招供。 最近几天, 基地通过交易和全面搜索公寓楼, 获得了三本技能书, 一本机械学, 一本是弹道学, 一本是编程学。 特别要说的是编程学, 这是石头低价从北山镇玩家手上拿到的, 根据贸易队在右线获得的信息, 编程学可以操控无人机。 但是有知识没用, 一个补兽家就需要天亮的材料, 一架无人机那是想都不敢想。 弹道学从字面上理解增强枪械和弩弓精准度, 威力之类的技能, 说不好是制作枪管的技能。 林悟兴趣不大, 以他的技能快枪手来说, 精准度是浮云。 机械学属于基地技能, 是气修学的钳制技能, 林悟兴趣就更小了。 没有喜欢的? 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左右看看, 揽上林悟肩膀压低声音, 你也知道要低调。 怎么了? 石头道, 你最近一直和沙纳组队, 今天遇见宝藏就抛弃沙纳, 戴上小刀, 你觉得人家会怎么想? 合着人家只能与你共患难, 不能同富贵。 林悟解释道, 地雷阵很危险, 我不好意思戴上沙纳冒险, 万一人家死了怎么办? 石头道, 为了基地安宁与和谐, 我已经和小刀说过,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小刀的技能是明天打怪林悟的, 而你的第二生活技能是猎人的进阶技能。 林悟道, 不好吧, 女生最讨厌人家欺骗他们。 幼稚, 女生不是讨厌欺骗, 女生是讨厌不利于她的欺骗。 石头问, 我问你, 沙纳长得好看吗? 还行。 石头道, 我认为沙纳不仅漂亮, 而且充满知性, 举头投足之间, 无一步透射出优雅的气域。 过分了。 石头道, 没错, 最后一句是过分了。 这就是谎言, 但沙纳会为这句话而生气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不是就差最后一片钢了吗? 我让基地给补上。 林悟拒绝, 这不行, 我是有原则的。 石头问, 如果你差九片钢呢? 林悟想了一会, 咧嘴一笑, 九片, 我就不要原则了。 记住了哦, 石头看时间, 你受伤就先去病床上躺着, 伤好了就去商业街, 一路上有七辆报废汽车, 我想差不多能凑够材料。 林悟点头, 去医务室招呼, 下来。 小刀以为有事, 立刻乖巧下床, 林悟躺了上去, 气得小刀抓起枕头一通拍打。 第76章, 制作, 拿枕头教训了林悟, 小刀坐在椅子上, 鬼鬼祟祟凑林悟, 低声道, 喂, 小刀道, 我觉得挺对不起沙娜, 她是你的搭档, 理应是她获得专属技能书。 林悟叹口气, 道, 你们要都是这么想, 我会觉得自己真对不起人家。 林悟原本想法非常简单纯粹, 小刀是兄弟, 适合带去冒险。 沙娜是朋友, 是同事, 在不知道奖励情况下让她去烫雷, 实在说不过去。 问题在任务的奖励相当不错, 加之石头和小刀的看法, 让林悟颇感觉对不起沙娜。 毕竟是一周的搭档, 唯一一次分开就出了这样的事。 烦, 要么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自己没搭档不就没这些烦心的事了吗? 因为下雨的缘故, 白班已经收工, 大家都在床上恢复疲劳。 打算出夜班的沙娜在宿舍里独自看着书, 浑然不知道这一个多小时发生的事。 到了晚上七点, 沙娜寻找林悟, 被告知林悟正在商业街破拆汽车。 她还缺三百多片废铁, 就可以凑到五十片钢。 沙娜对林悟的坚持颇为佩服, 驾乘摩托车到商业街附近, 找到正在轮大锤的林悟, 还缺多少? 一百二十七片废铁, 见鬼了, 连铁都不出了, 只出废铁。 林悟看下时间, 还没八点。 沙娜道, 你在雨夜中加班, 我这个做搭档的, 怎么也得来探望你一下。 石头说, 今晚会下大雨, 不清楚温度变化情况, 建议我们提早下班。 林悟深叹口气, 从汽车上跳下来, 走到摩托车边, 看了看沙娜, 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开口。 沙娜, 我必须和你说一件事, 首先我应该向你道歉。 沙娜举其左手示意暂停, 道, 我已经知道了。 林悟尴尬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沙娜道, 你不用这样, 我本来就不是很生气, 就算有点生气, 冲着这一周我们一起经历的一切, 我也应该原谅你。 我唯一意外的是, 你会主动与我说明, 我本以为你就厚着脸皮, 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林悟裴孝,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 沙娜潇洒一挥手, 不用说了, 今晚去拿。 林悟道, 高地别墅, 我们第一次搭档去的别墅。 你说, 你曾经在车库里, 找到技能书? 我当时是忘记了车库, 但为了保证基地老成员的尊严, 当时我没同意搜刮车库。 算你诚实。 沙娜道, 除了车库, 还有一个树屋。 嗯嗯嗯。 林悟道, 我抓紧时间。 喂, 我想采访你一下, 面对33%的成功几率, 为什么你可以拿出100%的努力? 沙娜解释道, 这几天, 我发现在你的想法是, 只要凑够材料, 你就能获得补售价。 对33%的成功率, 没有任何担忧。 林悟道, 这是95%的觉悟。 沙娜不理解, 怎么说? 林悟道, 排除一部分养肺的人不说, 95%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学习, 不可能超过大多数5%, 但如果33%的几率, 我都不去努力争取。 那我连羡慕成功者的权利都没有。 沙娜问, 如果只有1%的几率呢? 林悟, 直接摆烂。 未来是北市左县北山镇山顶教堂基地 于晚7点30分举办一场祈祷大会, 将所有材料放进制作台的林悟, 看着围绕自己一圈的基地成员, 深吸一口气。 喂, 我就是做一个补兽家, 没必要这样吧? 石头道, 你快点, 我两套台词都已经想好了。 大家附和, 是啊, 还打牌呢? 林悟狠狠点下头, 开始制作, 进度条开始走动, 看不见进度条的大家, 只能看林悟的表情。 伴随林悟紧张, 大家也跟随紧张。 然后大家看不懂了, 林悟头一篇, 满脸问号看, 可制作界面一会, 又从后背拿下背包翻找。 玛雅问, 制作成功了吗? 林悟, 成功了? 大家正准备欢呼庆贺, 林悟道, 但我没看见捕售价。 苏石问, 制作台仓库没有? 没有, 背包没有? 没有。 苏石去仓库看看, 林悟跑了一趟仓库, 也没有。 沙娜问, 林悟, 你不是耍大家吧? 苏石否认, 制作好的物品会出现在制作台仓库内, 我看了制作台仓库是空的。 沙娜担忧问, 真的成功了吗? 是。 林悟看苏石, 制作条到达100%后变成绿色, 闪动一下, 上面显示制作成功。 苏石点头, 没错。 失败是红色, 显示制作失败。 大家在制作间翻箱倒柜。 玛雅问, 你看自己的系统界面吗? 猎人的技能界面了吗? 哦。 林悟查看猎人技能, 看到了捕兽家, 非常兴奋抱住玛雅。 有的, 有的。 大家问, 是技能? 不是武器。 灵雾连连点头, 捕兽家, 解释很长。 大概意思是说, 我可以在半径500米之内布置捕兽家, 人与捕兽家距离超过500米, 捕兽家会消失。 最多, 只允许同时存在三个捕兽家。 玛雅最喜欢游戏数据, 走, 找只丧尸试试试。 一群人穿上雨衣到基地门口, 灵雾使用技能, 捕兽家出现在手上, 灵雾将其安置在路面。 这是一个半径30公分, 看起来非常凶残的捕兽家。 灵雾招惹来一只丧尸, 丧尸快跑向灵雾, 大家紧盯着丧尸的脚步, 丧尸的左脚触碰到捕兽家, 捕兽家瞬间跳动, 夹住丧尸的左脚, 丧尸当即摔倒在地。 然后丧尸拖拽着捕兽家, 艰难地爬向灵雾, 最终被灵雾身边的小刀一脚踩爆。 一分钟后, 丧尸尸体刷新, 捕兽家也跟随消失。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意料, 捕兽家的能力远比大家想得要小。 虽然是一个技能, 不用损耗, 不用修理, 但是作用的局限性, 实在对不起巨量的材料。 大家都为灵雾付出近一周的努力而不值。 石头上来拍拍灵雾的肩膀, 反身走回基地。 血弹和马魂也拍肩膀表示了哀悼, 跟随石头走回基地。 玛雅剑发呆的灵雾也不知道说什么, 牵了欲言又止的小刀手回基地。 灵雾许久后, 看身边还站立着沙纳。 你怎么还在? 沙纳, 一夜班? 如果今天不想上班, 大家会理解。 灵雾轻看口气, 你去骑车, 我们去高地别墅。 沙纳走了两步, 有些不忍, 回头道, 最少你成功了, 虽然收获预期比较低, 但你成功了。 灵雾挤出点笑容点点头, 他现在不想说话, 在他的想法中, 捕兽家最差也能加断丧尸的腿。 更没想到的是, 丧尸死后, 无法取下捕兽家, 发行后才能回收, 这就限制了连续布置捕兽家的可能。 第77章, 遇险。 前往高地别墅的路上, 灵雾对路边的狂猛竟然不管不顾。 下车之后, 沙纳担负起了清理道路的主要职责。 两人翻过栅栏, 进入高地别墅。 心不在焉的灵雾竟然不小心摔倒。 沙纳伸手拉起灵雾。 你没事吧? 灵雾, 我说没事你信哦。 无精打采, 拿出撬锁工具, 去开车库门, 掉这一危机。 沙纳知道, 灵雾今天没心情游戏, 考虑到高地别墅只是简单模式, 带他出来放放风。 车库内停了一辆报废皮卡, 发动机不知道去哪了, 只留下一个空壳。 车库里面东西很多, 但沙纳搜索了一圈没有发现贵重品。 出了车库, 对门口戒备的灵雾说了一声, 两人到后院树屋下。 沙纳看了一眼灵雾, 很明显某人今天没打算动, 于是让灵雾戒备, 自己摸到了树屋内, 翻箱倒柜, 拿到一把小手枪和十多颗小手枪子弹。 下我们回去吧。 嗯, 灵雾点点头, 两人翻出栅栏, 沙纳发动摩托车, 万万没想到, 距离三米外的树后, 藏了一只尖叫, 在灵雾和沙纳动手前, 尖叫发出了吼声。 沙纳刚要招呼灵雾上车, 侧面一只丧尸扑抱住沙纳, 将沙纳从摩托车上摔下来。 沙纳推开丧尸, 灵雾杀死尖叫丧尸, 灵雾, 右扁。 玛雅专门测试过, 当发动汽车和摩托车时, 如果有丧尸距离五米之内, 最好的办法是立刻离开交通工具。 不离开呢? 假如是汽车, 丧尸必然在汽车加速度之前趴车, 趴车门还好, 最多丢一个车门, 如果趴住后斗和引擎盖, 一只手持续攻击会让汽车耐久度持续下降, 直至最后爆炸。 别看汽车很猛, 在家园中, 一只普通丧尸用15秒时间能将100%耐久的汽车挠到爆炸, 两只就是7.5秒。 汽车正面撞击丧尸, 按照速度不同, 受损不同。 以撞死丧尸的速度来计算, 每撞死之丧尸会掉20%的耐久度。 摩托车更惨, 丧尸会直接飞扑, 爆摔丝城。 只要玩家离开汽车和摩托车, 丧尸就不会攻击汽车和摩托车。 丧尸目标不仅有玩家, 还包括了基地所有的财物。 两人翻过右边栅栏。 虽然被尖叫骗来的丧尸数量不少, 但是在沙纳抽出短刃加入处决之后, 十几只丧尸真不够堪的。 两人就在栅栏后等, 丧尸翻过来下刀即可。 可抬头等待新丧尸时, 赫然发现一只狂猛跳站在栅栏之上。 糟糕! 狂猛将沙纳扑个正着, 双爪刺入沙纳肩膀, 张开血盆大口, 好在沙纳还有自救能力, 拿出小手枪抱头将狂猛打到一边。 两人站起来, 狂猛又来了, 凌雾沉默着抱头, 狂猛再次被打到一边。 此时, 两人身后传来吼声, 回头看屋顶上一只狂猛巢, 两人奔跑, 一旦到屋顶边缘就会凌空扑击而下。 烦! 两人在双狂猛同击前, 一起翻过栅栏, 还没等他们跑出两米, 两只狂猛已经跳上了栅栏。 凌雾回首抱头, 但没想打的是第二只狂猛, 狂猛只是跳到一边并没有死亡。 第一只狂猛已经叙事准备扑向落后的沙纳。 不用沙纳说明, 凌雾也知道沙纳绝对撑不过这次打击。 凌雾手上拿的是拉栓式步枪。 拉枪栓需要时间, 瞄准需要时间, 狂猛根本不给他时间。 情急之下, 凌雾使用捕兽加技能, 捕兽加瞬间出现在左手上。 面对扑向沙纳的狂猛, 凌雾抓起捕兽加扔出去, 捕兽加砸在狂猛的脑袋上啪的一声响, 狂猛脑袋被加爆。 由于捕兽加攻击完毕, 没有抓住玩家或者丧尸, 立刻消失。 第二只狂猛奔跑而来, 灵雾照葫芦画瓢在狂猛扑过来的时候, 将一个捕兽加拍在狂猛脸上。 又是清脆的啪声, 捕兽加加住了狂猛的脑袋, 狂猛和捕兽加双双落地。 落地后的狂猛头上套了一个捕兽加, 站起来后速度大幅度下降, 还一头撞在石头上找不到目标, 努力地跑两步又因为头重脚轻, 一个跟头翻到了灵雾的脚下。 灵雾欣赏了一会狂猛的表演, 蹲伸一手扶住捕兽加, 一手拿利刃处决了这只狂猛。 灵雾眼见一只丧尸跑向自己, 右手拿出一个捕兽加丢出, 太远了, 灵雾没加力量, 只能将重达三公斤的捕兽加扔出六米左右。 左手再拿出一个捕兽加扔出, 捕兽加证中丧尸的脑袋伴随着清脆的闭合声, 捕兽加将丧尸脑袋加碎后消失不见, 没了脑袋的丧尸还是努力跑了两米才倒地。 看来某人找到玩具的新玩法, 灵雾这才想起沙纳, 连忙上前问候,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的心不在焉让我们处于危险之中。 沙纳边打绷带, 边吃药, 边得理不让人。 你之前不是讲了很多大道理吗? 我今天也要讲一个大道理, 一个人不可能一帆风顺, 玩游戏也不可能一直顺心如意。 人生必然会遇见失败, 难再接受失败。 有些人需要花费半年, 几年时间才能走出失败阴影, 甚至有人终身都活在失败之中。 相反, 积极生活的人应该能坦然面对失败。 沙纳学着灵雾口吻道, 积极向上, 勇于挑战, 追求真理, 实现自我。 灵雾裴笑, 对不起, 我真心表示抱歉。 我承认是因为捕兽家的作用小于我的最低期待值。 沙纳问, 我接受你的道歉。 同时, 我能提一个要求吗? 灵雾立刻回答, 当然可以。 沙纳道, 明天上午八点之前, 你只能待在基地, 并且不能玩捕兽家。 太狠了吧。 沙纳回答, 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记忆深刻。 毕竟, 我们不是一周两周的搭档, 说不定要做一年或者两年的搭档。 如果你每次失败都垂头丧气, 我们迟早会死在外面。 灵雾道, 姐姐, 已经很深刻了, 深刻到我骨子里。 沙纳, 刚才说当然可以, 现在去讨价还价。 灵雾无奈道, 好吧。 沙纳, 上车, 回基地。 灵雾上车, 其实不用这么早回去的, 我们。 嗯? 回去吧, 回去吧。 话说男子汉说一不二, 实则和男子汉没有关系。 就是基本的信誉和契约精神。 不食言而肥, 做不到的事就不要答应人家, 这是做人的基本素质。 灵雾垂死挣扎, 甚至不要脸的叫人家姐姐, 主要还是他内心对捕兽家的新用法, 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灵雾也只是挣扎了一下, 作为一个讲道理的人, 灵雾知道, 沙纳讲得很有道理。 沙纳对男生心态颇为了解, 男生喜欢讲道理, 他们也容易接受道理。 野蛮女友, 只是一时的乐趣, 讲道理的女生才能举暗其眉。 这也是很多男性喜欢知性女生的原因。 被女人打败和被道理打败是两回事。 第78章 雷豹 这么早回来了? 石头惊奇灵雾的表情看不出颓废, 略有点焦躁, 又有些无奈, 魂不守舍。 你在沙纳背后做掐死人家动作, 是什么意思? 是啊。 沙纳回头看了眼灵雾, 灵雾光速收回手。 是啊。 天气太冷, 还下雨。 嗨。 马魂。 马魂举手中杯子。 嗨。 灵雾问, 你解锁几个菜谱了? 马魂道, 三个。 灵雾道, 你就是我们基地中生命上限最高的人。 马魂一正, 103点, 如果算高的, 我们去医务室聊聊。 沙纳盲阻止, 嘿, 会死人的。 灵雾道, 玩家有保护。 玩家被玩家攻击时, 满血上限满血状态是不会被秒杀的。 沙纳, 你确定? 灵雾考虑良久, 大喊, 小刀, 小刀。 石头问沙纳, 他在干嘛? 沙纳道, 他想在人体上试验一件武器。 什么武器? 不受加。 石头, 这, 沙纳, 能把狂猛脑袋家暴得不受加。 石头忙过去, 打断小刀和灵雾小声低估, 下令, 不许在基地人身上做试验。 灵雾回头看沙纳, 口语, 小人。 沙纳服额, 幼稚鬼。 一来二去, 玛雅和灵雾就捕兽加就技术层面进行交谈。 玛雅让苏石做了几个木头人, 把木头人安放在教堂大厅中让灵雾进行练习。 先练杂和拍两种动作。 玛雅道, 杂的动作适用于近距离, 不要轮起胳膊。 你手臂先做好投掷动作, 使用技能, 捕兽加就到手上, 顺势一丢。 练熟后可节约0.5秒发动时间。 拍, 直接把捕兽加杂在目标脸上。 先做动作, 再用技能, 瞬间将你的手掌变成捕兽加。 玛雅示范了几次动作, 纠正了一些细节, 让灵雾将施展时间降到最低。 以后, 灵雾伸出的手就不一定是手。 第一套动作比较简单。 第二套动作是甩, 灵雾没加力量, 投掷捕兽加的距离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腰部力量。 站稳脚步, 人向后转, 然后转正。 同时, 胳膊要抡圆, 最大化力心力。 在玛雅教导下, 灵雾可以将三公斤的捕兽加从六、 七米扔到十一米。 不过准透, 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第三套动作, 双手扔。 第四套, 不能称之为动作, 而是捕兽加隐藏法。 玛雅领着灵雾做实验, 在捕兽加上堆积多重的物体, 才会触发捕兽加。 接着教导灵雾, 如何使用枯草、 沙子、 阴影等方式藏匿捕兽加。 这一套手段, 完全是冲着玩家去的。 玛雅, 谢谢。 两个多小时的传授, 让灵雾受益匪浅。 玛雅只是点点头, 没事。 玛雅见大家都在看热闹, 到, 明天开始搜刮与破拆四号和五号公寓, 注意多收集碎部。 苏石可以着手制作C4。 我建议夜班灵雾和沙纳去矿野农场, 尽可能搜刮汽油包制作成燃烧瓶。 四天之后, 我们将对二号公寓血液发动打击。 具体行动细节是掌握资源而定。 石头本想补充两句, 却见灵雾朝仓库跑, 连忙跟上。 你又要干嘛? 盲浮应该已经刷新了。 说到二号公寓, 灵雾就想起盲浮, 他还记得与沙纳的约定, 招呼上玛雅, 向沙纳解释。 我们去收集一下重要数据。 十分钟后, 在商业区置基地的公路上, 盲浮左腿挂了一个捕兽家, 努力地爬向树米外的围观群众。 小刀, 原来盲浮长这样。 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盲浮全貌, 马魂拿出水管上去轻敲两下头, 惊喜道, 和我想的一样, 声音果然很清脆。 沙纳问, 他身上是宝石吗? 是防护, 具备锋利磁条的利刃 才能穿透水晶一样的铠甲防护。 玛雅围绕盲浮走了一圈, 全身上下, 只有脸部没有防护, 灵雾。 灵雾拿起沉默着, 走到盲浮背后, 对着他脑袋开了一枪, 玛雅评估, 有伤害, 但没有致命伤害。 你上次怎么打断了, 他一条腿。 灵雾回答, 用的是沙鹰, 五十子弹。 玛雅道, 一个极限值。 小刀。 小刀上前, 一脚踩碎盲浮的头颅, 大家不满发出嘘声, 气得小刀向大家做鬼脸。 玛雅道, 弱点是顿气。 小刀从盲浮身上拿出一本册子, 扔给马魂, 红烧鸡翅。 目前已知的丧尸。 回击地。 玛雅边走边道, 单兵能单挑所有类型的丧尸, 或者能在所有丧尸追杀中逃生, 是生存的第一基本条件。 玩家的战术意识, 是生存第二条件。 是跑, 是放疯涨, 还是正面对敌。 及早发现丧尸, 准确判断自身处境, 是玩家活下来的法宝。 丧尸最可怕的, 不是种类, 而是数量。 灵雾同意, 一只狂猛是玩具, 两只狂猛是受罪, 三只狂猛只能逃命。 普通丧尸呢? 灵雾道, 被包围也麻烦。 如果没有被包围, 用沉默者放风筝的话, 可以对付一个军团的普通丧尸。 不过杀怪效率很低, 而且要时刻戒备在身后和左右两边突然出现的丧尸, 特别是狂猛。 雪蛋道, 我开车最怕暴丧。 前天我运火回基地, 带上马魂去商业街的路上, 撞上在路中间躺着睡觉的暴丧。 毒气瞬间灌满整辆汽车, 只能和马魂跳车。 如果不是基地距离近, 如果不是跳车快, 如果不是时速慢, 我们两人已经隔屁。 灵雾惊讶道, 没听你们说起过。 雪蛋泪奔, 没死就不打扰你拆车了。 沙娜是知道的, 她在夜班没有将此事告知灵雾。 这是不是说明沙娜和灵雾不聊天, 或者很少聊天? 雪蛋说到这里, 似乎看见什么, 伸手拿了灵雾胸前挂的手电照在玛雅的头发上。 玛雅额头绑了一条红布, 在工作时, 披肩发会捆成马尾变。 在非工作时, 会把头发放下来。 现在试飞工作时间, 却见玛雅的头发炸成毛, 并且朝上飘。 雪蛋击到, 静电雷击区, 快跑。 在空旷的地带, 出现头发炸毛情况只有一个原因, 身处浓密的静电区, 雷电最喜欢就是静电区。 好几人还没反应过来, 一道闪电落下, 打在二十米外翼, 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爆丧身上, 爆丧连屁都没放化成灰烬。 这下大家都慌了, 低着身体朝家里狂奔。 不时有一道道闪电落下, 轰隆的雷响如同就在大家头顶炸开, 让人听了心惊胆战。 大家安全跑回基地, 瀑布般的大雨清晰而下。 随之所有人收到一条系统通知, 家园全幅遭遇强烈台风, 持续时间48个小时。 期间所有区域将出现雷雨天气 和时机以上台风, 请所有玩家注意安全。 第79章 二宫 石头站立在教堂门口, 看着漫天闪电与瓢泊大雨, 道 开始施加生存压力。 我们计划还照常进行吗? 玛雅回答 照常进行。 将夜班调整到白班, 取消每日取水。 趁雷电间隙开车往返公寓楼。 石头 水源问题也应该解决一下。 石头道 第一办法是建立水泵房。 水泵房的建造条件是最少一名基地成员掌握管道学。 建成水泵房后可以进行人工取水, 通过人工按压的方式, 应该可以将水直接输送到菜地的水缸中。 电台沟通游戏经验是石头的主页。 石头道 第二个办法是前哨卡。 这就别想了, 有前哨卡也不会用在水泵房上。 石头道 第三个办法需要公用事业生活技能。 掌握了此技能, 玩家可以在制作台制作积水器。 积水器可以安装到农场上, 以后就不用挑水。 现在只知道右线有这样一个玩家, 学习技能后不久就死了, 无法得知公用事业是否有其他作用。 玛雅沉思片刻 对石头道 我们现在有两本管道学。 石头问 你意思是随便拉一个人入伙? 玛雅 不是随便 这人可以没贡献, 但人品方面不能有问题。 石头明白 听话的 玛雅点头 石头道 而且不能和他们说 玛雅没明白 为什么 一旦有人学了管道学 他们就会要求拆仓库见喜浴室 玛雅道 知道了 能不能找到任劳人员负责挑水的人? 现在不行 石头道 或许过上半年 只要有一口吃的 大家都愿意干 玩游戏 谁愿意给你白当苦力 但当物资匮乏到一定程度 玩家们在饿死 冻死多次 并且知道 这个循环要持续一两年 到时候 说不定会有几百人 争夺挑水工的岗位 说到这 玛雅看向教堂外电闪雷鸣 道 这一波 可能就会带走不少人 玩家可以两天不吃东西 但是第三天 仍就要补上之前欠的食物 不进食 不是减事器 而是增加疲劳度 按百分比影响属性 电台传来呼叫声 石头拿起电台回应 对方是同在北上镇的 无敌基地 无敌老大询问食物情况 无敌计算 他们储备粮食 只够吃两三天 他们基地比较偏远 补充难度较大 石头表示 自己可以云三包食物给无敌 暗影基地 距离矿野农场这个粮仓不远 只是因为仓库容量问题 加之有农场 并没有特意收集食物 期间没有讨论交易 对此玛雅有些疑问 石头道 这些事我来处理就好 嗯 石头问 你的工作有什么难处吗 玛雅点头 灵物学习能力很强 很好融合了技能与实操 石头一问 这是问题吗 玛雅道 相对其他人 包括我在内 我们的个体实力 一直在原地踏步 连我都开始怀疑 自己弩功训练是无效训练 石头不理解 玛雅解释 你剖析一下灵物的技能 快枪手 猎人 封刺是不是全部与敏捷直接关系 小刀的处决也是如此 与它的力量有直接关系 我 血弹和马魂的技能是专属武器处决 一种武器使用到一定熟练度后 能获得一种处决技能与属性没有关系 玛雅道 血弹双体应该学厨师 马魂虽然是立体 但体力是附属性 它反而更适合用重型近战武器 血弹的力量太低 发挥不出重型近战武器的全部威力 如果我对系统理解对的话 灵物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石头问 怎么加强 玛雅道 它拥有马拉松的词条 可惜在体力是附属性 但毕竟选择了体力 如果灵物控制耐力持续奔跑 我认为 它会领悟体力方面的技能 石头问 你一直用轻弩 是打算突破什么技能 玛雅回答 射手技能 玛雅和马魂一样 立体加点 石头想了一会 你认为 灵物懂得训练属性吗 玛雅摇头 石头道 我给你个建议 不要去苛球突破 就是一种突破 没有人知道 曙光的运算模式 右线加上左线那么多玩家 只有灵物领悟了封刺 你问灵物有什么特别的吗 有 灵物新手武器 选了几乎没人会选的牛排刀 或许封刺技能 需要民体加点 马拉松 大学生词条 新手武器选了牛排刀 并且在实战中 多次使用出类封刺动作 才能领悟封刺 石头道 同样还有践踏处决 小刀 有一个力量增加30%的 大卫王词条 玛雅 努力和抢球是两回事 我建议你 不要抢球获得某些技能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你问自己 你最想玩什么武器 玛雅回答道 沉默者 石头挥手 自己和灵物商量去 他曾经在开会中说过 请大家不要申领沉默者 突然警报声响起 四星工程进入倒计时 石头尝出一口气 终于来了 再不来 他要实行基地静默 首先 要感谢捕兽家 让某人没有时间 在白天乱打枪 石头问玛雅 你能搞清楚 工程的规律吗 玛雅摇头 有些基地两天一工程 而左线的流浪者基地 至今未经历过工程 即将突破七颗星 已经实行全基地晋升 大家都祈祷着 工程早日发生 所以何必抢球呢 石头喊道 家人们 武器操起来 这次持续四分钟的工程 对于暗影基地来说 只是毛毛雨 人手一把枪坐 在教堂门口 丧尸们根本就没机会碰到他们 就纷纷倒下 陆陆续续出现的三只狂猛中 有两只被灵物宰了下酒 还有一只更惨 对上寝银出战的小刀 狂猛加速度空间太小 一个飞扑 被驴起袖子的小刀重拳击晕 说是重拳 实际上就是刺拳 经过玛雅训练后 小刀掌握了如何打脑袋的技巧 昏厥在小刀脚下的狂猛命运 可想而知 马魂惊奇询问 小刀身拳将马魂击晕 让他亲自感受一下技能 击晕马魂后 小刀坏坏看向一边 专注瞄准射击的灵物 一拳打在灵物脑袋上 一枪打偏的灵物气得 拿起背包对着小刀一通砸 前面还虎虎身微的小刀 只能抱着头 蹲在地上默默承受 第八十章 剑术 石斗赶紧过来打圆场 他知道 小刀大家关系都很好 特别和马魂与灵物关系好 他担心的是 小刀说漏嘴 于是主动向大家说明 小刀领悟了格斗家技能 在大家恭喜声中 四星攻城落下帷幕 灵物嚣张对着黑夜道 没有一百星以后 不要来送菜 小刀忙道 坏得不领好的灵 坏得不领好的灵 一百星 石斗摇头 针一百星工程 不用手了 大家各自带上一个资源包 另外找地方搭伙吧 曙光也有贴心之处 整晚的暴雨并没有冲毁农田 但也有恶心之处 这么大的暴雨水缸内 竟然没水 为了安全 石斗取消了灵物和小刀挑水的工作 所有人准备妥当之后 趁着雷电摸鱼 大家乘汽车和摩托车 到了四 五号公寓楼 雪蛋 灵物和马亚分一组 沙纳 小刀和马魂分到一组 分别负责四 五号楼 四号楼的工作已经过半 灵物三人从四楼开始搜刮 虽然公寓楼丧尸的密度很高 但因为空间问题 玩家要一次性面对的丧尸数量并不算多 这次是灵物难得跟随团队工作 其风格与团队格格不入 进入一个房间 灵物先整体浏览房间 在他抽出一本书翻看 查看一下变迁 雪蛋已经拆好了一张床 背着材料下楼送到皮卡车后头 大件材料要送到制作室进行破拆 窗帘内的小东西可以直接拆成碎部 雪蛋回来时 玛雅正在拆洗预设施 灵物靠在书柜墙边 手拿一本书专心致志地看着 雪蛋凑上去看 是一本叫古剑术的书 灵物把书交给雪蛋 你花十分钟看这本书 雪蛋问 为什么 我休息十分钟 现在到你休息十分钟 雪蛋问 能换一本吗 灵物回答 相信我 神神秘秘的 雪蛋看了两页 书中说的是地球十六世纪时 封你欧洲的几大剑术流派 当时欧洲的剑术决斗非常盛行 不仅陷于贵族之中 连平民也将剑术决斗 作为矛盾裁决的办法 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 十八世纪手枪的发明 你需要花费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 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剑士 但谁都可以轻易地扣动扳机 见灵物扛了玛雅 拆下来的洗浴设备下楼 雪蛋就把书扔给了玛雅 玛雅让你看十分钟书 玛雅一正 为什么 雪蛋摊手 窗户不要了吧 玛雅翻书道 主要是贵金属 铝 铜等 这些物品都可以加工成块 但目前用处很小 远比不上废铁 塑料和碎布 按照苏石的意见 进行一定的储备即可 雪蛋道 我先把冰箱拆了 好 玛雅边翻书边问 玛雅有没有说 为什么要看这本书 雪蛋道 没有 莎娜曾经说过 不要尝试去理解灵物的想法 玛雅不同意 听起来莎娜对灵物有偏见 雪蛋道 不是 别误会 莎娜的意思是正面的 莎娜举例说 灵物让你喝水 你就喝 至于为什么要喝 有灵物自己考虑的原因 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 灵物不会对此进行解释 如果你喝了没事 那就是喝水 喝了有事 它才可能告诉你 为什么让你喝水 玛雅理解 喝了没坏事 有可能有好事 哦 玛雅瞪大双眼 手中的书本 随之化成灰烬 雪蛋万分惊讶 怎么了 玛雅有些难以置信看雪蛋 我领物技能初级剑术 持力认识 攻击速度增加100% 50%几率连击 几率斩首 目标生命值越低 斩首几率越高 恰逢领物回来 雪蛋上前一把抱住领物 哥 再给兄弟挑本书呗 没想到 领物一脸震惊问 不会真学到技能了吧 雪蛋泪奔 我没有 玛雅道 我学会了初级剑术 灵物哀叹 这就是命啊 他翻看书籍发现 剑术书籍 和自己此前 看的狩猎书籍非常相似 都是很专业的书籍 没听说 基地谁有剑术技能 灵物鱼 是把书色给了雪蛋 结果玛雅领悟了剑术 玛雅问 灵物 这是什么情况 灵物回答 我此前也找到过 类似的专业书籍 系统提示我 无法领悟新技能 玛雅在问 这个发现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呢 别误会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灵物一言难尽 由于你智力太低 无法领悟新技能 玛雅也没加点智力 她凭什么就能领悟呢 灵物问 你真的获得新技能 玛雅点头 反问 有什么不对吗 灵物问 你不是立体加点吗 玛雅在点头 是啊 灵物无奈道 我此前获得的提示是 由于你智力太低 无法领悟新技能 这么丢人的事 我就没说 曙光过分了 我没加智力不能领悟 我认了 可玛雅你也没加智力 为什么可以领悟呢 玛雅道 我有一个好学词条 会不会和这个词条有关 灵物摊手 鬼知道 雪蛋问 我应该看什么说 锤石 破地 灵物想了一会 没加智力 就死心吧 玛雅 原来智力还有这样的用途 灵物歪头看玛雅 玛雅日常不苟言笑 认真道 我一直对智力这个属性存疑 智力是五大属性中 对战斗唯一没有加成的属性 现在看来 拥有智力属性的玩家 具备更广阔学习技能的空间 灵物道 或者有好学词条 玛雅忙道 我没有自吹自雷的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 玛雅的认真态度 让灵物颇有些尴尬 转移话题道 找几只丧尸 试试新技能 一刀正常 出刀速度很快 两刀连击 连击非常漂亮 在第二刀命中 对方的基础上 挽出了一个闪动剑花 没想到再次触发连击 这次连击直接斩首 刀尖斜上一刷 虽然从距离来说 刀的长度 不足以砍下丧尸的头颅 但是伴随着轻微当的一声 一刀剑光闪过 透射过丧尸的脖梗 丧尸头颅飞起 或许是担心过于血腥 头颅在触地之前 就化成乌有 此前玛雅耍起的利刃 就让凌悟看得赏心悦目 在剑术加成之下 视觉受到了更大冲击 用简单一句话来说 就是帅到吊渣 玛雅对上 三只丧尸毫无压力 剑速非常快 每次中或者砍中丧尸 丧尸必然会出现短暂的僵直 相对比顿器来说 利刃造成的僵直时间只有一半 但是架不住利刃快 一对三情况下 三只丧尸被砍得持续处于僵直 在连击和斩首的作用下 三只丧尸没有任何反应情况下 被削下头颅 唯一的缺点是 攻击力还是比较低 在玛雅主力情况下 平均四刀才启动一次斩首 不过玛雅凭借剑术 极可能成为 能正面对抗尸群的第一人 当然前提条件是 尸群不包含狂猛和暴丧等变异丧尸 恭喜恭喜 雪蛋和灵雾纷纷送上祝福 玛雅收刀后 连声回应 谢谢 谢谢 和灵雾不同 玛雅情绪内敛 即使再高兴 也不会表露出来 第八十一章 白班日常 有了这个小插曲 A班的工作速度瞬间下降 雪蛋和玛雅学着灵雾 每到一个新房间 就东摸西找 实在没东西 才会开始破拆工作 三人还用废墓烧了一壶水 泡上茶 方便看书时候饮用 可惜 他们看完了四层楼 十六个房间的书 再也没有发现 类似的专业书籍 反倒是帮玛雯 找到了两张菜谱 白天的工作结束 在雷暴雨的间隙 大家回到了基地 今天找到了很多食材 马魂第一时间去厨房忙碌 学会料理只是第一步 制作出料理 才能增加一点生命上限 由于雷暴天气 大家在教堂大厅布置了桌椅 面对外面黑压压的世界 大家都感觉到 拥有电力的幸福 三份食物上桌后 玛雅把今天的事告诉了大家 这让主制的石头 看见了希望 自己即将变身六边形战士 洗得万千技能 无敌于天下 好在石头是老男人 内心歪歪一下 就可以了 并没有说出来 他也知道是一件不现实的事 就算运气爆棚学了几个强力技能 石头就敢出门冒险 就他那生理反应速度 说不定哪天就被丧尸吃了脑子 大家一起到仓库 把收集的杂志 小说和报纸 全部拿到桌子上 开始了丙登阅读 翻看了几十斤的纸质资料后 发现没有一本是专业工具书 激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小刀提议 玩自己在狼人杀基础上 琢磨出来的丧尸杀 大家纷纷同意 期间也发生了一件插曲 有一名玩家到基地门口 请求加入基地 被石头拒绝 不过石头同意 让他在基地内休息一晚 非基地玩家 进入基地安全区 不仅不能拿取基地物品 而且武器技能会被锁死 无法启用 到了第二天早上 玩家在石头指引下 前往北上阵 小刀对此有些不解 这位玩家态度很好 对基地不收留 自己没有不满 反而连声感谢 让他借宿一晚 人品上没有问题 石头告诉小刀 相反 此人很会演戏 没有半点真诚 擅长察言观色 鳄鱼奉承 是团队的独流 小刀仍旧不解 一边的凌乌问 如果让你天天奉承着石头 你内心是不是不舒服 小刀看了石头一会点头 凌乌不理会石头怒目 道 你会把不舒服发泄给别人 发泄给你认为 地位不如你的人 一个会奉承的人 他的等级观念 必然非常重 玛雅声音传来 十分钟后出发 雪蛋开车 沙纳骑车 二号工厂 所有人可以去申领物资与装备 二号工厂 是山顶教堂基地附近 最后一片没有清扫的区域 完成二号工厂搜刮工作后 只剩下有写意的二号楼公寓 工厂区的搜刮工作量比较大 最主要是破拆大型机械和车床 发出的巨大声音会吸引附近的丧尸 因此 玛雅安排林雾 自己和沙纳三人 在三道门戒备 这么安排 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 是能第一时间射杀间叫丧尸 第二个目的是通暴狂猛 其他人都安排在场区内轮大锤 这时候 雪蛋的双体加点能力就体现出来 它的耐力虽然也是一百点 但是自然回复速度是别人三倍 一条耐力值可以连续破拆五分钟 但双体在战斗中表现不是很出色 雪蛋大锤横扫两次就会用尽耐力 目前 雪蛋在基地中有三个唯一 唯一没有找到战斗方向的人 双体有一个优势是 再重量增加 因此雪蛋是基地唯一一位 会穿十几公斤防咬服出门的人 最后 雪蛋也是基地唯一一个 没有学习生活技能的人 工厂区内 灵雾与狂猛摔跤 小刀无情践踏 玛雅刀光剑影 沙纳的剑剑爆头 要说雪蛋的难兄难弟 只有马魂 但马魂凭借着厨师的副职业 未来必然能成长为巨量生命的肉盾战士 一心想刷怪的雪蛋见此 内心颇有些落差感 玛雅无法对雪蛋提供帮助 雪蛋破拆摸鱼时找上了沙纳 与沙纳探讨自己的发展方向 沙纳让雪蛋坚持下去 她相信 重兵也有自己的优势技能 如同玛雅用利刃一样 累积到一定经验后 通过看书 可以领悟到剑术 重兵累积到一定经验后 或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领悟技能 沙纳理解雪蛋的心情 她也有这样的心态 看着别人进步 而自己原地踏步 有一种被集体抛弃的感觉 好在她的心态比较稳定 应有同命相连之感 于是临时刻串了一次心理一声 他们在一边聊天前途 另外一边小刀和灵悟正在抢怪 一只狂猛脑袋挂上捕兽家后 已经成为待宰之羊 小刀凭借自己力量将灵悟撞到一边 举起脚踩她在捕兽家上 连捕兽家和狂猛脑袋一起踩爆 气得灵悟只喊幼稚 这或许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对讲机传来石头的声音 呼叫玛雅 玛雅收到请讲 石头道 刚收到无敌基地的消息 无敌基地预计明天下午会破七星威胁度 玛雅 继续 石头道 无敌老大虽然没有明说 但我听出他的意思 你看能不能派几个人过去临时加入无敌基地 玛雅道 我没接触过六星与七星守城 从四星和五星的守城难度差别来看 七星难度无疑是地狱难度 如果是七星工程 我建议他们抛弃基地 现在的话 我建议他们马上建造少塔 派人值班降低威胁度 未来少塔将是所有基地不可或缺的建筑单位 暗影基地是左右线第一家中小型基地 发展得很成功 流浪者和无敌基地借鉴了暗影基地的发展经验 并没有在基地中布置少塔 最主要原因室外大格子太稀缺 次要原因是少塔每日都会消耗弹药资源 石头回 他们要建立少塔必须拆除花园 拆除花园后 他们连明天上午的食物都不够 你知道的 修车厂基地非常偏僻 周边缺乏密集资源搜刮点 玛雅 你意思是 石头 我想给他们送几个食物包 石头有一定野心 他希望在过冬之后 能联合无敌基地进驻左线 或者合并成一个大基地 或者互为犄角 互相守望 这一切的前提是 无敌必须能扛过冬天 目前无敌最大的挑战 当然是守城压力 玛雅道 我和灵雾给他们送一趟食物 暂时加入他们基地 有烟在先 我们不会协助他们死守基地 石头道 你想知道工程强度 玛雅回 嗯 迟早我们也要面对高薪挑战 石头 可是雷暴天气到晚上十点 才会结束 玛雅回答 前往无敌基地的道路 多是山间小路 威胁不大 石头 那好 你和灵雾回来收拾一下就出发 玛雅收了对讲机 招呼 集合 临时开个小会 第82章 等待 因为灵雾和玛雅的离开 对付可能出现的狂猛工作 就要交给大家 玛雅提醒大家 对付狂猛遵守三大规则 小心 群殴 用枪 根据北上镇不多的居民统计 有70%的玩家死因是狂猛 林雾本就是耐不住的人 对于支援无敌基地 没有任何意见 与玛雅一起回到基地 申领三把利刃 药品 手枪和杀鹰 摩托车上放一个食物包 每人再带一个食物包 在石头叮嘱中 两人驾乘摩托车 在雷暴天气 朝无敌基地出发 山顶教堂基地 位于北上镇以南 无敌基地 位于北上镇西北方向 两个基地路线 距离超过25公里 大半的路程 都是山林小道 在日常这些小道风景迷人 但在雷暴天气就不是了 路边不时有树木 被雷电劈中 道路上遍布枯枝落叶 多处交通被树木阻断 因雷暴和台风天气 造成的交通障碍 在雷暴结束后 24小时才会被刷新 毕竟是系统破坏 汽车实际上也能走 但是对驾驶员的要求非常高 相对来说 摩托车通过的难度 就低了很多 玛雅时刻警惕 左右两边可能被雷电劈中 倒下的树木 千算万算 没算到横风 可恶的曙光 在山林小道中 安排了十米左右的开阔地带 如同一个出风口 摩托车一到开阔地带 强烈的横风把摩托车掀翻在地 林雾跳车落地 用风刺冲击退回山林小道 玛雅就没有那么幸运 她和摩托车一起摔倒 被摩托车拖行了四、五米 风声太大 两人无法交流 玛雅坐在地上 凭借立体加点 拉动摩托车 一点点向前挪动 花费了好大力气 才通过风口 十米宽的风口 对于林雾来说 难度不高 三个风刺就过九米 检查摩托车和伤势后 两人继续出发 期间玛雅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实际上 因为摩托车和天气原因 两人也无法交谈 随后71号公路 71号公路两边是山坡 蜿蜒曲折 行径在71号公路上 可以看见零星分布在山坡的建筑 有类似研究所的建筑 有户型较大的别墅 有以放牧为主的农场 也有种植果林的农庄 遗憾的是 这些建筑间隔很远 部分通往建筑的道路已经被堵死 只能依靠人力运输 搜刮效率自然低下 玛雅认为 修车厂最大缺点是 周边丧失太少 基地成员战斗机会少 导致整体实力低下 从而进一步降低获取物资的效率 在行驶了十分钟后 两人终于到达了无敌基地 这是一座位于路边的修车厂基地 基地大部分区域有铁栅栏防护 这类防护是系统给基地提供的保护 可惜铁栅栏四面漏风 不时有丧尸从缺口中摸到基地 一旦攻城 极可能造成四面八方莱迪的窘境 解决这一切最好办法 是刚刚建立的哨塔 这个哨塔居高零下 拥有80%的露天基地视野 总体看 无敌基地是一个回字 中间口字是他们的主建筑所处位置 相比山顶教堂 无敌基地防御 还有一个优势 人员可以到主建筑的楼顶 通过枪械攻击 任何通过栅栏进入基地的丧失 由于主建筑只有一层高 二楼的人跳下来也会毫发无损 能快速加入地面的战斗 受伤人员也可以攀爬直梯到达楼顶 为地面战斗人员提供火力支援 对玛雅而言 修车厂基地是一个很吃掉度 与团队协作的基地 配合得好 他们能发挥出200%的战斗力 无敌安排了一个小型欢迎会 让大家与暂界的林雾和玛雅见面 基地人员都很热情 纷纷介绍自己 无敌也向大家说明了 他做出的本次守城安排工作 十个人分成四个小组 一个小组负责哨塔火力支援 三个小组负责主建筑的防御工作 林雾和玛雅是地组 工作地点在主建筑顶部 镇守面对公路的南面防线 南面防线有两道提供给玩家进出的小铁门 无敌将两辆汽车停在外面 堵死了两个铁门 防御核心是两道铁门之间五米长的低矮护栏 无敌将C D两组五人都安排在南面防线 B组三人负责东面和西面缺口 两名A组成员定点哨塔 他们不仅要对基地提供火力支援 并且要堪死北面山坡的莱迪 如果有需要 B组可以分一人协助A组防御北面 即使在南面防线投入两组五个人 无敌对南面防线还是比较担忧 毕竟其他方位只要守住一个缺口 而南面防线要守住一条线 从丧尸分布来说 其他三面要么是树林 要么是山坡 日常罕见丧尸 唯独是南面的公路上 时常有十几只的尸巢从门前经过 无敌基地实行静默 没有需要 最好连话都不要说 林雾和玛雅申领回自己的装备后 在老熟人翠宇的带领下 在基地环绕一圈 熟悉环境 修车场基地特色是有一个修车车间 此外 这个基地没有小房间 建筑单位是从一层的主建筑物隔出来的 修车车间和宿舍等都在同一个大建筑内 这就导致一个大问题 一旦有丧尸工入主建筑 就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否则 他们会将基地内部设施拆成稀烂 雷电和狂风到了下午已经大大减弱 但暴雨仍旧持续不停 即使有雨衣 在外面转一圈的三人也已经全身湿透 伴随气温下降 穿着湿衣服让人很不舒服 因此 在熟悉基本地形后 林雾三人到基地的修理厂烤火 翠宇告诉两人 修理厂停靠的这辆车是供电车 每天消耗两个汽油 可以给基地持续供电 但因为减造的要求 这几天都停止运行 刚才建立哨塔 又增加了25%的噪音 现在基地的噪音达到了六星又75% 目前对无敌基地来说 最煎熬就是等待 基地士气有些低迷 暗影基地能派人协助防守 并没有改变这一切 多数人不太相信林雾和玛雅的实力 他们认为 暗影不会派遣好手 冒着雷暴风险 参与高星守城 不过即使是这么认为 他们都对暗影的帮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 夜幕降临 闪电似乎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不时地划破天际 照亮整片大地 站立在主建筑南面 隔着玻璃 可以看见道路上行走的尸群 他们在台风中 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林雾在玛雅耳边问 你说工程的时间 会不会与杀死基地周边丧尸数量有关 玛雅从没想过这点 暗影基地很多炼机狂 没事就主动在基地周边寻找丧尸 林雾这样的想法有一定道理 但是还是不是 玛雅无法肯定 晚上八点 暴雨和台风终于停了 但是雷电还在天空肆虐 无敌安排人员休息 一边和自己的骨干安排工作 打算明早去一趟六公里外的民宅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食物 晚上九点 林雾和玛雅回到宿舍中 他们商议明早去爬一个信号塔 从高处探查周边的建筑情况 晚上十点 系统很高兴通知大家 雷暴台风已经过境 凌晨一点 基地响起了警报声 六星持续十分钟的工程 进入倒计时 压抑了多日的成员们 集体欢呼 无敌下令启动电力设备 所有人申领物资 各自前往自己的岗位 等待倒计时的结束 第83章 主宰 工程第一分钟 林雾和玛雅 就感觉不对劲 在暗影基地五星工程中 第一分钟只出现六只丧尸 无敌基地出现了十五只 第二分钟开始 丧尸数量指数般的上升 并且出现了狂猛 狂猛 翠羽一声大喊 毕祖立刻转移阵地 过来支援南面 玛雅急地大喊 你们回到自己岗位上去 漏过几只普通丧尸 进入主建筑 也是很要命的事 说话间 狂猛在护栏上垫脚一跳 直接飞到楼顶 林雾随即迎上 风刺过去 第一刀处绝眩晕 左手摁住狂猛 再补两刀 将其结果 赶过来的B组看狂猛 再互相看看 一时间不知所措 玛雅大声喊道 回去 第三分钟 狮巢出现 C D两组疯狂射击 但仍旧有多只漏网之鱼 到达主建筑 玛雅从楼顶跳下 反身用手枪将两只丧尸击毙 转而对摔过护栏 站起来的丧尸射击 利用他们没有加速度特点 在三米距离 无情射杀他们 林雾也从楼顶跳下来 跑到护栏边 手起刀落 将一只只摔过来的丧尸处决掉 玛雅化身为灵雾的守护者 优先对付任何站起来 想攻击灵雾的丧尸 让灵雾心无旁骛地工作 第四分钟 南线护栏外的丧尸堆积如山 都在排队翻护栏 好在能翻的区域就这么大 在玛雅枪枪抱头 灵雾叨叨致命之下 死死地守住了南线 狂猛 玛雅提醒 狂猛从护栏跳向俯身处决的灵雾 灵雾头也不抬 夹拍在狂猛脑袋上 捕兽加暴击之下狂猛落地 灵雾上前捕上两刀 将其解决 一个封刺回到护栏下方 继续处决 这是自进入游戏以来 灵雾第一次杀红眼 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到后来 灵雾已经进入完全机械化 本能的处决工作 丧尸也疯了 拼命朝护栏挤 如同蚂蚁一般地翻过护栏 由于尸体堆积过多的缘故 系统启动了快速刷新系统 每一具尸体停留的时间 从一分钟变成半分钟 又转变为十秒 到最后 每具尸体只保留两秒时间 玛雅大喊 狂猛 两只 灵雾左手将一个捕兽家 拍在狂猛A脑袋上 左手再拂过扑向自己的狂猛B脑袋 也给他套上一个 然后 就是弯腰一顿切材 这操作 看得楼顶上面的无敌玩家 目瞪口呆 一个枪枪抱头的女人 一个刀刀要命的男人 完全覆颠了他们对暗影基地的认识 第五分钟开始 进场的丧尸数量不再增多 但是狂猛的开始慢慢增加 或许是知道 南线有狂猛杀手 狂猛开始在西面和北面寻求突破 狂猛 B组呼叫球员 灵雾 收到 灵雾跑向西面 解决掉一只 北面又再出现一只 灵雾再去北面将其解决 灵雾离开后 翠宇和同伴一起下楼 两名同伴上前客串 灵雾处绝岛地丧尸 翠宇和玛雅并排站 将漏网地站起来的丧尸爆头 但是少了翠宇他们在上方的火力压制 要处决的丧尸数量暴增 一只丧尸不仅成功站起来 而且还抱住了处决丧尸的男子 因为这么一点细小的偏差 南面防线即将宣告崩溃 关键时刻 玛雅拿出管状炸弹点燃 炸了 投掷到护栏外 伴随一声爆炸声 护栏外堆积的丧尸瞬间清空一片 给南线争取到喘息的时间 也守到了灵雾返回 或许是受灵雾骁勇表现的感染 无敌基地的人不再畏惧狂猛 拿了手枪硬钢狂猛 虽然有多人受伤 但成功堵住了西北破洞 加之翠宇这位专业的医生 提前制作了不少药物 除无法消除感染之外 伤势都能很快得到处理 这里不得不提无敌基地的副统领 也是无敌二当家名叫花生的玩家 花生拥有速射技能 能提高50%的射击速度 作为B组的他 在鼓起勇气硬钢狂猛后 配合同伴斩杀了三只突破防线的狂猛 让守军士气大涨 第六分钟 新加入战场的丧尸数量似乎在减少 狂猛也少了一些 虽然战场还是非常激烈 但是相对前五分钟 接近窒息的强度来说 已经大为减弱 第七分钟 丧尸规模减少到与第三分钟相似 玛雅心想 难道最后一分钟 就是15只丧尸 似乎是这样 第八分钟 南线不再出现排队丧尸 陆续加入战场的丧尸 没有给防线带来太大压力 也就在这时 俯身处决丧尸的灵雾 感觉到地面在轻微震动 这让他想起了 在血液农场遇见的一幕 灵雾立刻后撤 BOSS 玛雅不敢怠慢 退回楼顶 C 地组回到楼顶 已经感觉到地面震动 此时 他们并没有看见所谓的大家伙 大家一边开枪 一边注意着黑暗 不多时 南线五人同时发现了BOSS 这是一个拥有绿巨人身材的丧尸 身高三米左右 体重接近半吨 一身钢铁般肌肉 粗大的血管清晰可见 除了颜色之外 这祸和绿巨人 还有一大区别是脑袋 如此庞大的身躯 却长了一颗比普通丧尸 还小的脑袋 南线人惊呆当场 乖乖 楼顶也就三米高 大家伙带来的视觉冲击感 让所有人心生畏惧 玛雅最为镇静 拿出显示镜看清楚 巨无霸 灵雾赞道 这名字粗暴简单 一枪命中十五米外巨无霸的脑袋 巨无霸浑然不绝 全速奔跑了起来 伴随着他的奔跑 大地震动 他所过之处 丧尸纷纷被震倒在地 巨无霸冲到近处 脑袋最少吃了五颗子弹 但从表面看起来 毫发无伤 一声呐喊震动天地 巨无霸双手抓起 挡住小铁门的汽车扔到一边 锅大的双拳 从肠而下砸在系统护栏上 混泥土护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出现裂缝 巨无霸再次一砸 整片护栏倒塌 在此期间 巨无霸不知道吃了多少子弹 仍旧屹立不倒 直到他带领大军冲 进基地时 他的身体才晃动了一下 这次晃动 让他非常愤怒 双拳砸在了楼顶外延 虽然不可破坏的墙体 但巨大的震动 让五人立足不稳 纷纷摔倒 其中一名男性玩家 为了追求射击精度 一直站立在楼顶边缘 被巨无霸这一阵 直接摔到楼下 巨无霸左手抓起男子 手指如同绳索 将其上半身牢牢束缚 右手抓住男子的双腿 一声大喊 将男子撕成两半 随手将两节尸体 扔到左右两边 尸体的白光 说明玩家已经死亡 但尸体依旧会保留一分钟时间 被震倒几人站起来 看见如此血腥一幕 纷纷反胃呕吐 玛雅拉住灵雾后撤 再次传来的巨大的震动 让两人摔在一起 下方传来玻璃碎裂声音 丧尸们已经攻入主建筑 而巨无霸 并没有进入主建筑的打算 他围着基地跑动 看见玩家就朝楼顶砸一拳头 导致楼顶的玩家不停摔倒 难以组织起强大的火力网 第84章 复活泉水 当巨无霸在杂击时 灵雾看准时机先跳起来 躲过震荡 跑向巨无霸 再跳起避过震荡 从包中拿出沙音 巨无霸已经到了哨塔下方 开始杂击哨塔 作为防御单位的 哨塔是比较坚固的 但是也只是比较坚固而已 灵雾在三米外果断开枪 巨大的枪声中 五十子弹命中巨无霸的头部 巨无霸晃动了一下身体 转身扑向灵雾 灵雾急忙封刺 逃离楼顶边缘 但仍旧被震摔在地 巨无霸不理会灵雾 继续破坏哨塔 反身回来的灵雾第二枪 没有击中巨无霸的头部 就只打在巨无霸身体上 这就是小脑袋移动靶的难处 巨无霸在垂击哨塔时 身体一直在晃动 这气的灵雾收了沙鹰 扔出了捕兽家 巨无霸挥动巨大的右手臂 打在捕兽家上 捕兽家启动 夹住了他手臂 巨无霸这次有些在意 伸出左手臂 将捕兽家从右手臂上 拿了下来扔到一边 在无敌大喊调度中 所有人都从各处汇集而来 不管基地被拆成什么样 只要还想要这个基地 就得先把巨无霸干掉 一位妹子太急 没有上楼顶 在靠近巨无霸附近射击 被巨无霸一拳打飞出十多米 身体狠狠地撞击在铁栅栏 当即尸体化出一道白光 宣告其已经死亡 玩家的枪雨 终于受到了一定效果 巨无霸第三次晃动了身体 但巨无霸也拆毁了哨塔 两名玩家从高处落下 巨无霸在空中抓住一名玩家 将他扔出了栅栏外 生死不明 他转对另外一名玩家下手 这位玩家比较机灵 身体撞破玻璃 从窗户跳进主建筑中 虽然主建筑中 已经是丧尸的天下 但最少还可以打一打 连续简缘让花生失去理智 他站立在楼顶边缘 对巨无霸疯狂输出 面对跑向自己的巨无霸 花生更是不避不让 枪枪打在巨无霸驳周边 眼看站立在楼顶边缘的花生 要被击飞 巨无霸再次晃动了一下身体 与此前三次有所不同的是 这次他亮枪后退了一步 决断力满直的灵雾跳出楼顶 左臂拳住了巨无霸的脑袋 右手举起短刃 对着巨无霸脑袋狂戳竖竖竖刀 巨无霸当即被点穴一般站立不动 随后向前倒了下去 灵雾抱住巨无霸的脑袋 一起摔在地上 大地一阵晃动 所有人探头向下看去 灵雾还挂在巨无霸后背 但似乎背过气去 只有玛雅发现 灵雾正在摸尸 集中生智喊道 保护建主 大家纷纷从楼顶下来 杀进主建主 复活泉水 消耗品 复活泉水 可存放在基地复活泉中 大概意思是 玩家死亡 可以在半小时后 在基地复活泉复活 没有任何复活惩罚 除此之外 灵雾还拿到一个战利品 比蓝色宝箱品街 高出一丢丢的紫色宝箱 灵雾也不纯粹是摸尸 也是想喘口气 巨无霸心亏 是出现在基地 在野外遇见巨无霸玩家 不可能有胜算 今天能灭巨无霸 一是依靠了地理优势 二是依靠无限子弹优势 三是依靠基地建筑 吸引小兵才得以群殴 而不是被群殴 面对这种大家伙 枪械杀伤力的重要性 就体现出来 未来局限于手枪的基地 必死无疑 基地必须具备强大的火力 一切的恐惧来源于火力不足 主建筑内一片狼藉 大量的丧尸四处奔走翻箱倒柜 有时丧尸对玩家的攻击不管不顾 有时又会扑向玩家 让玩家对他们缺乏行动的预见性 枪械在乱战中并不是很好用 不小心会击中建筑物 不小心会打伤同伴 靠近了丧尸被攻击 离远了又打不中脑袋 在这种情况下 玛雅成为全场最亮的仔 只见玛雅手提一口砍刀 从北门砍到南门 从东门切到西门 伴随着刀光四射 一颗颗头颅不断飞起 所踏之地寸尸不留 不怕偷袭不怕群殴 一刀砍尽天下 灵雾加入战场后 见此场景就在一边看热闹 同样沦落到看热闹地位的花生凑过来 你们暗影基地也太凶残了 灵雾道 最凶残那个人没来 还有更凶残的 谁啊 小刀 有机会一定要认识一下 坐井观天的花生 此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扮 毕竟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速射在手 天下我有 在今晚之后 花生真切感受到 自己与高手之间的差距 战斗结束后 开始清理战场 50%的建筑被完全破坏 剩余的建筑也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无敌将所有建筑拆除 回收了部分物资 先行建造了宿舍和病房 下一步的工作 不仅需要食物 还需要很多建材 玛雅与石头通报了情况 石头和无敌说明 暗影基地建材即将一出 让无敌抽空派人过来拿几包 无敌对暗影基地提供的帮助 连声道谢 在通话中 石头请无敌转告翠宇 翠宇老家右线的流浪者 面对七星工程 放弃了基地 现在他们的基地 变成了一个丧失巢穴 流浪者筹备攻打右线 北下镇的另外一个中小型基地 因为距离太远 以后不方便再与暗影联系 收拾清楚后 大家在后院举办了一个追悼会 悼念在本次守城中 牺牲的两位战友 期间 林悟剃了剃玛雅的鞋跟 在追悼会结束后 玛雅和无敌说明 他们要连夜赶回暗影基地 无敌挽留过夜无果 交易给玛雅一桶汽油 表示在基地稳定之后 一定会亲自登门拜谢 所有成员都到门口送行 纷纷表达自己感谢之情 目送两人离开 林悟之所以急着走 当然是因为背包内的东西 出了基地再回基地 东西直接飞仓库 说起来 林悟是相信无敌基地的人品 忘恩负义的行为有 但相对来说比较罕见 作为基地老大 没有基本诚信 内外都不服 林悟担心的是 无敌基地 有人纠结战利品的问题 即使最终暗影拿走战利品 那也破坏了互相之间的信任与友好 其过程也让人尴尬和失望 与其说林悟小人 不如说林悟不想 介入一个可能引发尴尬的局面中 第85章 黑客 回去的路上 玛雅放慢了车速 两人才能勉强进行语言交流 但在交流过程 发生了一起尴尬事件 为了让玛雅能听见自己所说 林悟要凑到玛雅耳边 玛雅为了更好 一个头说话 结果导致了0.1秒轻轻地轻轻触碰 触碰之后 两人沉默数秒 林悟先找到话题 复活泉水能给水吗 玛雅道 我觉得 觉得不行 这是什么烂话题 林悟笑嘻嘻 石头惨了 又要拆一个仓库 有了复活泉水 石头必须拆仓库 否则基地有人死亡 石头就变成害死他的元凶 复活泉水是消耗品 一旦有人复活 复活泉就变成一个摆设 只能再拆除盖仓库 是噪音的主要来源之一 玛雅不善聊天 道 巨无霸应该是受到四次致命伤害后才能处决 要对付巨无霸必须有强力枪险 或者是自动步枪 或者是反器材狙击步枪 我担心未来游戏中 巨无霸的身份可能与现在的狂猛相当 从少见到常见 林悟道 在巨无霸出现前 从震动感觉来判断 我认为巨无霸的速度要低于狂猛 但是巨无霸的冲刺奔跑速度与狂猛相当 玛雅同意 狂猛可怕在耐力与速度 巨无霸强于力量 此外 巨无霸的动作很大 他不需要特意地召唤丧尸 也能很快聚拢附近的丧尸加入战场 作战期间 不能与巨无霸靠得太近 会被直接震倒在地 林悟道 嗯 被撕碎的哥们太惨了 玛雅 算是系统留情 如果保持高强度攻城丧尸规模 再配合上巨无霸 搭配上几只狂猛 今晚我们肯定守不住 还是流浪者明智面对七星工程 直接放弃基地 玛雅考虑建设绍塔 但山顶基地各方面都好 就是室外建筑单位太少 要建设绍塔 要么牺牲兵营 要么牺牲农地 玛雅问 你和沙纳去过县城 你认为 我们在一个多月时间内 有机会攻占县城的中型基地吗 林悟回答 难度很高 玛雅道 我们需要一份左线地图 林悟问 什么建筑单位会有地图 玛雅回答 市政厅 公交巴士等交通系统 林悟想起信号塔附近的公交总站 道 可以再去一次 什么 林悟凑近 我说可以再去一次 哦 玛雅不敢侧脸 生怕再来一下 如果两人都有想法 这种事挺甜蜜 如果两人都没想法 这种事比较尴尬 最糟糕的 当然是 只有其中一人有想法 凌晨三点 两人安全回到了基地 暗影定律 林悟夜出 基地就别想能安静到天亮 紫色宝箱 复活泉水 林悟回到基地就开始嚷嚷 于是基地的人全都起床 自动到后院篝火处集合 石头也很配合把东西从仓库申领出来 本打算长篇大论 赞扬林悟和玛雅此行成功 但一看复活泉水 石头险些枯出声来 又要拆仓库 七加二的基地 二就不用说了 七个小格子中 厨房 宿舍 病房 制作台占了四个 剩下三个单位是仓库 再拆仓库 基地物资上限将进一步被削减 只剩下40点 如林悟所想 石头是不能否决建设复活泉 好在拆除仓库后 除汽油资源外 其他资源没有溢出 苏石去做了一批汽油弹 消耗掉汽油包后 复活泉就这么建了起来 玛雅安排 明天白班优先搜刮建材包 明晚 林悟和沙纳 再去一趟左线 建造复活泉 需要十个建材 并且每天需要一个建材进行维护 石头还答应给无敌基地几个建材包 由于物资溢出缘故 工厂处还有四个建材包没拿 为避免被他人拿走 明天必须收掉这四个建材包 矿野农场玩家数量不多 想来还有不少食物包 医疗包虽然稀缺 但每天只消耗一个医疗单位 不着急 而大部分弹药包 已经被苏石做成了C4 接下来是重头戏 开宝箱 林悟很谦虚 我已经开了够多的宝箱 大家一问 一个就够多 石头立刻圆场 他意思是 别人还没开过 我看这个宝箱 由玛雅来开好不好 大家都没意见 玛雅也没客套 也没有林悟开箱之前的仪式感 伸手一翻 就打开了宝箱 宝箱内站立了一张转动的卡片 开箱者玛雅念叨 黑客技能书 啊 所有人都发出了惋惜之声 相比此前 林悟从蓝色宝箱开出来的前哨卡 技能书实在算不上什么 雪蛋道 我学黑客 你是想学 还是因为 大家都掌握了生活技能 你迫不得已学呢 马魂道 你一直说 想学战斗辅助型技能 黑客明显是后勤技能 你愿意长时间留住在基地吗 我 不知道 林悟见此 问道 要不我学 大家惊讶 你不是学了猎人吗 林悟看了一眼小刀 你惊讶什么 不是忘了吧 见到小刀恍然想起的表情 林悟泪奔 果然是忘了 林悟向大家解释道 今天杀了太多丧尸 领悟了博学多才的词条 可以学习两个生活技能 说着 把词条展现出来 玛雅也不知道真假 道 嗯 林悟今晚杀死的丧尸 足可以堆满教堂大厅 还有一些狂猛 对了 巨无霸也是林悟下的手 此前已经介绍过战利品的来源 石头不好做主 雪蛋 林悟 马魂帮雪蛋做主 雪蛋还想等等战斗技能 雪蛋有些抱歉的点头 林悟不在意 伸手拿过卡片 学了 学 大家道 卡片技能书具备顺学功能 卡片消失 林悟打开系统界面 看着黑客技能欲言又止 一脸的一言难尽 说呀 小刀忍不住踢林悟的脚 林悟看着满篇的介绍 道 可以制作和操控无人机 无人机分成侦查无人机 与查打一体无人机 侦查无人机需要钛合金 碳塑钢 铝合金 鎂合金 和高温合金各一块 查打一体无人机需要材料 根据挂件武器不同而不同 苏氏听完 一声不吭走到制作间 许久后出来坐下 我们先聊一下最简单的碳塑钢 它需要三种材料 分别是锡钢 铸钢和沸腾钢 以最简单的铸钢来说 只需要一片金钢 但是需要二十份铸铁 每片金链铁加入铜 铝和锡三种金链材料 才能制作出一份铸铁 金链铝需要废铝合成铝块 再合成才能做出金链铝 灵物阻止苏氏背书 哭笑不得道 知道了 第二个功能是升级电台 需要的材料不多 灵物展示给苏氏看 苏氏点头 确实不多 不过还缺一些电子元件 肯定不能让灵物负责收集集体材料 灵物到 第三个功能 制作个人电脑 个人电脑可以入侵各类系统 具体是什么系统 又如何入侵系统 请玩家自行摸索 第86章 霸王 在灵物说明黑客技能后 石头对此说出自己看法 道 黑客的后两个功能很实用 遗留在道路上的汽车很多 如果能够解锁汽车锁 我们就可以随意挑选汽车 说不定还能开上大巴车 纯纯的基地技能 需要材料多吗 灵物道 多不多要苏氏来鉴定 苏氏看了一会 道 比无人机要少 比升级电台要多 大部分材料即使有缺 收集难度也不高 唯独是电子元件缺口有点大 灵物道 不着急 够了再说 不够也不强求 说是垃圾技能吧 人家又强得可怕 要说是神技能 又对不起良心 总结一句话 技能虽厚 但用不上 苏氏道 黑客技能可以将电台升到三级 二级升三级 所需要的材料肯定很多 在升过二级电台后 再决定是将资源 用来制作个人电脑 还是升级三级电台 小刀看灵物 你的资源黑洞 灵物怒视 小刀无谓微笑 石头纠正道 黑客技能是基地技能 就算是无人机 也属于团队作战工具 不是灵物个人技能 材料由基地兜底 当然 无人机就算了 沙纳看灵物 不太满意 灵物诚实回答 嗯 相比捕兽家事件来说 灵物大有进步 虽然对黑客技能很不满意 但从心态上来说 要好得多 其中区别在于 捕兽家是灵物工作了 近一周的成果 黑客技能是随缘拿到的东西 不在于东西是否贵重 而在于人们对东西的重视程度 越容易得到的东西 越不会被珍惜 水是廉价的生命之源 钻石则是昂贵的垃圾石头 雪蛋有些过意不去 开解灵物道 最少不是困在基地的技能 灵物一笑了之 嗯 没错 臭手 看了一眼玛雅 玛雅正主 她知道灵物是开玩笑 但这反而导致 她不知道怎么回应这句话 一边小刀双手握住 玛雅的手闻了一下 对灵物 才不是呢 是香香手 石头知道该自己说话 道 好 会议结束 灵物和沙纳 明天夜班 明天白班多注意电子元件 先把电台给升了 散会 第二天上午十点 灵物正在基地附近 用捕兽加虐杀狂猛石 两辆汽车停在附近 灵物左手提了狂猛尸体摸东西 右手招呼道 嗨 翠宇 嗨 花生 你们汽油不要钱吗 翠宇笑道 你忘记了 我们基地每天会自动产油 花生 你提着一只无头狂猛 灵物 我知道 花生 别告诉我 这是暗影日常生活 灵物 不是 把狂猛扔掉 花生 上车 两车左拐开上教堂小道 停在教堂停车位 无所事事的石头 已经见到访客 走过来和两人握手问候 看向花生开来的汽车 这车有点牛 这是一辆 带着末日铠甲味道的吉普车 霸王 花生给石头介绍到 越野吉普车改装 耐久度是 普通车辆的三倍 特别加强了尾部 尾部撞击丧尸 对汽车伤害 减少60% 在被尸群包围时 是突围的利器 九个材料包运输格 四门加固 双倍油量 四个车门下方加装踏板 玩家甚至可以 不用进入汽车 花生踩上去 一手抓牢汽车上的扶手 一手坐手枪动作射击 花生探身在方向盘边一按 顶棚自动收起 不仅是敞篷车 在后车厢 还有一个武装台 可以自行加装武器 石头猜到了花生意思 没说破 改装车 成本巨大吧 花生不否认 即使有修车车间 即使有技能加成 兄弟们也是忙碌了一周 才凑够材料 无敌基地其他没有 就是车多 我们老大说 这辆霸王 就算是无敌给暗影的一点回礼 还请石头老大不要嫌弃 这么客气 里面坐 石头到 林雾 叫马魂回来 弄几个下酒菜 收到 翠宇一脸猛 什么下酒菜 石头笑而不语 请两人到后院桌椅落座 林雾身领来了一瓶 在公寓搜刮到的红酒 要说公寓楼就是酒多食物多 四栋楼 上百个冰箱 储存了大量的食材 不一会 马魂骑摩托车回来 和两人寒暄几句后去了仓库领食材 不到五分钟 六菜一汤出锅送到了桌上 石头拉马魂做陪 与翠宇和花生喝了几杯 花生拿着酒杯无比感慨 你们生活水平也太高了 鸡翅加两小时耐力上限 炖菜加一小时生命上限 红烧鲁鱼加两小时负重 石头谦虚道 没有 没有 平时我们就是晚上七八点整一个菜 晚班的沙纳 听闻有客人 放下书从宿舍到后院 和两人打了招呼 一起坐下聊天 石头这边聊起左线发展的想法 花生作为无敌基地的副统领 挺赞成鸡脚基地的想法 两家基地利用安全区 建造一个更大的安全区 不过现在 大家不清楚左线地利 不知道有没有成鸡脚的条件 花生和翠宇 还有一个任务是前往北上镇招人 对象是一名进阶钓鱼玩家 除每天可以给基地贡献两个食物外 他还能自制捞网 早起放下 傍晚收网 二世金鱼货不是问题 招募了这位玩家 等同基地 每天能增加三个食物 石头也知道这人 他轻轻说了一句 这人性格比较乖张 花生当然要追问 石头坦诚回答 这人不太合群 疑心病比较重 花生倒是豁达 说兄弟们脾气都很好 石头知道无敌的食物是最大问题 也没有再说什么 临走之前 暗影基地也没什么好送 石头就拿上三包建材 和两包食物作为回礼 大家将两人送到路口 挥手再见 而花生送来的霸王 就这样留在了基地 作为老司机 石头第一时间体验了一把霸王 按照石头的话来说 这车操控性S级 开起来特别爽 缺点只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加装了外壳装甲 速度有所降低 第二个缺点是烧油 比卫升级的越野吉普车 增加了25%的油耗 第87章 夜叹 晚上八点 篝火小会结束 林雾和沙纳开皮卡 前往左线 不汽车摩托车 一个原因是天气转冷 一个原因是 考虑到寻找地图过程中 可能拿到的五大材料 毕竟每个人只能携带一个材料包 汽车可以运载六个材料包 昨天和玛雅出任务 今天和沙纳出情 能直观感受到 两位女性性格天差地别 与玛雅在一起 如明月当空 安静自如 和沙纳在一起 如沐浴春风 轻松愉快 特别是因为 上次补兽家和橄榄庄园的事 让林雾开始正视这位搭档 不再把他当作空气或者影子 路过港哨 林雾去帐篷区跑了半圈 在小铁门放了一个补兽家 没想到招惹到四肢夜魔 只能逃之夭夭 对此 沙纳不知道如何用词语 来形容自己的夜间搭档 但她知道 林雾虽然没把他当空气 但也没把他当女人 一路上林雾对玩更有兴趣 对坐在车内和美女聊天兴趣不足 一路上林雾三次要求停车 再把汽车开过大桥 停好车辆 沙纳道 林雾 我们需要谈一谈 回去再说 林雾下车 与沙纳按照事先商议的路线 围着公交总站的外墙绕行 很快找到一个缺口摸了进去 公交总站也是可以占据为基地 基地是以主建筑为中心 公交总站的主建筑 是三栋连在一起的小矮楼 最高三层 最低一层 作为基地最大缺点是没有地理保护 一旦攻城 丧尸能从四面八方重向三洞 停车场停靠的公交车和大巴 反而会成为丧尸们最好的掩护 实际上 真是丧尸的藏身地 林雾已经和三只丧尸在 公交车拐角遇见爱 虽然下手果断 但每次要转角 林雾的心都悬着 即使有心理准备 转身看见 一只破烂丧尸满是破洞的鼻子 就在自己眼前 仍旧能林雾小心脏 吓得扑通跳 与沙纳出勤 为沙纳心跳次数为0 为丧尸心跳次数为N 好不容易穿过停车区 到达了建筑区 第一眼两人就看见了城市图 这是一张贴在告示牌上的公交路线图 一共有三路车 一路车走一号线到底返回 二号车走二号线到底返回 三号车走水溪三号线到底返回 沙纳指一号路的一个位置 那边公交站点名称是市政厅 再过去一站是警察局 三路车的终点站是城市最南部交叉路口 站点名叫消防局 由于城市图是画在告示牌上 沙纳只能拿出纸笔进行人工复印 林雾留守在沙纳身边进行守护工作 丧尸很多 为了节约销声器 不时的沙纳要停下来 利用母舰射杀靠近的丧尸 花费了20分钟记录了站点 但沙纳并不满意自己工作成功 她想拿到更详细的地图 最好是建筑分布图 这样就能直观地知道 哪个建筑适合作为基地发展 林雾直觉消防局不错 三路车汇集的位置 周边肯定有大量留人与商铺 沙纳道 但你不知道是不是孤立建筑 也不清楚建筑面积与高度 林雾 那就警察局 沙纳 不要那么随便好不好 公交总站这些地方属于市政厅管辖 应该会有更详细的地图 如果没有 我们只能去一趟市政厅 林雾道 如果没有 我们也可以回家 沙纳 我不喜欢放弃 林雾 我不喜欢送死 沙纳 你不喜欢是我发号施令 林雾 没错 沙纳无语 那你说 我们现在怎么办 林雾道 我们先把三栋楼搜了 如果没有发现有效地图 我们就开车前往市政厅 沙纳注视林雾好一会 点头 同意 和自己的提议 有什么区别吗 林雾道 开工 沙纳对着林雾背影滋涯 幼稚鬼 不一会林雾出来 在沙纳耳边道 上楼 经过缜密的搜寻 花费了大约一小时时间 林雾终于找到了一张城市俯瞰图 图刷在员工活动室的一面墙壁上 是通过飞行器在左线上空拍摄的数张图片 再用电脑技术加工而成 这图拍摄了左线80%的建筑 但是所有建筑都没有标注说明 沙纳拿纸笔复制 边画边道 市政厅是左线的中心 但是和其他建筑连接在一起 市政厅对面的带小花园的三层转角 写字楼不错 但建筑面积太小 这女人废话怎么这么多 你真有本事说有用的 点评没用的建筑有什么意义吗 要知道图片中99%的建筑都不适合建设基地 沙纳感觉到林雾表情变化 放下笔纸 示意 请坐 我们需要谈一谈 又来了 林雾坐下 沙纳道 我们是搭档 当你说的时候 我听 我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当我说的时候 你听 有没道理 林雾反问 我阻止过你发表意见吗 没有 但是你的表情和语气说明 你不喜欢我发表看法 林雾问 那你会听取我的意见吗 当然 林雾道 我的意见是 闭嘴 快话 沙纳忍着一口血 微笑点头 我接受你的意见 要说对沙纳有什么不满 林雾只会说一条 那就是 沙纳试图通过交流与交谈 来改变她的性格与想法 如同夏天穿棉袄 你说不能穿 有道理 因为很热 但是穿不穿棉袄 是我个人的自由 我自己决定 要不要穿棉袄 而你不能 因为你觉得不对 就来改变我的想法 沙纳回头 看了林雾一眼 道 我很好奇我做错了什么事 让你心情如此不好 林雾回答 你可以当组长 我会全力配合 你工作 但你必须为我们二人 小组负责 同样 我可以当组长 你必须全力配合我工作 我会为我们二人小组负责 沙纳道 我没有想当组长 我更喜欢和你建立互相尊重 有事商议 一起决定的搭档关系 林雾道 我们又不是夫妻 何必把精力浪费在这些小事的讨论上呢 你说我做 或者我说你做 沙纳想了一会 回答 可以 我当组长 你如果对我安排有意见 我允许 你提出自己的建议 你在推卸责任 假设真出事情 你就会责怪我 为什么没提出意见 作为组长 第一个任务是让我们都活下来 第二个任务是完成工作 好的 我组长 我负责 沙纳说 晚拿起纸笔继续工作 接下去时间 两人都没有进行任何交流 当沙纳工作进行一半时 坐在门口看守长廊的林雾道 沙纳 对不起 我态度不好 和你抬杠 是我自身原因 与你无关 我接受 沙纳看向林雾道 即使你不愿意解释原因 第88章 夜查 林雾说明原因 我前女友总想改变我 同学生日宴群发 邀请全班 我应和同学不熟 决定不参加她的生日会 我前女友认为 出于礼貌 我应该出席 打篮球时候 别人故意撞我 我找机会撞了回去 我前女友就和我说 狗咬了你一口 不代表你要咬狗一口 林雾道 而每次她的开场白就是 我们需要谈一谈 是我太敏感 听到你说这句话 我立刻产生逆反心态 沙纳不治可否 道 我问个问题 你怎么看待前女友 林雾道 很认真的说 她是一位很出色的女生 非常优秀的女友 本应是我高不可攀的女神 沙纳道 我没有改变 你的意思 我认为 我有很多不如你的地方 需要你的建议 而你经常会开小差 需要有人约束你 比如说 你获得补兽加设计图的过程 浪费很多时间 但因为 你获得了设计图 导致让我无从说起 林雾明白了 再比如我今天我一路上和夜魔打招呼 和狂猛玩家子 拿爆丧链枪法等 沙纳道 我理解你游戏心态 但是 我更想专心完成玛雅和石头交代的任务 我希望能把事情做到最好 林雾点头 同意 沙纳问 那我们没事了 伸出自己右手 林雾站起来 走过去 和沙纳握手 没事了 一分钟后 沙纳 嗯 林雾道 我提个建议 你说 林雾道 不要画了 为什么 林雾道 就算你画了 我们也要实地跑一趟 既然要实地跑一趟 为什么要画呢 沙纳沉思 有道理 林雾道 我们跑一趟二路 二路一面靠河 万一汽车废了 我们还可以走江滨公园 你为什么不早说 林雾道 你看 你一边说需要我的建议 而我提出好建议后 不仅没有获得感谢 反而被你埋怨 沙纳再次无言以对 无奈 把纸笔一收 站起来道 谢谢 我们出发吧 林雾明智没有再多嘴问 既然快画完了 为什么不画完呢 考虑周祥的人 更容易遇见选择问题 更容易纠结选择得失 其中部分人还有强迫症 必须让自己执行最优方案才舒服 可是 既然遇见了选择 说明两个方案存在的利点 差距不大 如果沙纳是一位完美主义者 她就不会进行素描复印壁画 因为只有找到系统地图 她才能满意 如果沙纳是一位教条主义者 她会画完壁画 因为她不确定 还能不能获得比壁画更多的信息 而大部分人 既不是完美主义者 也不是教条主义者 他们面临选择时会产生更多苦恼 举例 有两位男子追求一位女生 两位男子条件都不错 女生对他们都有一定好感 为此她很苦恼 一旦女生在选择上苦恼 她就有大几率悲剧 因为她无论选了I还是B 在未来痛苦时 有可能会后悔 为什么当年没有选择她 而是选择她 但在她幸福时 她却不会庆幸 自己为什么选择她 而不是她 林悟曾经陷入两难抉择之中 那位离婚大叔 以人生经验告诉她 当你面临两个艰难选择时 最好办法就是随便选一个 如果选择后马上后悔 那就换一个 因为你潜意识 更想选择另外一个 如果没有马上后悔 那就坚持下去 或许你选择的路不好走 但是没有被你选择的路 可能更难走 二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 两人在信号塔上观察 发现二号公路的丧尸 并不密集 或者是为巡逻失朝让路 或许丧尸被裹进巡逻失朝中 唯一要面对的问题 是失朝 沙纳道 走左边人行道 飞机动车道 林雾道 右边人行道下缓坡 可到江滨公园 但丧尸数量 比左边人行道要多 这两个选择都不是好选择 有什么想法吗 林雾 这取决你开车技术 如果技术没问题 我们就走主路 遇见失朝 将车开上人行道 绕过失朝 车速要快 狂猛速度接近40 绕道过程不能低于40 人行道边每10米 有一棵景观树 一旦撞上 我们会被失朝淹没 沙纳拿着沉默者观察一会人行道 问题不大 但是无法肯定 人行道上会不会出现障碍 比如 有一辆违章停车的汽车 林雾 你有左右两个选择 两边人行道 都有障碍的可能性 应该不大 沙纳再看了一会 一掌拍在林雾的背包 姐姐带你去兜风 作为一位复古摩托车业余赛车手 沙纳的驾驶技术非常不错 她的不错和石头的老司机不一样 老司机更擅长处理突发情况 而沙纳操控汽车技术更佳 沙纳告诉林雾 即使是简单的将汽车开上人行道 也有车轮以多大的角度开上路牙的技术要求 第一次绕道上路牙 因为不能减速 强大的冲击力让林雾非常不适 面对这样的冲击沙纳也不舒服 但她牢牢抓住方向盘回答 避免汽车撞上路边的墙体 避开人行道上的丧尸 看准时机从两棵树中间下路牙 回到公路 每一次绕道都是一次考验 沙纳把所有专注力都放在驾驶上 专注的女人最漂亮 即使是林雾也不由多看了两眼 当然林雾专注力不在沙纳身上 她在注意两边的情况 因为随时需要抛弃汽车 朝左进社区 还是朝右去江宾公园 直接关系到两人的生死问题 十分钟后 汽车到达了左线中部 这边有一条连接水溪的大桥 大桥口是一个转盘 林雾手指警察局 这不是警察局 而是一个水井警署 警署坐落在桥头附近 是一个单独建筑 两层高 沙纳顺着转盘绕圈 地形不错 可惜建筑面积小了点 林雾道 不应该是建筑不错 地形差了点吗 沙纳看林雾 本组长第一条规定 抬杠罚款 林雾挤下笑容 走吧 沙纳手指 你看路标 过大桥到水溪 再直走五公里左右 有一个巨木厂 林雾道 巨木厂 嗯 巨木厂莫非就是汽车修理厂 沙纳不理解 林雾解释 说的是无敌基地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基地 具备汽车 汽油优势 但是地处偏僻 周边没有商业街 居民稀少 巨木厂肯定不能建设在生活区 沙纳道 不是优选 林雾 嗯 不是优选 过了转盘 双向四车道 变成了双向六车道 中间增加了绿化带 这大大增加了沙纳的操作空间 越开越有感觉 一路开下来 沙纳颇为惊喜道 这段路很适合驾驶 道路加宽 丧尸的密度大大减小 道路上也没有废弃的车辆 代表着城南和城中 可以建立汽车交通线 快到城南 林雾指 有信号塔 看见了 沙纳 开车到达信号塔附近转了一圈 控制速度把丧尸拉走 再通过车速甩掉他们 将汽车直接开到了信号塔下 林雾下车发现十几米范围内 没有一只丧尸 佩服道 有一说一 你开车技术真好 沙纳问 我什么不好 林雾 抬杠罚款 沙纳再次无语 只有魔法 才能打败魔法 林雾一马当先 爬上直梯 第89章 早会 信号塔 上林雾吹着冷风 意气风发 指点江山 啊 好高 林雾时常地抽风 让沙纳递恩赐福额 定位了吗 不要和他一起风 他就风不起来 要比他更风 你就会被他鄙视幼稚 林雾回头看沙纳 你有没有发现路灯 沙纳忍住不揍林雾 回答 经过两次仔细观察 我发现确实有路灯 林雾没听出沙纳话中有话 转头看夜景道 但凡路灯明亮的地方 其周边为繁华地带 但凡路灯昏暗的地方 多是公路公园 少有建筑 这自己真没发现 沙纳庆幸自己没动手 拿了四倍镜查看一会 果然如林雾所说那样 不仅是二号路如此 城区内部也是如此 社区的光线较为昏暗 穿插在县城中的道路比较明亮 最明亮的区域是市政厅附近区域 除了市政厅外 一、二、三号三条道路的南部交汇处也格外明亮 沙纳拿出之前画的图纸 招呼林雾和她一起趴下 借用手电查看地图 再结合实际地形 消防局在道路北面 左右有十家商铺 左边商铺连到道路 右边商铺连到湖边 消防局的对面是一个大型商业区 沿街是大量商铺 内有警署、超市、小型写字楼 商业区为川字地形 一共有三条道路 沙纳将和消防局连接的道路 标注为四号路 然后是五号路和六号路 在六号路西面还有加油站 五层写字楼 写字楼后面是一个占地不小的工厂 在六号路的南面是住所 沿路分布着很多中型别墅 五号路无疑是社区的中心 贯穿了整个商业区 沙纳推测五号路是步行街 汽车开不进去 从这些方面来看 消防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基地 其本身有三层之高 占地面积很大 俯瞰大半个商业区 不过信号塔位置 无法判断消防局的防御能力 能观察到的是消防局基地一个大问题 四号路是车祸现场 一路上摆满了报废的各种车辆 比北上镇死亡地带还要密集 可以称得上汽车废墟 此外 四号路上丧队也非常密集 十几二十只为一队 在汽车废墟中巡逻走动 每隔十分钟就有近百的失巢经过 沙纳道 失巢间隔的十分钟内 必须拿下消防局 可以推测 消防局内部有很多丧尸 一旦四号路丧尸加入战斗 玩家会被缠住 领悟道 还不确定安全区面积有多大 覆盖的面积有多大 占领基地前 必须将安全区范围的丧尸杀光 沙纳摇头 这样交通地形 很难通过汽车拉走丧尸 基地位置十分 攻占难度也是十分 第二基地选择是棒球场 两人驱车过桥到达水溪南部 花费了不少时间对棒球场进行观察 棒球场位于T字路口左下方 是一个以广播室 教练席 球员通道和更衣室等 组成简陋L型建筑 棒球场优势在面积很大 相信有很大的室外空间 两面巨墙拼接保护了东南方向 L建筑主建筑进行了铁丝网加固 让L建筑成为天然的哨塔 玩家可以在L建筑中穿插活动 缺点是没有多少室内空间 此外 棒球场建设在挖地 比T字道路还低了四米 棒球场西北方向开放式的大平地 总结来说 棒球场是一个一言难尽的中型基地 你说它垃圾吧 它的防御能力很强 说它防御能力很强吧 西北方向完全没有防护 说没有防护吧 L建筑的畅通可以让玩家迅速转移 包围西北方向来得丧失 而且身处L建筑中 设计非常广阔 几乎覆盖了安全区 既然到了水溪 两人驱车前往巨墓场 期间撞了一只丧尸 汽车掉了一些耐久度 到了巨墓场附近 加了一次油 巨墓场的优点和缺点一样明显 优点是厂房宽大 后院宽大 相信可建筑单位 比消防局乃至棒球场还要多 缺点 东南西栅栏各有一道门 北面虽是河 但河不深 丧尸可以探河超后 但是 如果能在户外两个点建立哨塔 就可以覆盖全区域的设检 巨墓场附近资源不算少 在巨墓场附近有很多工厂 还有火车中转站 距离水溪一处小商业街 只有一公里 经过一夜的工作 沙娜和林雾带着这份成绩 回到了基地 期间汽车全毁 两人在江滨公园放了半小时的风筝 利用护栏才将追击失群团灭 林雾具备的单刷两只以内狂猛的实力 只是活下来的基础 脱离交战状态后 两人摸到全毁汽车边 林雾清除附近丧尸 沙娜用修车工具 把汽车耐久度修复到25% 而后逃之夭夭 25%耐久度的汽车 没有车门 没有挡风玻璃 引擎冒烟 耗油上升 一路上多次被路边的丧尸偷袭 好在沙娜驾驶技术过硬 最终两个半残之人才得以活到基地 综合来说 问题在于 沙娜战斗力偏弱 林雾不怕丧尸强 就怕丧尸多 如果沙娜能具备小刀和玛雅正面 硬钢丧尸的能力 两人具备全身而退的实力 当然 玛雅安排两人搭档的目的是前行 暗杀和逃跑 并不是为了正面硬钢丧尸 玛雅和石头 就挤出基地 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清晨七点 石头召集大家开会 希望能集思广益 以早日确定目标和策略 可以进行针对性的进行生产与工作 玛雅 以下是我个人分析 消防局的建筑单位 不会比山顶基地多出很多 特别是室外单位 或许只有两个 三个 不会超过四个 周边物资非常丰富 要拿下消防局 必须在四号路对面的商业街楼顶 安排枪手用枪声引走道路上的丧尸 枪手要通过楼顶移动保护自己 在基地建立之后 枪手很难在短时间内进入基地的安全区 根据我的计算 最少需要两名枪手 玛雅 棒球场可建设室内单位少 室外单位多 周边资源多 占领难度较低 此外 棒球场射界开阔 有利于枪支的发挥 丧尸无法直接攻击玩家 必须突破铁门 绕到看台后方 才能对看台上的玩家进行攻击 因此 棒球场防御能力较强 在拥有强大火力后 棒球场是我认为 守城难度最低的基地 缺点在于 棒球场四面通风 缺少建筑物带来的安全感 此外 因为地处挖地 日常值班人员会比较辛苦 随时要处理侮辱安全区的丧尸 林雾补充道 我们观察了十几分钟 认为在棒球场安家的话 必须配备哨塔 哨塔可以比较轻松消灭 侮辱安全区的丧尸 但必须安排哨兵24小时值班 否则落过一支尖叫 在基地附近嚎一嗓子 梯子道路上的丧尸 全部会汇集而来 第九十章 堡垒与真相 玛雅点头表示 收到林雾补充说明 继续道 锯木场 资源偏刻 与物资区有一定距离 可以接受 我认为 锯木场的建筑单位 远比消防局和棒球场多 我猜测 锯木场每日会提供一定建材 因为我判断 锯木场是一个塔房式基地 玛雅 防御力强弱 与哨塔有直接关系 必须建设双哨塔 哨塔主要作用是应对工程 因此 不需要棒球场那样24小时工作 缺点在于防守 锯木场的首方 没有任何地理优势 除双哨塔外 其他人员必须在地面和丧尸交锋 丧尸将从四面八方进入基地 石头问 消防局的防御能力怎样 玛雅道 消防局是三层建筑 右边有围墙圈起来一片空地 左右连接商铺 不用考虑左右防守问题 前门是不可突破的系统围墙 但是开了两道门 一道在建筑正面 一道在侧面空地正面 必须牺牲一个空地单位 建设哨塔 后门和前门类似 也有两道门 玛雅道 如果是高强度守城 我建议放弃一楼的所有设施 全员退守二楼 守住唯一上行道二楼的楼梯 沙纳补充道 我在外面看了一眼 目测楼梯大约两米宽 一楼的高度在三米六到四米二之间 石头问 也就是说可以守 但是必须放弃一楼的设施 玛雅点头 是的 石头问 哨兵怎么办 玛雅道 可以用飞系统方式 从三楼牵引绳子到哨塔 给哨兵留一条撤退道路 面对三个 有着显著优缺点的基地 石头看向大家 问 大家有什么看法 林雾举手道 作为一位优秀且合格的侦察兵 有必要说几句 就我个人对现场判断 拿下棒球场的难度最低 其次是锯木场 消防局难度最高 玛雅提出用两名枪手持续开枪的方式 引走四号公路的丧尸 我可以当一名枪手 谁来当第二名枪手呢 林雾道 另外 扣除两名枪手之后 其他人必须采取暗杀的方式 处理安全区范围内的丧尸 安全区包含了多个店铺 消防局主楼 侧面的空地 后门覆盖区域 普通丧尸不会爬梯子 但狂猛具备一定智商 或许他能找到到达楼顶的办法 我们能在各建筑楼顶上来回穿梭 狂猛也能做得到 林雾道 两名枪手能坚持多久呢 我和小刀荡枪手 能对付少量狂猛 那工程人员如何分配 才能尽快安静地解决安全区内的丧尸 我个人认为 以我们现在的人数和装备 要攻打消防局 难度非常高 小刀惊讶道 你说得很好 这完全不符合林雾的性格 一或者零 林雾选一 他不会去考虑 为什么要在一和零中去选 沙纳看林雾 林雾笑嘻嘻 纯抄袭 是沙纳的观点 沙纳接口道 是的 我认为 你目前暗影基地的实力 不足以拿下消防局 玛雅道 你的想法是巡航渐进 先拿下棒球场 在我们收人发展之后 再图谋消防局 沙纳问 为什么不是巨木场 玛雅道 巨木场属于安逸生活型基地 棒球场需要哨兵24小时值班 虽然很累人 但可以锻炼玩家的射击技能 沙纳道 我们建议联合其他基地 拿下消防局 石头觉得沙纳所说很有道理 道 没错 山顶基地 就是我们暗影与农场基地 联合行动才拿下来 目前 我们与无敌基地 有比较稳固的合作基础 我可以就此试与他们沟通 看他们有没有合作的意愿 沙纳道 难在无敌本人 是在小工厂当统领 还是到大工厂当小店 不是每个人都和玛雅一样豁达 我来除脸 石头道 即使无敌不同意合并 我们还有流浪者可以选择 等灵雾把电台升到二级 应该可以和流浪者重新建立联系 再不行 我可以到北上镇收购小基地 再再不行 我就直接招收有实力的玩家 此议题结束 下一个议题 玛雅道 今晚八点 我们将对二号楼血液展开攻击 苏石已经尽最大努力 做出了12枚C4炸弹 我们会同时引爆剩余7根管状炸弹 此外 苏石还用边角料 制作了三颗汽水罐炸弹 20个燃烧瓶 我今天完善作战计划 晚上7点30分 开会分配具体工作 玛雅道 夜班休息 白班上班 今天是周一 小刀和灵雾举手 玛雅点头看石头 石头道 散会 挑水的工作 在小刀和灵雾看来不算劳动 两人打得闹闹 不识高歌一声 浑然没有半点漠视的觉悟 他们的注意力和别人不同 见到水桶内的一只小鱼 他们能蹲着讨论和玩上十分钟 见到丧尸 某人突发奇问 需要多少小石头 才能将丧尸砸死 于是 小刀将丧尸摔在地上 两人轮流拿石头砸 砸死丧尸的人 可以少挑一次水 如果能见到难得一见的狂猛 两人会毫不犹豫 将水桶一扔上去抢怪 回基地之前 两人还会吓住石头在干什么 赢家可以少挑一次水 但只是少挑水 不是少走路 赢家必须陪伴书家一起走 石头就不知道 这两人是怎么想的 空手跑两趟 为什么不能带上四桶水呢 对此 小刀和灵雾的回答是 这是赢家的奖励 挑水工作结束时 白班送来一车电器 苏氏破差后 叫住要出门找狂猛的灵雾 老林升级二级电台 灵雾和大家都没想到 升级一次电台 需要一个小时 灵雾镜坐在电台前 傻傻看了一小时的进度调后 系统宣布升级成功 在教堂的楼顶 多了一个接收信号锅 最大变化 多了可视通话系统 并且系统赠送了一个 类似21世纪手机的东西 现在 只要玩家使用手机 就可以实时与基地进行通话 基地也能看见 手机所拍摄的内容 电台在升级之后 也改名叫指挥所 信号覆盖半径达到8公里 此外 指挥所还能收听系统广播 系统广播 一共有两个频道 一个频道是堡垒公司频道 比较重要的内容是 堡垒公司生存指南小贴士 两个紧挨在一起的小安全区 比一个大安全区好 用汽车撞击狂猛 被普遍认为 是一种高效安全的手段 巡逻师群 具备一定的智慧 或许吧 谁知道呢 红眼丧尸的智慧 超过普通丧尸 第二个频道 是名为真相的组织 这是一个藏匿在飞翼区的组织 他们认为是 堡垒公司制造了丧尸病毒 堡垒公司招募佣兵 派遣特工 深入疫区目的是毁灭证据 他们拥有一只志愿者 组成的真相特工 同样深入各地疫区 寻找病毒真相 并且试图从中找到 制作疫苗的方法 两个频道互相攻击 互相嘲讽 他们都请还在疫区生存的人类 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帮助 第91章 略过不影响观看 第92章 血液之战 在堡垒公司描绘中 十个人类非疫区隔离区的人民生活 是井然有序 物资充足 并且直接称呼真相组织 为恐怖组织 真相组织描绘的 非疫情隔离区人民生活 则非常悲惨 堡垒公司完全控制了 非疫区话语权 与官方合伙 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 普通人每天能分到的食物很少 缺少药品 居住环境很差 小刀 我认为真相的话可信 领悟抬杠 我认为堡垒的话可信 在面临末日压力时 通过高压管理社会秩序 情有可原 真相说 每天分到食物不多 缺少药品 说明官方每天仍旧给民众 提供食物和药品 也提供了居住的场所 只是真相认为 发放的食物和药品 数量太少 刹那道 这次我站对小刀 假设不提供食物和药品 会发生什么 普通人会活不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会起来反抗 给予不多的食物和药品 能有效分化不稳定的人群 石头问 你们不用干活 这么闲吗 大家一起看小刀 小刀切 石头 你就欺负我 一个人是不是 灵雾和沙那是夜班 石头忙道 没那意思 等下烫车回来 你跟着去就好 小刀问 石头 你怎么看 石头道 堡垒和真相 都有自己立场 他们基于立场所说出来的话 肯定有水分 但也有石化成分 只要你们综合他们 都同意的信息 就可以得到一些正确的信息 灵雾不解 有都同意的信息吗 石头道 堡垒说 井然有序 真相说 高压统治 说明隔离区 保持了良好的秩序 物资充足 和物资不足 说明隔离区 拥有一定的物资 并且是可以持续生产的物资 双方都同意 双方都同意堡垒公司与官方合作 至于堡垒是不是控制了官方和话语权 这里存在冲突 也说明了真相的宣言注水 石头道 堡垒公司就算控制了官方 也会尽可能地掩饰 很难通过一件事去界定堡垒公司的行为 真相因为立场不同 会将事情推到堡垒公司的头上 由此获得了堡垒公司控制官方的结论 事实是 真相只是笼统地说了情况 没有精确到某一件事进行详细说明 说明真相掌握的信息不多 最少不足证明堡垒公司控制了官方 石头道 但真相的话更容易引起共鸣 人的妄欲是无限的 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总是缺少了一些东西 如果能将自己缺少物资的原因怪责别人 而不是自己 那他们会很开心这么干 可以听出堡垒公司也不是好东西 他拿不出一件事 说明真相是恐怖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 先给真相阻止扣上帽子 让自己站立在道德高地 说明堡垒公司对真相的说法 感到心虚 林雾敬佩道 你懂真多 石头 那是当然的 不要都围在这里 林雾 拿上手机送到工厂 我要督工 林雾 想玩新玩具 石头道 多少让我有点参与感吗 大家累了 我还可以唱歌给大家听 切 林雾走人 小刀一会 坐车带过去 刚拿到手机时 白班人都很新奇 抢着和屏幕前的石头打招呼 可惜热度也就三分钟 十分钟后 玛雅实在忍受不了石头的问题 直接把手机关机 在基地附近 林雾正在练习抛头捕兽家 完全没有进展 相比之下 林雾还是更喜欢用捕兽家拍脸 但在和难得一见的血丧尸过招中 林雾发现 这一招并不好用 捕兽家是套在了血丧尸的脑袋上 但是因为手部距离太近 造成了病毒感染 这让林雾想起了 自己曾经对战的血狂猛 血狂猛在没有直接对自己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所带起的掌风能让自己感染丧失病毒 林雾一路溜达到工厂 就此事和玛雅进行交流 血液炸了之后 血物带有病毒吗 扩散范围又有多大 玛雅无法回答 一切都需要试验 林雾道 405房间是血液所在房间 我此前在搜刮工厂办公室时 得到过一条信息 405房间的主人是一位军迷 他拥有一把名为突袭者的突击改装步枪 但容量为150发 即是我点火炸死了血液 我不认为这把枪会直接飞到我的背包内 长枪不静待 玛雅知道林雾想什么 要搜血液尸体 只有宝箱内的战利品 才会直接进入玩家的背包 林雾点头 时间只有一分钟 血液受到攻击后 会没由来地刷出血液丧尸 直接刷在附近 血狂猛和狂猛虽然动作 速度一样 但是防御力数被与普通狂猛 与他近身会被感染并不 林雾的说明让玛雅有些头疼 血液受到伤害 在很短时间内 丧尸会占据整个屋子 这时候驹摸尸 简直是找死 玛雅当时和林雾一起出情 林雾从窗口落下时 玛雅看见一堆的丧尸朝下跳 因此 玛雅知道 血液召唤出来血丧尸的数量 玛雅道 第一种可能 一发入魂 血液瞬间死亡 无法召唤血液丧尸 但是周边有很多普通丧尸 肯定会汇集到爆炸点 不会给玩家摸尸的机会 第二种可能 血液无论是否死亡 他被攻击就会源源不断地刷出丧尸 林雾问 有什么区别吗 反正炸后一屋子的丧尸 玛雅看林雾道 延迟点火 延迟点火 玛雅道 延迟数秒 你进入房间后 攻击血液 逼迫他召唤血液丧尸 这时候就立刻点火 将他召唤来的丧尸和血液 一同炸死 林雾道 时间上很难把握 丧尸速度也有快慢之分 我估计 用我们手头的炸弹 最多能杀光405所有的丧尸 不太可能炸毁整栋楼 玛雅沉阴片刻道 你让我想想 林雾道 慢慢想 我走了 这一天 玛雅无心工作 精力全部放在今晚的行动上 好在工厂只有最后一点材料 下午一点白班收工 回基地休息 为晚上的行动养精蓄锐 玛雅与石头沟通后 分别与沙纳 小刀 马魂与血弹 进行私下沟通 他认为 在给别人安排危险工作之前 有义务说清楚情况 伴随着每个人态度的明朗化 玛雅也确定了今晚的作战计划 晚上7点30分 沙纳骑车带着灵雾 将二号楼附近刷新的盲符弄死后 回到基地 玛雅让马魂提供两小时生命上线的食物 和以往不同 这次食物上来后 玛雅为了利用食物带来的增益时间 吩咐大家出发前再进食 玛雅拿出自己画的作战图 指其中一个小人道 雪蛋 你的任务是 激怒血液 让血液召唤血丧尸 在此期间 你要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在临死之前 引爆炸弹能获得最佳效果 玛雅道 之所以选你 是因为你是玩家中 唯一能穿防咬衣 而不受重量影响的人 其次 你可以抡起两次锤子 在动作过程中 你处于无敌状态 能多争取三秒左右的时间 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增加更多时间 雪蛋道 我不怕死 我担心的是死的没有价值 我没有把握 在死之前 完成点火工作 玛雅道 那就只能采取第二种办法 先点火 再攻击血液 由于苏石只能做出15秒的影线 你必须尽快激怒血液 你不能跑 你一跑 丧尸就会追击你 你必须要死 你是一号 雪蛋点头 没问题 玛雅道 二号沙纳 在天台放下两根绳子后 原地等待 三号灵雾 进入305潜伏器中 四号马魂 位置在二号公寓楼后门 五号小刀 位置在405下方 玛雅 第一步 灵雾零血弹到达405房间 第二步 灵雾前往305房间 第三步 沙纳垂降到405窗口 注意 血弹开始攻击血液 在大楼轻微震动 也就是雪弹触怒血液后 沙纳点火 并且立刻返回楼顶 玛雅 第四步 爆炸发生后 灵雾在305房间 点燃多个爆竹 人从小阳台窗口出去 用沙纳放好的绳子 与沙纳一起进入405房间 这一步很危险 谁也不知道 房间内有什么 是否进入房间 有你们自行判断 如果认为非常危险 立刻锤降下车退 注意 雪弹已经用掉了复活泉水 玛雅道 马魂 你在305房间发出爆竹声后5秒 启动摩托车 尽可能发出声音 环绕二号楼转圈 你也要小心安全 自行判断丧失聚拢情况 如果回击地的道路被封堵 你就先撤到安全地带 玛雅 小刀 你的任务是救人 虽然有绳子 但是无法确定 是否有其他突发情况 沙纳和灵雾 有可能要跳楼求生 这时候就需要的你 用力量将他们推到一边 专注专注还是专注 千万不要被他们砸死 小刀连连点头 问 如果他们同时跳下来呢 玛雅想了好一会 转头看灵雾和沙纳 你们不许一起跳 灵雾举大拇指 好办法 玛雅脸一红 她确实没想到 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 玛雅继续道 这次行动 每个人都有危险 很可能发生计划外的情况 到时候 只能由大家自行处理 石头 你就等在皮卡边 拿好对讲机 随时准备接应 苏石坐镇电台 苏石和石头举大拇指 表示明白 在确定每个人了解自己的私质后 玛雅继续道 接下来 我们要完善行动细节 晚上8点30分 两辆车开到商业区附近 六人下车 马魂和小刀从皮卡上拿下摩托车 石头开霸王返回基地 玛雅和沙纳 双弩清理出一条道路后 行动正式开始 到了2号公寓楼 玛雅和马魂留下 玛雅倾脚周边丧尸 小刀到405下方等待 其他人跟玛雾走 玛雾虽心性爱玩 但真做起事来 还是非常稳重 不紧不慢地处理掉楼梯和楼梯附近的丧尸 到了4楼楼梯口 雪蛋留下 玛雾将沙纳送到天台 两人合力清理干净天台丧尸 玛雾回到4楼 引领雪蛋到405门前 让雪蛋稍等 自己单独摸进房间 依仗着手电和狠辣的处决 很快就将405内的丧尸 清扫一空 雪蛋进入405房间关上门 两人来到了卧室 卧室的血液 还是那个血液 多日不见 没有任何变化 灵雾和雪蛋打开背包 将一捆捆炸弹 贴在血液所在的墙壁上 再将导线拉到窗外 伸出小阳台 在做好一切后 灵雾摸到了305房间 清除干净房间的丧尸 在房间内点燃了火把 身处霸王汽车附近的玛雅 见到305的火光后 随之点燃自己手上的火把 见到玛雅方向出现火光 沙纳垂降而下 脚踩在405小阳台的护栏上 左手捏住导火锁 右手拿出打火机 雪蛋对阳台沙纳做个手势 深吸一口气 拿起大锤砸在血液上 这一击就让整栋楼轻微震动 瞬间 405外转来了血狂猛的吼声 雪蛋拿上大锤用 身体堵住卧室入口 沙纳点燃导火锁 抓了绳子拼命朝上爬 不清楚雪蛋遭遇了什么 不到10秒时间 雪蛋已经宣告死亡 魂魄出现在复活拳中 进入复活倒计时 一声巨响 躲在305房间角落的灵雾 被震倒在地 她立刻站起来 用火把点燃爆竹扔到客厅 再跑到小阳台 抓住左边的绳子 爬上了405房间 此时 沙纳也从天台垂降到405房间 两人跳下护栏 从小阳台进入卧室 骇然发现 血液竟然还活着 即使卧室空气 中血液的浓度非常高 两人还是看清楚 墙壁上那颗正在跳动的血液之星 沙纳忍不住道 这都不死 某某 打火机 灵雾将背包翻到正面 掏出两个燃烧瓶 将其中一个点燃 扔出卧室外 阻挡住想进入卧室丧失的脚步 再点一个砸在血液上 血液着火后 大楼再次震动一下 灵雾不敢怠慢 点燃了燃烧瓶 就朝地上扔 不仅可以烧到血液 还可以阻止血液援军 你先走 这么多炸弹 没弄死血液 灵雾不奢望几个燃烧瓶 能起到作用 跑到阳台 顺着绳子而下 玛雅见此情况 知道今晚行动失败 立刻上车点火 准备接应众人 一只血狂猛突破火墙 扑向灵雾 灵雾哪会怕他 一巴掌盖上一个捕兽家 飞起一脚 将它踢进两米外的火海中 在一股脑 掏出四个燃烧瓶 全部砸在火中 爆疼的火焰 铺满了整个房间 即使如此 第二只血狂猛冲 过火墙追杀而来 浑身着火的血狂猛将背对自己 正准备逃跑的灵雾扑倒在地 灵雾双手够不到血狂猛 被血狂猛一口咬在肩膀上 血狂猛咬住不松口 疯狂吸食血液 而灵雾感染值直线飙升 从零到九十 仅仅花了四点五秒时间 灵雾自知无法幸免 朝外大喊 三炷香 第九十三章 就在灵雾 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 血狂猛化成灰烬消失 无影无踪 灵雾翻身看去 只见所有的血丧尸 全部消失 再看血液 他已经从原来的血红色 变成了死灰色 没有脉搏 没有悸动 显然已经死透 了解目前情况后 灵雾看着阻挡自己前进的火焰 心急如焚 原地踏步 焦头烂额 谁TM扔这么多燃烧瓶 好不容易等到火苗小一点 灵雾立刻冲过去 抱住血液 上下起手 疯狂摸了起来 好在楼下的马魂炸接给力 噎死人的魔托轰鸣声 将丧尸都吸引到了他身上 血液血轻 可制作五个单位血清 一次性清除所有感染 据说堡垒特工和真相特工 高价悬赏收购 均用背包 可替换普通背包 均用背包重量0.3公斤 普通背包为1公斤 此外 均用背包有左右武器架 意味着玩家可以带两套武器 并且随时取用 是否更换 换 此外 还有急救箱两个 五十子弹四发 止痛药若干 绷带若干 隔音技术技能书 每天降低25基地威胁度 不可叠加 不可升级 突袭者全自动步枪 7.62毫米子弹 150发大容量弹匣 杀伤力75 精度50 射速85 射程150米 静音时 这把武器最出重是150发弹匣 85射速和75杀伤力 85的射速代表20秒内 可以打光150发子弹 拥有75杀伤力的突袭者 在20秒内能造成成吨的伤害 比较要命的是 突袭者掌控值只有15 这代表着 在连续射击的情况下 因为后座力的影响 子弹出呈现散射状态 无法保证准确度 下面的人 一直在切换看基地系统信息 看目的没见灵雾死 看阳台又不见灵雾逃 又不敢大喊大叫 只能急得只能在原地转圈 在玛雾准备呼叫石头支援时 终于看见了灵雾 只见灵雾出现在阳台 抓了绳子朝下滑 下方的小刀伸出双臂 抬头看着灵雾 时刻准备接住灵雾 灵雾挨压一声松开绳子 小刀抱了一个空 灵雾从两米高的地方落在地上 小刀气愤地拉起灵雾 没想到灵雾却不配合自己 疯狂朝玛雾挥手 玛雾立刻开车过去 一个漂移将汽车停在三人面前 灵雾非常霸道地撞开要上车的沙纳 一脚踩在车门边踏板上 手抓紧 头身进窗口到96% 玛雅大惊 当即一脚地板油踩到底 汽车轰鸣着冲了出去 可怜的小刀刚拉开后车门 被巨大冲力甩飞到一边 沙纳扶小刀起来 小刀抱着沙纳不放开 无比委屈 灵雾刚才的哀哑 摔下不是和小刀开玩笑 而是突然发现自己感染度即将爆表 被吓得手抖 汽车开上基地小路 灵雾到99% 玛雅 不要卖沉默者 我会回来的 不足50%的感染度 三分钟增加1% 超过50%的感染度 每分钟上升3% 灵雾只剩下20秒的时间 好 玛雅的回答简单干脆 我答应你 石头正在教堂门口 见到霸王回来 走上前准备迎接大家 没想到霸王直接冲过来 吓得石头原地哆嗦 好在玛雅及时调整了方向 石头被汽车侧面刮飞出数米外 皆是摔了一个狗吃屎 走到门口的苏石也没有幸免 灵雾在车上封刺而走 可恨的系统判定苏石是合适目标 灵雾一匕首刺入苏石的后脑 苏石看着自己生命剩余一点血 一连猛圈的回头 已经看不见灵雾 灵雾穿过教堂大厅 左手抓住门框 甩尾停步 一个逾越跳向病床 这时候 灵雾才打开系统界面查看属性 这一看 灵雾有些不明白 自己感染度100% 但是100%是绿色 绿色代表感染度不会恶化 但100%感染度 自己应该死了才对 玛雅 灵雾大喊 玛雅 来了 玛雅第一次听见 灵雾如此大喊大叫 忙跑到医务室 石头和苏石屁颠屁颠跟在后面 灵雾打开自己的界面 我是死还是没死 玛雅也看不懂 卡到bug 唯一的可能是在你事变的瞬间 恰巧接触到病床 灵雾问 可以不死 玛雅摇头 鬼知道 自己亲爱的曙光是这么想的 讲道理 曙光游戏不可能有bug 即使如此 如果遇见bug 可以与曙光进行沟通 但这次绝对没有人想和曙光沟通 原本灵雾还能活 一沟通 说不定灵雾就死了 苏石在一边提醒道 你现在离开病床 会立刻死亡 灵雾 你给我出来 小刀和沙娜气喉吼杀回家 石头急忙展开双臂拦住 道 别过来 别碰他 小刀回来了解情况后 若有所思对沙娜道 这都不死 真是祸害一千年 文言 灵雾气得坐起来 所有人一起喊道 别动 你别动 灵雾也不敢拿自己小命开玩笑 乖乖躺回去 现在正在治疗外伤 烫伤等 在身体恢复后才知道 病床对治疗百分之一百感染 是够有效 不一会马魂骑着摩托车回到基地 血弹也从复活拳中复活 大家就在医务室开启了战后会议 当灵雾看见石头摆在面前的血清时 当即懊悔 我应该来一针 苏石道 你没针 你以为有血清就可以 还需要注射器 注射器需要制作台制作 技能书 石头掏出技能书道 隔音技能书每天降低25%基地威胁度 不可叠加 不是降低总值的25% 是降低一颗星的25% 每天上午8点折算 不足25%按照最大值计算 三星有15%的威胁度 在8点就会降为三星 玛雅惊喜道 这是个神技能 再不建设 不乱打枪 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8名玩家每天会制造40%的噪音 当威胁度达到三星后 变成30% 到达五星后 8名玩家每天增加威胁度为24% 隔音技能书是一个能有效避免基地突破六星 乃至更高威胁度的技能 同时 这也是一个后勤技能 这本技能书不仅说明了技能内容 还特别说明不能升级 目前除血弹之外 暗影基地所有玩家都学满了生活技能 面对强力基地技能 他再不学就有些说不过去 血弹见大家看自己 啊 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 我学 大家一起点头 血弹学后黯然神伤 老林 你怎么不整本战斗技能书 林雾叹息道 这是命运 得认啊 小叨叨 我觉得很好 就算我们暗影基地倒台 你也是相摸摸 石头一脸黑线 拿出突袭者 突击者 不要抢 不要抢 这是暗影基地 真正意义的第一把长枪 全自动步枪 火力的象征 威力的代表 在很多人看来 这才是真正的枪 枪之数据 没有让大家失望 绝对的暴力型武器 小刀拿着抢到的突袭者 一声招呼之下 所有人都扔下灵雾 跑到前院去试枪 听着前院传来的暴雨般的枪声 急得在病床上的灵雾大喊 威胁度 威胁度 前院已经忘记了 病床上有个将死之人 完了十分钟 石头响起 还有战利品一说 大家这才回到病房 灵雾强烈要求自己 也打一个弹匣 却被告知 石头已经下令 不得随意申领突袭者 十分钟的试射 给基地增加了一颗心的威胁度 灵雾从大家表情可以看出来 这把枪特别过瘾 战利品仍旧是一个宝箱 和四种颜色的宝箱不同 这是一个红色宝箱 宝箱名为血液宝箱 顾名思义 血液宝箱 只能通过消灭血液获得 谁开宝箱成了 现场大家讨论的焦点 期间穿插了迷信说 名字说 幸运数字说 最后决定猜拳决定 苏石成为最大的赢家 获得了开启宝箱的权利 苏石先用十秒的寿命祈祷 再用真诚的语言祈求 和威胁曙光 浪费了几分钟后 苏石终于庄重地掀开盒子 所有人目不转睛地看着盒子 被掀开 看见了一张鞋 站在盒子中的卡片 卡片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卡片 万能建筑卡 在不消耗资源情况下 可以建设特殊建筑 可建设的建筑选项很多 首先是五大整备区 分别对应了食物 汽油 弹药 建材和医疗五大资源 建成相对应的整备区之后 这项资源的日常消耗 将降为零 诸如 医务室每天要消耗一个医疗单位 在建成医疗物资整备区 基地所有医疗日常消耗 将降为零 万能建筑卡除 固定提供五大整备区的选项外 还随机增加三种 可建设特殊建筑 分别是 汽车修理厂 就是汽车修理厂 兵工厂 可制作全部制式枪支弹药 包含手枪 冲锋枪 线弹枪 步枪 狙击枪和榴弹枪 电影院 试气加30% 基地供电情况下 可以观看2044年前的地球 所有的非和谐电影 建筑要求 大格子 室内室外都可以 有大格子就行 无敌基地的汽车修理厂 就是大格子 修理厂是无敌基地附赠建筑 他们也可以选择拆除修理厂 所有人认真地看完所有的说明 一起看向玛雅和石头 这两人全程紧锁眉头 不可否认 奖励是真的好 不过这属于后期奖励 目前玩家基地不是小型 就是中小型 每日需要消耗的 养护材料很低 本身就没几个格子 更别说大格子 林武提议 建设食品准备区 这样大家都不用挑水了 众人纷纷起哄附和 玛雅完全没有幽默细胞 很认真回应这个问题 食物消耗虽然大 但是食物获取途径 比其他材料要多 农学家猎人 就给我们提供了七个食物 我们日常只消耗九个食物 林武 既然麦田只增加六个食物 不如拆了件九个食物 石头阻止玛雅 别理他 他没玩上枪 故意和你斗嘴 林武否认 我没有 是 你没有 石头不理他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 雪旦举了手 道 冰工厂 我们制作出一批突击步枪 不仅可以用于交易 而且未来首家绰绰有余 再说 冬后搬迁基地 建筑没办法带走 枪支弹药可以带走 苏石不同意 我敢肯定 冰工厂比林武这个资源黑洞还黑 到明年春天这四个多月 我们每天不休息的劳作 我估计也就能凑到一到两把突击步枪 我猜测 冰工厂唯一的好处是 可以生产枪支配件 苏石的制作台 只能制作销声器 从杂志中得知 枪口配件除了销声器外 还有收束器与制动器 杂志也提到了威力扳机等等 这些物品都无法在制作间生产出来 大家一起看资源黑洞林武 一起点头 确实不能搞 这眼神器的林武举全高喊 电影院 电影院 我们要加士气 我们要看电影 撒泊找茬 马魂立刻附和 电影院 电影院 谁还不会享受 可惜就连小刀都没附和两人 喊了几声后 两人互相看一眼 笑呵呵地抹掉尴尬 闭嘴不言 玛雅道 目前我们基地用不上 林武举手准备反驳 石头先发制人 让你打二十秒 林武停顿一会道 我认为玛雅说的很有道理 眼光要放长远 大家想想 以后我们换了大基地 建上五个准备区 那不是可以天天吃喝玩乐 不亦乐乎 小刀切了一声 推了一把林武 没志气 林武怒视小刀 我掉下去信不信 我掉下去死给你看信不信 小刀正是林武 不信 林武回答正确 小刀没怎么 一边的沙纳忍不住喷笑 见大家看自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继续 玛雅继续说完自己要说的话 先收起来 好 石头道 我去拿香槟 杀了血液 怎么有得庆祝一下 等等 这么说来 林武 是你杀死了血液 林武一问 是啊 怎么了 石头摇头 没有 这就是命 为了表现出对沙纳的照顾 石头与玛雅私下商议 将两人的位置调换 给沙纳多一些动力 也表示出基地的诚意 可没想到 最后却是林武捞到了积分 这家伙有点不得了 游戏一个多月 拿到两张新词条 勇气和博学多才 如果杀狂猛有积分 林武的积分不知道多高 此外 林武疾可能拿下血狂猛 和巨无霸手杀 说不定也有积分奖励 推测林武还是血液手杀 不过林武与堡垒之界无关 石头随便说了一句 就去仓库拿香槟 第94章 幸存者 大家干杯庆祝之后 扔下林武各自休息去了 但林武怎么会让他们好过 凌晨一点 林武的大呼小叫 惊动了所有人 大家本着打运林武的心 来到医务室 还没等他们说话 林武把自己的词条展现了出来 原本就很多的词条 再次增加 新词条 血液幸存者 作用 免疫感染 一瞬间 所有人压麻呆 就连苏石不打丧尸的人也知道 这个词条属于神级词条 代表着林武只要手中有药 他就可以在与丧尸互咬的战斗中 获得最后的胜利 林武左右看看 大家不说点什么 恭喜 沙纳浮沃无语 你还要恭喜 我都嫉妒了 玛雅同意 有点过分 作为一个丧尸游戏 你免疫了病毒 你对得起丧尸吗 你对得起曙光吗 小刀灵光一闪到 血液幸存者 好像是可以刷的 林武连连点头 我认为条件很简单 就是在感染度100%的瞬间 躺在病床上 所有人再次无语 刷 怎么刷 被丧尸咬后 拿了苗表 等待在病床前 玛雅道 林武是被血狂猛感染 又杀死了血液 在感染值100%的瞬间 躺在病床上 他还吸入了大量的血污 没有人知道 需要几个条件 才能触发此条 也无法肯定 瞬间是不是完全同步 容错率又是多少 万一只有0.01秒呢 石头拍掌 好了 如果没有人想揍他的话 大家都回去睡觉吧 林武看着大家默默离场 道 大家笑一个呀 听闻此言 忍无可忍的沙娜跳上病床 对着林武腿乱踢一通后 才心满意足跳下床 被沙娜抢先一步的小刀若有所思 侧头问一边看热闹的石头 这是情调吗 此话让沙娜震住当场 石头缓解尴尬问 你怎么看出来 小刀道 他没用力 林武黑着脸 你给我滚 你倒是舍得用力 一脚下去 半条命没了 小刀怒目 沙娜借台阶拉走小刀 不要和他说话 混蛋两人互相看看 也没有和林武打招呼 跟着离开了病房 石头靠在墙边 见林武有些疑惑 道 你专心玩你的泥巴 不要管大人的事 林武不明白 什么大人的事 石头对玛雅道 我们走 喂 给枪啊 二十秒 林武见石头没回应 喂 我要唱歌了 我真唱了 病房外的玛雅 看向石头道 我好像有点明白你的意思 石头探口气 落花有意相让 流水真的无情 落花以为流水爱上绿叶 却不知绿叶更喜欢玩泥巴 玛雅一脸猛逼 古诗歌吗 或许吧 清晨六点多 林武被枪声所惊醒 穿上外衣裤和鞋子 走到教堂前院 原来是副统领玛雅 正在折腾突袭者 对此林武有疑问 作为一名士兵 玛雅似乎对突袭者 存有困惑感 后座力 玛雅做了一个日常射击动作 解释道 蓝星枪械没有后座力 你的沉没者 几乎没有后座力 都可以采用标准射击姿势 沙鹰虽然有后座力 但是它的后座力 使用缓冲时间来呈现 自动步枪 肯定不能使用缓冲 来表达后座力 你看 玛雅举起突袭者 瞄准自制靶子 扣下扳机 肉眼可见子弹偏离靶心 玛雅调整后 重新开始射击 这次七发子弹 都打在靶心的附近 林武问 这是 玛雅 力量 必须使用力量压枪 在古代枪械分类中 你的沉默者属于非自动步枪 突袭者属于自动步枪 在两者之间 还有半自动步枪 所谓半自动步枪是 每扣一下扳机 就发射一颗子弹 部分枪械可调整为 自动和半自动 据说真正的用枪高手 用的是自动模式 但它能控制射出的子弹数量 将三发子弹 作为一个单位 这样不仅提供了准确的火力 还保证二次射击时的精准度 玛雅把枪交给林武 你可以尝试控制住枪的后座力 林武扣下扳机 第一次体验到后座力 一缩子子弹甩上天空 玛雅接过突袭者 对冲到面前的丧尸扣下扳机 瞬间激发出四发子弹 将丧尸脑袋打爆 玛雅把枪再给林武 调整林武端枪姿势 左手控制枪身 肩膀协助稳定 这次开枪就好得多 虽然多数子弹拖把 但最少没有飞上天 大家听见 轻声也到前院 来看热闹 石头剑是玛雅身领突袭者 选择了闭嘴 他相信玛雅身领突袭者 一定有他的原因 玛雅让小刀 沙娜 马魂和雪弹 轮流出列射击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没有力量属性的玩家 更难控制后 做力高的枪线 林武对此不满 我加了敏捷 没剑子弹 能多射击发出来 苏石 我加了智慧 也没要求枪变得聪明 雪弹 我加了体力 也没剑枪只能变得粗壮 小刀 我加了意志 也没剑枪变得坚强 沙娜福阿道 有些病是会传染的 玛雅是实干派 让大家射击20米外的丧尸 不追求爆头 射击距离变远之后 力和非力的区别 开始变大 马魂连续射击5秒 在丧尸身上 开出十几个窟窿 林武连续射击5秒 只打出两个窟窿 大家轮流上场 结果与玛雅所说一致 在没有足够力量 稳定枪身的情况下 精准度惨不忍睹 突袭者不适合 没有加点力量的人 也可以用 但发挥不出枪械的真正实力 因为肆无忌惮的玩枪 十几只小狮朝找上了门 玛雅单膝跪坐 举枪射击 伴随子弹倾泻而出 十几米外的丧尸 血浆乱飞 8秒时间 14只丧尸全部死亡 在这8秒时间内 玛雅一共射出55发子弹 玛雅自己判断道 我瞄准的是肋骨以上部位 大概有30发子弹命中目标 石头这时候也看出来了 玛雅和玛雅是一路货 自己如果不吭声 他能带领大家打一天的枪 这不是沉默者 这可是突袭者 停 这是石头第一感受到玛雅不满的目光 三星了兄弟们 玛雅带头抗议 我们要打枪 我们 石头对小刀使个眼色 小刀会议 上前拽了玛雅衣领 直接拖走 没有了玛雅导弹 石头开始讲道理 包括玛雅在内的大家都接受了石头的说教 玛雅也将突袭者入库 并且保证只有守城时才会拿出来 在确定突袭者不适合自己后 玛雅其实已经对突袭者失去了兴趣 身高1米7 注定打不了职业篮球赛的中锋 再说 喜欢玩的人总能找到新玩具 何必垂涎不适合自己的玩具呢 早会上 玛雅宣布 山顶基地周边搜刮工作已经宣告结束 接下去就要把搜刮区延展到矿野农场 夜班玛雅和沙纳将前往前哨变电站 以变电站为中心 对周边贵重资源进行搜刮 前哨变电站周边 有一个面积广大森林公园 公园内有很多人类遗留品 有一个小型公园景属 度假民宿屋 房车营地等 在公园的西面 靠近公路的位置 有一家小超市 超市的露天停车场 有十几辆汽车 可以使用苏石新制作的撬棍 撬开车门和后备箱 前哨变电站附近 有一个小型水电站 相信也有一些物资 此外 水电站朝东 有一条沙石路 环绕着森林持续上坡 虽然不清楚道路通向啊 但相信顺着路 走可以发现一些人类建筑 之所以派夜班去前哨 最大的原因是 前哨附近的资源非常零散 并且都是小资源 比如游客们随处搭建的帐篷 比如湖边一家孤零零的锤调商店 此外 还有散落四处的贩卖机 公园应急电话亭 流动餐车 纪念品商店等 这种场所没有目标性 人去多了 是分组还是不分组呢 分组容易迷路 不分组四个人 搜一个帐篷 实在太浪费人力 还有一个原因是 灵雾的随性性格 上百般的灵雾 禁锢于工作内容 会很快地感觉到枯燥 进而开始摸鱼 倒不如给灵雾一个开放世界 让他瞎折腾去 有了对未知的探索欲望 灵雾的工作积极性 会呈指数上涨 这也不能全怪灵雾 比如公寓的破拆工作 就是拆除和运输 多几块碎步和少几块碎步 一点意思都没有 开放世界就不同 摸进一个帐篷 或许能找到一只丧尸 或者能找到一把枪 或许能找到一本日记 或许能找到一堆粑粑 第N个原因 这里是森林公园 所谓森林公园指的是 在一座森林内 有人工修建的道路和建筑物 除此之外 说不定还有野生动物 理论上来说 作为一位猎人 面对野生动物时 生存几率会更大 最后一个原因 沙纳喜欢统筹工作 她能解决灵雾不喜欢的工作 事实也是如此 早会结束刚结束 沙纳就开始了解公园布局 公园占地面积 和公园道路等信息 在林雾看来 这些工作没有什么意义 到了地方朝高兴趣的方向 走就对了 今天是林雾开车 作为一千公里驾程的司机 林雾开得还不错 上手古代汽车 也是分分钟的事 开的是霸王 因为皮卡是手动挡 沙纳之所以同意 由林雾驾车 是打算先给个枣子吃 一会商量搜刮路线上 自己能多一些话语权 未曾想 这一开 林雾就此上瘾 霸王不仅操控性能强 而且越野能力也非常牛掰 出门不到三分钟 就越了一次公路护栏 冲到旷野之中 林雾死要面子 哪会承认 自己为了躲避丧尸方向 打多了才冲出路面 一脸坦然告诉沙纳 越野车 就是要在这种地形 才开得爽 一时间 沙纳竟然无法分辨 这货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过哨卡是技术的考验 林雾蹭了四次之后 顺利地开过了港哨 保持死鸭子嘴硬 厉害吧 蹭了四次 踩掉5%的耐久度 知道了真相的沙纳 只想静静 好在林雾 知道自己技术粗糙 一路打起100个小星 降低了车速 最终安全到达了前哨站 林雾心中想的是 再出事故 自己真的远不过来 前哨变电站 是一个很简陋的建筑 一个十几平方的一层 混凝土房 加一个铁门 里面随便摆了一些 亮着灯的机器 前哨站安全区半径 只有7米 不过它的功能 和安全区无关 两人在前哨站仓库 整备了一下物资 石头远程同意 沙纳将手机插在上衣口袋 露出摄像头 开对方静音 和林雾一起摸到安全区的边缘 林雾看了一会 黑灯瞎火 连路灯都没有 转头看沙纳 你规划的路线呢 沙纳欲哭无泪 习惯了灯火通明 忘记了今天是摸黑工作 沙纳有学有样 今晚打算看看 你的灵场发挥能力 是不是真的那么强 走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 死也得死在外面 今天月色不错 两人在黑暗中蹲了一回 很快适应了黑暗环境 不能说看得很清楚 但还是能分辨出一个轮廓 丧失的轮廓 建筑物的轮廓 两人顺着公路走了百米 从一条三米宽的水泥路 进入森林公园 至于霸王不用担心 升级过的汽车 具备强大的防盗能力 当然不排除有些人到车部城 把车砸了的可能 这是森林公园的南入口 在台阶下方 是森林公园的管理处 和一个停了一辆 小轿车的小型停车场 管理处只有一个单间 林悟问 你胆子够不够大 刹那 不就一个单间吗 林悟点头 那我撬车 没必要浪费人力和时间 林悟接过刹那 递过来的撬棍 由于事先进行了演练 林悟轻松地 撬开车辆的车门 林悟不着急上车 先那撬棍 朝车内捅了几下 才钻进汽车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沙娜 险些笑破肚皮 原来她也是怕的 沙娜打开管理处的门 不急着全部推开 用手机光照了一圈 确定没有丧失后 才进入管理处 顺手关上门 这才是刀丸 林悟此等猛夫 是不会懂的 管理处有一张床 一张桌子 还有一个长行嵌入式的保险柜 沙娜不着急 学着林悟走到桌子前 借用手机灯光 先查看桌上的东西 因为这里 很可能会有线索提示 突然桌子下伸出一只手 抓在了沙娜的脚脖子上 沙娜下的尖叫一声跳起来 原地再跳了三次 把想钻出来的丧尸踩了三次后 她才拿出水管 对着丧尸狠狠敲了十几下 第95章 北上湖之战 沙娜尖叫的第一连锁反应 是将看视频的石头 险些吓出尿来 她正在专心通过视频 观察桌子上东西 突然尖叫 画面乱晃 继续乱晃 继续尖叫 独乐不如群恶 石头果断拔掉了耳脉 沙娜的尖叫 瞬间传遍整个基地 石头当然没那么坏 而是因为沙娜声音太尖锐 为了保护耳朵 她才拔线 要知道 沙娜可是拥有 能把丧尸聚拢到悬崖下方的嗓子 第二个连锁反应 自然是附近的丧尸齐齐聚拢 此时的灵雾 正在搜刮汽车 汽车隔音效果相当不错 加之双方隔着门 灵雾愣是没听见动静 而且 灵雾这边大有收获 她拿到了一个小型取暖器 小型取暖器是一个插件 只能安装在小房间内 能让温度升高十度 新满意足的灵雾 推开车门下车 她到这时候还没明白 为什么附近丧尸 都朝管理处而去 无所谓了 因为灵雾看见了狂猛 冲上去就是一顿切菜 利用丧尸没有聚拢的优势 利用捕兽家一达一个准 不过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毕竟是用空手去摸丧尸的头 灵雾还是被挠了一下 看了一眼系统面板 连轻伤都不算 至于感染 什么叫感染 有这东西吗 摸摸背包里的药 灵雾站立在汽车引擎盖上 对着丧尸们道 我只想说 再走的各位都是垃圾 正面戳头 侧面戳头 后面戳头 你 看什么看 就你 过来 灵雾指着在战的最后一只丧尸 尖叫丧尸 尖叫丧尸过来了 头一搭了 灵雾已经到他面前 拿了小匕首 戳了尖叫丧尸身体一下 尖叫尸法被打断 尖叫丧尸重新站好 再搭了脑袋 准备仰头狂吼 灵雾再戳了他一下 一下一下的 尖叫不停扭动脆弱的颈椎 让破烂的头颅上下甩动 收拾干净的沙娜 坐靠在管理出门边墙体 看着台下方机里外的战斗 他现在不想说话 倒不是因为灵雾幼稚 毕竟他对灵雾偶尔的抽风 已经有深刻的认识 精神状态不好 是因为刚才被吓得不轻 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就想呆呆地坐着发呆 好了 灵雾看见了沙娜 左手一个捕兽家 将自己的玩伴送上西天 嗯 灵雾跳上一米多高的平台 看了看沙娜 沙娜一动不动 也不看自己 灵雾见此有些心虚 于是解释自己行为 我见你还没完事 就多玩了一回 嗯 沙娜道 里面有个保险柜 灵雾带着布姐进入房间 看见了这个保险柜 严格来说 这不是保险柜 而是枪械保存柜 没吃过猪肉 也从杂志上见过猪 灵雾检查所后发现 这个柜子 没有被人打开过 说明里面大概率有一把枪 管理处为什么会有枪 对哦 这是森林公园 那就是说 真有野生动物 灵雾把动物 自己技能和装备想了一遍 觉得还是可以对付的 于是专心撬锁 枪箱撬锁难度很高 怎待撬锁是一个很好玩的工作 灵雾专心致志 不屈不挠地开断了七根开锁器 终于打开了枪箱 一盒25颗的9毫米手枪子弹 一个弹药包 还有一把限弹枪 不是非常好 是一把中蛇式限弹枪 也叫双管猎枪 顾名思义 上子弹要把枪管折下来 塞进去两颗弹药 再折回来才能激发 双管猎枪单发子弹杀伤力超过了突袭者 有效射程只有10米 打狂猛不错 但是就守城来说 还不如左轮手枪 不过不代表限弹枪射程就不远 杂志上说明 猎用限弹枪射程可以达到40米 灵雾走出来 沙娜也扶起墙壁站起来 灵雾见沙娜不吭声 问 你没事吧 没什么 灵雾一问 见到前男友了 原本浑身无力的沙娜 一听这话 立刻充满力量 恨恨道 你前男友才那么丑 哦 灵雾不明白 好像是遇见了人 灵雾问 被亲了 什么 灵雾道 电影里女生 不是会被人轻到全身发软吗 沙娜无语看灵雾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好猜 灵雾想了一会 不猜 走了 这可把沙娜给憋坏 自己惊奇神被击回来 这家伙竟然不猜了 沙娜公布答案道 是丧尸 灵雾停步 回头问 丧尸 嗯 普通丧尸 嗯 灵雾还手四顾 这里有很多普通丧尸 沙娜欲哭无泪 她藏在桌子下 突然抓住我的脚脖子 灵雾总算明白了 笔诗道 你怎么混的 这都能被吓着 你就没被吓过吗 经常被吓 灵雾道 现在我进入一个建筑 我基本就能猜到 哪里藏丧尸 嗯 我知道了 你尿裤子了 沙娜终于没忍住 全起食指 给了灵雾脑袋一下 别说 这一下把灵雾打开翘 哼哼 我忘了游戏里不能尿尿 是这个问题吗 沙娜虽然被灵雾气半死 但也因为灵雾她很快地恢复了精气神 两人顺着一条道直走 经过贩卖机 厕所 帐篷全部没放过 工作两个小时左右 两人来到了位于森林公园中心地带的北上湖 北上湖整体呈长方形 面积颇大 位于天然的山谷之中 湖的左右两边是百米高的峭壁 峭壁实则就是两块大石头 相信白天来的话 巨石峭壁景色不逊于北上湖 北上湖内有很多个小小岛 林雾他们能看见最近的两个岛屿上架设有帐篷 岸边有一处公园服务处 提供租借帐篷和水上游玩设施 从牌子上看 水深平均一米 最深不多一米五 可以想象 这种山中泉水汇集而成的小湖 是夏季左线人避暑的绝佳圣地 丧尸数量不多 沙娜负责清扫 林雾搜刮了服务处 可惜没找到什么好东西 于是两人把目光放在北上湖中的几十个小岛上 刚要下水 林雾就拉住了沙娜 两人驻足倾听一会同时蹲下 沙娜问 听见了 嗯 芒符 沙娜 这里为什么有芒符 湖的另外一边 难道有建筑 尽头是山丘 北上湖由山丘留下来的十几条小水沟 汇集而成 两人换了位置观察 看见山丘处有一个类似信号塔的轮廓 从地平线计算 高度大约在三十米左右 见到此沙娜 有些兴奋到 军事基地 林雾不同意 我们此前收集过相关信息 左线附近确实有几处基地 但是没听说北上湖有基地 可能是气象观测站 沙娜道 赌一天的水 成交 林雾左右看 岸边非常平坦开阔 道 你留下 我摸过去看看情况 没有在水中和芒符交过手 为了安全 林雾先让沙娜留下 林雾进一步解释 芒符依靠听力寻找敌人 汤水会发出声响 你没问题吧 这边四面开阔 如果听见狂猛声音 就避让到一边等我回来 沙娜道 知道了 我去一 二 三号三个小岛转转 最靠近岸边的三个小岛 都有一顶帐篷 嗯 林雾举起左脚 右手回来 你说会不会有潜水丧尸 沙娜一正 想了一会道 理论上是不会的 为什么 沙娜回答 丧尸整体呈现干枯状 应该潜不下去 抱着石头呢 林雾问 抱着石头潜水 举起石头砸人 沙娜马上意识到 自己绝对不能和林雾这么聊天 于是问道 你怕呀 欠 林雾走人 照顾好自己 水声确实很讨厌 稍微动一下 就会惊动附近丧尸 王福听力出奇的可怕 林雾没走一步 他就不停地朝水声方向 发出孤声 或许是距离太远 除了声音会 朝林雾方向发射外 王福位置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湖面上有不少杨勇和漂浮丧尸 林雾本打算悄悄过去解决 不过一靠近丧尸十米内 丧尸就立刻惊醒站在水中 朝林雾走来 双方接触开战后 水声更大 不过封刺在水中 用起来特别的帅气 滑步而过切开湖水 拉起一道水墓 沙娜在第二个小岛上 拿到一个枪口配件 简易收束器 收束器主要用于线弹枪 可增加线弹枪的射击距离 把物品放进背包抬头再看 林雾已经走出一百多米 等沙娜摸完第三个小岛的物资 林雾已经不知所踪 虽然一个人 虽然先前被吓得不轻 沙娜倒也不害怕 给他提供安全感的原因是 地势开阔 二十米内出现丧尸 沙娜一定能看见他们的黑影轮廓 进而判断出丧尸类型 做出最好的应对办法 左右扫尸了一圈 为发现敌情 沙娜坐在帐篷边的地垫上 脱下鞋子 将鞋子里的水倒干 泉水冰冷刺骨 双脚泡在水中 很不舒服 赤脚靠躺在地面的地垫上 沙娜也没忘记 时刻注意周边情况 北上湖很安静 唯一让沙娜有些疑虑 是两块巨石上 似乎长有红色的果子 沙娜距离巨石山脚五十米左右 红色在半弹腰位置 看不清楚 沙娜记得 刚才自己和林雾在一起时 并没有发现巨石上的红色 看着巨石上的红色 隐约感觉在增多 有危险吗 沙娜不这么认为 就算是一窝的狂猛 他们跳下来 即使没摔死 也追不上自己 突然左边传来破空声 这时沙娜想起了北上镇 从未遇见的一种变异丧尸 六翅 话说六翅长相和战斗力 与普通丧尸基本一样 唯一不同 是后背有六根骨刺 骨刺上有羽毛 六翅无法飞翔 擅长从高处滑翔 贸易队前往右线流浪者基地时 流浪者特别说明 但凡超过十米的建筑 都要小心六翅 六翅 沙娜说了一句 是告诉基地 自己遇见了麻烦 沙娜把弩一挂 拿出手枪 赤脚站立在地垫上 左右戒备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从左边高处出现 沙娜毫不犹豫扣下扳机 一枪命中六翅 六翅如同被击毁了引擎的战机 一股脑地扎进湖水中 折断脖梗 呜呼哀哉 沙娜立刻转向右边 打中飞到自己五米处的六翅 六翅砸在水上 溅起的水花 扑打在沙娜的脸上 导致沙娜一时间 无法睁开眼睛 灵雾正在小岛引诱 盲浮靠近自己 听见枪声后 他立刻放开速度 朝沙娜方向跑去 灵雾知道 如非需要沙娜 不会用手枪 大步的踩水 拖慢灵雾速度的同时 也掩盖了盲浮的孤声 盲浮从后袭击而来 将灵雾扑倒在水中 因为上次被雪狂猛偷袭后背 灵雾经过玛雅的指点 已经学会了闪避动作 在被扑的瞬间 灵雾朝左边扭动身体 与盲浮双双摔在水中 避免被盲浮压住身体 灵雾左手撑地 人跃起右手捕兽家 拍在盲浮的脸上 他没空收拾盲浮 一边打上绷带 一边朝沙娜方向狂奔 当距离还有四十米左右 灵雾停下了脚步 系统通知队伍解散 拉出系统基地界面 进入墓地 沙娜的坟墓赫然在炼 草了 灵雾也不知道 是骂丧尸还是骂自己 一边骂着 一边跑到了沙娜尸体处 时间不多 灵雾没空理会 沙娜是怎么死的 立刻开始舔包 母 手机 灵雾听见破空声 转头看见黑乎乎的飞行物 高速冲向自己 灵雾毫不犹豫 刺冲进水中 攻击而来的六次 撞击在地面摔入水中 直接死亡 灵雾没理会六次的尸体 跑上小岛继续舔包 右手拿到沙娜背包中的显示镜 左手沉没者快枪手技能 将右边飞行物击落 拿到手枪 击落左边飞行物 此时一分钟时间已到 沙娜尸体消失 无影无踪 在出门前沙娜 做了两针血清 考虑自己是血液幸存者 两针全放在沙娜背包里 除了血清之外 沙娜的背包 还有出门必备的药品 近战武器 灵石和此前搜刮的物品 这些东西 伴随沙娜尸体的消失而消失 灵雾再击落两只六次 耐力见底 无法启动快枪手 于是 灵雾依靠渔越跳水方式 不停地在水中改变自己的位置 让冲击而来的六次屡屡扑空 刚上岸就发现 被动静吸引来的丧尸们 灵雾吃一颗口香糖 并不理会准备开吼的尖叫丧尸 拔腿跑路 迅速撤离北上湖 第九十六章 末日独行 作为统领的石头和副统领的玛雅 第一时间接到沙娜死亡的系统消息 两人一起到指挥所 这时候 灵雾刚刚拿到手机 因为被关了静音 他们的喊话 全被灵雾无视 伴随着镜头晃动和传来的声音 他们知道 灵雾也处于麻烦之中 三分钟后 灵雾甩掉丧尸群 找到了一个安全地点 拿出手机联系指挥所 沙娜死了 石头 嗯 回头看 大家都围到了指挥所附近 玛雅问 灵雾 什么情况 灵雾回答 应该是六尺 马魂问 应该 灵雾道 我不在沙娜身边 我去找盲符 马魂道 你知道他没有自保能力 你扔下他一个人去找盲符 灵雾解释道 我没想到还有六尺 雪蛋道 就算没六尺 他也对付不了狂猛 玛雅让你们组队 就是希望有你来处理这些危机 两人语气比较激烈 灵雾也不想狡辩 毕竟沙娜之死 自己确实脱不了干系 灵雾道歉 对不起 石头道 灵雾 你先回来吧 好意思回来 这一句话是压着声音说的 大家都没听清楚 是谁的声音 石头听后勃然大怒 谁说的 有种再说一次 这是末日世界 谁出门都可能死 暗影又不是只有沙娜一座墓碑 石头环顾大家 没人大话 石头道 散了 都去睡觉 在大家离开后 石头道 灵雾 路上小心点 或者你找个地方休息 明天白天再回来 嗯 灵雾道 挂了 好 石头把通话器挂断 看向一边的副统领玛雅 灵雾有过错 但不应该为沙娜之死负责 玛雅点头 问道 她不会一走了之吧 她是男人 不是男孩 能在别人指责中 承担错误责任 已经说明了这点 石头道 为什么说自杀是懦夫的表现 因为她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灵雾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她不会逃避自己的错误 她会勇敢面对一切 玛雅一问 你此前说过 灵雾最可能单飞 石头道 没明白吗 且不说灵雾有没有错 她认为自己有错的话 她是不会在这时候单飞 因为她会考虑 基地失去沙娜所带来的损失 这时候 她在单飞等同 进一步削弱基地实力 灵雾此时 单飞就如遇见挫折自杀一样 是一种逃避现实与责任的行为 虽不好理解 但玛雅明白石头的意思 简单来说就两句话 灵雾不喜欢单责 但摊上事后 她也不会推卸责任 如同前文所说 灵雾不喜欢责任 所以本质上来说 她是一名享乐单身主义者 但如果她决定结婚 她一定会做好丈夫的角色 承担丈夫的责任 石头道 我倒是能理解马魂和雪蛋 两个基友让来让去 都鼓励对方追求沙娜 结果女神没了 他们如果一点不生气 反倒不正常 你也去休息吧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唉 灵雾抓抓脑袋又叹口气 唉 怎么描绘灵雾的心情呢 说悲伤吧 有点悲伤 毕竟是小半个月的搭档 但又不是很悲伤 一来毕竟是个游戏 二来在她看来 沙娜对她来说 不是那么重要的人 说愧疚 有点愧疚 毕竟灵雾把沙娜置于显定 但又不是很愧疚 一来没有人 要求灵雾保护沙娜 二来 末日游戏死人 不是很正常吗 此外还有些不满情绪 特别是那句好意思回来 凭什么不好意思啊 灵雾才不会站在石头角度 体谅谁 心情不好说这话 不过不满情绪也没持续多久 不到一分钟 灵雾就忘记了这句话 因为她知道 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别说死沙娜 就算打个阁也有 可能导致别人对你不满 如果要在意这些人的想法和看法 那就不用活了 目前摆在灵雾面前 最现实的问题是 这是哪 灵雾本打算退回去到湖边 但是走了好久没见到北上湖 好在毕竟是公园 灵雾顺着道路 找到了一块立在路边的告示牌 本以为是导航图 没想到却是警告 熊出没 请没有携带防熊喷雾的游客 原路返回 公园 我就问一句 原路返回是可以 但你这牌子立在路边 没有任何指向 我哪知道哪边有熊 哪边没有 朝前是台阶上坡小路 朝后先下坡 再上坡台阶道 推测 自己来时候没有见到熊 说明自己应该朝后走回去 别说 灵雾脑子还是很好用的 走了二十分钟 灵雾不仅没见到熊 也没见到几只丧尸 只不过走了二十分钟 没见到任何人类建筑 也没有看见导航图 似乎有种越走越高的错觉 再走了十分钟 混凝土道路消失 转而是一条深入密林的小土路 直到这时候 灵雾可以确定 这是一条进山的路 灵雾就想不明白了 自己从北上湖撤退 走到熊出没牌子 倒走回来 为什么没见到北上湖 反而走到了进山路口呢 这时候 灵雾觉得 有个活的沙纳 也是不错的 回走五分钟 灵雾发现了秘密 原来竹林在夜间 具备隐藏路口的功能 自己之前经过此地 没注意到 还有另外一条路 自己回走时 显现没发现 还有另外一条路 不过 到底哪一条是另外一条路 灵雾左路走一会退回去 右路走一会 又退回路口 总感觉都走过 继续尝试 左路多走上一会 这次没等灵雾退回去 一只体型硕大的黑熊 出现在道路上 一人一熊都没想到 在这里能遇见熊人 双双吓了一跳 灵雾知道 野外遇见熊 绝对不能跑 要用吼声 再配合锤打自己胸口 才有机会吓走黑熊 但是丧尸虽然少 毕竟还是有的 万一吼声没吓走黑熊 引来一群丧尸怎么办 灵雾可是再况也见过 黑熊和丧尸 签订有互部侵犯合约 灵雾左手沉默者 右手空手前探 慢慢朝前跨了一步 黑熊警惕 朝后退了一步 灵雾前进 黑熊后退 由于道路是曲折的 黑熊屁股撞在竹子上 下意识向前迈了一步 灵雾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两道冷汗从人熊额头留下 怎么办 我很慌 但是我不能表现我很慌 我很怕 我不能让熊 人 知道我很怕 灵雾伸手摸背包 拿出一根牛肉干 头咬掉包装 扔在黑熊面前 兄弟 过路费给了 麻烦让让 黑熊吃了一口牛肉干 非常喜欢 于是毫不犹豫扑向了灵雾 全部拿出来 强盗原本没打算 打劫你这个穷鬼 你却非要拿黄金球 强盗放过你 那强盗能放过你 熊人立刻展开了战斗 黑熊先吃了一枪 灵雾捕兽 夹拍在黑熊脑袋上 但捕兽家张开口 比黑熊脑袋要小 捕兽家没抓住黑熊脑袋 将他头皮肉扯了一块下来 这是灵雾捕兽 夹拍脸第一次失效 导致他没有后招可用 黑熊趁机一巴掌 将灵雾拍进了竹林中 重伤 在有效治疗之前 无法使用左臂 再解释 有效治疗指的是 医务室等设施 这种情况下 灵雾哪敢报仇 忍着剧痛 拖着一条胳膊 在茂密的竹林中乱钻 黑熊也不敢再追 屁颠屁颠 转头跑路 背靠松树 灵雾给自己先来两个绷带 再吃上一颗止痛药 心中想着 如果沙纳再就好了 自己受伤几率 就能降低50% 灵雾还是很有良心的 一路上都念着沙纳的好 灵雾很庆幸贸易队当时走隧道 而不是山脉的选择 因为他足足花了4个小时 才走出森林公园 走到公路上 神清气爽的灵雾 看见了想找他麻烦的狂猛 当即宰了下酒 顺着路 灵雾到达了前哨变电站 意外发现在变电站和水电站间 有位玩家在钓鱼 对方看见人后 也是万分惊奇 坐下来一聊才知道 这哥们名叫莉莉 是未来是南城 难事 左线北上镇的玩家 虽然都隶属未来市 但莉莉的南城 与北城直线距离 有一百八十公里 为什么莉莉能从南城 跑到北城吗 一问才知 莉莉也是入山后迷路 所不同的是 她整整迷路了五天时间 这五天 她一直在山脉中行走 疲劳就找个地方建家 猎人小屋 护林小屋等 这些建筑虽然不多 但走上一天 还是能见到一两个 这里是北城左线 嗯 完蛋了 灵雾道 要不然先到我们基地落脚 莉莉摇头 不 不 我有老婆 我要回去 回家去 在莉莉口中 林雾得知 已经有玩家 进驻南城左线 进驻的玩家 数量超过七十人 这让林雾难以理解 南城这么强的吗 莉莉向林雾解释 他们的工会 叫末日联盟 只招收钓鱼 和猎人玩家 加入末日联盟的玩家 按照自己的喜好 与朋友组建两三人 或者更多人的小团体 一来二去 末日联盟就形成一个 有十二个团 人员超过七十人的大联盟 每个团按照联盟分配 各自占据一个基地 人为地建造出巨大的安全区 有食物 有床 解决了个人生存问题 当小基地遇见高强度工程 联盟就会组织人员 临时加入小基地保护他们 有些基地有病床 有些基地没有 联盟也会协助和协调 商员的转运工作 七十个人一起上街搜刮 面对百人失潮 一点都不耽 提刀就干 当然 由于狂猛的存在 也导致了每次活动 都出现检员的情况 目前末日联盟 一边大力征兆 有钓鱼和猎人技能的玩家 一边大力收购钓鱼 和猎人技能书 总的来说 末日联盟 已经在南城左线的成交立足 他们长远目标 是将南城建成 没有丧失的人类最强庇护所 不过人多问题也多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十二个团出现了一些私人矛盾 大联盟的模式 能不能发展下去 莉莉也不清楚 与未婚妻结婚 林雾也是爽快人 开车带着莉莉 开上此前 那条没有探查过的道路 走完公路 走上沙石路 最后走过土路 林雾将莉莉送到了道路的尽头 两人下车 莉莉指山脉道 沿着山脊线走 就可以到达南城 有空就来找我 记住 我叫莉莉 好奇林雾再次问 听你的语气 你知道南北方向 为什么会走到北城 莉莉叹气道 我生活在十五区 林雾明白了 十五区是蓝星 唯一一个南半球居住区 莉莉以南半球的地理知识 在北半球分辨南北 而且 这会用的是很高端的气旋方向 来辨别南北 在北半球 气旋是顺时针 反气旋是逆时针 在南半球 气旋是逆时针 反气旋是顺时针 已经到了黎明 林雾迟迟迟没有回家 让石头颇为担心 担心自己对林雾性格判断出错 于是连线手机 当林雾从背包拿出手机 和石头视频进行通话时 莉莉瞬间惊呆 还有这东西 末日联盟走的是大团体低端路线 除了钓鱼和猎人 几乎没有其他生活技能 莉莉在林雾允许下接过手机 石头老大你好 石头 你好 你谁啊 莉莉自我介绍 我是南城末日联盟副统领 我叫莉莉 石头当场死机 许久后问 南城 莉莉点头 南城 小刀声音传来 林雾 你叛命到南城去了 言语中带着无限的气氛 莉莉不同意 什么叫叛变 我们都是人类 人类万岁 林雾解释道 我还在北城 偶遇南城莉莉 石头则惦记其他事 问 莉莉 你们末日联盟发展的怎样 准盟友 莉莉回答 目前还处于发展萌芽阶段 刚进驻左线不久 手下也只有七十多人 我们的目标是 十万玩家十万血 南城左线镇天下 这是神经病吧 石头道 哦 厉害 小刀凑拐挥手 林雾介绍 小刀 莉莉热情招呼 小刀兄弟你好 林雾轻声道 妹子 莉莉忙道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看出来 话就不说了 石头老大 小刀 还有暗影基地的兄弟姐妹们 有机会到南城左线 一定要联系我 视频那边敷衍 好的 嗯 行 林雾挂断通话 和莉莉握手告别 目送莉莉引入山林 林雾还是很佩服莉莉 莉莉完全不担心自己回南城的艰辛 哪怕要走上益州的山路 哪怕要面对各种艰难险阻 林雾很欣赏莉莉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 草 没有了 林雾跑了15公里 到遍电所申领了一桶汽油 再跑15公里 回去给霸王加油 回基地的路上 林雾回忆起这一夜 真是不堪回首 想当年自己意气奋发 打算一个人去深山哨所 也不知道是谁给自己的勇气 道路通畅 汽车加速 开车分心 技术不佳 林雾撞上了躺在路中间的豹桑 汽车内瞬间充满毒气 林雾当即跳车保命 回头四望 豹桑已经升天 一股愤怒无处发泄 于是把周边的丧尸 涂漏一空 没有倒霉 只有更倒霉 少侠的丧尸 已经打卡上班 密密麻麻的丧尸 堵死了回家的路 第97章 钉子户 霸王停在路边 林雾坐在路灯上 静静发呆 真的要等到天黑吗 林雾回到霸王 把车开了到了距离 变电站不远的超市 以半摸鱼的状态 开始搜刮工作 这时候系统提示来了 因为林雾超过24小时没有睡眠 因此 日常跳起来的动作都可能导致脚步骨折 又因为只有一只手 林雾的工作效率无比低下 在超市拿了十几本小说 林雾返回了少侠 这次他学聪明 离开超市前摸了一桶油 先给霸王加上 到了少侠附近 林雾翻上霸王车顶 背包当枕头 靠躺着看起书来 偶尔听见狂猛声音 下车开个昏 一只手的林雾照样虐杀狂猛 期间 马魂打来视频电话 在电话里 马魂向林雾道歉 承认昨天自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也大方地解释了 自己暗恋沙娜的事 所以知道沙娜死亡后 才特别生气 林雾非常惊奇 你暗恋沙娜 我怎么不知道 嗯 为什么 马魂被考倒 没有为什么 林雾道 你应该早说 让玛雅把你们分一个班 我和小刀 一直期盼能参加一次婚礼 马魂 不是 雪蛋也喜欢沙娜 为什么 林雾继续惊奇 我怎么还是不知道 马魂泪奔 没有为什么 林雾继续问 你为什么要让雪蛋呢 马魂回答 我们是兄弟 林雾问 雪蛋为什么让你呢 马魂 因为我们是兄弟啊 林雾想了一会 你爱沙娜 他也爱沙娜 你们有共同的爱好 所以 你们会成为朋友 他不是很理解这样的逻辑 按照这个逻辑 原配爱老公 小四也爱老公 原配和小四 应该是好朋友 可是为什么一见面 就要你死我活呢 一边的石头实在听不下去 林雾 就沙纳一世来说 他们就是两个傻X 不用理他们 石头知道 林雾无法理解 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人后 互相谦让的行为 马魂听了石头的话 黯然神伤 确实如此 林雾保持惊奇 石头 你知道这件事 石头 是啊 我们都知道 林雾 我为什么不知道 卧槽 石头 挂断 没完没了地问为什么 烦死个人 偏偏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就知道 林雾的CPU 还未进化到三角链阶段 实则林雾可以理解 一千万个男人 喜欢一个女人 他不能理解的是 男人之间的谦让 女生喜欢看浪漫爱情剧 里面的爱情 让他们无限遐想 林雾喜欢战争和动作电影 在这类题材的经典电影 和电视剧中 要么没有爱情 要么只有单线 并且简单的爱情描绘 拯救大兵 士兵突击 风雨者 钢巨岭 太平洋战争 飓风营救 兵临城下 黑鹰坠落等等 太阳在下午六点落山 失去了阳光后 体感温度明显下降 哨卡丧尸打卡下班 林雾开着霸王蹭过了哨卡 很快回到了暗影基地 时间能治愈一切悲伤 棉花的死 让大家悲痛数秒 堂堂的死 让大家默哀一分钟 沙娜的死所带来的伤痛 也没持续多久 当然不包含马魂和雪蛋两位 在基地门口 两人就昨晚通话的事 向林雾道歉 见他们情绪低落 林雾反而安慰了他们两句 雪蛋点头 拍拍林雾肩膀 放心吧 下次我一定会大胆表白 马魂一边附和道 就算和他抢破头 我也会努力争取 这才是男人 林雾赞一个 道 我先去休息 石头点头 去吧 林雾和小刀对了一下拳头 去病床休息 石头看雪蛋和马魂 你们确定没事 雪蛋呵呵一笑 没事 只是在他死后 我很后悔 没有当面对他说出自己的想法 马魂很赞同点点头 石头看玛雅 苏石和小刀 你们也没问题吧 玛雅道 沙娜与林雾出情 如果只能活一个 必然是林雾 这点在排班时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 现在想起来 我的决定对沙娜来说 很不公平 石头道 那是因为相聚久了 你不再把他当作工具人看待 苏石 对这件事 有什么要说的吗 苏石道 沙娜是个好人 失去他我很难过 但我也很高兴 老林活着 大家看小刀 小刀无辜脸 大家知道我的看法 我只说一点 我会失去沙娜而难过 马魂与小刀关系不错 道 昨晚通话时 如果不是石头先骂人 你会不会为老林打抱不平 小刀回答 不会 昨晚我会单纯认为 你们因为失去伙伴而伤心 雪丹问 今天呢 小刀 今天得知情况后 我想起了沙娜 曾经说过 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一句话 记得当时我发现 你们两人在一边看 我和沙娜 一边小声嘀咕 我就问沙娜 他们是不是有事 沙娜回答 嗯 他们有事 不过 他们最好不要说 免得大家都尴尬 我当时很好奇 大家都很好奇 等待一会 剑梅下文 雪丹问 然后呢 然后什么 然后你怎么问他 他又说了什么 小刀道 我没问 一片无语 石头道 大家去后院沟火边聊吧 今晚温度有些低 苏石 温度计做出来了吗 基地现在只有搜刮获得的体温计 体温计属于医疗物品 搜刮获得的温度计和电视机等 则属于杂物 杂物不能直接使用 必须通过制作间制作出来 才能使用 苏石道 有的 石头自己去仓库拿出温度计 发现实时气温已经降到了11度 沙纳之死 让暗影基地损失了一名制作药品的人员 现在还缺乏一位缝纫制衣类的玩家 让石头有些疑惑的是 缝纫类技能非常稀有 左右线至今没有听说 谁掌握了类似技能 灵悟从病床下来 去后院兵营休息时 遇见了玛雅 和玛雅说起历历的末日联盟 玛雅如同发现新事件 她没想到 这个游戏还可以这么晚 今天的篝火会议是讨论末日联盟模式 这个模式不需要考虑个人品德等问题 只需要考虑食物问题 一个十人左右为主的联盟 加上大量的玩家 越多越好 当玩家数量达到一定规模 可以将整个城市变成安全区 猎人这本技能书比较少见 而钓鱼技能书是常见技能书 灵悟沙狂猛日均半本 仓库现在有六本钓鱼书 在大家觉得有搞头时候 小刀用简单脑回路否定了末日联盟生存方式 其否定的理由是 钓鱼技能书是常见技能书 顺着这条思路 石头认为末日联盟做的再大再强使 中式低端产业 为了保证食物 末日联盟的大部分成员都具备生产食物的能力 这样必然让他们缺失其他生活技能 勉强做到生存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下 生存两年会变成一种折磨 此外 联盟的首脑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大家商讨认为 联盟不是不行 而是联盟首脑要控制武力 具备保护联盟成员的能力 联盟成员负责生产 为了避免成员之间出现大矛盾 和避免小联盟逼宫 必须控制小联盟的武力 简单来说就是军阀 用武力圈夺人口和土地进行发展 在现实中有一定操作性 但是在游戏中难度很高 因为每个玩家都具备基本的武装 他们都能拿到武器 具备反抗军阀的实力 由于不担心真的死亡 军阀压迫度稍微高一点 就会引起反抗 如果军阀不压迫 就无法完善自己的统治力量 睡觉的睡觉 聊天的聊天 看书的看书 下半夜的暗影基地无比宁静 让作为头目的石头 多少有些不习惯 石头在指挥所内 听着广播看着书 突然发现 基地地图出现一个 非基地玩家成员 安全第一 石头到宿舍敲了玛雅的门 路上拿了点武器走到前门 只见一位女玩家在安全区边缘 对抗两只普通丧尸 嘿 帮忙啊 女玩家回头喊了一声 让石头和玛雅吓一跳 这不是沙娜吗 两人立刻上前解决丧尸 把沙娜接到后院 石头叫醒了大家 小刀首先出现 双手抱住沙娜的左胳膊蹭了蹭 我太高兴了 沙娜抚摸小刀头发 我也很高兴 苏石很正常出场 玛雅 本能惊吓 嗨 苏石 我沙娜 不是玛雅 心情不错 悠了一幕 雪蛋和马魂从兵营内出来 两人确认真是沙娜后 互相看了一眼 各自上前 一直内心的激动 和沙娜握手 回来了 嗯 回来了 最后登场的人 是被吵醒的玛雾 别人睡觉是打发时间 玛雾睡觉是真的睡觉 听到外面动静 迷迷糊糊出兵营 第一眼见到 在篝火边微笑如花 看自己的沙娜 玛雾大惊 你体验的是 北上镇丁字户吧 沙娜怒容 灵雾上前 沙娜露出笑容 伸出左手 准备与灵雾握手 却没想到 灵雾直接拥抱沙娜 心有气气道 没有你的日子 真的很痛苦 这话说得沙娜心花怒放 小鹿乱撞 一边吃瓜的群众 比一看混蛋兄弟 这下 你们是不是很开心 小刀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灵雾 灵雾放开沙娜 双手放在沙娜肩膀上 重重拍了两下 欲重心长道 你是真不知道 在你死后 我的遭遇有多惨 灵雾盘点了一天下来 自己遇见的倒霉事 迷路转圈 被黑熊拍飞 汽车没油 路撞暴丧 哨卡拦路 沙娜举手阻止大家开口 问 你刚才说没有我的日子很痛苦 就是这些事 没有情感上的痛苦 情感上的痛苦 有的 灵雾看向雪弹和马魂 他们有话要说 两人一起道 很高兴沙娜你回来 欢迎 欢迎 沙娜冰雪聪明 立刻转移话题 我的化学技能没了 灵雾果然被带劫走 你这次就没在 不对 自己不应该知道 沙娜第一次遇害 沙娜认为 灵雾已经就此事 向自己道歉 很奇怪 为什么灵雾话说一半 灵雾 你这次就一路走过来了 自己好机智 鼓掌 什么 他再次不知道 如何接话 沙娜道 对了 我先告诉大家 游戏的一个秘密 一个和积分有关的秘密 什么秘密 所有人来了兴趣 死亡 沙娜道 玩家死亡24小时后复活 正常情况下 系统会提供给你一个抠图的背景 一把凳子 十几本书 让你度过这24小时 大家等待 沙娜道 但是伴随死亡时积分的增加 你的死亡待遇也会增加 我的凳子 已经换成了椅子 书本 从原来11本 增加到13本 两次死亡复活期间存在细微的差异 灵悟道 你意思是想知道 自己积分高不高 就去死上一趟 沙娜摇头 我意思是 通过比对死亡的待遇 就可以了解到 目前自己的积分情况 灵悟道 你根本没多少积分 沙娜也面道 你不要这样说 人家好不好 我很努力的 石头事实插画 我们先解决下沙娜的技能 沙娜你是否还愿意走医生 或者化学路线 沙娜点头 可以的 石头道 从电台信息来看 医学书不是很难 化学书比较少见 化学的优势 可以制作化肥 苏石打断道 我可以制作化肥 不过没有化学技能的加成 需要耗费更多材料 小问题 灵悟道 石头 去仓库 把我昨晚搜刮的插件拿来 什么插件 堆肥器 灵悟介绍道 每天工作半小时 即可为农场 花园等提供所需肥料 安装插件后 不能再使用化肥 小刀问 装芭芭 林悟问 芭芭何来 再两人讨论 钟石头回来 他手拿一个小盆子 这个东西不错 大家无聊就去农场工作 每天累计半小时时间就可以 说着把堆肥器安装在农场上 十多平方米大小的农场中间多了一张椅子 石头自己试了试 只要坐上椅子就开始计时 好怪耶 一个人坐在麦田中间 麦穗遮挡了下半身 从外看去与坐式马桶的区别不大 雪蛋道 我们刚才的话题 好像不是堆肥器 他还是比较关心女神的发展技能 第98章 合作 堆肥器消除了化学的优势 暗影目前缺一名制药员 无论是医学还是化学都可以 玛雅道 在对末日联盟的模式探讨中 我发现一个基地并不一定需要医生 病床可以解决一切 我们可以将药品原材料送到无敌基地 油脆语帮我们加工成成药 石头道 经常麻烦人家不好吧 林悟道 我可以帮他们升级电台 玛雅道 没错 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有效利用通用技能 在雪蛋掌握隔音技术后 我们就可以出租雪蛋 用雪蛋控制基地的威胁值 林悟可以帮助他人升级电台 目前基地没有在招人的打算 不如针对性地给沙纳找一本技能书 苏石问 裁缝类的书籍 我们仓库有很多布料 制作间只能加工材料 无法制衣 公寓楼布料非常多 沙发 窗帘 床等都能破拆出很多碎片 甚至普通丧尸出布率也很高 石头点头 冬季保暖 被提上一程了 马魂 我们刚讨论过裁缝技能书 左右线还没有任何人掌握裁缝类技能 大家只是猜测 有这类技能 并不肯定游戏中存在这类技能 沙纳听了一声不吭 朝仓库走 不疑会拿着自己夜探左线的画稿出来 指第一份公交站点画稿 左线纺织场 沙纳指第二份全景画稿 在这里 左线纺织场 在一号路移动位置 占地面积十公顷左右 一共有三个大厂房 移动四层办公楼 但是纺织场并非在城郊 而在市区 距离市政厅不远 厂房内外丧失密集度非常高 玛雅拿过地图看了一会 不行 这是个自杀任务 林悟偏头看玛雅手中地图 手指 我可以从围墙上去 通过厂房楼顶移动到办公楼 玛雅问 怎么送你过去 怎么接你回来呢 林悟道 你开车送我到这里 驾车到城郊大桥处等我 玛雅道 你得手后通过步行 能离开这片区域吗 你要在城区中 步行超过七公里 实在要干的话 有我开车送你 在你得手之后 通过手机联系指挥所 指挥所通知我 我在开车过去接你 林悟 可以 玛雅道 沙纳加入白班 白班的任务 依旧是在矿野农场 继续搜寻可用的物资 我和林悟夜班 夜间除了可以轻易通过哨卡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 丧尸的能见度也会受到影响 适合前行类工作 沙纳请应道 我在左线开过车 我来当这个司机 林悟忙道 白班比较安全 就这么定了 她才不想再惹麻烦 在知道沙纳是马魂和雪丹的女神后 沙纳已经改名叫麻娜 麻烦的沙纳 这游戏还是适合单身狗 死就死吧 大家默哀上一分钟 就可以把她彻底忘记 石头在最合适的时机收尾发言 她先捋一下袖子 看了一眼不存在的手表 很迟了 大家休息吧 最后 我们以最热烈掌声 再次欢迎沙纳王者归来 哗啦啦的一片掌声 随后各自做自己的事去 林悟疲劳度已经清零 躺在床上看起了小说 屏风传来敲门声 嗨 林悟一听是沙纳 道 嗨 开门 我想和你聊聊 林悟道 时间太迟了 有事明天再说 沙纳气得给了屏风一脚 回自己的室内宿舍 找上了小刀 这是沙纳才知道 在他死亡的24小时基地内发生的所有事情 一时间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主动找混蛋说清楚 人家都没开口 自己好意思说吗 小刀兴致勃勃 拉了沙纳问东问西 你对雪蛋有什么看法 你对马魂有什么看法 你是不是喜欢林悟 沙纳头大如牛 自己就是想在游戏中累积高积分 多交朋友 并没打算在游戏中找到真爱 清晨 早起的灵雾拿上沉默者 在后院悬崖边狙杀丧尸 沙纳冷着脸走向灵雾 灵雾见到沙纳 高兴道 来 来一嗓子 不来 沙纳双手抱在胸前问 你什么意思 以后不和我做搭档 灵雾解释道 你现在纯心人 战斗能力很差 野斑非常危险 我这也是为你好 谢谢你哦 客气 话说沙纳 我有一个问题 一直没搞明白 我直觉不应该听这个问题 但是我还是想听 沙纳问 什么问题 灵雾道 为什么我在你身上 完全没看见5%的能力 沙纳想了很久很久才回答 我是艺术类的5% 哦 灵雾恍然大悟 难怪你能吼来丧尸 对哦 你又能唱歌 又能画画 沙纳不想争辩 默默走开 自己积分是真低 且不说死了两次 这两次 自己也没领悟任何技能 但就是在没有任何技能加持下 自己玩的也不差 只是比较暗影基地 比较几位女生 比较灵雾来说 表现真的太一般了 或许不和灵雾组队 也是一件好事 自己有更多发挥的机会 今天是玛雅和沙纳轮值挑水 沙纳从中发现了 自己和玛雅之间的差距 在第一次挑水时 玛雅认真观察了基地到河边的地形 第二次 玛雅开着霸王出发 凭借霸王优越的越野性能 将霸王一路开到河边 玛雅通过对讲机 让苏石多制作几个水桶 挑水工作的强度随之大大降低 从原来数小时降低到现在的十分钟 两人回到基地 玛雅召来灵雾 让灵雾上霸王教导驾驶经验 毕竟灵雾1000公里驾驶经历 绝大部分是在通畅的道路上完成 玛雅今天的课程是越野 越野说起来很简单 完全依靠汽车性能 足可完成越野 但要进阶的话 其中的技术难度陡然提升 对障碍的判断 对坡道的估计 车速快慢的选择 还包括涉水驾驶技术等等 大部分男人都不会拒绝汽车 灵雾当然玩得很开心 只是霸王实在太烧油 一个小时就要消耗掉一小桶汽油 总裁兼成本控制部的石头 叫停了训练 夜幕降临 白班带回来三个食物包 两个汽油包 由于矿野农场有多户玩家 按照玛雅指定的搜刮地图 资源已经所剩不多 白班必须扩大工作范围 在清晨穿过哨卡 到帐篷区另外一端的矿野农场进行搜刮 伴随着基地周边资源的枯竭 暗影基地开始朝左线方向 寻求更多的资源 沙纳第二次死亡当夜 灵雾从森林公园中拿到了两个建筑插件 分别是堆肥器与小型取暖器 他们搜索的范围不足2% 将大部分时间浪费在麋路上 玛雅有此推测 森林公园范围内能找到一些 有特殊用途的物品 晚上8点 玛雅和灵雾前往左线 玛雅坚定否决 灵雾临时停车玩耍的提议 顺利到达左线 直接走一号路 相比于沙纳 玛雅的技术更为娴熟 并且具备很强的灵场应变能力 它甚至可以不利用人行道 就绕开湿巢 以平均时速60公里 在市区内穿梭 成功避开每一只丧尸 玛雅道 只要你够快 丧尸就反应不过来 自然就无法攻击汽车 准备 灵雾从霸王窗户钻了出去 落脚到踏板上 霸王到达纺织场附近 一个甩尾掉头停了下来 灵雾下车 此时面对霸王的丧尸 还有一定距离 霸王车屁股后的丧尸 还没反应过来 霸王趁机斜线避开正面的丧尸 成功加速到安全速度后逃离 趁着丧尸注意力被霸王吸引 徒劳无功地追击霸王时 灵雾爬上路灯 在路灯顶部一跃 跳到了纺织场的围墙上 围墙附近的丧尸发现了灵雾 开始汇集而来 灵雾快速在围墙上移动 追击的丧尸 因为地形和障碍物 全被灵雾甩在身后 甩了一波又来一波 整条纺织路的丧尸 拥挤向墙体 但也只能徒劳无功地 朝墙上挥舞着干枯的双手 灵雾到达目的地 纵身一跳 跳到弧形厂房楼顶 落在楼顶上时 发出了不少动静 惊动了场区内的丧尸 灵雾不理会他们 朝上攀爬到湖顶 蹲身进入前行状态 由于距离灵雾比较远 在失去猎物踪迹之后 场区下方的丧尸 很快安静了下来 慢慢地散去 灵雾依靠这种办法 翻过了三个厂房 到了厂房和办公楼的交界处 此时围墙处传来躁动 灵雾回头 见到一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玩家 从围墙跳到厂房顶部 伸手之灵活不在自己之下 灵雾拿出显示镜查看 在对方到达第二个厂房湖顶时 显示镜显示了玩家的名字 噩梦 哇 这家伙竟然和沙娜 都持有北丁属性 噩梦也发现了灵雾 看了一眼灵雾 噩梦朝前走 走到厂房另一端 跳到第三个厂房顶部 双方距离50米 一人在厂房的东面 一人在厂房的西面 厂房距离办公楼 是宽度50米左右的空地 这片空地的丧尸比较密集 灵雾之所以没有下去 是在观察丧尸动向 寻找最佳落脚点 办公楼一共四层 左右个一个楼梯 每层有五个房间 两人静静等待一会 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实则是对对方产生戒备心 都不想先跳下去 一块小石头扔到空地上 灵雾转头看噩梦 噩梦朝灵雾招手 灵雾将匕首藏进袖子 朝噩梦走去 两人在厂房顶部中间点会合 可以看出噩梦是一个很注重形象的人 通俗点来说 喜欢装十三 一个丧尸游戏 你蒙个锤子面 生怕丧尸指认你是吗 只露出一对眼睛的噩梦 空着双手 打手势 指了四次办公楼 食指全呈一个问候 你要几层 灵雾左手伸出一根手指 右手伸出四根手指 我要一 四层 噩梦白手 伸出一根和两根手指 再伸出三根和四根手指 要么选一和二 要么选三和四 灵雾要的就是噩梦这个态度 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 但凡对方和你计较规则上的细节 说明对方是一个比较遵守规则的人 假设灵雾说 我要一 二 三 噩梦立刻答应 那灵雾就会特别小心噩梦 不排除先下手为强的可能 灵雾思考片刻 也禁止将自己遵守信用的态度表现出来 最后 左右手各伸出一根和两根手指 一 二楼 噩梦指手腕 伸出一个巴掌 灵雾摇头表示不明白 噩梦在笔划几下 灵雾不耐烦拿出手机递给噩梦 噩梦看见手机愣了一秒 接过手机后 胡一看了眼灵雾 在手机上打字 半小时后撤退 灵雾接过手机 一小时 噩梦 四十分钟 灵雾 我有车 噩梦停顿一秒 暗影 灵雾 嗯 噩梦 任务 灵雾 不 噩梦 你要什么 这问题让灵雾有些难以回答 不过决断力毕竟已经满值 灵雾毫不犹豫地回答 裁缝类技能书 噩梦 我在做任务 找一份盖有堡垒印章的合同 就盖在档案袋的风口处 噩梦 我拿到技能书给你 你拿到合同给我 这个提议 让决断力满值的灵雾犹豫了 他不知道 应该不应该信任噩梦 灵雾要么不答应别人 只要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做到 问题在灵雾拿到任务档案没用 噩梦拿到技能书 就是赚到 此外 办公楼未必有技能书 但一定有任务物品 灵雾怎么想都感觉是自己亏 灵雾转念一想 如果两人达不成协议 那必然要开思 不仅会落井下石 很可能主动偷袭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没有任何信任可言 合作会出现几种结局 灵雾拿到技能书 噩梦拿到技能书 灵雾和噩梦都没拿到技能书 合作之结果 灵雾还是有一定机会拿技能书 不合作情况 灵雾死亡 噩梦死亡 两人全部死亡 灵雾打字 同意 两人握手 噩梦拿出一个烟花 看灵雾 灵雾点头 噩梦点燃烟花 两人俯身向左右跑去 烟花喷出焰火 带着噼里啪啦的声响 将空地的丧尸 吸引到烟花之下 灵雾发现 丧尸群中混入两只狂猛 不过现在没空理会他们 灵雾和噩梦各自朝空地一跳 噩梦落下后人朝前滚了两圈 卸掉了下坠里 灵雾双脚落地 瞬间启动风刺平移 直接把牛顿棺材板钉上 两人在一楼处互相看了一眼 噩梦指手腕 示意灵雾看好时间 灵雾双指在额头上一点 表示明白 噩梦转身上楼 灵雾则进入第一间办公室 第99章 缝刃 在搜刮公寓中会发现大量的衣服 但是这类衣服 名称都是破损衣物 只能破拆成布 第一种能穿的衣服 就是灵雾在海军商店摸到的水冰服 完整的 系统承认的衣服 第二种是搜刮帐篷区时 拿到两套全新包装完整的冬衣 在101房间 灵雾发现了很多衣服部件 一个袖子 两个袖子 一个口袋 一条衣灵等 101是一个产品展示房 展示的内容是衣服拆解后的部件 灵雾搜寻着抽屉无果 拉开一道镜子门 里面铺出一只丧尸 即使灵雾无数次的经历过考验 还是被吓着 毕竟经验足 吓着是吓着 丝毫不阻碍灵雾用捕兽家家暴丧尸的脑袋 镜子门内是一个小仓库 放了五个纸箱 灵雾拆开纸箱 手在内摸索 除了不条 还是不条 伸到底部 灵雾摸到一样东西 拿出来一看 是一个档案袋 档案袋上封印处 有一个堡垒标志 赫然是噩梦想要的任务道具 灵雾好奇查看 上面说明 这是堡垒公司和左线纺织厂的订单 订单时间在丧尸病毒爆发十天前 灵雾想打开 却被系统提示 打开后 道具将被破坏 确定打开 灵雾把档案袋扔进背包继续摸索 可惜全是布料 灵雾失望地推开镜子门 和自己预料一样 曙光又安排了一只丧尸 近距离接驾 同样被吓着 同样一捕受加 送走丧尸 一楼全部是展示区 灵雾拿到了两套完整的衣服 一套是灰色卫衣 一套是T恤加战术牛仔裤 就是牛仔裤上多了几个口袋 用于置放打火机 离手等物品 卫衣的保暖值是30 牛仔套的保暖值22 二楼是五间办公室 有行政办公室 也有业务办公室 仔细查看的话 能发现很多与左线有关的线索 警方为应对银行抢劫犯 组建了一支 由20人的特警武装小队 特别向纺织厂订购60套战术服装 合同内还写有交货地址 是左线南部的特警基地 这就说明特警基地内有大量的武器 伐木厂受到野兽威胁 他们向纺织厂订购十套 包含背心在内的猎人服 要求有反光条 四个弹侠口袋 交货地址是水溪 灵雾估计位置在距离巨木厂 五公里左右的深山中 两楼总收获 笔手类的剪刀一把 剑材四包 只能带走一包 衣服两套 若干零食 茶包和咖啡 衣服类专业书籍一本 现金五百 不知道能买什么 短管猎枪一把 推测是病毒爆发后 纺织厂保安利用财务办公室 做最后的挣扎 完事之后 灵雾在二楼的楼梯口等待 看下时间 距离约定的一个小时 还有15分钟 等待期间 没听见楼上有任何动静 灵雾没有上楼查看 也没有怀疑 噩梦已经逃之夭夭 这样的行为 是受到了石头影响 石头认为 对于一些有价值的人 可以恰当表达出一些善意与信任 石头与流浪者 和无敌基地之间的合作 就是如此 57分钟 噩梦从楼梯下来 他手持一把手枪 这把手枪上 带有一个手电筒 手电筒照射在灵雾身上后 马上一开 灵雾站起来 从背包中拿出档案袋 交给了噩梦 噩梦接档案袋 实轻微停顿一下后 把档案袋收了起来 顺手从背包内 拿出一本名为 缝纫的技能书给灵雾 灵雾拿出手机 调整音量 接通指挥所 石头在 灵雾压低声音 我好了 石头一挥到 七分钟后准时到达 灵雾挂断手机 在二楼阳台指路线 示意两人一起走左边 在第一个厂房顶部等待 噩梦点头表示同意 灵雾交易过去一个爆竹 噩梦接过爆竹点火 将爆竹扔到右边空地上 在爆竹爆炸吸引丧失后 两人从阳台跳了下去 万万没想到 左边垃圾桶后面 跑出一只狂猛 显然他也打算去看爆竹 但没想到 直接撞上人类 作为NPC的狂猛 没有任何犹豫 改变目标扑向灵雾 灵雾左手一接套上捕兽家 顺势朝下压 人跪地 笔手连戳将其送走 一边提着尸体 摸尸一边前行 两人靠到了厂房下方 灵雾把摸干净的狂猛尸体 扔到一边 正准备攀爬时 噩梦先甩出飞爪 抓住了厂房顶部 示意灵雾先走 灵雾看了噩梦一眼 抓住绳子 双脚借力 攀爬到厂房顶部 噩梦也跟随着 到达厂房的顶部 两人静静蹲立 没有交流 灵雾查看时间差不多 触碰了一下噩梦肩膀 一个纵跳跳到围墙上 噩梦也跟随跳到围墙 大街上的丧尸 立刻发现了两人 两人顺着围墙朝前一动 身后传来了尖叫的吼声 霸王轰鸣而来 准时到达围墙附近 一个急刹车之下 霸王横一八米 撞死数只丧尸 灵雾和噩梦齐齐跳下 噩梦见灵雾踩踏板上车 也有学有样地踩上踏板 没想到 霸王突然猛甩头 噩梦被甩飞出车外 人在马路上滚了几圈 玛雅并不知道此人是谁 本着对灵雾的信任 踩油门打方向 霸王撞飞五六只丧尸 停在了噩梦身边 噩梦立刻拉开车门上了车后座 因为丧尸太多 玛雅又撞死了四只丧尸 才逃离现场 此时霸王的引擎盖处 已经冒出白烟 玛雅放下副驾驶玻璃喊 灵雾注意右边 这个右转角度很小 必须减速 路边有多只丧尸 其中有一只狂猛 狂猛发现 汽车开始跑动 灵雾左手抓住固定在车顶的拉环 右手抽出沉默者 快枪手锁住目标打中狂猛 运气爆表 25%的几率启动 狂猛被打飞到一边 灵雾单手转动沉默者 转了半圈手腕挂住枪栓一推 拉枪栓上膛 再转半圈单手握住 帅得一匹 没有任何停歇 灵雾握住枪的瞬间 快枪手将路边的一只尖叫丧尸爆头 帅得两匹 灵雾在转动手腕拉枪栓 人朝后靠 枪身架在左手臂上 瞄准前方 准准命中道路中间的狂猛 狂猛被爆头后跳开 汽车执行而过 帅得三匹 感谢曙光 有庄到 不用回头 迎风站立的灵雾知道自己的帅气风姿 绝对震慑住了后座的噩梦 霸王停在桥头 三人下车 玛雾拿修车工具箱开始修车 灵雾为两人互相介绍 噩梦摘掉蒙面布和玛雾握手 他们还没说什么 灵雾先吓一跳 女的 噩梦眼神淡然看了一眼灵雾 对玛雾点点头 谢谢 灵雾听了声音 真是女的 玛雾也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噩梦会是一位女性 见灵雾如此不礼貌 无奈参与聊天 蓝星女性占总人口的53% 为什么不能是女性 这问题好难回答 暗影基地 目前男性五人 女性三人 其结构不符合蓝星人口比例 和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不一样 那类游戏 但凡有妹子喊一嗓子 所有的男游戏玩家都得跪下 因为妹子实在太稀少 家园游戏是强制性游戏 也是按照53%女性比例进行抽签 暗影基地女性玩家数量 并不符合人口结构 玛雅不理灵雾 问 噩梦 你现在去哪 噩梦回答 回家 玛雅问 家在哪 噩梦回头只杀那社区遇险附近 玛雅问 做基地合适吗 噩梦点头 玛雅关心游戏机制 问 你们几个人 能把这里当做基地 噩梦回答 一个人 玛雅在问 一个人 噩梦回答 一个人 玛雅换问题 为什么一个人 噩梦回答 我喜欢一个人 切 玛雅一边道 上次我可是见到你被狂猛干掉 不是为了保护朋友吗 噩梦看玛雅 胡以表情 玛雅简短说了 自己和沙娜 第一次夜谈左线的事 噩梦道 不是朋友 玛雅问 噩梦答 玛雅才知道 是一个合作任务 噩梦按照任务约定时间和地点 与对方见面 未曾想对方埋伏了他 要求噩梦交出连社母 噩梦逃入社区 对方紧追不舍 结果双双陷入失潮中 虽然噩梦上蹿下跳 最终还是被狂猛干掉 而埋伏噩梦的人 也全部死亡 复活回来的噩梦 如今在线标附近一家商店安家 玛雅邀请噩梦考虑加入暗影 噩梦拒绝 完全不考虑的一口拒绝 灵雾问出一个问题 噩梦 你完成了结婚任务 今晚还去纺织厂做任务 你哪来那么多任务 噩梦的回答 是对玛雅和灵雾点个头 认识你们很高兴 再见 转身走人 再见 灵雾目送噩梦离开 道 他装备很好 武士刀 现弹枪 黑色作战符 钩爪 此外 他的背包和蒙面巾 都印有堡垒图标 上车吧 汽车开动 玛雅道 噩梦应该有一套 有别其他玩家的特殊玩法 灵雾问 以任务为主 玛雅点头 石头和我聊天时说过 左右线不少人接到过系统任务 也都遇见过天网和堡垒特工 任务都非常简单 奖励也非常简单 噩梦潜入纺织厂 盗窃合同这样的任务 难度应该非常高 他是怎么接到这些任务的 灵雾一问 你和石头聊天 你会聊天 玛雅看了灵雾一眼 聊工作 噩 玛雅第二次没忍住 我不是不会聊天 我只是不想聊天 灵雾问 为什么 玛雅回答 没有意义 灵雾 为什么会没有意义 大家可以互相了解 增进感情 成为好朋友 玛雅问 你和雪旦 马魂经常一起聊天喝茶 你们成为好朋友了吗 你和沙纳搭档半个月 你们成为好朋友了吗 灵雾道 最少我们是朋友 玛雅在问 你和无敌基地的花生 几乎没说几句话 他是你朋友吗 灵雾点头 是 当然是朋友 玛雅问 那你说聊天意义在哪 是朋友 不聊也会成为朋友 不是朋友 再怎么聊 也成不了朋友 不在于聊什么 而在于你做什么 人类的行为 永远比语言更诚实 灵雾惊呆 自己竟然 被玛雅说得哑口无言 他呆呆看着玛雅 脑子想了半天 也不知道如何反驳 于是决定撒泼 你好漂亮 玛雅 我知道 靠 扭头 不理这思 玛雅 你忍不住可以说 我可以听 灵雾若有所悟 善听者至 善言者妄语 玛雅没有回答 轻轻一笑而过 灵雾 可以让我开车吗 灵雾上驾驶位 准备换挡 玛雅道 调整后视镜 灵雾道 不需要吧 末日事件 玛雅道 少卡处可以通过后视镜 判断你与障碍的距离 走了一段路后 玛雅问 你是不是无法估算汽车宽度 特别是右车头的位置 灵雾点头 是 我坐在右前轮上 玛雅轻拍自己靠车门的右大腿 这里就是车轮位置 灵雾受叫 到了少卡 虽然灵雾可以勉强判断汽车宽度 但玛雅发现 灵雾对车头的长度判断 存在很大的错误 在右边还有很大的空间时 灵雾担心刮蹭到右车头 提前打方向 这就导致左边空间不足 过弯难度提高 屡屡被障碍刮蹭 在过了少卡后 玛雅让灵雾把车倒回去 倒回去 又掉了10%的耐久 玛雅站立在车前 以自己小腿 大腿 宽部 腹部等为尺寸 让灵雾来判断 车头与玛雅之间的距离 刚开始 灵雾开到看不见玛雅小腿就停车 下车后发现 车头与玛雅 还有两米的距离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训练 灵雾已经可以无损地通过少卡和倒车 退出少卡 玛雅很满意上车 两人乘坐冒着黑烟的霸王 回到了基地 缝纫 可以在制作间制作衣裤帽鞋 最大生命值加20点 负重能力提升10% 学会后自动掌握手工艺品知识 质衣比所有人想的要麻烦 通过普通布料或者棉布 可以制作出一件普通的衣服 想制作高级的衣服 要对衣服进行升级 升级需要不少材料 升级失败 有一定机会损毁成衣 升级也有多种方向 一种以保暖为主的升级路线 主要材料以棉布为主 帐篷区搜刮的冬衣 属于这种类型成品 一种以制式衣服为标准升级路线 比如西装 T恤 连衣裙 按照升级方向不同 所需要材料也不相同 林雾在海军商店拿到的水冰服 属于这种类型的成品 此外 衣服还有一个特性 无论是冬衣 还是水冰服或者是制作出来的衣服 只允许一人穿戴 床位也是如此 每人必须拥有一个床位 不能轮流在一个床位上休息 根据缝纫技能的高低不同 所制作和升级的衣服 也会出现各种附带属性 缝纫提升负重能力 负重能力和体力有直接关系 如石头没加点体力的玩家 负重预值为30公斤 包含了武器 衣服 背包和背包本身重量 超过预值 按照百分比增加耐力消耗 双体极限加点的血弹 负重预值高达75公斤 第100章 炼吉 夜班灵雾总能变着花样 打扰大家的休息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 首先被打扰的是石头 苏石和沙纳 他们要探讨缝纫技能 其次被打扰的是小刀 八卦的灵雾说自己遇见了噩梦 小刀立刻来了精神 玛雅间大多数人都没休息 于是叫醒了混蛋兄弟一起开来的小会 更改白班和夜班的作息时间 原因是白班搜刮区域变更的原因 他们要在清晨七点之前通过哨卡 上班时间大大提前 其次是因为可以使用汽车挑水 每周每人挑一次水即可 最后是夜班的安排 玛雅和石头认为最好安排一个人 与灵雾搭档 玛雅给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沙纳升任副统领 负责白班事务 我和灵雾出夜班 第二个方案 沙纳回夜班 灵雾伸出三根手指 第三个方案 我单独出情 玛雅点头 如果前两个方案无法通过 只能让灵雾你单独出情 灵雾上白班的结果是 白班工作效率降低50% 第一个方案难度在于 白班人员是否支持沙纳领导工作 第二个方案难度在于 灵雾是否同意和沙纳搭档 从玛雅角度来说 他不会同意撤销夜班 灵雾在夜班的贡献很大 不仅因为他带回的战利品 还有他带回的很多游戏情报 石头问 白班 你们同意还是反对沙纳成为白班副统领 混蛋兄弟和小刀互相看 没人同意 也没人反对 各自有心中的考虑 石头就拿最容易欺负的小刀下手 小刀 你的意见和理由是什么 小刀回答 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可是一想沙纳涌住白班 那我不就是成为白班最亮的电灯炮了吗 一片沉默中 灵雾贼溜溜地瞧来瞅去 看热闹不怕是大 恨不得敲个锣烘托一下气氛 等待两久 沙纳开口道 我想大家可能有些误会 我在此郑重声明 我本人不会 也没有打算在这两年内 发展任何与男女有关的感情 所以不仅请大家不要给我这方面的压力 也不要和我谈及这方面的事宜 谢谢大家 灵雾不满意 你这样就不好玩了吗 小刀替沙纳出脚除害 灵雾闪避 笑嘻嘻抓了板凳 坐到了玛雅身边 石头左右看了看 到沙纳白班副统领 同意地请举手 小刀立刻举手 相比玛雅的严肃工作态度 她更喜欢与沙纳一个班 混蛋互相看看 也都举起手来 玛雅道 好 班次就这么定了 石头正准备宣布散会 系统广播全服播报 噩梦完成最后情报员任务 全服开启市集交易系统 具体细节 可以查看游戏手册 县级市集系统 以县为单位 蔚来南城左线的赶集日 是每月15号和30号 时间下午1点到下午5点 在这个时间段 左线不会发生工程事件 身处基地的玩家 可以通过基地 进入市集副本 灵雾自言自语道 这家伙有些奇怪 石头同意 左右线都没听说 有人接取过重要任务 而他一个人 完成了最少两次重要任务 一次开启结婚系统 一次开启市集系统 灵雾问道 玩家NPC吗 大家都是普通人 日常吃喝拉 但是群众中总会出现几个异类 比如加入某秘密组织 比如成为特工 他们日常生活和普通人区别 就变得很大 玛雅深以为然 没错 他的背包有堡垒标志 他的蒙面巾和衣服 都有堡垒标志 今晚他执行的任务 也和堡垒有关 噩梦应该是系统招募的堡垒特工 所以 他的玩法和普通玩家不同 因此 他不仅不组队 也不加入任何基地 灵雾补充 他的装备不错 喷子和武士刀一看 就知道是高档货 杀NPC属于游戏内容 灵雾也不会和NPC讨论道德信誉 但对方是玩家就不同了 灵雾不会做出 只因垂涎对方装备 而杀死对方的事 人与数字的关系 可以直讲利益 但人和人的关系 在利益之前还有道德 正义与良知 和灵雾混了半个月夜半的沙纳 读出灵雾前台词 道 人家不一定是敌人 石头同意 既然双方达成过合作 不要因为对方装备好 就把对方当作敌人 知道了 沙纳正式升职为 暗影基地的副统领 早上6点30分 白班在沙纳带领下 雪弹为司机 开车带着大家一路向南 通过哨卡 前往后 旷野农场 在出行前 灵雾随便提了一句 自己在那区域见过黑熊 让他们多加小心 玛雅白天闲着无聊 于是叫上灵雾 两人驾乘摩托车前往隧道 隧道是一个炼级的圣地 丧尸够多 又不是非常密集 而且 列车内狭窄的环境 非常适合玛雅发挥 玛雅持刀从15号车厢 砍到8号车厢 再从8号车厢 砍回15号车厢 遇见狂猛上灵雾 灵雾闲暇时间 就打枪助阵 不到一个小时 8号车厢到隧道口的丧尸 急剧减少 刷新速度 跟不上玛雅的砍人速度 至于狂猛更不用说了 被灵雾弄死一轮后 就一直没刷出来 石头看人很准 他曾经说过 玛雅和灵雾 在某个角度来说 是一路人 在丧尸变得稀稀拉拉后 玛雅竟然提出了 招惹七号血液的想法 这要遇上其他人 肯定得三思二后行 而灵雾哪是一般人 一个燃烧瓶砸过去 灵雾把腿就跑 跑到6号车厢时 血狂猛和一窝的血丧尸刷了出来 血狂猛追击 血丧尸跟随 追到4号车厢 只剩下血狂猛 还在穷追不舍 血丧尸已经失去了目标 可怜的血狂猛 依仗自己投影带血物 自认为天下无敌 却被灵雾用捕兽家 抓住后一顿窃 其赖以为傲的血物病毒 根本伤不到灵雾一根毫毛 钓鱼 灵雾从血狂猛身上 拿到一本技能书 回头看没人 再看才发现 玛雅已经提刀 朝7号车厢去了 刀光挥舞 一通乱窃之下 玛雅砍死了20多只血丧尸 外加7只普通丧尸 但结果不太妙 虽然血丧尸 没有直接伤害到玛雅 但因为玛雅在砍杀中 多次与血丧尸靠得太近 战斗结束后 玛雅的感染值升到10% 原本应该知难而退 没想到灵雾从包里 拿出了一根血清注射器 而作为副统领的玛雅 这时候还是犹豫了 毕竟整个基地只剩下三根 灵雾说道 来都来了 玛雅只带了一个燃烧瓶 于是就只能匕首生捅血液 大约在捅了十多刀后 列车终于晃动一下 新的血狂猛和丧尸刷了出来 这次本应该是血狂猛复仇的机会 但血狂猛发现自己 根本追不上玛雅 这小子不仅跑得奇快无比 并且还非常阴险 燃烧耐力逃命的时候 玛雅也不回头 伸手将准备好在 一边桌子扳倒在地 血狂猛虽然很敏捷 但反应时间太短 连续撞击桌子 阻碍了他追击的速度 等他追到灵雾时 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 于是乎又被灵雾一痛切 从血物浓度变化 可以看出血液会回血 因此 玛雅和灵雾没指望能杀死血液 他们要的只是血液召唤出来的小兵 杀了六波 灵雾和玛雅拿到两本技能书 两瓶血清 收获不错 可惜没有出战利品 因为获得血清 玛雅大方注射了血清针 血清针不仅能清除感染 而且还能提供两小时免疫感染的保护 第七波出了一只血尖叫 两人如获至宝 将血尖叫引到了十号车厢 引诱其嚎叫 血尖叫一声吼 七号车厢刷出一波血丧尸奔赴而来 血狂猛总是跑得超级快 总是第一个阵亡 为了避免血尖叫连续嚎叫 在灵雾解决血狂猛时 玛雅负责拿水管戳血尖叫 在玛雅解决血丧尸时 灵雾负责拿匕首戳血尖叫 从上午九点一直刷到傍晚六点 直到三根血清针用光 玛雅感染度接近50%两人才撤退 杀了无数只血狂猛 没有掉落一个宝箱 但其他战利品就非常丰富 技能书十二本 血清食品 只痛药十五颗 绷带五个 若干零食 基地没医生 玛雅提醒 林悟问 晚上我们去一趟无敌基地 玛雅犹豫道 不好吧 毕竟是工作时间 林悟道 现在基地没血清 万一死人怎么办 而且我们囤积了很多药物资 应该去做一批成药出来 玛雅点头 有道理 静默者黑 回到基地 玛雅去病床躺下 石头到前院问林悟 你们两人白天去哪了 林悟傲然道 去看看多了几本技能书 石头狐一到仓库看了一眼 把十二本技能书全拿了出来 钓鱼 钓鱼 还是钓鱼 管道学 机械学 钓鱼 钓鱼 园灵学 药理学 钓鱼 钓鱼 第一学 鸡肋啊 到现在会买技能书 一般是新人 就是复活后的人 这些人手头没有让暗影基地心动的东西 手头有东西的人 基本上都学了生活技能 林悟和玛雅带回来的十二本技能书 除了第一学比较稀少之外 其他都是烂大街的技能书 林悟道 我和玛雅准备去一趟无敌基地 做一批医疗物资 再蹭点汽油回来 石头道 有来有往 你带上几包食物 林悟道 不用 我们送血清 石头疑惑 跑回仓库查看发现多了十瓶血清 石头也不理林悟 直接去病房问玛雅 玛雅很老实 很快交代他们 玩了一天血液 石头心中暗叫不好 这两人凑在一起 看似不错 一个稳 一个强 实际操作起来不是这样 林悟和小刀可以玩泥巴 因为他们对泥巴都有兴趣 林悟和玛雅混一起 可以玩丧尸 因为他们对砍丧尸都有兴趣 这两人胆子特别大 偏偏实力还很强 当普通丧尸满足不了他们 他们就会去砍血液 当血液满足不了他们 那岂不是要去单挑巨无霸 想想突袭者 想想林悟说起过 农场血液有巨无霸 这种事 他们未必干不出来 石头离开 林悟进入病房 石头扒墙跟偷听 不是石头没道德 关键在林悟和玛雅 是暗影基地的主骨干 这两人要交代在外面 暗影基地实力直接减半 并且未来的发展 必然无比艰难 果不其然 林悟根本不客套不废话 坐下就出馊主意 明天白天 我们去一趟高山观察哨怎么样 根据消息 左线一共有三处军事基地 第一处是日常丧尸 打卡上下班的公路哨卡 第二处是建设在 深山山峰中的高山观察哨 第三处是停留在 左右线铁路线上的 列车指挥部 目前还没有人发现 指挥部的位置 高山观察哨 俯瞰左线郊区道路 山脚距离山顶基地 只有三公里 但是观察哨海拔高达 1500米 并且设立在群山环绕的 陡峭山峰上 相对来说 玛雅还是比较冷静 我们要深入山林 不仅要面临迷路的风险 还要面对野生动物的挑战 灵雾道 你忘了 我是猎人 玛雅 你前天晚上在森林公园 单挑一只熊的结果 是被打残 灵雾听了当即抓狂 接人不接短 知道吗 我告诉你 不要再让我遇见 那只250公斤的黑熊 老子分分钟捶爆它 玛雅道 我倒是想去北上湖走一趟 既然那里有盲符 相信会有一些意外的东西 灵雾点头 我埋伏盲符时 有一只丧尸钻过瀑布 我觉得 那里是一个山洞 玛雅问 人工还是天然 灵雾摇头 玛雅道 今晚我们先去无敌基地 早点回来休息 明天白天 继续去隧道刷技能书和血清 明天晚上去北上湖 有盲符的地方 最好晚上去 虽然这是一条 没有经过验证的理论 但是通过二号楼实践可以得知 晚上去有盲符的地方 不会遭遇其他强敌 灵雾同意 好 两人没聊天 只是谈论工作 工作谈完就散会 两人也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方式 丝毫不觉得 无话可说会尴尬